路易平是个上古修士,亲眼见证了诸神大战中,无数强大的神灵陨落的情景。 自此之后,他便隐居远古之森,日夜修炼,发誓没有强大到对抗天地大劫的实力时,变不出来。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了。 他身边的一头小蛇,成为了龙族之族。 他收养过的一个小女孩,成了无敌女帝。 他指点过的一个剑客,成了冥想万古的剑神。 他随意,种下的一棵老树,成了史上最强神国的守护之神。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一个又一个强者崛起,一代又一代强者老去和陨落。 路易平一直在深山中修炼他的长生诀,偶尔,谈谈情,练练画,练练剑法,翻看一下当年陨落的无数神灵留下的各种神迹和大道感悟。 终于,他将长生诀修炼到了最后一层,觉得自己实力可以对抗天地大劫了,这才走出远古之森。 第一章,有关神圣森林的传说,神圣森林,乃神界横渊未面地禁地,传自远古。 有关神圣森林的传说有很多。 有的说,神圣森林内居住着一尊长生不老的无敌存在,但也有的说,神圣森林之内居住着一尊恐怖的不死恶魔。 不管哪种说法,一致相同的是,神圣森林之内居住着一尊无上存在。 悠悠岁月,千年家族不断更替,万年帝国不断崛起,破灭,再强大的神国也逐渐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 横渊未面唯一不变的,便是这神圣森林。 神圣森林已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连横渊未面最古老的老祖也只知道神圣森林传自远古时期。 这一天,神圣森林上空突然雷云凝聚,而且迅速扩散,惊人的毁灭之力不断向外弥漫。 很快,整个神圣森林便被这恐怖的毁灭力量笼罩。 但是,这毁灭之雷仍然像神圣森林之外,以惊人的速度扩散着。 没多久,神圣森林所在的神武大陆便被这毁灭之雷笼罩。 神武大陆内众超级宗门老祖,皇朝老怪物巨多被这毁灭之力惊醒。 最靠近神圣森林的无极皇朝老祖宗太无极看着高空翻滚的雷海,更是惊惧。 这毁灭之雷哪怕只要轰下一道,只怕都能将无极皇城轰成虚无。 这是什么神雷? 这天地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神雷? 太无极惶恐。 查清楚了没有? 这毁灭之雷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无极问身边一众皇朝高手。 老祖宗,查清楚了,毁灭之雷的源头是在神圣森林禁地区域。 一位皇朝高手说道,提到神圣森林禁地,他经不住声音颤抖。 神圣森林? 太无极和无极皇朝一众高手一听,句都静若寒蝉。 难道是那位无上存在,要成就天神了? 再度天神之劫? 一位无极皇朝高手,竟然猜测道。 太无极摇头,就算是度天神之劫,也没有如此恐怖劫雷。 一位皇朝极古老的老祖宗孽道,听说当年万贝贝大人曾进入神圣森林,受过那位存在指点,出来后才统一了我们神武大陆。 连武神殿的九绝武神也进入过神圣森林。 那位存在难道已经超越了天神? 外界议论,猜测时,突然,笼罩神武大陆的恐怖雷海,瞬间凝缩成一道恐怖雷柱,向神圣森林禁地区域猛然轰下。 当恐怖雷柱轰下瞬间,光芒暴射,所有人双眼一通,待众人睁开双眼时,天地已恢复过来,仍是那片朗朗晴空,太阳高挂,恐怖雷云却消失无踪,所有人面面相去。 此时,神圣森林禁地内,陆一平手指间凝聚着一团恐怖的雷球。 这团雷球正是先前轰下的劫雷,被它凝聚在手指间,然后不断压缩,成了一团人头大小的雷球。 如此恐怖之雷,却被陆一平凝聚在手指间。在陆一平的持续压缩下,雷球继续缩小,最后成了拇指大小。 然后,陆一平一口吞服了下去。 顿时,一道道雷气,从它全身毛孔喷涌出来。 但很快,便嘎然而止。陆一平吸收了劫雷力量,站了起来,松了松筋骨,长生爵终于是练到最后一层了。 只是没想到落下了不大不小的劫雷。 嗯,现在长生爵练到最后一层,就算面对天地大劫,应该也有自保之力了吧。 也是时候出去看看了。也不知外面现在如何。陆一平信部来到了书阁,开始了每天的悠闲时光。 书阁之内,一跪又一跪的书籍,这些全部都是当年诸神之战陨落的神灵留下的功法秘籍。 而书阁四周墙壁之上,则是琳琅满目的神器。在这无数岁月,他修炼长生爵之余都是翻开这些书籍来打发时间。 这些书籍中有功法秘籍,还有琴棋书画,衣礼,阵法,玉兽,丹树,天文地理,包罗万象。 数日后,身着淡蓝衣袍,看起来只有二十余岁的陆一平从神圣森林禁地区域走出。不一会,便来到神圣森林边缘。 神圣森林边缘四周是十万大山。这些大山之中,不乏有神灵境,甚至真神境凶兽。陆一平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山脉,阔步迈出,眨眼便消失在茫茫山峰之中。 越往外走,遇到的前来猎兽的宗门高手越多了起来。这些高手来自各门各派,所用功法和绝学五花八门。 但是,无论什么功法,无论什么绝学,陆一平看一眼便了然于心。 只是,就在陆一平要走出十万大山时,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男孩正在击杀一头低阶怪兽火兔,陆一平停了下来。 男孩用的是剑,但男孩的剑法水平实在是惨不忍睹,而且剑法不全,很多招式练得似是而非。 待男孩击杀了火兔后,陆一平走了过去。 男孩见陆一平走近,手中长剑握紧,一脸警惕。陆一平见男孩一脸警惕,也没在意。 问道:"小兄弟,你这修罗剑法是跟谁学的?"修罗剑法。 男孩却是摇头,我这是当魔剑法,不是什么修罗剑法。陆一平一正。 男孩也没理会陆一平,拿起火兔便急匆匆往山外走。陆一平想了想,跟了上去。 不一会,便看到一座小村落。村落,吹烟鸟鸟鸟。 男孩回到村口时,便见一位村民从村内走出,对男孩喊道:"小羽,你又去猎兽了,你爹正找你呢?" 男孩闻言,加快了脚步,往村里跑回去。第二章,雷阙剑踪阳东,陆小羽回到家,便见父亲陆鹏正在院子之中练习剑法。 见光闪耀,院子之中,剑气回荡。这陆鹏境界显然要比男孩陆小羽要高出许多。不过,就在他跃至高空施展剑招时,突然从高空跌落了下来,只见其脸色苍白。 爹,你怎么样?陆小羽惊然,急问。陆鹏摇头,不碍事。这时,他突然看到外面站着一个阑山年轻人,不由惊然。 你是谁?陆一平开口道:"你是修罗门的弟子。陆鹏一听,惊一道:"你到底是谁? 是千魔宗的弟子。千魔宗?不认识。陆一平摇头。陆鹏一跃而起,手中常见向陆一平刺来,欲试探陆一平。 不过,他刚刚刺到对方面前时,突然,便被一股无形力量震得连连后退,重新跌落到了小院子。陆鹏大惊,他可是金丹镜高手,对方却只是发出一股无形力量,便将他震退。 就在这时,陆一平手指一弹,只见九道火红气流飞出,瞬间涌入陆鹏胸口。陆鹏只觉心脉一震,忍不住一张口,喷出一大口黑血。 爹!陆小语见陆一平突然对自己父亲出手,惊慕,手中常见便要向陆一平刺来。 小语,住手!陆鹏突然喊道。陆小语不由停了下来,看向父亲陆鹏。陆鹏看着陆一平,满脸震惊,还魂九阳指。 然后,看向陆一平,公子是药王殿的人。还魂九阳指,乃是药王殿的无上绝学。只有药王殿料料数人会施展。陆小语一听,眼前年轻人是药王殿的人,也是大吃一惊。 因为,在神武大陆,药王殿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我不是药王殿的。陆一平摇头。 黄魂九阳指,他知道。但是,他这并非黄魂九阳指,而是生生不绝轮回指,只是与黄魂九阳指,极其相似而已。他的生生不绝轮回指,乃是上古药神古的绝学。至于什么药王殿?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不是药王殿的。陆鹏意外。陆一平道。你现在引导我的指力,运转真元试试。陆鹏当即引导指力,试着运转真元。所到之处,气血通畅无阻。当其真元运转一周天,只觉全身暖洋洋的,有说不出的数分。 这三年,他急于求成,苦修修罗剑气,致使气血不畅,心脉受损,真元不通,全身僵硬,胸口日夜发疼。现在,这些感觉全部消失了。三年来,他一直苍白的脸,终于恢复红润。陆鹏起身,激动中,公身感激道,多谢公子相救之恩。举手之劳罢了。陆一平道。我与你修罗门长辈是顾娇。然后问道,修罗门现在门主是谁?陆鹏脸色变幻,仰手一叹,不瞒公子,修罗门已经覆灭了。 陆一平一政。修罗门覆灭了吗?在上古之时,修罗门是恒云未面超级势力之一。陆鹏又道,几年前,我修罗门被千魔宗所灭。这几年,我带着小雨东躲西藏,就是为了逃避千魔宗追杀。我刚才还以为公子是千魔宗派败之人。陆一平问起了有关修罗门之事。原来,上古诸神之战,修罗门门主和诸多老祖陨落殆尽。 修罗门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岁月变迁,逐渐沦落成了神武大陆二流势力。后因利益,修罗门与毗邻的千魔宗矛盾冲突。本来,双方实力不分上下,平时争斗,各有死伤。但是三年前,千魔宗突然有神秘高手相助,修罗门门主和众元老被屠杀干净。 虽然见惯了生死,但是得知修罗门覆灭,陆一平心中多少唏嘘。他想了想,从先天至宝乾坤鼎内无数神功秘籍中将修罗剑法取了出来,递给陆鹏。陆鹏心中疑惑,结果一看,意外,修罗剑法。修罗剑法。陆小语一听,凑近一看。陆鹏经意中,翻开一看,越看越激动。这本修罗剑法,竟然是完整本。一共三十六招。而他现在所谓的修罗剑法只是前面六招,而且是还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六招。 可是,完整的修罗剑法早已失传多年,眼前年轻人是如何得到的。不过,尽管他心中疑惑,但是他识去的没多问。陆鹏向陆一平攻身道,公子先是救我,献又赐我如此绝世剑法。以后但有所命,陆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陆一平闻言,笑笑。他在神圣森林的漫长岁月里,曾经有数十人在他那呆留过一些日子。每一人离开时,都曾以天道立士说过这些类似之词。他们之中,最弱的一个都比陆鹏强一万倍以上。 所以,对于陆鹏这赴汤蹈火之词,他也没放在心上。至于绝世剑法,还算不上,修罗剑法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普通的剑法罢了。接下来的三天,陆鹏和陆小语父子忘请费时,苦修修罗剑法。三天下来,两人修罗剑法都进步很快。这一天,陆鹏来到陆一平面前,迟疑了一下,说道,公子,过些日子,便是雷阙剑宗三年一度的收徒之日,我想让小语前往参加考核。若是小语能加入雷阙剑宗,有雷阙剑宗庇 也不用再跟着我东躲西藏,逃避千魔宗追杀。我们打算明天便启程前往雷阙剑宗。您的意思呢?雷阙剑宗乃是乌鸡皇朝第一宗门,若是陆小语能加入其中,自然不惧千魔宗追杀了。其实在陆一平出现之前,他就有这个打算了。雷阙剑宗吗?陆一平文言,念叨。他记得数个时代之前,有个叫杨东的小家伙曾在他神圣森林里待留过,说自己是雷阙剑宗的。也好,我和你们一起去雷阙剑宗。陆一平说道,顺便看看杨东那小家 家伙。第三章,龙脚金牛,陆鹏听陆一平和他们同往雷阙剑宗。欣喜,当即和儿子陆小语收拾东西。次日,三人便离开了村落。三人现在在神武大陆最南端,而雷阙剑宗在神武大陆最北端考虑到此次前往雷阙剑宗路途遥远。所以,陆一平将乾坤鼎内当年的龙脚金牛战车取了出来。看到战车,陆鹏两人脸色嫩嫩。这辆战车,车身似乎是用黄金打造的。拉车的是一头同样全身金色的牛。他们见过各种� 瘦拉拧,却唯独没见过用牛来拉的。而且,牛的速度应该不快吧?陆一平猜到两人想法,说道:"这车速度还是不慢的。不过也没多解释,上车吧。这头牛当然不是凡品,是他当年在龙族圣地找到的叫龙脚金牛,是龙族之祖和雷祖的后代。而且,他继承了龙族之祖九爪金龙的血脉和雷祖的雷阀血脉。天地之间也只有这么一头一种身具九爪金龙血脉和雷阀血脉。若是细看,会发现那对牛脚和龙脚的血脉。 至于铸造战车车身所用的材料是一种罕见的神铁,叫金燕黄铜。当年,妖族之祖铸造的座驾就是用着金燕黄铜铸造的。陆鹏和陆小宇跟着陆一平上了车。陆一平开口道:"小金,走吧。龙脚金牛开口应试。陆鹏两人惊讶。一般来说,只有达到金丹镜的妖兽才能开口说话。这头金牛是金丹镜妖兽。公子失欲受尸。陆鹏忍不住问道。陆一平笑道:"算是吧,我医术。 玉兽,都学过一点皮毛。在神圣森林漫长的岁月里,不管是琴棋书画,还是伊礼,玉兽术,炼丹术,阵法,各方面他都有所劣舍。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炼丹和阵法。陆鹏听陆一平说医术,玉兽,都学过一点皮毛,暗自点头,难怪。数天后,雷雀见踪遥遥在望。这一路上,几人都是走荒山之地,偶尔才进城池停留片刻。所以,路上倒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公子,前面就是洛雪城了。 陆鹏一指前面城池,只见前方平原上屹立着一座大城,城池上空,漫雪飘飞。洛雪城,是神武大陆有名的城池。城池上空,一年四季飘雪。好漂亮。陆小宇远远看着,惊叹道。看着洛雪城,陆一平不由想起当年一些事。岁月变迁,没想到洛雪城还在。此时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我们进城。陆一平道:"歇息一晚,明天再过去雷雀见踪。雷雀见踪已经不远,最多半天可到。 倒也不急着赶路。于是,几人往洛雪城过来。洛雪城接到整洁。行人如梭,并没有几人想象中轻浪。陆小宇抬头,只见高空雪落下来。到了地面后,雪花渗进地面,便消失了,接到地面没有一点湿滑。见儿子惊奇样子,陆鹏笑道:"传闻上古之时,有无上大能在这洛雪城高空布置了一座巨雪大镇,和在地底布置了一座化雪大镇。所以,洛雪城一年四季洛雪。但是雪降落到洛雪城后,便消失无踪。陆小宇, 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人能在高空布置大镇?这么多年了,这两座大镇还能运转吗?"陆鹏点头,那位无上大能的镇法之高已经超出我们想象,就连陈青阳大人也来此研究过这巨雪大镇和化雪大镇数十年而无果。陈青阳乃是神武大陆现今最强的镇法师,也是神武大陆最强的几人之一。连陈青阳大人都研究无果。陆小宇道:"不知那位无上大能是谁?"这个就不知道了。陆鹏摇头,没人知道。陆一平脸色如常, 他当然知道这巨雪大镇和化雪大镇是谁布置的。三人乘坐牛车在街道上缓慢行走着。用金牛拉的金色战车,引得不少人注目。听说这次雷雀剑宗收徒,连萧家的萧长风公子也来参加考核。何止萧长风?我听说郑家的郑月公子也要拜入雷雀剑宗。连我们皇朝的太颜公主也来了。往来的一些宗门家族弟子议论道:"雷雀剑宗收徒之日已尽,所以落雪城中有不少来自各地的家族高手、弟子。就是萧家那个有少神之称的 萧长风公子。陆小语闻言道:"应该是。陆鹏点头,没想到,连萧长风公子也来参加这次雷雀剑宗考核。少神之称。陆一平疑惑。陆鹏意外,公子不知道这萧长风。然后解释道:"萧长风公子天生大千神体,现在不到十七岁,听说就已是神通时重镜了。而且他悟性惊人,任何神通,一学便会。有人说,他以后必定成神。所以,有少年武神之称,简称少神。大千神体吗? 陆一平暗自摇头,一个大千神体也敢称少年武神。大千神体,只是普通的上等神体,在上古之时,双生上等神体,甚至双生顶尖神体的并不少见。至于郑月公子。陆鹏正要说,突然,远处有人群骚动,是郑月公子。郑月公子和太炎公主。陆鹏,陆小语两人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大队车队往这边过来。车队众多高手簇拥中间,一男一女特别显眼,男的身穿白色长袍,骑白虎坐骑, 女的穿子凤之袍,骑着一头龙马。郑月公子,太炎公主。陆小语吃惊,在无极皇朝,郑家的郑月,公主太炎,两人名气,可是一点都不逊于刚才有少神之称的萧长风。在陆鹏,陆小语两人紧张中,车队向这边过来。看着过来的无极皇朝护卫和郑家高手,陆鹏,陆小语平住呼吸,低了低头,大气不敢喘一下。别说他们,便是他们修罗门门主还在,面对无极皇朝,郑家这样的存在,也不敢有丝毫不尽。 公主太炎和郑月骑兽而行,有说有笑,经过牛车时,公主太炎一正,见有人用黄金打造战车,而且是用金牛来拉,他也是意外。只是看到那对牛角,他双眼疑惑。郑月注意到公主太炎神色,笑道,公主殿下喜欢这头金牛?要是喜欢,我让人买下来。公主太炎摇头,笑道,怎么可能喜欢这种战车?只是觉得这头金牛奇异罢了,还有那对牛角,有些像龙角。郑月笑道,世上奇异之兽多了,那对牛角, 的确是像龙角,不过,只是像而已。然后看了陆一平一眼,笑道,不知是哪个小家族的,竟然用黄金来铸造牛车?公主太炎鸣嘴一笑,大家族平时用的都是零食,千年金铁这些东西来打造东西,也只有一些小家族才会用黄金了。车队终于离去,陆鹏和四周众家族高手松了一口气。陆一平突然开口道,现在神武大陆之主是谁?陆鹏一正,继而用一种狂热,崇拜的神色说道,是万无敌大人。万无敌? 陆一平一正,万家的。他想起在阳东之前,进入过神圣森林的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姓万。你可知道万辈辈?陆一平随口问道。陆鹏疑惑,接而想到陆一平可能说的是那个无上存在时,脸色一变。不过,就在他要开口时,突然,旁边人群之中,走出两人来。陆鹏看到来人,双眼恨然。孙丽,孙丽,千魔宗长老。当年修罗门不少弟子,就死在这孙丽手中。孙丽嘿嘿一笑,陆鹏,没想到 你还没死?命还挺长。然后,看向陆小语,这是你儿子?不错嘛,小小年纪就驻姬十重了。说完,和千魔宗另一位长老向陆一平三人走来,同时身上气势完全释放。只见孙丽身上重重金光涌动。金丹四重,旁边有高手惊呼道。横元未念境界,从低到高,为驻姬,先天,神通,金丹,子辅。金丹竟四重,对于一些小家族来说,绝对是高手了。陆鹏脸色一惊, 金丹,你突破到了金丹四重。三年前,这孙丽才金丹二重,现在,竟然突破到金丹四重了。而她这三年境界一直停在金丹一重。感受到身后孙丽身上金丹四重气息,原本已经走远的正远,公主太颜不由心感奇怪,转手向后看过来。孙丽嘿嘿一笑,没错,我两个月前早已突破金丹四重。今天,你必死。一跃而起,手中大刀一刀斩出,只见刀芒蹦射,一道道惊人的黑色寒气笑动而出。是玄冥寒净。 千魔宗的大神通?陆鹏大惊,当年,她和孙丽交过手,深深清楚玄冥寒掌的恐怖。而突破金丹四重的孙丽,其玄冥寒净,无疑比当年更恐怖了。就在陆鹏要出手时,突然,她和所有人听到了一声震天牛吼。牛吼响彻天地,众人只觉震耳欲聋。伴随着牛吼之声,一道骇人的金色气浪席卷而出,铺天盖地。孙丽惊恐,瞬间便被金色气浪淹没。一瞬间,她只觉被恐怖俱力壮重。 她手中大刀,化成鸡粉。而她本人,一如断线风筝,倒射了出去,砸进了已经走远的太极皇朝车队之中。地面轰然震响,车队一片混乱。孙丽滚到了郑月,公主太炎两人坐寿之下,全身衣袍暴散,横躺在那里,彻底没了动静。事情太过突兀,让陆鹏、郑月,公主太炎还有四周家族弟子,看着孙丽尸体,目瞪口呆。所有人惊惧地盯着龙角金牛。刚才牛吼之声,正是龙角金牛所发。 一声牛吼,竟然直接震死了一位金丹四重高手。和孙丽一起的另一位千魔宗长老见孙丽尸体,更是双眼惊惧,脸色苍白。她豁然转身,便要逃走。不过,那千魔宗长老正要逃时,突厥天地大量。她竟然转手看去,只见后面一道恐怖金色气浪瞬间轰之。接着,她便失去了意识。只见那位千魔宗长老被金色气浪直接轰爆,血浆射的四周地面都是。天地寂静。没人看清,当才龙角金牛 到底是如何出手的?走吧。路易平淡然道,也没看孙丽两人尸体。龙角金牛抬起脚步,缓步向前而行。众人脸色复杂,看着战车离去。 公主太颜看着离去的战车,心中无法平静。问其中一个子府进四重手下。 你可看出,这头牛是什么品种。那位皇朝高手,是个玉兽高手,看着离去的龙角金牛,惊一道。此牛刚才出手时,有龙力波动。他应该,身具龙族血脉。但一头牛,身具龙族血脉。 他之前是闻所未闻。公主太颜点头。郑家子府进高手郑玉说道,这蓝山年轻人,出现落雪城,不会也是来参加雷雀剑中弟子考核的吧? 那位皇朝子府四重的高手,却是一脸惊一道。这年轻人,身上并没有真元和内力,实在奇怪。 公主公主看着陆一平离去方向,却是一脸沉思。离去后,陆一平三人便来到落雪城最大的酒楼,金凤酒楼待了一晚。 次日,才继续赶路。陆一平坐在战车上,端着一壶落雪酒,喝了一口。摇头,这落雪酒是越喝越无味,与当年那个味道差远了。 你可知道,雷雀剑宗现在最古老的老祖是谁?陆一平问陆鹏。陆鹏赶紧回答道,是杨成大人。杨成大人不仅是雷雀剑宗第一高手,也是我们无极皇朝四大高手之一。 不过,杨成大人已经多年没出世了。但最近一直在传闻,杨成大人的弟子陈红大人打算收关门弟子。 所以,这也是肖长风、公主太炎、郑月等人纷纷前来的原因。杨东呢?陆一平突然问道。 杨东?陆鹏神情大震,公子问的是杨东剑神。神武大陆,能被尊为剑神的十万年来,只有三人。杨东剑神?陆一平意外,随即点头。陆鹏深吸了一口大气。 说道,杨东剑神已经失踪四五万年了。失踪?陆一平眉头一皱。陆鹏点头,杨东剑神失踪,乃是神武大陆之谜。 不过,杨成大人应该知道杨东剑神的下落。杨成大人是杨东剑神之子。杨东的儿子吗?陆一平沉思。 杨东那小子失踪已经四五万年。也就是说,在他当年离开神圣森林后,不到一万年,便失踪了。 半天后,战车来到了雷雀剑宗山脚下。雷雀剑宗已经人山人海。一眼望去,前来参加报名考核的各大家族弟子几乎挤满了山峰。 公子,我们先过去报名考核。陆鹏对陆一平恭敬道。 嗯,去吧,我也随便走走。陆一平道。 于是,陆鹏便领着儿子陆小雨离开,前往报名地点报名,让儿子参加雷雀剑宗弟子考核。 而陆一平将金牛战车收进了乾坤顶,信步走着。陆一平刚走没几步,便听到人群骚动,原来是无极皇朝公主太妍还有郑家郑月道了。 在众人簇拥中,公主太妍正要上山时,突然看到一道阑山身影,不由一正,是她。 三叔,就是那年轻人。 公主太妍对身边一个中年人道。 太红涛顺着公主太妍的眼神,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亚然,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金牛战车的年轻人。 是,三叔,你拥有闭眼之童。 你看看那年轻人是否有特殊之处。 公主太妍说道。 太红涛双眼闭色光芒涌动,在她闭眼光芒之下,陆一平全身经脉,丹田,气血,骨骼一一显现。 很快,她收回眼神,摇头,她的确没有真元和内力,更没有神力。 公主太妍闻言,心中失望。 昨天回去之后,她总觉得这阑山年轻人不简单,但没想到还真的没有真元内力。 她三叔的闭眼之童乃是上古神眼,可以看透一切本质。 哪怕是神灵境高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看来,是她多想了。 公主太妍也没再注意陆一平,和无极皇朝众高手进了考核大殿。 陆一平则信部来到了一座剑壁前。 只见剑壁之上刻画着无数剑招,剑壁之前,围战着无数家族高手。 这些高手都在参悟剑壁剑招。 公子,这时,带领儿子报完名的陆鹏过来找陆一平,见陆一平看着剑壁。 说道,这是阳东剑神大人当年留下的剑壁。 当年阳东剑神大人说,剑壁可供天下爱剑之人参悟。 所以,无论是雷阙剑宗的弟子,还是其他家族,宗门弟子都可参悟。 剑壁一共有999道剑招。 但是,这么多年来,能参悟出一百道的,料料无几。 陆鹏解释时,陆一平目光却落在了插在剑壁旁边的一把大剑上。 大剑露出的那截就有一米高,剑身很宽,是普通常剑剑身的数倍。 这是阳东剑神的赤焰剑插在剑壁这里数万年了,无论谁能将赤焰剑拔起,这把赤焰剑便是谁的。 陆鹏摇头,不过,这么多年了,无人能拔起,连阳城大人也拔不起。 赤焰剑吗? 陆一平看着眼前熟悉的赤焰剑正要上前拔起时,却见一个十六七岁身材高大的少年走了过来。 青年身后,跟随着一大群高手,少神肖长风。 众家族高手见到身材高大少年都是大吃一惊,一片强烈骚动。 肖长风公子,见过少神? 剑壁前众高手,巨多赶紧上前打招呼。 肖长风对众人微笑点头。 上一年,我来此拔赤焰剑,无法拔出。 这一年对剑道有所误,想再来拔,没有打扰到诸位吧。 肖长风对众人道。 没有没有,众高手赶紧摇头。 一位高手笑道,上次肖长风公子便差点将赤焰剑拔出。 这次,公子信心而来,我看公子必能拔出赤焰剑。 事实上,上次肖长风也只是拔出一寸而已。 距离这位高手所谓的差点拔出,差了十万九千里。 肖长风闻言笑了笑,然后来到赤焰剑面前,全身气势释放,一道道神光从体内迸射而出。 是大千神铁。 人群中有人惊呼。 肖长风将大千神体血脉催动到了极致,深吸了一口大气,一袍无风自动,惊人剑气从其身上弥漫开来。 周围家族高手,实力弱一些的都是惊然后退。 肖长风突然沉声一鹤,声如炸雷,双手猛然握住赤焰剑剑柄,然后向上一把。 顿时,赤焰剑光芒闪烁。 肖长风全身神光赤裂,赤焰剑终于缓缓动了起来,很快便拔出了一寸。 肖长风再次大鹤,全力向上一把,终于,赤焰剑再次向上缓缓升起,再次被拔高了一寸。 但是接下来,无论肖长风如何催动大千神体,如何剑气暴射,始终无法再拔高。 第六章,地动山摇。 被所有人盯着,肖长风又努力了一回,最终只得放弃。 赤焰剑重新落回原位。 肖长风自嘲道,看来,以我的天赋是拔不出这赤焰剑了。 刚才那位高手笑道,上次肖长风公子拔出一寸,今年拔出两寸,几年后,必能拔出。 若以肖长风公子神体之姿都无法拔出这赤焰剑。 这天下,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拔得出了。 先前跟随肖长风前来的一众高手,也都纷纷开口。 肖长风笑容满面,谦虚了一番,然后抱拳,打扰诸位了。 转身带着一众高手离开。 带肖长风走开,陆一平这才向赤焰剑走来,来到了赤焰剑面前。 留在原地的继续参悟见闭的一众家族高手,见肖长风刚走开。 一个身着阑珊的年轻人便走向赤焰剑,不由一正。 这年轻人想干什么? 他不会也想效仿肖长风公子,要拔这赤焰剑吧。 一位家族高手笑道,刚才跟随肖长风前来的一位家族高手笑道, 这年轻人是哪个家族的? 等会他触动赤焰剑,怕是得被赤焰剑的剑气轰飞十万八千里。 这事,在以前就常有发生,许多人试图拔动赤焰剑时,反被赤焰剑剑气轰飞。 众人一笑,肖长风本来一走开,听到后面骚动,停下脚步回手看了过来。 见一个年轻人也要效仿他把赤焰剑,不由摇头一笑。 这时,陆一平握住了赤焰剑剑柄,突然一拔,赤焰剑被一拔起,没有丝毫停止。 当赤焰剑被陆一拔而出,彻底脱离地面时,一道惊人的火焰剑柱冲天起, 火焰剑光照应了整个雷雀剑踪。 雷雀剑踪山门无数座山峰接近被这火焰剑光照射的一片通红。 大地猛然摇晃,如同发生了超级地震。 剑身蹦射的惊人剑气,弥漫天地。 一道骇人剑气突然射出,刚才还说陆一平会被赤焰剑剑气轰飞十万八千里的那位家族高手, 被这剑气一轰,顿时飞射出去,没了人意。 除了陆鹏之外,肖长风等人剧都被赤焰剑气轰得一退再退, 有的被前面的人撞倒,四周一片大乱。 当陆一平拔出赤焰剑那一刻,原本进入考核大殿要进行考核的公主太炎, 郑家郑月等人剧都感受到了那恐怖的弥漫天地的剑气, 看到了那照应天地的火红剑光。 发生了什么事? 公主太炎大惊,很快便见一位雷雀剑宗内门弟子急冲冲跑进来, 对殿中长老激动禀报道,诸位长老是赤焰剑, 有人将杨东老祖宗的赤焰剑拔出来了。 赤焰剑,被拔出来了。 公主太炎和郑月还有殿中一众长老震惊,快去剑变。 雷雀剑宗一众长老激动道,当下夺殿而出, 巨都往剑壁过来。 郑月道,不知是哪位剑道妖孽天才, 竟然拔出赤焰剑? 公主太炎道,我们也过去,此等人物我们要尽量交好。 无极皇朝,郑家一众刀手也都勇往剑壁。 而雷雀剑宗祖地内,雷雀剑宗宗主宋宁正在向阳城, 陈宏以及雷雀剑宗一众老祖禀报着剑魔前来挑战之势, 突然便感应到了那席卷天地的惊人剑气。 接着便是地动山摇。 宋宁脸色一变,难道是剑魔来了? 当年,剑魔熙来败于他们老祖宗杨东之手,逃顿而去。 没想到时隔多年,剑魔熙来竟然再次出现。 几天前,雷雀剑宗收到了剑魔熙来的挑战书。 由于祖地之内看不到外面火红剑光,宋宁便以为是剑魔一道。 阳城感受着这弥漫天地的惊人剑气,双眼闪动,这不是剑魔的剑气。 你们随我一起出去看看。 当即和陈宏、宋宁等人全部涌出祖地。 当众人涌出祖地,便看到了那照应天地的火红剑光。 试验剑的剑光。 陈宏、宋宁等吃惊。 这时,陈宏等人看到一把剑翘从雷雀剑宗祖殿冲天起, 然后飞向了剑壁。 陈宏、宋宁等人认得那正是供奉在祖殿内的赤验剑的剑翘。 陈宏在祖殿内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动静,而现在却是飞出了祖殿。 哪怕是阳城,此刻也都难掩激动。 他激动到,有人拔出了赤验剑。 他父亲的赤验剑终于有人拔出了。 师父,我们过去剑壁看,是谁拔出了赤验剑。 陈宏同样激动到。 阳城点头笑道,也好,带他来祖地见我。 陈宏、宋宁等人行了一礼,然后化成一道剑光往剑壁过来。 此时剑壁,赤验剑剑翘从祖殿飞出, 然后化成一道火红流光来到了陆一平面前。 赤验剑自动插入剑壁,弥漫天地的剑气, 这才慢慢消散,高空的火红剑光一逐渐淡去。 原本被剑气吹得倒了一地的肖长风等人终于停止了滚动。 缓了缓,肖长风等人这才狼狈地从地面爬起, 所有人盯着陆一平手上的赤验剑一脸不可思议。 所有人都看出,这阑山年轻人身上并没有真元和内力,而且是繁体。 赤验剑竟然被这个没有一丝真元和内力的蓝山年轻人拔了出来。 肖长风看着陆一平,眉头一皱。 现场许多高手盯着赤验剑,双眼默不赤热。 这可是当年阳东剑神之剑,要说他们不动心那是假的。 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位家族长老猛然抱起, 向陆一平手中赤验剑抓来。 第七章,你就是那陈红。 这位家族长老向陆一平抓来时,一道道惊人气静席卷。 夺命静。 一位家族家主惊呼。 出手的赫然是肖家一位夺命静的长老。 金丹之上,为慈府,慈府之上,便是夺命静。 一尊夺命静高手,足以镇压一方。 夺命静,一级向天夺命。 一旦突破夺命静,寿元大增,可活千年以上。 有些夺命静高手,别看七老八十,实际上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眼看肖家长老抓到陆一平面前。 这时,赤焰剑突然光芒爆射。 所有人在这瞬间听到了一声震天狮吼。 只见一头巨大的全身火焰的火狮从赤焰剑内飞出,巨大尸爪。 瞬间便插入了那位肖家夺命静长老胸口。 当众人反应过来时,那位肖家长老已然从高空跌落。 平然一响,地面,溅起少许沙缠。 是赤焰剑气灵,上古一兽赤焰尸。 一位家族老祖看着高空火狮,惊声叫道。 他想起赤焰剑的有关传说。 传说,赤焰剑封印着一头实力极强的上古异兽赤焰尸之魂。 肖长风看着那位跌落的肖家长老,惊声道。 袁伯。 只是,待肖长风等人来到那位肖家长老面前时, 只见那位肖家长老气息一绝。 肖长风见状,双眼杀意一勇,转手盯着陆一平。 四周众人全部盯着陆一平。 肖家为无极皇朝最强的几大家族。 肖家老祖宗肖洞与无极皇朝老祖宗太无极。 雷阙剑宗老祖宗阳成还有独隐门门主毕落, 更是无极皇朝四大高手。 因为肖家夺命境的长老被杀, 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肖长风正要让肖家众人出手, 突然,破空声音传来, 便见雷阙剑宗一众长老急速飞来。 肖长风见状,脸色殷勤, 最后指的不甘地停了下来。 雷阙剑宗众长老身后, 是跟过来的公主太妍、郑月等人。 公主太妍, 郑月等人远远看到了陆一平握着赤焰剑。 竟然是她? 公主太妍美目瞪大, 一脸不可思议。 将赤焰剑拔出来的剑道天才, 是这个阑山年轻人。 太红桃也都错愕, 大是意外, 她用闭眼之童看过这年轻人, 对方根本没有真元和内力。 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拔出赤焰剑的? 郑月盯着陆一平手中赤焰剑, 却是脸色一沉。 而赶到的雷阙剑宗仲长老和弟子, 看到手持赤焰剑的陆一平, 也都面面相去, 显然都没料到拔出赤焰剑的是一个凡人弟子。 这时, 气灵赤焰师来到陆一平面前, 匍匐了下来, 甚是乖顺。 众人错愕。 陆一平看着恭敬匍匐在自己面前的赤焰师, 心中默念将赤焰师收回了赤焰剑。 那位雷阙剑宗长老看到这一幕, 不由惊疑。 关于赤焰剑的气灵赤焰师, 他们也听过一些传说, 都说这气灵赤焰师性情极其狂暴, 在这年轻人面前怎么变得温顺了。 这时, 石树道惊人剑光从天际破空而来, 感受到来人惊人气息, 众人默不一惊, 一看, 许多家族老祖都是吓了一大跳。 是陈红前辈。 一位家族老祖吃生道, 现场所有高手剧都赶紧赢了上去, 连公主太炎等人也都不例外。 来人, 正是陈红。 陈红身后是雷阙剑宗一众老祖和雷阙剑宗宗主宋宁。 见过陈红诸位前辈。 宋宁宗主? 陈红, 宋宁等人还没到, 公主太炎, 萧长风, 郑月和众高手远远便叫道。 小一辈的家族弟子, 甚至功身行礼。 陈红乃阳城弟子, 辈分极高, 是雷阙剑宗宗主宋宁的师叔祖。 都起来吧。 陈红让众人起来, 扫尸现场, 最后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和先前的雷阙剑宗长老一样, 陈红, 宋明等人看到陆一平手持赤焰剑时, 也都意外。 陈红眼神询问地看向雷阙剑宗一众长老。 一位雷阙剑宗长老上前, 小心道, 老祖宗, 赤焰剑正是这位公子拔出的。 陈红得到确定, 心中大势失望。 既然你拔出了赤焰剑, 那便随我去见我师父吧。 陈红对陆一平沉映道, 陆一平点头, 他也想问问那阳城有关阳东的下落。 早上收到签约短信, 等会记合同。 第八章, 无一人能活。 离去前, 陈红吩咐雷阙剑宗长老先带陆鹏过去内殿等候, 然后带着陆一平往雷阙剑宗祖地过来。 陈红考虑道, 陆一平是一个凡人, 无法飞行, 所以, 他发出一团真援, 托起陆一平, 直接玉空飞行。 肖长风看着被带走的陆一平, 脸色一沉。 少主, 萧原长老他。 一位肖家长老来到肖长风身后, 悲声道, 放心吧, 原部不会白死。 肖长风冷冷道, 没有多久, 陆一平便跟随陈红以及雷阙剑宗一众老祖来到了雷阙剑宗祖地。 陈红双手挥动, 打开了祖地阵法静置, 与陆一平走进了祖地。 只见祖地内, 一座座山峰直笔入天, 无数条瀑布在山峰间直流而下, 山峰之上各种奇花异草遍地。 山顶云雾缭绕, 这些云雾竟然是灵气凝聚而成。 高空之上可见一头头飞禽一兽, 天空碧蓝如洗, 蓝得如水晶一般, 没有一丝杂质。 祖地和外面简直如同两个世界。 陈红看着雷阙剑宗如同仙境般的祖地, 对陆一平道, 你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仙境吗? 怎么样, 我雷阙剑宗祖地还不错吧? 言语间, 颇为得意。 陆一平看着雷阙剑宗祖地, 淡然一笑, 也就一般般吧。 这雷阙剑宗祖地虽然不错, 但是与他的神圣森林相比, 就差远了。 一般般? 陈红和雷阙剑宗仲老祖差点被呛到, 陈红看着一脸淡然的陆一平, 说道, 你这沉稳和淡然的性子倒是不错, 只是可惜, 你资质太过普通, 不然倒是可以做我关门弟子。 陆一平笑笑, 做你关门弟子。 他想起当年杨东那小家伙跪在他面前十天十夜, 求他收为记名弟子。 但是最终他没收, 只是允许其在神圣森林待留了一些年, 偶尔指点一下对方剑法。 没多久, 陈红和雷阙剑宗仲老祖便带着陆一平来到了杨成面前。 杨成看到陆一平, 同样意外。 他看了看陆一平, 然后又看了看陆一平手中赤焰剑, 他怎么都无法将陆一平和他想象中的能拔出赤焰剑的剑道天才联系的起来。 与陈红一样, 他心中倍感失望, 甚至是比陈红还失望。 赤焰剑乃是他父亲之剑,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期待着有一位爵士剑道天才拔出他父亲之剑, 然后继承他父亲的剑道。 等了这么多年, 现在却被一个繁体年轻人拔起。 杨成看着陆一平, 陈寅道, 既然你拔出了赤焰剑, 那么赤焰剑便是你的, 希望你好好珍惜此剑。 你以后便留在雷阙剑宗嘛, 我雷阙剑宗的剑法秘籍, 你可翻看练习, 能学多少, 就看你天分了。 陆一平摇头, 我并非为了赤焰剑而来, 像这样的剑, 我多的是。 至于剑法秘籍, 我亦不缺, 杨成和陈红等人漠不恶然。 这年轻人什么意思? 像赤焰剑这样的宝剑, 他多的是, 杨成眉头一皱, 这年轻人看来还不知道赤焰剑是什么等级的宝剑。 这时, 突然, 天地轰然一声巨响, 整个祖地就像是被太古神山撞中, 剧烈一震。 杨成, 陈红等人脸色一变, 这事, 一声嚣张的狂笑之声响彻天地。 杨成小子, 老夫来了, 出来一战。 杨成, 陈红等人听到张狂笑声, 心中一沉。 主持考核的雷阙剑宗长老惊然, 是剑摩西来。 雷阙剑宗收到剑摩西来挑战书的消息, 雷阙剑宗许多长老都已听说了。 参加雷阙剑宗弟子考核的众人一听, 漠不大惊。 公主太阎翘脸大便, 剑摩西来。 是当年拜在阳东剑神大人手下的那个剑摩西来。 太红桃脸色凝重之极, 传说当年剑摩西来就已经达到天外之剑的境界。 这次卷土重来, 必定已经超越天外之剑的境界。 剑摩西来残暴是血, 以人祭剑。 若是阳城大人此次落败, 雷阙剑宗上下数万弟子, 只怕无一人能活。 这时, 虚空之中, 无数剑气突然倾泻而出。 这些剑气, 弥漫着重重魔器, 凝聚成了黑色瀑布, 猛然轰向了雷阙剑宗祖地。 汗天巨响响起, 整个雷阙剑宗地动山摇。 雷阙剑宗祖地附近的一些山峰, 被这些剑气建设的余波力量轰重, 纷纷轰然崩倒。 无数巨石剑飞, 滚落, 沙尘滚滚, 宛如灭世。 一些躲避不及的家族弟子, 被巨石砸中, 血肉横飞。 第九章, 神灵, 雷剑之刚。 雷阙剑宗宗主宋宁怒吓, 破空而起, 疯狂催动体内真元, 剑气暴射, 同时, 引动虚空之雷, 在其体内形成了一层层雷剑刚气。 雷剑之刚, 这是雷阙剑宗无上剑绝, 引天地之雷, 与自身剑气相容的一种无上神迹。 可攻可守, 宋宗主已经修炼到了第十层, 以尽得雷剑剑刚之真谛。 无极皇朝太红涛道, 这时, 在众人期望中, 全身雷光闪动, 剑气弥漫的雷阙剑宗宗主宋宁迎向了剑魔重重剑气。 来到剑魔剑气面前, 宋宁猛然一展而出, 一条万丈剑气横破天际, 远远看去, 宛如一条横跟在高空的天桥, 但是, 就在万丈剑气斩中剑魔剑气瞬间, 剑魔剑气光芒猛然一掌, 天地一切光芒皆失, 只见宋宁的万丈剑气如同土鸡瓦狗, 瞬间崩散。 宋宁本人更是如被巨物撞中, 从高空直接到射入了地面。 哄, 地面颤动, 巨响之声传入众人耳中, 沙尘滚动, 一个巨坑出现, 众人惊呆了。 雷阙剑宗宗主宋宁玉身为雷阙剑宗宗主, 其实力之强, 无庸置疑。 但是, 哪怕是施展了雷阙剑宗无上剑决雷剑之下, 在剑魔剑气面前, 也都不堪一击。 剑魔熙来肆虐狂笑, 楼以汗衫, 不自量炼。 中了我剑魔熙来的死魂剑气, 不出一天, 魂魄元神必然暴散, 便是天神也就不了你了。 听到剑魔熙来的狂笑之声, 众人心中一沉。 这时, 一位家族高手慌然而逃, 正要逃出雷阙剑宗宗门地狱时, 突然便撞到了一面无形剑壁之上。 顿时, 被无形剑壁剑气切割成了无数碎片。 众人大惊, 雷阙剑宗宗门已经被我布下了无上剑阵, 今天谁都无法离开。 剑魔熙来冷漠的声音响起, 宫主太炎, 萧长风, 郑月, 还有一众家族老祖, 家主漠不变色。 剑魔熙来意思是, 今天不仅要灭了雷阙剑宗, 连他们在场所有人也要死。 场中, 来自无极皇朝各方的高手, 文言都是惊怒异常。 就在这时, 突然, 杨成威严的声音响起, 雷动九天。 紧接着, 一道道惊人剑气从祖地之内暴射而起, 直入九天。 这些剑气蕴含着紫色之雷, 赫然是天雷之中的寂灭子雷。 哪怕是地级强者, 面对着寂灭子雷, 也要瞬间化成积粉。 剑魔熙来看着轰天起的无数紫雷剑气, 也没现身。 单手挥动, 无数魔之剑气如同狂暴聚合, 携带毁天灭地之威, 滚滚落下。 魔灭之剑。 魔剑剑气与雷动九天碰撞在一起。 虚空如一枚眉天雷炸开, 无数蘑菇巨烟冒起。 原本阳光正烈的天空, 完全被魔气和巨烟遮挡, 天地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雷动九天剑气消散。 陈红惊然, 雷阙剑宗一众老祖, 脸色大变。 刚才一击, 显然杨成已受了伤。 剑魔熙来黑黑笑道, 杨成小子, 你这招雷动九天威力虽然不错, 但是只有你父亲当年施展时一半威力。 今天, 雷阙剑宗毕灭。 原本还对杨成抱有希望的公主太阎等人, 巨斗脸色灰暗。 连杨成都无法抵挡这剑魔之威。 那他们今天岂不是都要死在这里? 这时, 金人剑气在高空凝聚。 显然, 剑魔要对雷阙剑宗祖地施展灭绝一击。 祖殿有神光守护。 你快进入祖殿之内, 不要出来。 杨成感受到高空凝聚的恐怖剑气, 对陆一平竟然说道。 说完, 对陈红和雷阙剑宗一众老祖教导, 全力催动灵天剑阵。 灵天剑阵, 乃是祖地最强剑阵。 当年剑神阳东亲自布置。 顿时, 陈红和雷阙剑宗一众老祖各守方位, 其然捏动法掘, 引动了祖地的灵天剑阵。 杨成进入灵天剑阵阵眼, 也没在掩饰身上气息, 身上气息如同汪洋巨浪, 滚滚荡荡, 席卷九天。 这时, 剑魔凝聚的剑气化成了一座剑山, 轰然而下。 而在杨成和陈红等人全力催动下, 灵天剑阵剑光暴射而起, 如海洋一般的剑气, 遮盖了天地。 但是紧接着, 突然, 剑魔剑山中一道金色光芒涌现, 灵天剑光竟然被崔枯拉朽般瞬间轰开。 剑魔剑山直接轰入了祖地。 杨成、 陈红等人如受重击, 全部倒射出去, 口中鲜血大喷。 剑魔袭来一跨步便穿过了祖地重重静止, 来到了祖地祖殿之前。 神灵之妾, 你已经渡过神灵之劫。 杨成不敢相信地看着剑魔袭来。 陈红和雷阙剑宗一众老祖亥然, 这么说, 剑魔袭来已经是一尊神灵。 第十章, 如此恐怖存在, 难怪剑魔袭来敢扬言雷阙剑宗惊天毕面。 原来已经成神。 神, 凌驾于众生之上。 哪怕杨成再强, 只要不成神, 在神灵面前, 也只是凡人。 剑魔袭来是个亲瘦的老者, 看着杨成, 大笑, 不错, 我已经成功度过神灵之劫, 已经成神。 他看着雷阙剑宗那如仙境般的祖地。 可惜啊, 这里, 今天过后将不复存在。 就在这时, 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 成神, 连神格都没有, 也敢自称为神。 剑魔袭来一正, 看去, 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凡人? 待他看到陆一平手中的赤焰剑时, 意外, 赤焰剑。 当年, 他便是败在杨东的赤焰剑之下。 小辈, 你是谁? 剑魔袭来惊疑地看着眼前阑珊年轻人。 我的名字, 你还不配知道。 陆一平淡然道。 杨成, 陈红和雷雀剑宗十几位老祖都是错愕。 陈红更是一脸怪异。 剑魔袭来哈哈大笑, 我不配知道。 小辈, 这些年,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我说话。 说完, 脸色猙獰, 单手一射, 给我过来。 恐怖的力量, 瞬间向陆一平吸来。 就在杨成, 陈红等人以为陆一平要被剑魔袭来射拿过去时, 陆一平却是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杨成, 陈红等人错愕。 怎么回事? 连剑魔袭来也都愕然, 看了看手掌。 他静意地看着陆一平全身魔光涌动, 右掌猛然向陆一平再次射拿过来, 给我过来。 这次, 恐怖的魔力狂笑而出, 铺天盖地, 简直是魔灵天地。 但是, 任凭那恐怖的魔力席卷, 陆一平却仍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怎么会? 杨成, 陈红等人双眼瞪大。 这奇异的一幕, 让他们傻眼。 剑魔袭来看着陆一平, 脸色凝重起来, 全身神力凝聚。 他沉声道, 阁下到底是谁? 他称呼一变, 也没有再称小辈。 陆一平却是摸了摸赤焰剑, 戴然道, 你要是能接得住这把赤焰剑, 我便让你离开。 接得住这把赤焰剑? 就在阳城, 陈红等人还没想明白陆一平是啥意思时, 便见陆一平突然将赤焰剑投掷而出, 就像向前面投一根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样。 赤焰剑并没有出窍, 向剑膜熄来平平射来, 速度不快, 平平无奇, 没有一点威力。 看着平平射来的赤焰剑, 剑膜熄来意外, 但是他也不敢大意, 神力催动, 猛然一抓, 向赤焰剑探来。 可是, 当他抓到赤焰剑时, 那赤焰剑竟然去世不停, 竟然震开了他手掌, 直接制中他胸口。 当赤焰剑制中剑膜胸口, 剑膜熄来只觉被太古混沌巨山砸中, 整个人射飞, 如陨落的流星, 撞到了祖地极远处一座山峰之上, 平然巨响, 山峰爆开, 但是人没停止, 又撞到了后面山峰之上。 当剑膜熄来一连将数座山峰撞爆, 这才从高空砸落地面, 喉咙一热, 再也禁不住, 金色血液喷出, 金色血液撒在周围地面, 折射着金色光芒, 是那样刺眼。 梁城, 陈红和雷雀剑踪一众老祖呆了, 陆一平淡然地看着狂喷金血的剑膜熄来, 就这点力量, 也敢称神, 连把剑都戒不下, 也敢自称为神。 剑膜熄来闻言, 口中金血再次大喷而出, 梁城, 陈红等人看着陆一平, 巨多一脸不可思议, 已经度过神灵之劫, 成就神位的剑膜熄来, 竟然连这年轻人的剑都戒不住, 而且是没有出销的剑, 频频制出去的剑。 这时, 剑膜熄来挣扎着站了起来, 没错, 就是剑光, 永恒之剑, 剑膜熄来冷然大喝, 生如炸雷, 无数剑光瞬间轰到了陆一平面前, 周围时光似乎变得缓慢下来, 这些剑光仿佛来自永恒时空, 永恒的力量从剑光之中不断涌出, 永恒之剑乃是超越了天外之剑的更强的剑道, 像阳城先前引动的雷动九天剑气, 力量虽强, 但是力量过后很快便会消散于天地之间, 但是永恒之剑不同, 永恒之剑的力量可以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 阳城等人没有料到, 剑膜熄来不仅成就了神位, 而且剑道达到了如此惊人境界, 眼看那永恒之剑剑气便要轰穿陆一平全身, 突然, 这些永恒剑气突然全部停在了陆一平身体四周十米之外, 似乎遇到了难以撼动的力量一般, 在南前进半寸, 陆一平脸色淡然, 向前吹了一口气, 那些永恒剑气如同风沙, 瞬间而散, 消失无踪, 而剑膜熄来再次倒射出去, 滚到了极远处, 全身神袍暴散, 头皮散发, 身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度过神灵之劫, 成就神灵, 肉身可以说已是神灵之体, 难以毁灭,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仿佛随时要崩散一般, 阳城等人心中震撼难以言恕, 剑膜熄来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当年雷雀剑宗剑神阳东, 现在却如死狗一样趴在那里, 第十一章, 按摩垫, 许久, 剑膜熄来才挣扎着爬了起来, 他看着陆一平满眼尽是恐惧, 他对自己的永恒之剑是极为自信的, 就算剑神阳东在世, 也未必能接下, 现在, 却被眼前年轻人吹一口气破了, 他艰难地吞咽着喉咙, 声音沙哑, 阁下是谁, 你难道已经达到真神之境, 不知你和雷雀剑宗是什么关系, 阳城, 陈红和雷雀剑宗中老祖全身一震, 剧都凭住呼吸, 看向陆一平, 他们一疑惑, 陆一平这等存在, 为何要来他们雷雀剑宗? 真是吗? 陆一平也没多解释, 看了阳城一眼, 扔了一枚令牌过去, 阳城看到令牌, 双手颤抖, 他看着陆一平, 这是我父亲的令牌, 大人怎么会有我父亲的令牌? 不知不觉, 他对陆一平的称呼已变, 陈红和雷雀剑宗一众老祖一听, 也都吃惊, 这令牌, 原来是他们雷雀剑宗剑神阳东大人的令牌, 这时, 剑魔忌来抱拳道, 原来阁下是剑神阳东旧友, 我是暗魔忠太上长老, 还请大人看在暗魔忠份上, 饶我一命, 暗魔忠? 阳城, 陈红等人一惊, 暗魔忠是最近几万年才出现的神秘势力, 现在是横渊未免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不错, 暗魔忠, 剑魔忌来傲然一笑, 陆一平却突然伸手, 将剑魔忌来射拿到自己面前, 剑魔忌来精具, 暗魔忠, 那又如何? 陆一平淡然道, 手中金色神雷出现, 感受到金色神雷毁灭性力量, 剑魔忌来双眼惊恐, 就在陆一平要将剑魔忌来轰爆时, 突然, 剑魔忌来体内一道黑色光团轰然而出, 紧接着, 阻地上空出现了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黑色手掌, 大胆, 谁敢杀我暗魔忠派上长老, 遮天黑色巨长猛然向陆一平轰压了下来, 毁灭天地的力量, 肆虐天地, 这毁灭力量, 比剑魔忌来先前永恒之剑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看着轰然而下的遮天黑色巨长, 杨成, 陈洪等人惊恐, 这绝对是真神的力量, 甚至是比真神更强的存在, 陆一平却是冷声一哼, 一拳随意一轰而出, 一道金色拳印瞬间便轰穿了那遮天巨长, 随后, 陆一平的金色拳印没有停止, 轰穿了重重时空, 隔着重重时空, 猛然轰在了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一座巨大神殿之上, 那巨大神殿光芒涌动, 重重大阵力量迸射而出, 试图挡下金色拳印, 但是没用, 只见在金色拳印之下, 重重大阵如同土鸡瓦狗, 瞬间暴散, 拳印以势不可挡之威轰在巨大神殿之上, 哄, 战地不知多少里的巨大神殿, 如同碎沙一般, 一道人影冲天起, 这时, 陆一平隔着重重时空, 一射, 一只巨大手爪猛然抓下, 那道人影看着落下的手爪, 惊恐绝望, 血盾之神, 给我开, 他全身血光暴涌, 拼进了所有神源, 化成了一道光芒, 刚刚顿走, 陆一平聚找抓下, 平, 聚找落下, 神殿下方和周围所有山峰全部化成积粉, 陆一平收回力量, 但然道, 逃得还挺快, 见状, 他也没在追击, 对方被他全力余波击中, 后又不惜损耗神源, 施展血盾之法逃走, 已然重伤, 没有数百年, 不可能恢复了, 杨诚, 陈红等人震撼难言, 虽然他们没有看到重重时空外的情景, 但是也知道, 刚才陆一平应该是和暗魔宗真神镜高手交了一下手, 而且是暗魔宗高手落败, 见摩熙来看着陆一平也都双眼惊恐, 杨诚, 陈红等人不知道和陆一平交手的人是谁, 但是他可是清楚, 陆一平一拳轰出, 这次再没有人阻挡, 见摩熙来被一拳轰爆, 只见漫天血雨, 血雨之间有神光交织, 杨诚, 陈红等人看着那漫天血雨, 难以平静, 这可是一尊渡过了神灵之节的神灵, 竟然就这样被生生轰爆, 这时, 陆一平单手一挥, 那漫天血雨落到了远处一棵参天古树周围的土壤上, 血雨渗入土壤, 那棵古树碧绿光芒大盛, 一尊神灵吞噬天地灵气, 感悟天地法则, 凝聚神力, 其一身神血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但是现在, 却被陆一平当成肥料用来浇树, 陈阳城, 陈红等人见陆一平用剑摩熙来之血浇树, 更是一阵吞咽, 这树, 得了一尊神灵神血浇灌, 以后怕是得成精成灵, 由于祖地有大阵禁止, 所以, 祖地之外, 公主太炎, 萧长风, 郑月和各方高手看不到祖地内交手情况, 渐渐摩熙来进入了雷阙剑宗祖地, 剧都忐忑不安, 不知杨成前辈他们现在如何了, 公主太炎一脸焦急, 如热锅之意。 第十二章, 蚕刺品, 太红涛一探, 杨成前辈他们只怕凶多吉少, 杨成前辈他们刚才已经催动了灵天剑阵, 都无法抵挡住剑摩熙来, 雷阙剑宗, 灵天剑阵已是最强神阵, 除非杨东剑宗大人在世, 不然, 公主太炎等人闻言, 都是绝望, 杨东剑宗大人早已失踪数万年, 自然不可能出现, 整个雷阙剑宗弥漫着恐慌, 绝望, 就在所有人恐慌, 绝望时, 突然看到祖地之内一道人影飞出, 出来的, 赫然是陈宏, 先前, 陈宏等人受剑摩熙来剑气所伤, 但是现在, 已经完全看不到一丝伤势, 看到陈宏毫发无损出来, 众人意外, 诸位, 剑摩熙来已经被我雷阙剑宗掌备击杀, 大家不必担忧, 陈宏凌空二立, 开口道, 声音传遍雷阙剑宗所有山峰, 什么? 剑摩熙来, 被杀, 是谁杀了剑摩? 难道是剑神杨东大人? 顿时, 哗然一片, 所有人漠不震惊, 先前剑摩熙来的实力, 众人可是亲眼所见, 连杨成和陈宏一众雷阙剑宗老祖, 催动临天剑阵都无法抵挡, 现在, 陈宏却是毫发无损地出来宣布剑摩熙来被诛杀的消息, 公主太炎, 肖长风等人同样吃惊, 陈宏扫视现场各方高手, 说道, 考核正常进行, 考核长老维持秩序, 说完, 便带着被剑摩剑气重伤的宋宁进了祖地, 见陈宏带着宋宁进了雷阙剑宗祖地, 现场众人炸开了锅, 难道剑神杨东大人, 真的还在射? 公主太炎惊仪不已, 他一直都在雷阙剑宗祖地深处, 隐修, 太洪涛也都脸色凝重之极, 就算不是剑神杨东大人, 只怕也是不逊于剑神杨东大人的存在, 雷阙剑宗有如此一尊恐怖存在, 那么, 对乌极皇朝来说, 绝非好事, 就在公主太炎, 肖长风等人惊仪猜测时, 横渊未面某个原始森林, 一个中年人跌落下来, 口中鲜血喷吐不已, 他双眼满是亥然和难以置信, 他凝聚的可是久久无极神格, 乃是天地间至尊神格, 号称世间最坚硬的神格, 和最强神格之一, 防御无敌, 可是, 对方仅仅只是全力余波, 便让他至尊神格出现了无数裂痕, 差点报岁, 一天过去, 夜幕降临, 陆一平站在雷阙剑宗祖殿上空, 看着祖地美不胜收的夜色, 却想着事情, 从阳城口中, 他得知四万多年前, 阳东收到一位神秘人信服传训, 然后去了诸神战场, 可是, 去了诸神战场后, 阳东便再无音讯, 诸神战场, 陆一平念叨, 当年诸神大战, 诸神陨落, 血流成河, 连大地都被打穿, 连天都被打得千疮百孔, 大战之惨烈, 一直烙印在他脑海深处, 他是诸神大战中唯一活下来的, 他能活下来, 不仅是因为他当年就已经无比强大的实力, 还得益于他有先天至宝乾坤顶, 看来得去一趟诸神战场了, 他总觉当年诸神大战是个阴谋, 就在陆一平想着当年诸神之战之事时, 另一个大殿内, 陈红来到阳城面前, 说道, 师父, 有件事, 我想向你禀报一下, 今天在建壁的时候, 陆大人拔出赤焰剑石, 肖家长老肖元出手抢夺, 后来被陆大人所杀, 肖长风和肖家高手还想对陆大人出手来着, 听完陈红禀报, 杨城脸色一变, 历声, 此事, 你怎么到现在才向我禀报, 陈红之恩, 今天你一直和大人在一起, 杨城脸色稍缓, 他沉声道, 传令下去, 所有肖家弟子, 全部开除出雷雀剑宗, 陈红一正, 恭敬道, 知道了师父, 我这便让宋宁去办, 宋宁虽然中了剑魔袭来的死魂剑气, 但是, 已被陆一平驱除干净, 雷雀剑宗内门弟子某院落内, 肖家仲弟子正恭喜肖长风, 今天成功考核进雷雀剑宗, 并夺得了考核第一名, 一位肖家弟子笑道, 少主夺得考核第一, 以少主天赋, 陈红前辈肯定会收少主为关门弟子, 肖长风点头一笑, 那个繁体年轻人离开祖地没有, 肖长风话一转, 说道, 还没有, 肖家一位弟子赶紧回答道, 肖长风双眼一冷, 等他一离开雷雀剑宗, 便将其擒拿下来, 先不要杀他, 我要活的, 好的, 少主, 但这时便见一位肖家弟子慌张跑进来, 少主, 出事了, 我刚得到消息, 宋宁宗主刚刚下令, 开除所有肖家弟子出雷雀剑宗, 肖长风等人错愕, 消息怕是假的吧, 肖长风道, 他们肖家和雷雀剑宗关系还是不错的, 而且宋宁没有理由这样做, 消息千真万确, 那位肖家弟子却是吉然道, 而且宋宁下令, 让肖家所有弟子, 必须半个小时内离开雷雀剑宗山门, 肖长风闻言, 怒然, 宋宁疯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十三章, 锁魂烈狱大阵, 肖家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也想不明白宋宁为何要这样做, 肖长风正怒火, 便见一大队雷雀剑宗执法队弟子从远处涌了过来, 领头的赫然是雷雀剑宗执法店店主严明, 严明到来, 扫视肖家众高手一眼, 目光落在肖长风身上, 宗主有令, 肖家所有弟子开除出雷雀剑宗, 半小时内要全部离开我雷雀剑宗山门, 宗主还说, 肖家所有弟子离开时, 不得带走雷雀剑宗任何一件东西, 等会所有肖家弟子离开时, 都要检查了才能离开, 肖长风听了, 脸色难看, 宋宁这话意思是, 肖家弟子身上腰视有一件雷雀剑宗的东西, 想离开都离开不了, 我要见宋宁, 肖长风脸色阴沉, 严明摇头, 肖家难看, 严明这话意思是说他没这个资格, 半个小时后, 肖长风和肖家一众弟子站在雷雀剑宗宗门山脚下, 脸色铁青, 宋宁欺人太甚, 一位肖家高手怒叫, 少主, 那个年轻人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监视, 一位肖家弟子迟疑着上前, 说道, 肖长风脸色殷勤, 摇头先回肖家总府, 那年轻人逃不了, 而雷雀剑宗之内, 各方高手看着几乎是被驱赶出去的肖家弟子都是意外, 本来众人以为开除肖家弟子的命令是谣传, 但没想到是真的, 只是和肖长风等人一样, 各方高手同样想不明白宋明为何要这样做, 站在公主太炎身边的太红涛突然道, 开除肖家弟子应该是陈红前辈的意思, 开除肖家所有弟子, 这不是宋明能决断得了的, 公主太炎金仪, 陈红前辈, 可是陈红前辈为什么要这么做, 太红涛摇头, 我也想不明白, 还有, 我刚得到消息, 说陈红前辈要收一个叫陆小语的为关门弟子, 陆小语, 公主太炎意外, 这陆小语天赋很高吗? 只是大眼见体而已, 太红涛道, 我还查到, 这陆小语只是一个二流门派修罗门的弟子, 而且三年前, 这个修罗门已经被千魔宗锁灭, 公主太炎眉头紧锁, 陈红开除肖长风这样的上等神体天才, 现在却收一个连普通神体都不是的, 名不见经传的陆小语做关门弟子, 陈红为何要这样做? 诸神战场乃是上古诸神大战的战场, 虽然诸神大战已经过去了无数岁月, 但是诸神战场仍然充斥着恐怖的神之力量, 和到处都是上古大阵禁制, 所以, 诸神战场人烟罕至, 平常很少有人来这里, 这一天, 人烟罕至的诸神战场边缘, 缓缓行来了一辆黄金战车, 诸神战场死气沉沉, 笼罩着无边的灰色死气, 黄金战车停在了诸神战场边缘, 陆一平坐在战车上, 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诸神战场, 心情复杂, 当年诸神之战, 他有多少好友, 陨落在了这里, 甚至连全室都没有, 小金, 走吧, 停住了一会, 陆一平道, 龙角金牛这才迈步, 缓缓前行, 战车破开了诸神战场的死亡之气, 进入了其中, 没一会, 便消失在灰色死气之中, 陆一平看着四周浓烈如云的死气, 这里的死气早就应该散了, 可是却仍如此浓烈, 显然是有人在这里布置了无上大阵, 使这里的死气一直凝而不散, 而且越来越浓烈, 是谁, 难道是当年推动诸神大战的黑手, 想到这, 陆一平双眼寒芒, 战车一路前行, 突然, 一只全身死气, 双眼血红的怪物从浓烈的死气之中破空而出, 向陆一平猛然扑来, 这正是诸神战场常年死气孕育出来的死灵, 在诸神战场, 除了死灵, 还有死尸, 这些死灵和死尸, 平日里吞噬诸神死气修炼, 修为强大, 这也是横渊未免许多宗门高手不敢轻射诸神战场的原因, 不过, 当这头扑杀过来的死灵来到战车上空时, 突然便停了下来, 继而被无形力量绞杀, 瞬间飘散而去, 消失天地之间, 战车不停,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一天过去, 陆一平来到了某座山峰前, 这座山峰形状怪异, 如同一把刺天的坚韧, 山峰四面光滑如镜, 散发着让人心悸的气息, 锁魂炼狱大阵, 看着眼前这座飓风, 陆一平双眼一冷, 锁魂炼狱大阵是上古十大神阵之一, 应该是受着锁魂炼狱大阵影响, 所以, 诸神战场的死气才多年没有散去, 反而越宁越浓烈, 锁魂炼狱大阵的阵眼, 就在这山峰之底, 山峰有重重静置, 但是陆一平直接驱车, 穿过了山峰重重静置, 往山峰底部过来, 不一会, 便来到了一个一空间, 空间很大, 中间区域是一个巨大计台, 计台上锁魂炼狱大阵运转, 诸神战场中的死气, 正源源不断往这里输送过来, 这里的死气, 已经浓烈到如同石质, 漂浮在半空, 形成了液体云雾, 哪怕是古皇, 甚至大地被这死气浸染, 也要瞬间腐化, 陆一平目光落在祭台上, 那四道被死气包裹的身影之上, 第十四章, 别给我虐死了, 那四道身影, 弥漫着惊人的神威, 但是身上却透着浓烈的死气, 而且全身毫无生机, 显然是四具死尸, 而且是已经诞生出了灵智的死尸, 并且, 这四具死尸, 生前竟然是真神强者, 夺命境之上是传奇, 传奇之上才是天人, 古皇, 大地, 神灵, 真神, 天神, 是横渊未免最顶尖的存在了, 现在, 四尊真神静的强者, 死后, 尸体却被人炼制成了死尸, 并借助这锁魂炼狱大阵, 在此日夜修炼, 陆一平向祭台走了过来, 由于他没有掩饰气息, 所以, 四具真神静死尸顿时惊醒, 其然向陆一平看了过来, 好, 四具死尸发出丝然力吼, 同时向陆一平扑杀了过来, 龙角金牛正要出手时, 陆一平道, 不用, 我来吧, 说完, 手指虚空一点, 只见一股无形的力量如同波浪一般, 席卷开来, 四具死尸如兽重击, 同时倒射出去, 接着, 陆一平一射, 将四具死尸同时射拿到自己面前, 手指一点, 四道光芒射出, 分别没入四具死尸眉心, 四尸乃是受人控制, 现在, 他便是要将四尸脑海中的静置解除掉, 很快, 原本嘶吼的四具死尸停止了挣扎, 安静了下来, 随即, 陆一平右手一挥, 无数符文飞出, 这些符文, 乃是无上大道法则凝聚而成, 瞬间没入了四尸眉心, 然后烙印到了四尸脑海深处, 就在陆一平将四尸脑海静置解除掉时, 诸神战场另一个一空间之内, 一个全身散发着邪恶气息的灰发老者, 睁开了双眼, 灰发老者一脸意外, 竟然有人, 解除了他控制的四具古尸的静置, 是谁? 这四具古尸的静置, 是他出入神灵境时种下的, 能解除, 说明对方至少也是一尊神灵, 神灵吗? 老者冷笑, 站了起来, 直接撕裂虚空, 往锁魂炼狱大阵过来, 就在老者赶过来时, 陆一平便感应到了, 转手看向虚空, 脸色淡然, 他解除四尸禁止, 就是要引着控制之人过来, 主人, 这货, 留给我吧, 龙角金牛感应到对方气息, 说道, 等会留活口, 陆一平看着一脸兴奋的龙角金牛, 开口道, 先别杀死, 好的主人, 龙角金牛咧嘴一笑, 龙金角牛话刚落没多久, 便见上空光芒一闪, 一人出现, 正是赶过来的灰发老者, 灰发老者一眼便看到了被解除了禁止,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私尸, 他向陆一平和龙角金牛看了过来, 发现陆一平全身没有一丝神力和真元石, 不由惊疑, 这时, 龙角金牛凌空而起, 向灰发老者乌默缓步走了过来, 乌默突然一跨步, 双掌猛然拍出, 万鬼是神, 惊人鬼气如同蔑视巨海, 咆哮而出, 化成了一千尊恶鬼, 向龙角金牛杀到, 这些恶鬼, 每一尊, 实力都不比先前的剑魔锡来弱, 堪比神灵, 不过, 龙角金牛却是看也没看, 牛腿直接向前一拍, 顿时, 如同太阳猛然爆炸开来一般, 千万重金光暴射, 一千尊恶鬼, 瞬间被金光射穿, 而灰发老者乌默本人, 直接射飞出去, 砸到了远处一条巨大的死河之上, 死河轰然乍响, 河面死水渐飞, 许久, 河面炸开, 灰发老者乌默, 破开河面出来, 乌默吐血不止, 看着龙角金牛, 眼中净是惊骇, 他虽然是真神中期, 但是, 他战力极强, 哪怕是面对真神后期强者, 也有一战之力, 但是面对这头金牛, 他竟然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乌默突然一闪身, 化成了一道灰色光芒, 向陆一平抓来, 陆一平见状, 一笑, 看来, 对方是想擒拿他来威胁龙角金牛, 就在乌默要抓到陆一平时, 突然, 陆一平冷哼一声, 乌默整个人如被九重劫雷轰重, 从高空砸落下来, 全身神楷尽碎, 而其本人, 嘴, 眼, 鼻子, 耳朵全是血, 你们, 乌默骇然地看着陆一平, 这年轻人, 竟然比那头金牛还恐怖, 龙角金牛走了过来, 咧嘴儿笑, 小家伙, 在上古之时, 连万神之主都不敢对我家主人出手, 我家主人他比我老牛强多了, 上古, 万神之主, 乌默心中惊涛骇浪, 这对主仆, 到底是什么怪物, 十万年前, 乃近古时期, 再远, 是中古时期, 更远, 才是上古, 这对主仆, 到底活了多少岁远, 连上古之时, 万神之主都不敢对其出手, 可是, 人怎么可能活这么久, 哪怕是, 超越了天神的存在, 也不可能活得了这么久, 在乌默浮想连篇时, 陆一平淡然道, 锁魂炼狱大阵, 是你布置的, 乌默喉咙吞咽, 是我不置的, 我在诸神战场, 偶然得到了锁魂炼狱大阵阵法秘籍, 只是, 秘籍有些残缺, 所以, 我不置得并不完整, 难怪, 陆一平先前还奇怪, 这锁魂炼狱大阵的构造, 缺了几脚, 突然, 乌默跪幅了下来, 哭声道, 大人, 我虽然修习恶鬼功法, 但是, 并没有是雪残杀, 还望大人念我修行不义, 饶我一命, 第十五章, 都是炼大的, 没有是雪残杀, 陆一平突然手指一弹, 一道神圣光芒落入乌默体内, 当那神圣光芒落入乌默体内时, 乌默体内突然飞出了一道道死气怨魂, 怨魂冲天, 遮蔽了整个一空间上空, 这些怨魂只怕有千万之多, 显然, 乌默为了修炼恶鬼功法, 残杀了无以计数的高手, 这些怨魂便是其吞噬的对方的神魂, 你身上这么多怨魂, 你说, 你没有是雪残杀, 陆一平脸色一冷, 乌默脸色大变, 没想到陆一平只是随意一谈, 便能将自己体内所有怨魂逼出来, 突然, 他化身成了无数道死亡之气, 然后顿入了虚空, 逃, 龙角金牛黑黑一笑, 羊手一声牛吼, 天地震动, 在牛吼声浪之下, 只见整个一空间的空间竟然不断崩裂, 就像是大地军裂一般, 狂暴的空间混乱之力, 疯狂倾泻而出, 在狂暴的空间混乱之力下, 原本化成死气逃顿的乌默, 从虚空中跌落下来, 砸落地面, 全身是血, 他看着龙角金牛, 竟是骇然和恐惧, 空间, 是何等坚固, 但是这头金牛只是吼一声, 便让空间崩裂, 一会后, 陆一平停了下来, 他在神圣森林影视太久了, 不知恒渊未免现代情况, 刚才对着灰发老者搜魂, 对恒渊未免现代情况了解了不少, 搜完魂, 乌默刚要开口, 便见陆一平随手一招, 虚空之中一道紫色巨雷轰然而下, 看着那紫色巨雷, 乌默脸色大变, 这是虚无之雷, 虚无之雷, 自上古时期之后便再没有现实, 因为自上古之后, 再没有人能召唤得出虚无之雷, 眼前年轻人竟然能召出虚无之雷, 难道他真的是上古时期的老怪物? 这时, 虚无之雷轰落, 乌默眼前一黑, 便没了意识, 陆一平灭了乌默神魂, 接着, 一点, 乌默全身血肉化成了四道小流, 分别流入了那四具古尸体内, 乌默乃是真神中期强者, 一身生机和神力合起澎湃, 有了乌默的血肉贯注, 顿时, 那四具原本死气惊人的古尸, 死气逐渐消失, 全身腐烂的尸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生长出新的血肉, 十几个呼吸后, 四尸便完全蜕变, 与活人无异, 四人原本干枯的头发, 也完全变黑, 轮回之眼, 给我现, 陆一平突然想虚空一抓, 只见虚空之中, 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 漩涡中间是一只怪异的眼睛, 这只眼睛仿佛能穿透世间一切, 仿佛汇聚了世间所有生灵的生与死, 陆一平双眼猛然暴射出了骇人光芒, 照射在轮回漩涡之中, 继而将四道魂魄射出, 分别打入了四具古尸之内, 轮回之眼, 眨眼消失, 陆一平从乾坤顶内取出四件神铠, 人给四人穿上, 四人经过陆一平刚才逆转阴阳, 融入新的神魂, 可以说除了没有神格之外, 已经与真神强者无异, 待四人穿上神铠, 陆一平将乌默的神格打入了其中一人灵魂之海中, 哪怕是上古时期的万神之主, 哪怕是远古天庭的天地, 也无法将其他人的神格融入另一个人的灵魂之海中, 但是陆一平却做到了, 而且是轻而易举, 随后,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几人离开了一空间, 离开前, 龙角金牛摧毁了锁魂炼狱大阵祭台, 离开一空间后, 陆一平来到了乌默在诸神战场的修炼洞府, 这些年, 乌默在诸神战场收集到了不少好东西, 有些甚至是天神之物, 这些东西陆一平不需要, 但是以后可以给他人用, 让四人将乌默的洞府中的东西全部搬完, 陆一平乘坐战车继续在诸神战场前行, 四人分别叫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在战车前给陆一平开路, 有了四人, 路上在遇到的死灵和死尸, 也根本不用龙角金牛出手, 四人出手直接碾压过去, 入夜, 诸神战场狂风大作, 死灵和死尸几乎是清朝涌出, 几人虽然不惧, 但是杀得烦不胜烦, 到前面山谷停一下, 明天再继续赶路, 陆一平一指前面若隐若现的山谷, 张静四人攻声英势, 战车进入山谷, 陆一平扫视山谷环境, 来到了山谷一处山壁前停了下来, 然后吩咐张静四人升起篝火, 开始烤肉, 喝酒, 肉香弥漫, 酒香浓炼, 龙脚金牛突然一甩尾巴, 将一只吸引过来的蚊子打死, 这只蚊子, 竟然有拳头大小, 我靠, 这诸神战场连蚊子都这么大, 要是被咬上一口, 我老牛的屁股怕是得大上两圈, 龙脚金牛说道, 陆一平笑道, 就算没有这蚊子, 你屁股也推大, 龙脚金牛笑道, 没办法, 跟着主人经常踢腿, 都是练大的, 张静四人闻言, 忍不住一笑, 龙脚金牛双眼一瞪, 对张静四人道, 等会蚊子过来, 你们四个谁都站着不能动, 也不能用神力, 张静四人顿时苦着脸, 就在竟然说笑时, 山谷外不远处, 来了两道身影, 是一个老者, 还有一个长得瓜子脸, 青春靓丽的女子, 师父, 这诸神战场, 死气如此之重, 真的有凤凰神术, 女子开口道, 声音悦耳动听, 应该不会有假, 老者沉吟道, 然后看向山谷, 前面有山谷, 闻到烤肉香和酒香不由意外, 两人顺着烤肉香和酒香走了过去, 第十六章, 牛, 喜欢吹牛很正常, 然后, 两人看到了一个阑珊年轻人, 和一头金色的牛坐在篝火边上, 阑珊年轻人身后, 站着四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看到金色的牛, 老者明显一正, 然后, 两人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老者和哨抱拳, 对陆一平道, 我们路过, 本想进谷暂逼一晚, 不想打扰到了诸位, 陆一平一笑, 不碍事, 坐吧, 一直篝火对面, 反正我们喝酒也挺无聊, 老者和哨笑道, 那老朽便不客气了, 然后和女子坐在了篝火对面, 陆一平扔了两坛酒过去, 说道, 这酒, 是我闲着无聊时酿制的, 虽然没有珍贵材料,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和哨打开一闻, 他精通药理, 也不怕酒有问题, 笑道, 那便多谢小兄弟了, 然后灌了一口, 酒入体内, 顿时如一条火龙串气, 而且透着一股难言的冰爽, 和哨只觉全身说不出的舒服, 他吃了一惊, 然后又灌了一口, 仔细品尝, 小兄弟, 你这酒, 可是用冰宴果酿制的, 他迫不及待问道, 冰宴果, 女子于心吃惊, 冰宴果, 他们药王殿也有, 有两枚, 但是, 收藏在宝库最深处, 哪怕是炼制神品灵丹时, 药王殿也设不得用了冰宴果, 可是, 这酒, 酿制的材料中, 竟然有冰宴果, 陆一平见老者和哨两人吃惊样子, 笑道, 是有冰宴果, 冰宴果吗, 他酿制的这酒, 一共用了一百种材料, 冰宴果是属于最普通的, 听陆一平说, 这酒中果然有冰宴果, 老者和哨和女子于心两人心头大振, 老者和哨突然小心翼翼地, 将本来掀开的酒盖重新盖上, 他对陆一平不好意思笑道, 小兄弟, 你这酒太珍贵了, 我想留着, 回去再慢慢喝, 陆一平呵呵一笑, 龙角金牛却是对老者和哨道, 小家伙, 别老是小兄弟小兄弟的叫我主人, 我主人比你大着呢, 和哨一正, 于心闻言笑了起来, 你主人比我师父大, 我师父喝的酒, 都能填满天神河了, 天神河是横渊未面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河流, 连绵不绝, 横跨数个大路, 龙角金牛瞪眼, 还要再说, 陆一平摇头, 眼神制止, 龙角金牛这才作罢, 不过, 说真的, 我还真没见过金色的牛, 于心上下看着龙角金牛, 龙角金牛一脸正容, 也可是天地唯一一头龙角金牛, 乃万妖之主, 雷神之祖, 龙足之皇, 于心看着眼前一脸正容, 介绍自己的金牛, 扑斥一笑, 一头牛, 是雷神之祖, 还是龙足之皇, 和哨也都一笑, 陆一平对两人道, 我这头牛, 一向喜欢吹牛, 你们别听他胡说, 于心鸣嘴一笑, 牛, 喜欢吹牛很正常, 龙角金牛的脸都绿了, 三人一牛, 边喝酒边吃烤肉, 边闲聊, 不知不觉, 一夜过去, 天色大亮, 外面死灵和死事少了许多, 和哨其身, 对陆一平, 我们还有事情, 就此别过, 陆公子赠酒, 和哨不胜感激, 想了想, 从怀中取出了一本书, 说道, 这本书, 记载了我对药理的一些见解, 还请陆公子收下, 于心愣了一下, 这本书, 可是师父的心血之作, 竟然要送给这陆一平, 陆一平看了和哨手中之书一眼, 却是笑道, 不用了, 我藏书阁, 药理之书有很多, 当年药神谷的秘籍, 他几乎都有, 他从乌墨记忆中得知, 药王殿, 其实是当年药神谷一名外门弟子创立的, 和哨见陆一平没收下, 略意停顿, 笑道, 既然如此, 那陆公子以后有空, 记得来药王殿找我, 和哨定然已好久相待, 陆一平点头, 随后, 和哨, 于心两人告辞离去, 待和哨, 于心两人离去后, 陆一平也起身, 和龙脚精牛几人离开了山谷, 挥发老者乌墨, 布置锁魂炼狱大阵并没有多少年, 诸神战场死期, 却多年凝聚不散, 显然不是乌墨的锁魂炼狱大阵造成的, 所以, 陆一平还得查出真正原因, 并寻找阳东下落, 而和哨, 于心两人离去后, 和哨突然道, 于心, 你怎么看那个陆一平, 于心闻言, 脑海中不由浮现陆一平的身影, 沉吟道, 就像是深邃的夜空, 让人看不透, 然后补充道, 还有知识渊博, 什么都懂, 而且那四个护卫也着实古怪, 身上血肉似乎是刚刚长出来的, 和哨点头, 双眼闪烁, 不知在想什么, 在和哨, 于心两人寻找凤凰神树时, 陆一平几人则来到了一处森林面前, 这是诸神战场有名的黑玉森林, 一棵棵参天古树, 直耸入天, 树全部是黑色, 整个森林弥漫着一种黑色的器物, 黑得像血, 若一平记得, 当年万神之主就是在这里陨落的, 张静四人在前面开路, 战车缓缓进入了黑玉森林, 不过, 几人刚进入黑玉森林没有多久, 便听到了一声售吼声, 声音很大, 如滚滚天雷, 轰鸣不绝。 第十七章, 晒成牛肉干, 龙角金牛亚然, 雷铃马, 雷铃马也是一种上古一种, 我们过去看看, 听到雷铃马的声音, 陆一平开口道, 几人沿着售吼方向飞去, 没多久便来到了现场, 只见四个身着黑袍的黑衣人正在围攻两头雷铃马, 另外两人则守在旁边以防雷铃马逃走, 看到几个身着黑袍的黑衣人, 陆一平嘴角情上笑容, 对方几人赫然是暗魔宗的, 几名黑衣人也发现了战车, 皆是意外, 守在旁边的一名暗魔宗高手向战车走了过来, 他来到战车面前, 看着陆一平几人, 眼中惊疑, 他竟然看不透张进四人实力, 他承认道, 我们乃暗魔宗太上长老, 这两头雷铃马, 是我暗魔宗之物, 还请几位离开, 他这话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若以暗魔宗平时作风, 都是直接抹杀掉对方, 离开, 龙角金牛斜着眼睛, 我们要是不离开呢? 那名暗魔宗高手一正, 这时, 另一名守在旁边的暗魔宗高手走了过来, 闻言冷笑, 不离开, 那我们就动手将你宰了, 晒成牛肉干, 味道应该不错, 但他刚说完, 突然眼前一花, 便被龙角金牛牛腿踢飞了出去, 那名暗魔宗高手砸飞了不知多少参天古树, 最后, 砸落地面时, 整个脸已经完全变形, 血肉模糊, 什么? 其余几名暗魔宗高手都是呆了, 原本围攻雷铃马的四人, 有两人停了下来, 然后走了过来, 几人脸色凝重, 将我晒成牛肉干, 龙角金牛摇头晃脑, 看着暗魔宗几人, 嘿嘿一笑, 我老牛太老, 一身牛肉又粗又厚, 就算晒成牛肉干也不好吃, 不知将你们晒成人肉干, 味道怎么样? 说到这, 舔了舔那条又粗又大的金色舌头, 暗魔宗几人闻言, 脸色一沉, 这些年, 暗魔宗发展迅猛, 势力遍布横渊卫面数十个大陆, 横渊卫面每一个大陆都有暗魔宗分布, 哪怕是许多帝国大帝, 皇朝老祖见到他们, 也要脸色大变, 何曾被人如此调侃威胁过, 其中一人盯着陆一平, 双眼冷然, 年轻人, 你是哪个家族的? 你知不知道, 你们这样做, 会给你家族带来灭族之祸? 灭族之祸? 陆一平淡然一笑, 那我还真想试试, 暗魔宗三人相识, 三人突然一跃而起, 手中魔剑同时攻击而出, 其中一人刺向陆一平, 两人攻向龙角金牛, 剑光大战, 魔器冲天, 森林四周黑色器物受三人剑气影响, 全部当空, 三人剑气之强, 比先前的剑魔兮来竟还强上一分, 剑魔兮来毕竟是刚入神灵之境, 而三人入神灵之境已经数百年, 不过, 三人手中魔剑刚刚回出, 突然, 三人眼前便多了三道身影, 正是张静四大护卫中的赵文, 卫兵, 陈永元三人, 实力最强的张静并没有出手, 赵文, 卫兵, 陈永元三人也没用兵器, 面对对方惊人剑气, 直接就是一拳, 三人三拳轰出, 当三人三拳轰出时, 空间嗡鸣一响, 仿佛要裂开, 三道害人全力破空, 以势如破竹之势, 瞬间轰开了暗魔宗三人剑气, 继而轰在了三人身上, 三人被齐然轰飞了出去, 和先前那位暗魔宗太上长老一样, 狠狠砸落地面, 压碎了不知多少古术, 三人精俱地看着赵文三人, 真神强者, 赵文, 卫兵, 陈永元三人虽然没有恢复神格, 但是, 也不是暗魔宗这三位神灵出气能抗衡的, 其他两个原本还在攻击雷铃马, 不舍得放弃雷铃马的两位按摩殿太上长老健壮, 再也顾不得那两头雷铃马, 飞了过来, 两头雷铃马, 慌然而逃, 陆一平健壮也没阻止, 雷铃马虽然是上古一种, 但是, 与龙角金牛相比, 就差远了, 你是谁, 两位放弃雷铃马过来的暗魔宗太上长老, 精俱地看着陆一平, 这年轻人, 连护卫, 竟然都是真神强者, 陆一平淡然道, 前几天受伤的, 是你们店主吧, 暗魔宗几位太上长老一阵, 他们暗魔宗宗主重伤, 除了他们一众太上长老, 还有老祖之外, 没人知道, 消息已经完全封锁, 这年轻人是怎么知道的, 突然, 他们想到一个可能, 难道是你, 他们脸色大变, 陆一平也没多解释, 手指一弹, 竖到雷火飞出, 几人感受到雷火毁灭力量, 惊恐而逃, 只是, 几人刚逃起, 便被雷火击中, 顿时灰飞烟灭, 当然, 那两头雷铃马, 还没走远, 我们跟上去看看, 龙角金牛笑问陆一平, 陆一平笑道, 也好, 跟上去看看吧, 张静四人现在还没坐起, 跟了上去, 没多久, 便看到了两头雷铃马, 两头雷铃马, 能让暗魔宗几位神灵镜 太上长老为公, 实力自视不弱, 也都是神灵镜, 两头雷铃马见陆一平几人追上来, 全身雷光闪动, 无数神雷向陆一平几人轰杀过来, 第十八章, 十大超级势力, 看着轰来的无数神雷, 赵文, 卫兵两人双拳轰出, 将神雷破开, 然后一步跨出, 来到了两头雷铃马面前, 一掌拍下, 将两头雷铃马直接拍落, 不过, 两人出手留了力量, 所以, 两头雷铃马被拍落, 只是失去了反抗之力, 并没有重伤, 将两头雷铃马拍落, 两人上前将两头雷铃马擒拿下来, 不过, 神灵镜的妖兽, 极难驯服, 更别说像雷铃马这样的上古一种了, 但陆一平只是一点, 两道金光没入雷铃马体内, 两头雷铃马便安静了下来, 陆一平让赵文, 卫兵两人用魂铃之法, 将两头雷铃马收服, 几人继续前行, 从两头雷铃马记忆中得知, 这黑玉森林存在多重空间, 在这些多重空间之内, 还前引着几头雷系上古异兽, 不一会, 陆一平便来到了一处一空间之前, 这些一空间, 入口封闭, 与整个黑玉森林空间完全一体, 所以, 哪怕是天神镜高手, 也难以发现得了这些一空间入口, 来到这处一空间入口前, 陆一平随意一谈, 便见前方虚空轰然响动, 如天空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一阵水目光纹波动, 随后, 一个空间入口出现在几人面前, 空间入口不大, 刚好可以容得下一辆战车进入, 陆一平驱车进入, 只见空间内弥漫着一道道油丝一般的雷电, 空间很大, 到处是山峰, 河流, 树木, 这些一空间就像是一方小世界, 陆一平目光深邃, 看向了一空间最深处, 龙角金牛也是哑然, 死窃, 而且这里的死窃, 竟然比先前挥发老者乌墨的还强, 死窃, 张静四人却是疑惑, 四人并没有感应到这里的死窃, 战车缓步向前, 空间寂静, 就在战车刚向前走没多远, 突然, 虚空之中, 一只如小山一般的巨爪猛然伸出, 向战车拍落, 随着巨爪拍落, 只见惊人雷电轰然落下, 这些雷电, 竟然是黑色的, 黑鹰之雷, 一种堪比九重劫雷的毁灭之雷, 看着轰然落下的黑鹰之雷, 赵文, 卫兵, 陈永元三人一惊, 张静一飞而起, 双拳直接轰出, 张静继承了乌墨真神中期的神格, 真神之力滚滚荡荡, 化成了一条巨盒, 与黑鹰之雷碰撞在一起, 具象中, 只见一条雷龙从虚空深处跌落了出来, 真神, 那条雷龙声音如雷, 惊然地看着张静, 显然没料到张静会是一尊真神镜高手, 张静将对方逼出来后, 一步踏出, 来到了雷龙面前, 又是一拳与雷龙对轰在一起, 这头雷龙虽然是上古一种, 但是还不是真神, 只是神灵后期巅峰, 而张静刚刚融合乌墨真神中期的神格, 还没有完全掌控乌墨真神中期的真神力量, 所以, 一人一兽, 一时打得不分上下, 不过, 时间一久, 在张静逝合和完全掌控了真神中期的真神力量, 雷龙落败是迟早之事, 龙角金牛看着那头雷龙, 摇头道, 龙族血脉还算纯正, 只是可惜, 修炼的功法太弱太杂, 这头雷龙, 龙族血脉纯正, 但是并没有修炼龙族的功法, 所以, 战力并不是很高, 陆一平却看向空间深处, 淡然道, 阁下难道打算一直看下去? 一阵漠然, 接着, 一道人影破空而来, 速度很快, 眨眼来到了众人面前, 对方身穿弹黄颈袍, 虽然看起来三十多岁, 但是英俊不凡, 身上气势惊人, 身体四周, 又淡淡的灰色光芒缠绕, 黄泉魔宗, 陆一平见对方装束, 淡然道, 现在横元卫面一共有十大超级势力, 一为太乙门, 二为武神殿, 三为药王殿, 四为黄泉魔宗, 五为阴鬼宗, 六为暗魔宗, 七为万家, 八为谭家, 九为龙家, 十为陆家, 横元卫面一共四十六个大陆, 帝国数百, 皇朝数万, 宗门和家族无数, 但是这十大超级势力, 几乎控制了横元卫面六成力量, 别看只是六成力量, 但是这可是横元卫面四十六个大陆的六成力量, 可想这十大超级势力之强, 十大超级势力之中, 黄泉魔宗, 阴鬼宗, 暗魔宗, 谭家修炼的都是邪门功法, 特别是黄泉魔宗和阴鬼宗残暴施杀, 让人闻之色变, 来人正是黄泉魔宗老祖之一, 苏秀乃是一尊真神后期高手, 比乌墨还要强上不守, 那头雷龙正是其作棋, 苏秀扫视陆一平, 龙角金牛和张静, 赵文几人, 表面平静, 但是心中却是惊疑不已, 突然, 他身形一闪, 身上无数死尸之气冲天起, 演化成了一方黄泉世界, 向陆一平, 龙角金牛包裹过来, 这苏秀修炼的是黄泉魔宗, 这黄泉世界中的黄泉诗器, 歹毒无比, 哪怕是普通的真神晋高手, 被这黄泉诗器所清, 真神之身也要逐渐诗化, 黄泉世界吞天并地, 眨眼便来到陆一平几人面前, 但是就在这时, 突然嘎然停了下来, 只见陆一平几人面前,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道无形金光, 在这无形金光之下, 黄泉世界始终无法再前进半寸, 苏秀双眼错愕, 黄泉魔宗, 功法不错, 不过修炼没到家, 龙角金牛说道, 硕大的牛角对着虚空一顶, 顿时, 漫天的金色巨雷轰然而下, 在漫天金色巨雷之下, 只见那黄泉世界瞬间土崩瓦解, 苏秀大惊失色中, 整个人被巨雷轰进了地底深处, 你们是谁? 他奄奄一息, 惊恐地看着陆一平龙角金牛, 陆一平懒得多说, 将对方射拿到面前, 然后搜魂, 这苏秀修炼的是黄泉魔宫, 比乌墨还滥杀无辜, 陆一平搜魂后, 直接照落虚无之雷, 苏秀看着高空落下的虚无之雷, 双眼瞪大, 虚无之雷, 虚无之雷落下, 这苏秀和先前的乌墨一样, 瞬间被轰成虚无, 半天后, 陆一平几人离开了一空间, 至于雷龙, 则被陆一平抹去静置, 然后被张静用魂炼之法收服, 苏秀的神格, 陆一平则融合给了赵文, 当然, 苏秀的洞府所有的一切, 陆一平也都让张静四人搬走, 苏秀在诸神战场收刮的东西, 不比乌墨少, 甚至有不少神迹灵药。 第十九章, 九绝葬神大阵, 从苏秀所在的一空间出来, 陆一平眉头一皱, 本来, 他对着黄泉魔宗苏秀搜魂, 也是想从其记忆中, 看能不能找到阳东下落, 但是苏秀和乌墨一样, 陆一平几人又去了黑玉森林其他几个一空间, 将其他三头雷系一手收服, 陈永元的座兽同样是一头神灵静雷灵马, 就在陆一平几人收服了树头雷系一兽时, 诸神战场某处, 何少和于兴两人则从某个一空间内, 慌然逃出, 两人刚刚逃出一空间, 便见一只全身惊艳的巨大凤凰飞出, 巨大凤凰一张口, 漫天金色凤凰之火, 轰然落下, 何少看着那轰然落下的漫天凤凰之火, 脸色大变, 疯狂催动全身神力, 流星之焰, 神力熊熊燃起, 他整个人如同一道火焰流星, 带着弟子于心, 破空而顿, 两人刚刚顿远, 便听到身后轰然巨响, 只见身后方圆数百里, 接近被这漫天金色凤凰之火淹没, 大地所有一切, 接近被焚化, 何少全身冷汗, 顾不得其他, 两人拼尽全力而逃, 不过所幸, 那头凤凰并没有再追赶两人, 一击之后便退回了一空间, 饶是如此, 两人仍然荒逃许久, 最后才在一片荒地之上跌落下来, 气喘吁吁, 狼狈之极, 何少确定凤凰没有追赶过来, 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随即他满脸苦涩凤凰神术, 他是找到了, 但是没想到, 凤凰神术会有一头如此恐怖的凤凰守护, 撤头凤凰, 难道是不死金皇? 于心道, 回想先前一幕, 仍心有余计, 不死金皇在凤凰一族的地位, 相当于龙族之中的九爪金龙, 乃是凤凰一族最顶尖的存在, 何少同样心计未凭, 说道, 的确是不死金皇, 而且只怕已经是真神后期巅峰, 什么? 真神后期巅峰的不死金皇? 于心震惊, 何少苦笑, 所以, 那凤凰神术, 我们还是别想了, 这头不死金皇他是不想杀我们, 不然, 我们纵然有十条命都逃不了, 你的血脉问题,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我们先回药王殿, 眨眼, 一个多月过去, 一个多月后, 在诸神战场地底某处, 陆一平脸色阴沉地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阵符文, 地面是一个巨大的法阵, 一个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失传的法阵, 叫九爵葬神大阵, 这一个多月, 他寻找杨东失踪真相, 综合种种, 最后寻到了这里, 这是九爵葬神大阵? 龙角金牛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阵符文, 瞠目结舌, 不敢确定地道, 陆一平奔了一声, 声音低沉, 听陆一平说, 眼前真是九爵葬神大阵, 龙角金牛吃惊道, 真是九爵葬神大阵, 是谁竟然在这里布置了一座这么大的九爵葬神大阵? 然后上前, 仔细看着地面大阵中那密密麻麻的奇怪花朵图文, 却是越看脸色越凝重, 这是幽灵之花, 传说, 九爵葬神大阵每吞噬一位神灵镜以上的神魂, 便会凝聚一朵幽灵之花, 这九爵葬神大阵这么多幽灵之花, 那得吞噬多少尊神灵的神魂? 龙角金牛只觉毛孔悚然, 同时, 他惊疑, 这九爵葬神大阵, 是如何吞噬这么多神灵之魂的? 猜到龙角金牛心中想法, 陆一平缓缓道, 诸神大战, 诸神大战? 龙角金牛吓了一跳, 主人, 你是说, 这座九爵葬神大阵, 是在诸神大战之前就已经布置下的? 陆一平声音低沉至极, 不错, 这些幽灵之花不是新生的, 他看得出, 这些幽灵之花已经凝聚了很多岁月, 而这里又是诸神战场地底空间, 这九爵葬神大阵, 能吞噬这么多神灵境以上神魂, 只能是诸神之战, 当年诸神之战, 陨落的无数神灵, 真神, 天神, 甚至天神以上高手, 其神魂全部被这九爵葬神大阵吞噬, 当年诸神大战, 果然是个阴谋, 他布置这九爵葬神大阵, 吞噬这么多神魂, 要干什么?龙角金牛如生道, 只觉喉咙干燥, 陆一平双眼闪烁, 有一门功法, 能吞噬各种各样的神魂来修炼, 龙角金牛精仪, 吞噬这么多神魂修炼, 那此人, 实力达到了何种境界? 陆一平没有开口, 这里, 极其隐蔽, 而且静置强大, 若非以他现在实力, 根本无法发现这里, 战车凌空, 缓缓进入了九爵葬神大阵内, 张静, 赵文四人在前面飞行, 也都神力运转, 全神警惕, 注意着随时可能突变, 战车上, 陆一平看着地面那一朵朵幽灵之花, 脸色越加难看, 这地面幽灵之花, 有些是新生的, 当年, 杨东进入诸神战场后, 最后也来了这里, 那么, 只怕是凶多吉少, 陆一平想到这, 让龙角金牛加快了速度, 不一会, 便来到了阵眼, 看着阵眼, 陆一平手中乾坤鼎出现, 猛然一顶抡了下去, 哼, 陆一平抡击下去时, 毁天灭地之威, 席卷重重空间, 整个诸神战场都为之剧烈一颤, 战场一光死灵死尸巨都震战, 而进入诸神战场的所有强者, 也都漠不骇然失色, 受乾坤鼎一轰, 只见九绝葬神大阵阵眼, 炸了开来, 整个阵眼被轰得消失不见, 起而代之的是一个方圆数万里的恐怖深坑, 龙角金牛目瞪口呆, 这也太暴力了吧, 陆一平冷声一笑, 现代阵眼已彻底毁灭, 我看你怎么修复这九绝葬神大阵, 随后, 陆一平双手一挥, 无数大阵符文飞出, 化成了一条条天龙, 然后引没入了虚空之中, 这是大威天龙大阵, 可镇压一切邪魔, 只要布置这九绝葬神大阵的人以后过来, 便会触动这大威天龙大阵, 他倒要看看, 这九绝葬神大阵是谁布置的, 我们走吧, 陆一平说道, 随后, 和龙角金牛几人离开了地底, 离开后, 陆一平也没再在诸神战场逗留, 往边缘返回, 第二十章, 和圣魔大人是什么关系, 往诸神战场边缘返回时, 经过某地, 龙角金牛突然鼻子往四周空间一嗅, 哑然道, 好精纯的凤凰之火, 虽然肉眼难见, 但是, 他还是感受到了弥漫在虚空之中, 精纯的凤凰之火, 不死金黄? 龙角金牛不确定道, 嗯, 是不死金黄的火焰, 陆一平开口道, 这么说, 这四周有不死金黄, 龙角金牛惊喜, 不死金黄, 可是等同于九爪金龙的存在, 陆一平扫视四周, 然后带着龙角金牛几人来到了前方高空某处, 停了下来, 张静会议, 一拳轰出, 顿时, 空间震动, 一个一空间入口出现, 几人刚进入空间, 惊人火焰扑面来, 看去, 只见前面空间到处弥漫着淡淡的金色火焰, 果然是不死金焰, 龙角金牛道, 不死金焰, 乃是凤凰火焰的一种, 也是天地间最强的一种火焰, 别看这空间弥漫的不死金焰狠弹, 但是, 大地也不敢靠近和触碰, 张静, 赵文四人在前面开路, 四人神力撑起, 将不死金焰挡开, 没多久, 几人便看到了一棵参天巨树, 通体冒着火焰的神树, 神树四周环山, 四周山峰, 戒备着神树火焰照应的一片通红, 好家伙, 凤凰神树, 龙角金牛金炭, 神树和上古异兽一样, 同样有天地一种, 而凤凰神树, 无疑是神树之中最强大的, 凤凰神树天生凤凰之焰, 被称为凤凰一族的祖树, 传闻天地第一头凤凰, 就是从凤凰神树之中诞生的, 凤凰神树比不死金黄还稀少, 就在龙角金牛金炭时, 突然, 一声凤鸣响起, 凤鸣之声响彻天地, 随即, 几人便看到了一只遮天的全身冒着金色火焰的凤凰, 从凤凰神树之上飞起, 惊艳凤凰斩翅, 单是翅膀, 竟然有一座大山那么大, 真神后期巅峰, 龙角金牛意外, 陆一平也意外, 横渊未面现在最强的十大高手, 有的也才真神后期巅峰而已, 这诸神战场内, 竟然躲着一头真神后期巅峰的不死金黄, 这时, 不死金黄一张口, 漫天不死金燕如暴雨一般, 从高空倾泻落下, 看着漫天倾泻而落的不死金燕, 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四人飞起, 齐然双拳轰出, 四大真神同时出手, 如巨雷炸裂, 漫天的不死金燕, 纷纷被轰散, 不死金黄虽然是真神后期巅峰, 但是, 张静, 赵文四人联手之下, 堪堪挡下了对方强然一击, 咦? 不死金黄金疑, 四大真神? 这时, 张静, 赵文四人再次破空而起, 四人各守方位, 再次出手, 四人身后各自凝聚出了一尊巨像, 这巨像与普通神像不同, 像体宛如撑天之柱, 全身散发着黑暗光芒, 天象神玉泉, 不死金黄看着四人身后巨像, 脸色一变, 师生叫道, 你们是谁? 和圣魔大人是什么关系? 也难怪他会脸色大变, 因为天象神玉泉来历, 实在太过让人骇然, 当年, 一尊无上存在, 凭借着天象神玉泉, 横扫横圆未面, 足足无敌了三个时代, 横压了三个时代之久, 在那三个时代, 不管是什么样妖孽的存在, 不管你是何等强横的存在, 在这位无上存在面前都得黯然失色, 这位无上存在, 世人尊其为圣魔, 乃是魔中之圣, 圣中之魔, 这天象神玉泉, 自然是入一品传给四人的, 当然, 被世人尊为圣魔的那尊无上存在, 当年也在神圣森林里面呆留过, 他的天象神玉泉也是陆一平传授的, 剑神阳东, 没资格做陆一平的寄明弟子, 但是这圣魔, 算得上是陆一平的其中一个寄明弟子, 张静, 赵文四人没有理会不死金黄的震惊, 出手不停, 只见四个如山一般大的拳印破空而至, 四个拳印, 皆散发着惊人的黑暗光焰, 看着轰然而至的天象神玉泉, 不死金黄惊然, 折天翅膀一张, 重重凤凰之力迸射而出, 形成了一个金色的凤凰结界, 四大天象神玉泉泉硬轰在凤凰结界之上, 凤凰结界轰然一散, 不死金黄被震得连连后退, 张静, 赵文四人联手, 战力原本就不弱于不死金黄, 现在既然施展天象神玉泉, 战力再次飙升, 不死金黄又一时不防, 拿挡得住, 顿时, 他被震得体内神员震荡不已, 也是卫兵, 陈永元两人还没有神格, 不然, 刚才四人联手天象神玉泉, 不死金黄绝对不止是被震退了, 不死金黄被震退, 距离龙角金牛和陆一平不远, 见龙角金牛和陆一平在一旁看戏, 不由恼怒, 翅膀一挥, 一道万丈金色刀器向战车斩来, 龙角金牛健壮, 黑黑一笑, 抬起牛腿, 同样是一拳天象神玉泉, 一个笔张静, 赵文四人加起来, 还要笔得天象神玉泉泉硬, 破空而出, 顿时, 不死金黄被先飞, 砸落到了无尽山脉中的某座山头, 山崩地裂, 许久, 不死金黄才勉强站了起来, 只见他全身金色羽毛, 湿色无光, 如大树一般大的羽毛一根根, 掉落了一大地, 你们和圣魔大人是什么关系? 不死金黄吐血, 声音嘶哑, 看着龙角金牛满是恐惧, 龙角金牛咧嘴一笑, 你是说圣魔那小子呀, 那小子勉勉强抢算得上, 是我家主人的记名弟子, 你家主人, 记名弟子, 不死金黄双眼瞪到最大, 然后看向了坐在战车上的那个蓝山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吗? 横渊未免, 关于圣魔的传说无数, 但是圣魔的师父到底是谁, 一直是个谜, 现在, 这头牛, 竟然说眼前这蓝山年轻人是其师父, 而且, 圣魔只是对方记名弟子, 他惊疑不已,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这时, 他便见路易平一抬手, 随意向上一抬, 只见那扎登在大地之上不知多少年, 与整个空间融合一体的凤凰神术轰然一响, 震开四周飓风, 缓缓飞起, 这颗凤凰神术, 他根本无法撼动分后, 但是现在, 却是直接飞了起来, 第21章, 北斗帝国, 看着缓缓飞起的凤凰神术, 不死金黄屏住了呼吸, 这凤凰神术与这空间完全融为一体, 别说真神后期巅峰的他, 便是天神静强者, 也无法撼动分后, 可以说, 哪怕是天神静强者全力一拳, 这凤凰神术皮都不会掉一块, 可是现在, 整颗凤凰神术却被飞起, 大地在震动, 一座座山峰在持续崩暴, 凤凰神术震开了大地一切束缚, 最终完全飞了出来, 树根不知多少百丈, 如一条条飞龙在高空之中飘动, 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凤凰神术扎根于大地时就已高耸露天, 现在完全飞出, 其巨大无法形容, 陆一平看着飞起的凤凰神术, 却是摇头, 可惜, 生长年份还是短了些, 凤凰神术是不错, 但是眼前凤凰神术仍只属于幼年, 听陆一平嫌弃眼前凤凰神术生长年份短, 不死惊慌一夜, 这凤凰神术诞生了不知多少岁月了, 和这个一空间一样悠久, 这年轻人竟然还嫌弃年份短, 这时, 陆一平将一块金灿灿的土壤取了出来, 当土壤取出, 天地为之光明, 只见金人的混沌之气在土壤之中翻腾不已, 这是九天熙壤, 不死惊慌颤生, 不敢相信, 你竟然有一块, 九天熙壤, 乃是混沌神物, 传说, 哪怕是一棵杂草种在上面, 时间久了, 也能蜕变成一棵混沌灵药, 神使记载, 当年万神之主寻找一粒九天熙壤而不得, 现在, 南山年轻人手上却是有一块, 陆一平淡然一笑, 其实他有多块九天熙壤, 其他几块, 有的已经种植了其他东西, 陆一平随手一扔, 九天熙壤飞起, 原本只有八掌大小的九天熙壤, 突然便大成了一个陆地大小, 凤凰神术飞落下来, 扎根到了九天熙壤之上, 有九天熙壤之中的混沌之气滋润, 顿时, 凤凰神术全身的凤凰火焰更是大掌, 而凤凰神术的凤凰火焰之气, 也都与九天熙壤的混沌之气融合, 九天熙壤变得更加金银光泽, 像九天熙壤这样的混沌神物, 当然不能种一些凡物上去, 不然时间久了, 反而会影响九天熙壤的品质, 但是, 凤凰神术乃是罕见神术, 种在上面, 凤凰火焰之气会反作用于九天熙壤, 对九天熙壤反而会更好, 当然, 凤凰神术种在上面, 凤凰神术得到的好处更多, 到时, 凤凰神术将以惊人速度成长并不断蜕变, 凤凰神术的凤凰叶可以用来炼制神丹, 而种在九天熙壤之上, 凤凰神术的树叶炼制神丹, 效果更加惊人, 陆一平伸手一张, 有大鹿大小的九天熙壤重新缩小, 那颗种植在上面的凤凰神术也跟着缩小, 最后重新缩成了巴掌大小, 陆一平放进了乾坤顶内, 不死金黄吞咽, 忐忑不安地看着陆一平, 不管眼前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是圣魔的师父, 但是, 凭刚才对方轻轻一抬, 便将凤凰神术拔起的恐怖力量, 绝不是他所能抗衡的, 对方要杀他, 只需一指, 甚至连一指都不需要, 陆一平看着紧张的不死金黄, 说道, 你出身不错, 拥有凤凰一族最顶尖的血脉, 可惜, 你再次独自修炼, 独自感悟, 走了不少歪路, 不然, 你早就突破天神之境了, 不死金黄脸色殷勤, 咬了咬牙, 上前恭敬道, 还请大人赐我神道之法, 黄九为大人愿意安前马后, 赴汤蹈火, 陆一平淡然一笑, 赴汤蹈火, 还不至于, 然后抬手, 手指光芒涌动, 一万道天神法则凝聚, 陆一平一谈, 一万道天神法则, 全部涌进了不死金黄黄九体内, 黄九融合这一万道天神法则, 耽误这一万道天神法则, 顿时, 全身光芒涌动, 气息越来越强, 很快, 九天雷云翻滚, 一道道劫雷形成, 显然, 黄九这是要突破天神之境的征兆, 随着黄九身上气息越来越强, 最终, 全身金色光芒蹦射, 冲入九天, 劫雷疯狂倾泻而下, 足以毁灭一方大陆的天神劫雷, 暴射出了骇人的光芒, 不过, 当那天神劫雷落下时, 陆一平只是虚空一握, 一只无形的巨手便将天神劫雷握住, 虽然刚才已经过陆一平恐怖的力量, 但是现在见陆一平虚空握住天神劫雷, 黄九还是骇然不已, 天神劫雷竟然还能握住, 他无法想象这是如何办到的, 这时, 陆一平手一握紧, 天神劫雷便被捏爆开来, 如同炸开的烟花在高空中灿烂至极, 最后, 劫雷化成了最精准的雷之能量, 落了下来, 黄九体内神格吸收了雷之能量, 开始蜕变, 而其神体也都镀上了一层光泽, 黄九适应了一下体内的天神之力,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匍匐下来多谢大人, 本来他要突破天神之境还要数百年, 现在, 陆一平却是让他直接突破, 省了几百年之功, 陆一平让黄九起来, 片刻后, 几人离开了凤凰一空间, 黄九化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金色小小鸟, 坐落在战车车头上, 陆一平不急着赶路, 战车速度不快, 几天后才出了诸神战场, 大人, 我们去哪儿? 张静公声问道, 陆一平沉吟道, 去北斗帝国吧, 北斗帝国是神武大陆最强的帝国, 北斗帝都那里汇聚着神武大陆最大的几大商会, 卫兵, 陈永元两人还没有真神神格, 过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第二十二章, 尸骨无存, 于是, 几人往北斗帝国过来, 几天后, 北斗帝国遥遥在望, 大人, 穿过前面那片乱藏岗, 就是北斗帝国边境了, 张静抑制前面一片杂草丛生, 阴风漆漆的山岗, 北斗帝国与拜越帝国在边境经常交战, 这里, 埋葬的几乎都是北斗帝国在战场中死去的战士, 山岗极大, 一座座坟墓, 望不到尽头, 说是乱藏岗, 其实是一片坟墓国度, 山岗连绵不绝, 不知有多少座, 陆一平点头, 我们过去, 战车凌空进入了乱藏岗上空, 缓缓而行, 此时, 已是深夜, 乱藏岗阴风阵阵, 风声如同厉鬼哭笑, 甚是甚人, 一些胆小的, 但是听闻这如厉鬼般的风声, 只怕都要腿软, 这里, 埋葬着北斗帝国多年来死去的战士, 可想其数之多, 所以, 阴气之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别说凡人, 便是住了鸡的修炼者, 被这阴气轻体, 也要卧病不起, 战车飞行, 阴风越来越浓烈, 死周死寂, 突然, 地面某座坟墓破开, 一道身影, 携带着惊人湿气飞起, 猛然向战车攻击过来, 张静也没出手, 全身神力一涌, 空间震动, 便见那道身影, 重燃砸飞出去, 只见袭击战车的, 是一具脸色惨白, 双眼空洞, 身穿残破战凯的死尸, 受张静神力一击, 完全爆散开来, 这是活死人, 有些修炼邪功的宗门弟子, 会来此用秘法, 将刚刚下葬的北斗帝国的战士, 炼制成活死人, 那些修炼邪功的宗门弟子, 通过操控这些活死人, 袭击过往乱葬岗的高手, 将过往的高手杀死后, 搜刮对方身上灵石, 灵丹, 灵药, 甚至将对方也炼制成活死人, 活死人与诸神战场的死尸, 有些相似, 但是, 诸神战场的死尸, 是经过无数岁月吞噬死气, 而诞生的一种怪物, 具有灵质, 这些活死人没有灵质, 而且死气, 远远无法与诸神战场的死尸相比, 战车一路不停, 活死人越来越多, 但是无论多少, 还没靠近战车, 便全部被震散震碎, 一个多小时后, 战车横穿过了乱葬岗, 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山地, 不过, 就在陆一平几人刚刚进入山地没有多远, 便听到身后有人怒叫, 给我站住, 随即, 树道身影破空而至, 将战车拦了下来,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阿娜的女人, 凤眼, 樱桃小嘴, 长得倒是不错, 只是,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煞气, 眉目之间, 隐隐有黑色光芒, 显然, 修炼的是斜煞功法, 女的身后, 跟着四个男的, 五人巨兜, 身穿紫色衣袍, 袖口都绣有一根阴森白骨, 这是白骨门的标志, 白骨门是北斗帝国一个不弱的势力, 其实力和雷阙剑宗不分上下, 我那些活死人, 都是你们杀死的, 苗燕怒视着陆一平几人, 乱葬岗那些活死人, 是他花费了大心思和大功夫才炼制的, 足足数万头, 不料今天全部被人轰杀干净, 龙脚金牛盯着对方, 咧嘴笑道, 不错, 是我们杀死的, 看你怒冲冲样子, 还想让我们赔偿, 既然是你们杀的, 那就死吧, 苗燕身后, 一个白骨门高手怒喝道, 猛然一把大锤一挥飞出, 像龙脚金牛砸落下来, 白骨门这些高手, 出手狠辣, 是杀成性, 有时一言不合, 屠杀对方整整一个家族, 这是常有的事, 在横渊卫面, 神灵境以下, 每个境界分为十重, 而神灵境之上, 则是初期, 中期, 后期, 后期巅峰, 这个白骨门高手, 是个夺命境七重高手, 夺命境七重, 比当初出手抢夺陆一平赤焰剑的那个肖家长老肖元要强多了, 肖元也不过是夺命境一重, 龙脚金牛也没出手, 张静抬手一指, 一道指令将那位白骨门高手轰飞出去, 那位白骨门高手在半空倒飞时直接爆开, 血雨纷飞, 什么? 苗燕几人都是脸色一变, 张静冷冷地看着白骨门几人, 再出手, 全部死, 白骨门一位高手怒然, 正要上前时, 苗燕伸手一拦, 将那位白骨门高手拦了下来, 他声音阴沉, 问陆一平,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陆一平懒得回答, 走吧, 战车缓缓离去, 苗燕气得脸都青了, 特别是那阑珊年轻人手中把玩着一只金色小小鸟, 连看都没看他, 那神态让他怒不可遏, 师姐, 陈师弟尸骨无存, 我们? 一位白骨门高手看着四周地面血迹, 脸色难看, 苗燕双眼阴冷地看着远去的战车, 先回去禀报师父, 几人破空离去, 不一会, 战车便来到了北斗帝国边境, 对于刚才白骨门之事, 陆一平几人也没放在心上, 北斗帝国边境之墙高达十丈, 厚数米, 城墙之上, 刻画了各种攻击和防御阵幅, 城墙关口, 一队队来自各方的家族弟子, 高手正接受盘查和进城, 陆一平几人进入北斗帝国边境后, 横穿一座座城池, 数天后便来到了北斗帝国帝都, 望不到尽头, 陆一平几人驾车进入, 盛世繁华之感扑面而来, 只见城内街道纵横, 车水马龙, 各种声音密集于耳, 形形色色的家族弟子, 高手穿梭往来不绝, 公子, 突然, 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 陆一平看去, 赫然是陆鹏, 除了陆鹏, 还有陆小宇, 雷阙剑宗宗主宋宁, 以及雷阙剑宗一众高手, 第23章, 我来买点东西, 见识陆鹏, 陆小宇等人, 陆一平意外, 几人来北斗帝国干什么? 北斗帝国, 距离雷阙剑宗可不近, 这时, 雷阙剑宗宗主宋宁, 紧步上前, 来到陆一平面前, 公公敬敬道, 见过公子, 闲前, 他中了剑魔熄来的死魂剑气, 就是陆一平帮他驱除干净的, 宋宁虽然不知道陆一平真正身份, 但是知道连他们老祖杨成, 陈宏大人都对陆一平恭敬异常, 而且他猜到剑魔熄来的死, 应该和陆一平有关, 雷阙剑宗其他高手并不知道陆一平之事, 见他们宗主宋宁对陆一平恭敬行礼, 都是意外, 陆一平点头, 然后问宋宁, 你们来北斗帝国干什么? 宋宁赶紧回答道, 回公子, 下个月一号是北斗帝国建国一万年, 北斗帝国举国大庆, 我们是前来参加庆典的, 北斗帝国建国一万周年大庆, 这乃是神武大陆的大事, 所以, 许多皇朝皇室, 宗门宗主, 甚至连一些帝国高手, 也会前来庆贺, 公子来北斗帝国, 也是来参加庆典的, 宋宁小心问道, 陆一平道, 我来买点东西, 宋宁一听, 笑道, 不知公子要买什么东西, 我认识天机商会的一位执事, 天机商会, 是神武大陆最大的几个商会, 陆一平说道, 既然你认识天机商会的执事, 你帮我向他打听一下, 天机商会最近有没有真神神格出售, 宋宁惊呆, 陆一平竟然是要买神格, 一枚真神的神格有多贵, 他清楚, 雷阙建宗便是杂锅卖铁都买不起, 雷阙建宗那位太上长老和其他人, 也都震惊地看着陆一平, 公子要买真神神格, 宋宁口沫吞咽着, 只觉心脏在哆嗦, 陆一平问了一声, 普通的, 我不要, 我要那种顶尖的, 宋宁只觉心脏一阵哆嗦, 我要买两枚, 陆一平又道, 宋宁呼吸停止, 要买两枚, 陆鹏和陆小语两人, 也都震惊地看着陆一平, 两人先前虽然和陆一平相处了几天, 但是对于陆一平的认知, 比宋宁还少, 众人静了下来, 雷阙建宗, 没人敢开口, 许久, 宋宁七七爱道, 公子, 我们打算找个酒店落足几天, 公子, 要是还没有住处, 要不, 和我们一起, 然后忐忑地看着陆一平, 也好, 陆一平略一尘引道, 送您听陆一平答应, 欣喜, 于是, 陆一平便和雷阙建宗一众找酒店, 陆一平间接到拥挤, 便将战车收了起来, 你们修罗剑法, 修炼的如何? 陆一平问陆鹏, 陆小语, 陆鹏赶紧回答道, 回公子, 我们这一个多月, 日夜修炼, 都已经修炼到第十九招了, 这几天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问我, 陆一平说道, 谢公子, 陆鹏, 陆小语两人赶紧谢道, 宋宁见状, 自然是羡慕不已, 只是半个小时后, 宋宁却是急得额头流汗, 虽然现在, 距离北斗帝国庆典, 还有半个月, 但是, 北斗帝国地都各大酒楼火爆, 他们已经接连找了六家酒楼了, 房间都已经住满了, 公子, 要不, 我们去下一家酒楼问问, 宋宁问陆一平, 不用了, 陆一平摇头, 我有住的地方, 你们和我一起过去吧, 他刚想起, 黄泉魔宗老祖苏绣在这有一座府邸, 平时, 那苏绣就很少在这居住, 现在, 府邸是空置着的, 宋宁听陆一平说, 有住的地方, 意外, 不过, 也不敢多问, 赫雷却见宗众人跟随着陆一平往苏绣的府邸过去, 苏绣身为真神后期高手, 购置的府邸位置自然是极好, 坐落在北斗帝国最中心的区域, 但就在陆一平等人往苏绣府邸过去时, 却见前面走出来一大批人将陆一平等人驱路拦了下来, 来人正是白骨门的人, 有七八十人之多, 宋宁见来人, 脸色一惊, 白骨门, 这时, 白骨门苗艳走了出来, 看了宋宁等人一眼, 看着陆一平冷笑, 原来你是吴姬黄朝雷雀见宗的, 然后对其中一个老者道, 师父, 就是此人手下杀了陈师弟, 王岐山走了出来, 看着陆一平和陆一平身后的张静, 赵文四人冷冷道, 杀我弟子, 又回我门下数万活死人, 说吧, 此事怎么解决, 陆一平淡然道, 解决, 然后笑道, 你们想怎么解决, 王岐山脸色一沉, 既然你是雷雀见宗的, 我便给雷雀见宗一个面子, 你手下杀我弟子, 杀人偿命, 我要他的命就行, 另外, 你们回我门下数万活死人, 需要赔偿一百万, 赏品零食, 第24章, 是大地强者, 宋宁听对方要一百万上品零食, 眉头一皱, 零食, 分下, 中, 上, 极品, 极品之上, 是神品零食, 一百万上品零食, 可兑换一亿中品零食, 要是兑换成下品零食, 那就是一百亿了, 一百亿下品零食, 哪怕是对于雷雀见宗来说, 也是一笔极大数目, 而炼制活死人, 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 王岐山竟然索要一百万上品零食, 简直是狮子大张口, 陆一平开口道, 别说一百万上品零食, 便是一个铜币, 我都不会给你, 王岐山脸色猛然阴冷下来, 至于我手下的命, 你要是有本事, 你可以来拿, 陆一平接着道, 张静走了出来, 王岐山文言, 双眼是血, 嘿嘿一笑, 你真以为在北斗帝都里面, 我们不敢动手杀你们是吧, 平日里, 像北斗帝都这样的帝国城池, 都是禁止打斗的, 更别说现在北斗帝国一万周年庆典接近了, 王岐山突然喝道, 给我动手, 杀他们主仆五人, 顿时, 白骨门高手冲出了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同时向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 还有陆一平轰杀过来, 四十多人中, 竟然有一大半是天人静高手, 夺命之上是传奇, 传奇之上是天人, 古皇, 大帝, 每一尊天人静高手都极难培养, 一旦踏入天人静, 就会被宗门为以重任, 若是在无极皇朝, 一尊天人静高手, 可以被委任一城之主, 掌管一城十万大兵, 除去这二十多位天人静高手, 剩下的全部都是传奇时众, 四十多人齐然动手, 权力狂笑, 形成了恐怖的超级飓风, 飓风之中, 只见翻滚着惊人的黑色气体, 这些黑色气体, 正是修炼白骨门功法之后, 真缘之中的黑师之气, 周围过往的家族弟子健壮, 慌然躲退, 面对席卷过来的恐怖权力飓风, 张静却是看也没看, 直接虚空一爪拍出, 只见一只黑色的手印出现在半空之中, 黑色手印散发着惊人的阴寒之气, 四周顿时如坠寒极之地, 所有人血液都有种凝固之感, 在白骨门众高手惊恐眼神下, 如一座小山般的黑色手印顿时落下, 只见那些白骨门高手, 瞬间便被黑色手印印入了地底, 接到坚固异常用金刚石铺成的地砖全部炸飞, 所有人看去摸不到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四十多位白骨门高手已经全部化成了一滩血肉, 被拍成了一张大肉饼, 接到地面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手印, 众人呆了, 白骨门四十多位高手, 其中天人近二十多人, 传奇十重二十多人就这样被拍成一张大肉饼, 苗燕看着那四十多位尸骨无存的白骨门高手, 呆在那里, 脑海一片空白, 王岐山和其他白骨门高手一呆了, 满脸精致, 你, 王岐山京剧地看着张静, 蓝山年轻人的这个手下奴才, 是古皇, 就算是古皇, 也未必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那么, 是大地强者, 张静, 赵文四人融合了乌墨的肉身之后, 这一个多月, 每天吞服黄泉魔宗老祖苏秀被炼制的真神金丹修炼, 其肉身之强, 力量之强, 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程度, 别说天人静, 便是神灵静高手, 都不够张静四人一拳的, 当才, 张静不过是动用了极小一部分力量而已, 经剧中, 王岐山深吸了一口大气, 克制着颤抖的双手, 就在王岐山要悄然退走时, 杀, 陆一平弹幕的声音响彻帝都, 顿时, 张静动了, 王岐山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一股恐怖力量轰重, 张静身形不断晃动, 呼吸之后, 便停了下来, 当他停下来后, 最先被轰重的王岐山才突然爆开来, 接着, 白骨门剩下的高手, 一次爆开, 连先前那个苗燕也没有例外, 血腥味弥漫, 走吧, 陆一平看也没看王岐山等人尸体, 然后对张静说道, 不过, 就在陆一平几人刚刚要离开时, 突然地面震动, 只见一队对北斗帝国军队走了过来, 这是北斗帝国军队士兵全身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实力最弱的竟然都是传奇迹, 而将领赫然是大地强者, 这些北斗帝国军队过来之后, 便将陆一平等人重重包围起来, 领队的将领看了一眼四周谢先红的血迹, 冷冷地看着陆一平, 无视我北斗帝国律法在帝都城内打斗, 全部给我拿下, 不过就在这些北斗帝国军队士兵要动手时, 陆一平取出了一个令牌, 扔给那个将领, 那个将领接住令牌一看, 脸色大变, 这个令牌正是皇权魔宗老祖苏秀的令牌, 那位北斗帝国将领看着令牌脸色殷勤变化, 但是最终没有动手, 然后拿出一枚信符捏碎, 北斗帝国将领将领牌扔回给了陆一平, 最终率领北斗帝国军队离开, 宋宁和雷阙剑宗众高手看着离开的北斗帝国军队, 皆是松了一口大气, 刚才北斗帝国将领要出手那一刻, 众人皆是吓得全身冷汗, 不过, 宋宁等人很好奇, 刚才陆一平那个令牌到底是什么令牌, 北斗帝国竟然不再追究打斗之事, 看着离去的北斗帝国大军, 陆一平脸色如常, 本来他也只是临时起义, 将皇权魔宗老祖苏绣的令牌拿出来用,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走吧, 待北斗帝国大军离开, 陆一平淡然报, 然后和宋宁等人往苏绣府邸过来, 片刻后, 一座极其辉弘大气, 占地白姆的府邸出现在宋宁等人面前, 第25章, 造化玉碟, 北斗帝国帝都寸土寸金, 哪怕是一个最偏僻的小扑面, 价格都极其昂贵, 更别说像北斗帝国中心区域, 占地白姆这样的大府邸了, 像这么一座府邸, 至少是以一来计算, 而且是上品零食, 府邸有苏绣部下的大阵禁制, 若没有令牌, 哪怕是真神后期巅峰高手也打不开, 虽然这些禁制对于陆一平来说, 形同虚设, 但是陆一平还是拿出了苏眉的令牌, 将府邸之中的禁制打开, 和众人走了进去, 走进府邸, 灵气逼人, 宋宁等人发现, 府邸之中的木柱, 竟然全部是用罕见的金南陵墓打造, 而铺在地面的石砖, 每一块都是星辰石, 院内绿意样然, 万花分香, 连花花草草都无异不是难得一见的品种, 而池塘都是九阳灵水, 九阳灵水弥漫着丝丝九阳之气, 呆在府邸之中, 让人全身暖洋洋的, 府邸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 里面种的灵药至少是五万年级别, 但是这些灵药价值就比这座底要高, 宋宁和雷雀剑宗仲高手, 惊叹连连, 陆鹏, 陆小宇父子, 更是如入天宫, 陆一平脸色平静, 他神圣森林内的神药, 哪怕是最垃圾的, 都比这里的好上万倍, 随后, 陆一平让宋宁等人各自选择房间住下, 府邸房间很多, 有近一百间, 这次雷雀剑宗来了四十多人, 房间足够用了, 就在陆一平等人在苏绣府邸住下时, 北斗帝国地宫内, 身穿九龙黄金袍, 浑身上下散发着无形威压的北斗大帝周定天, 听着将领陈渊的禀述, 双眼闪烁, 待陈渊禀述完, 周定天承认道, 你觉得这年轻人和黄泉魔宗老祖苏绣是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苏绣的清传弟子, 陈渊赶紧回答道, 这个, 陈也不好回答, 那年轻人身上既然有苏绣的令牌, 想来和苏绣的关系肯定不浅, 即使不是苏绣的弟子, 应该也是苏绣的后辈, 至于他和雷雀剑宗的关系, 我已经查过了, 前阵子赤燕剑就是他拔出的, 周定天意外, 是他拔出了赤燕剑, 神武大陆不少帝国天才都曾去拔过这赤燕剑, 但是一直没人能拔出, 是, 而且陈查道, 剑魔吸来被杀时, 他正好在雷雀剑宗, 陈渊又道, 周定天再次意外, 你的意思是说, 剑魔吸来, 即可能是被他身边那四个护卫杀死的, 属下推测, 应该是的, 陈渊恭敬道, 周定天沉思, 那四个护卫能杀死剑魔吸来, 看来有着不弱于神灵境的实力, 难道是苏绣派来保护他的? 夜晚, 夜色如水, 如一瓶盘坐在府邸房间内运转着长生绝, 长生绝一共四十九层, 乃是造化御蝶之中记载的一门功法, 他从神圣森林出来后, 已突破到了第四十九层, 随着第四十九层的长生绝运转, 顿时, 帝永经连虚空有一道道锐气落下, 陆一平头顶有着一顶沁云, 而沁云之上拖着衣物, 竟然是一小片玉色的碟子, 这正是鸿蒙至宝造化玉碟, 不过并不是完整的, 而是一小块, 在陆一平身体四周一道道大道不断缠绕, 战发着玄之右玄的大道光芒, 这些大道有生死大道, 阴阳大道, 五行大道, 甚至轮回大道, 一共有一千条大道之多, 在上古时, 万神之主也不过是修炼成了九十九条大道, 而陆一平现在却是一千大道之多, 当然, 两者实力不能以十倍来计算, 次日, 陆一平停下了长生觉修炼, 头顶沁云造化玉碟落在手中, 不知其他几块造化玉碟在哪, 看着手中一小片造化玉碟, 陆一平按响, 完整的造化玉碟有二十四片, 记载着三千大道, 他这一小片是二十四片最中心最重要的一片, 记载着一千大道, 而且是完整的一千大道和一部长生绝功法, 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陆一平将造化玉碟收进体内, 开口道, 进来吧, 宋宁推门而入, 小心翼翼来到陆一平面前, 恭敬道, 公子, 我和天机商会那位只是朋友打打听过了, 他说, 他们商会下个月有一个拍卖会, 拍卖一枚暗月神格, 暗月神格, 虽然不是十四级的至尊神格, 但是也是十一级神格了, 下个月什么时候? 陆一平问道, 只有一枚, 下个月一号是北斗帝国庆典, 拍卖会定在下个月二号, 宋宁赶紧回答道, 只有一枚, 我已经让他帮我打听另外一枚神格了, 不过神格很少有的拍卖, 陆一平点头, 看了宋宁一眼, 从乾坤鼎内取出一枚金丹给宋宁, 事情办得不错, 宋宁接过金丹, 闻着金丹那阵阵惊人丹药之香, 吃吃到, 神灵金丹, 然后不敢相信地问陆一平, 公子, 这, 这是给我的, 陆一平笑道, 当然是给你的, 难道是给我的, 继而笑道, 一枚神灵金丹而已, 起来吧, 宋宁听陆一平, 真将这枚神灵金丹赏给自己, 激动得全身颤抖, 对陆一平重然叩头, 宋宁多谢公子赐丹, 公子大恩, 宋宁莫耻不忘, 陆一平文言笑笑, 也没在意, 让宋宁起来, 然后后宋宁从房间出来, 主人, 外面北斗帝国将领求见, 是昨天那个, 说是奉了北斗大帝之命而来, 这时, 赵文过来, 公声道, 哦, 奉了北斗大帝之命而来, 陆一平略意沉吟, 让他进来吧, 带他到大殿, 赵文公声应试, 然后退了下去, 公子, 北斗大帝派遣人过来, 该不会是为了昨天之事吧, 宋宁忐忐忑问道, 应该不是, 陆一平说道, 两人往大殿过来, 来到后, 便见大殿站立着一个身穿战袍的中年人, 正是昨天那个将领, 这个北斗帝国将领还要将陆一平等人拿下, 但是现在, 见陆一平过来, 却是脸带笑容, 在下北斗帝国上将陈元, 见过陆公子, 陈元对陆一平抱拳道, 上将之上, 便是帅, 不过, 各大帝国也只有神灵进高手, 才能成为大帅, 眼前这陈元只是大帝七重, 当然, 大帝七重的上将在北斗帝国也是举足轻重了, 陆一平点头, 然后坐了下来, 何事? 也不请对方坐, 陈元眉头一皱, 想到这次大帝之命将心中的不快压了下来, 说道, 我奉了大帝之命, 是前来邀请陆公子参加我们帝国庆典的, 然后将一张金色帖子拿了出来, 送您上前将金色帖子接过, 送到陆一平面前, 陈元笑道, 这秦帖, 乃是我们大帝亲手所提, 这次庆典, 我们大帝亲手提了十张请帖, 陆公子这张, 是其中一张, 生怕陆一平还不知道这秦帖的珍贵, 又补充道, 其中两张送给了云海天公子和百花女帝, 听着这两个名字送您心头大振, 道, 云海天公子, 百花女帝, 云海天, 百花女帝, 这两人是最近百年, 神武大陆名气最盛的两人之一, 只要神武大陆上得了台面的势力, 都肯定听说过两人之事, 哦, 云海天, 百花女帝, 陆一平却是脸色如常, 他虽然出世只有一个多月, 但是对于这两人倒是也有耳闻, 云海天双圣之姿, 拥有两大圣体, 不管是剑道还是情道, 造诣都极高, 乃神武大陆四大家族之一的云家少主, 也是神武大陆现在最年轻的神灵之一, 百花女帝则是百花帝国之地, 神武大陆帝国数百, 而百花帝国是神武大陆最强的十大帝国之一, 百花女帝不仅貌美, 而且还是单身和北斗帝国大帝周定天一样, 乃是开国大帝, 即百花帝国乃是这百花女帝亲手所建, 而不是继承父辈的, 不错, 正是云海天公子和百花女帝, 陈渊笑道, 回去告诉你们大帝, 到时我会参加庆典, 陆一平说道, 陈渊一笑, 好, 到时恭候陆公子大家, 然后告辞离去, 待陈渊离去后, 宋宁对陆一平笑道, 公子, 没想到北斗大帝竟然亲手提字, 让陈渊上将将情帖送来给你, 这简直是无上殊荣, 哪怕是许多神灵境高手都没有的殊荣, 陆一平将情帖打开, 只见情帖之上, 字不多, 料料十几字, 龙飞凤舞, 透着一种狂妄, 霸气, 地灵天下之势, 字道, 写得马马乎乎, 陆一平看了一眼, 说道, 北斗帝国虽然建国不长, 只有一万年, 但是能成为神武大陆第一帝国, 可见这周定天的不简单, 云海天和百花女帝虽然名满神武, 但是与周定天相比, 还是要插上不少的, 关于周定天的传奇事迹, 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 陆一平也知道, 周定天邀请他, 并不是觉得他能堪比云海天, 百花女帝, 而是因为皇权魔宗苏秀, 看来, 对方是误以为他是苏秀的弟子或子侄, 宋宁听陆一平说, 北斗大帝周定天字写得马马乎乎, 悍然, 他偷瞄了一眼, 只见请贴之字, 地灵天下之势扑面而来, 而且惊人的剑气仿佛要冲天气, 显然, 这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 蕴含着无上剑道, 宋宁吞咽, 现在, 他是迫不及待要炼化那枚神灵金丹, 待宋宁回房间修炼, 陆一平则来到了陆棚, 陆小语两人院子, 陆棚, 陆小语两人正在对点修罗剑法, 院内剑气纵横, 但是剑气, 只在院子之内回旋, 并没有写出院外, 相比一个多月前, 陆一平刚见他们时, 两人剑法造诣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显然, 这一个多月, 两人失下了苦功夫, 公子, 陆棚, 陆小语两人见陆一平道来, 停下了修炼, 赶紧过来, 公声道, 修罗剑法修炼得不错, 陆一平笑道, 陆棚挠着头, 不好意思道, 我太愚笨, 这修罗剑法第二十招, 始终修炼不会, 陆一平摇头, 不是你们愚笨, 修罗剑法自第二十招以后, 都需要身后的真元, 才行修炼得成, 你们境界太低了, 说到这, 取出了两枚真神金丹, 然后一谈, 两枚真神金丹, 顿时穿过了两人肉身, 融入了两人丹田之内, 刚才是两枚真神金丹, 现在, 我把这两枚真神金丹, 融入你们丹田, 以后你们修炼时, 这真神金丹的丹药之力, 会慢慢散化, 融入你们丹田, 转化成你们真元, 助你们快速提升境界, 陆一平说道, 真神金丹, 陆棚, 陆小语两人, 完全懵了, 修罗门还没覆灭时, 修罗门门主连古皇都不是, 以后重建修罗门, 毕竟修罗门是他好友所创, 他也不希望修罗门就这样没了, 多谢公子大恩, 陆棚, 陆小语两人惊醒过来, 匍匐在地, 陆棚这个大男人, 更是双眼红润, 陆一平让两人起来, 也没打扰两人修炼, 然后离开了院子, 出了院子, 陆一平带上龙角金牛, 和张敬几人出了府邸, 随便走走, 几人刚出府没多久, 便遇到了无极皇朝, 肖家, 郑家的高手, 肖长风, 公主太妍, 郑月三人正骑着坐骑, 并肩而行, 侃侃而谈, 有说有笑。 第27章, 他叫陆一平, 金牛战车很显慕, 特别是在阳光下, 就更是显慕, 肖长风, 公主太妍, 郑月等人, 相继看到了金牛战车, 公主太妍, 郑月看到金牛战车, 大是意外, 没料到在北斗帝都, 竟然也会遇到陆一平, 是你, 肖长风见识陆一平, 顿时, 双眼一冷, 肖长风身后肖家众高手, 也都怒视着陆一平, 不过北斗帝都禁止打斗, 肖家众高手, 也没人敢动手, 由于北斗帝国掩盖了昨天白骨门之势, 所以, 乌籍皇朝, 肖家, 郑家等人, 并不知道昨天白骨门之势, 公主太妍上前对陆一平道, 没想到会在这遇到公子, 公子也是来参加北斗帝国庆典的吗? 这时, 远处走来挤人, 太妍公主, 其中一个年轻人看到公主太妍, 喜然道, 公主太妍看到来人, 意外, 奄然笑道, 原来是云国华公子, 肖长风, 郑月两人一听, 大吃一惊, 云国华, 云家云海天的直系后辈, 虽然年纪轻轻, 大表他们几岁, 但是已经是夺命境高手, 其天赋, 直追云海天, 被誉为云家年轻一辈天赋最好的弟子, 也是他们北斗帝国年轻一辈天赋最好的弟子之一, 在下乌鸡皇朝肖家肖长风, 郑家郑月, 见过云国华公子, 肖长风, 郑月两人赶紧上前道, 云国华对两人微微点头, 然后来到公主太妍面前, 笑道, 太妍公主何时来的帝都, 公主太妍笑道, 我们也是今天刚到, 陆一平没有理会乌鸡皇朝众人, 对龙角惊牛道, 走吧, 去天机商会, 天机商会买卖东西, 但是也可以打听消息, 他想让天机商会打听点消息, 公主太妍见陆一平要离开, 开口道, 那把赤燕剑, 不知公子可否让我观看一二, 赤燕剑, 云国华和其身后, 几名云家高手文言, 剧都向陆一平看来, 一位云家高手身形一闪, 拦在了金牛战车面前, 他目光灼然的盯着陆一平, 阳东的赤燕剑, 是你拔的, 在你身上, 剑神阳东的赤燕剑被人拔出, 这一个多月, 消息已经传开, 神武大陆许多帝国, 皇朝高手都已知道, 陆一平没有开口, 龙角金牛看着横在路中间的那位云家高, 开口道, 小子, 你最好是现在就给我滚, 公主太妍, 云国华, 肖长风, 郑月等人默不一正, 肖长风冷笑, 一头畜生, 在云家高手面前竟然都敢如此嚣张, 这畜生和姓陆的, 简直是作死, 与云国华一起的这几位云家高手, 都身穿云家直系弟子锦袍, 这些云家直系弟子都是受云家重点培养的后辈, 其身份地位远不是那些云家旁系和外系弟子能相比的, 那位云家高手一愣, 稷儿脸色猛然一沉, 畜生, 你刚才说什么? 不过, 他刚说完, 龙角金牛直接一脚踢来, 那云家高手还没反应过来时, 便被龙角金牛踢中, 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让他直接抛飞而起, 升入了高空, 众人看去, 那云家高手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肖长风, 郑月等人不敢相信地看着龙角金牛, 这几位云家直系弟子能和云国华在一起, 实力应该不弱于云国华, 只怕也是夺命境高手, 现在却被踢得不见了人影, 在众人寂静中, 战车离去, 云国华双眼寒芒蹦射, 双拳紧握, 但是最终没有将战车拦下来, 在陆一平离开许久后, 那位云家高手才从高空跌落下来, 砸落在了北斗帝都的城墙之上, 半个小时后, 当这位云家直系弟子的尸体, 被云国华等人抬回云家府邸时, 云家重高手皆是脸色寒然, 云家太上长老云星韵看着孙子尸体, 更是抑制不住心中杀意, 他咬牙切齿, 谁做的? 我们查了, 他叫陆一平, 云国华赶紧道, 阳东赤焰剑就是他拔出来的, 云家重高手一正, 他现在在哪? 云星韵脸色一沉, 他去了天机商会, 现在应该还在天机商会, 云国华说道, 我现在就去天机商会, 云星韵冷然道, 不过就在他要离开时, 云家太上长老云成说道, 昨天有人在帝都打斗, 北斗大帝震怒, 再次下令, 说无论是谁敢敢在北斗帝都内打斗, 一律擎拿问罪, 哪怕是神灵晋高手也不例外, 现在, 帝国庆典逼近, 我们若此时在帝都内大打出手, 只怕会触怒周定天, 此事, 我看缓一缓, 反正那小子也逃不了, 就等帝国庆典结束之后, 我们再动手也不迟, 另一位云家太上长老老道, 那小子姓陆, 会不会是陆家的人, 这事, 也要查清楚才行, 陆家, 云星韵脸色一变, 陆家的总府虽然不在神武大陆, 但是, 在神武大陆的势力亦不弱, 像这样的庞然巨物, 哪怕是北斗帝国也不敢招惹, 少主去了百花女帝地宫, 要不, 我们等少主回来了, 再做决定, 云成说道, 云星韵脸色殷勤, 最终点头, 第28章, 苏秀的子侄, 离开后, 陆一平几人来到了天机商会, 天机商会, 身为神武大陆有数的大商会, 装饰极其气派, 大厅很大, 足有一千平方米, 厅内人来人往, 交易买卖之人甚多, 陆一平几人到了之后, 天机商会的弟子过来招呼陆一平几人, 问陆平需要买卖什么东西时, 陆一平说道, 你们管是呢, 我想让你们商会帮我打听点消息, 然后拿了一块零食, 赏给了天机商会弟子, 那弟子看着手中神灵之气涌动的零食, 大吃一惊, 神品零食, 大厅中所有人剧都看了过来, 神品零食极其稀少, 哪怕是横渊未免超级商会交易, 一般也只是用上品零食和极品零食, 所以, 众人间陆一平竟然用一枚神品零食, 打赏给商会那弟子, 都是吃惊, 那商会弟子缓了一会, 激动道, 公子, 你请随我来, 然后带着陆一平几人来到了商会专门打探消息的内厅, 很快, 便有商会管事来接待陆一平, 很是客气地问陆一平要打听什么消息, 陆一平道, 四万多年前, 剑神阳东接到一位神秘人幸福传训, 然后进了诸神战场, 我想知道那幸福传训是谁发的, 要是知道那神秘人是谁, 那么, 便有可能知道, 九绝葬神大阵是谁布置的, 商会管事一听, 脸色为难起来,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已经是隔四万多年, 这种事很难打听, 需要花费的人力太大, 公子, 这个任务, 我们商会无法截取, 他摇头道, 这时, 陆一平取出一把长剑, 说道, 只要你们帮我打听出来, 这把剑是给你们的报酬, 神器, 商会管事看着长剑, 目光灼热, 呼吸变得不一样起来, 同时, 他心中震惊, 没料到这年轻人竟然能拿一剑神器来做打听消息, 公子稍等, 我向上级禀报一下, 那商会管事说道, 他出去了一会, 一会后, 那商会管事便回来, 不过, 多了一位中年人, 中年人, 正是天机商会北斗分会的会长孙玉轩, 孙玉轩得到那管事禀报, 也是大吃一惊, 进来后, 他静怡不定地看着陆一平和其身后的张静四人, 他身为天机商会北斗分会会长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竟然有人拿神器来悬商打听消息, 就算是一些真神镜高手, 都未必有一件神器, 可见神器之珍惜, 身为天机商会北斗分会会长的他, 同样没有神器, 在下天机商会北斗分会会长孙玉轩, 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孙玉轩很是客气, 问道, 陆一平, 陆一平倒也没隐瞒, 陆一平, 难道是陆家的, 孙玉轩心思转电间, 笑道, 原来是陆公子, 他目光落在桌子上那把长剑之上, 这把长剑, 他隐隐觉得有些眼熟, 但是又想不起来是在哪见过, 他对陆一平说道, 陆公子, 剑神阳东当年失踪之事已成谜案, 当年就有许多高手调查过此事, 但是一无所获, 现在是隔多年, 再调查就更难, 此事, 我需要向上面禀报才行, 陆一平点头, 于是, 孙玉轩当即便取出信符, 联系天机商会总部那边, 没多久, 便得到总部那边回复, 孙玉轩略意沉吟, 对陆一平道, 我们总会长说了, 我们可以接取任务, 但是, 只帮你打听一年, 而且必须先支付定金给我们, 陆一平道, 可以, 然后, 将定金给了对方, 陆一平也没其他事, 留下了联系方法, 便和张静几人离开了天机商会, 孙玉轩看着陆一平背影, 眼中仍是惊疑不已, 会长, 这年轻人, 难道是陆家的? 先前那位管事, 惊疑问道, 孙玉轩摇头, 应该不是, 陆一平离开天机商会后, 又闲逛了一会, 这才和龙角金牛回了府邸, 夜晚, 北斗帝都某豪华府邸内, 一身银装, 英俊不凡的云海天坐在大殿主座, 而云星运, 云成一众高手坐在大殿两旁, 云海天看了几人一眼, 脸色凝重道, 那个陆一平, 我今天让人打听了一下, 见云海天脸色凝重样子, 云家众高手心中一灯, 难道这陆一平真是陆家弟子? 云海天开口道, 他应该是苏秀的子侄, 云家众高手一正, 继而脸色大变, 云星运声音有些颤抖, 是黄泉魔宗苏秀, 黄泉魔宗老祖苏秀, 修炼黄泉魔宫, 当年屠杀的宗门没有一百, 也有数十, 但是死在其手中的神灵晋高手, 就是三位数以上, 这陆一平, 竟然是这恐怖大魔头的子侄, 少主, 消息确切吗? 云星运痴痴问道, 云海天点头, 应该不假, 昨天帝都打斗, 就是他身边护卫出手, 杀了白骨门太上长老王岐山七十七人, 他手下杀了王岐山七十七人之后, 上将成员本来要请拿他问罪, 但是他拿了一枚令牌出来, 那枚令牌, 是黄泉魔宗苏秀的, 云海天又道, 而且他现在住的府邸, 也是黄泉魔宗苏秀的, 他身边那四位护卫, 应该是神灵晋, 第二十九章, 英鬼宗少宗主, 云家众高手闻言, 皆是吃惊, 四位神灵晋做护卫, 黄泉魔宗苏秀竟然派了四位神灵晋保护这陆一平, 这陆一平在黄泉魔宗苏秀心中的地位, 不言而喻, 难怪北斗大帝周定天没有其拿他问罪, 云家太上长老云成说道, 说到这看了云星运一眼, 幸亏他早上阻拦了云星运, 不然, 现在指不定还发生什么事呢? 云星运脸色殷勤变化, 没想到这陆一平竟然是黄泉魔宗苏秀那个大魔头的子侄, 想到他孙子惨死之状, 他心中一叹, 站在大殿角落的云国华听着云海天等人谈话, 则是脸色苍白, 只觉全身冷汗, 云海天又道, 我还得知周天定大帝亲笔提字的十张请帖, 其中一张就送给了这陆一平, 云家众人心中一突, 云海天将云国华叫到面前, 冷然道, 最近你就不要出去了, 还有下个月, 北斗帝国庆典, 你也不要去参加了, 云国华低着头, 指得恭敬拜福英事, 次日, 公主太炎, 肖长风, 正月三人自来到云国华府邸, 向管家说明身份, 要拜访云国华时, 管家却是摇头, 对不起三位, 我们主子已经被禁足了, 不能出去, 而且不能见任何人, 被禁足? 公子太炎三人惊愕, 为什么? 肖长风忍不住问道, 管家摇头, 具体原因, 我也不知道, 是云海天大人亲自下令的, 云海天大人? 听到是云海天亲自下令禁足云国华, 三人更是意外, 最终, 三人带着金仪离开, 然后各自回了府邸, 公主太炎一回到府邸, 便被无极皇朝老祖宗太无极召见, 老祖宗要见我? 公主太炎错愕, 疑惑中, 他跟在无极皇朝内宫高手身后, 来到了太无极所住的院子, 这次北斗帝国庆典, 身为无极皇朝老祖宗太无极也前来, 公主太炎来到后, 发现他父亲太后也在, 太无极见公主太炎道来, 笑道, 太炎啊, 宋宁宗主和雷雀剑宗高手昨天也到了, 你等会去见一下宋宁宗主, 怎么说, 你也是雷雀剑宗弟子吗? 公主太炎疑惑, 让他去拜访宋宁, 他虽然说也算得上是雷雀剑宗弟子, 但是以他无极皇朝公主身份, 不低于宋宁, 完全没必要去拜访宋宁吧? 见公主太炎疑惑, 太无极笑道, 宋宁宗主他们现在和陆一平公子正在一起, 你过去之后, 可以向陆公子请教一下剑法, 陆一平公子, 你知道吧, 就是拔出赤焰剑的陆一平公子, 陆一平, 公主太炎错愕, 听老祖宗太无极话译, 感情让他去拜访宋宁, 其实是想让他去接触陆一平, 可是, 为什么? 老祖宗, 那个陆一平, 公主太炎惊疑问道, 太无极点头, 笑道, 不错, 我们刚得到消息, 这陆一平, 乃是皇权魔宗老祖苏秀的子侄, 什么? 皇权魔宗, 皇权老魔苏秀? 公主太炎翘脸大变, 怎么会这样? 这陆一平, 竟然是皇权魔宗苏秀的子侄? 突然, 他想到了云国华, 他脸色变了, 云国华是因为陆一平才被禁足的, 太无极见公主太炎反应, 虽觉奇怪, 但是也没多想, 说道, 陆一平公子身份已经慢慢传开, 估计这回萧家, 郑家也知道了, 苏秀府邸, 陆一平站在院子凉亭之内, 手中拿着一把大刀, 刀有一仗之长, 刀身碧蓝将整个院子照应得一片闭塞, 这把刀正是当年万神之主的战刀, 万神之主陨落后, 他在诸神战场寻得, 当年他寻得这把战刀时, 战刀之上沾染着紫色的血, 主人, 萧家老祖在外面跪求, 他带了萧长风过来, 已经将萧长风金丹和丹田给碎了, 说全凭主人处置, 只求主人放过萧家, 张静进来对陆一平公声道, 让他走吧, 陆一平陌声道, 告诉他, 我不喜欢别人跪在府邸前, 还有, 这些日子若还有其他人求见, 一概不见, 不要进来打扰我, 张静公声音士退了出去, 待张静离去后, 陆一平将战刀收进了乾坤顶, 然后修炼起了长生诀, 他长生诀虽然修炼到了最后一层, 但是, 他总觉得四十九层似乎不是长生诀的尽头, 还有第五十层, 可是, 造化玉碟之内并没有第五十层的刑法, 接下来的日子, 陆一平待在院子内, 哪也不去, 修炼长生诀和参悟大报, 眨眼便到了月底, 明天便是北斗帝国庆典, 陆一平从院子出来, 发现宋宁实力提升了不少, 至于陆棚, 陆小语两人提升同样惊人, 陆棚已经是金丹七重, 而陆小语不仅成功踏入神通秘境, 还突破到了神通五重, 还不错, 提升了一小间, 陆一平对宋宁道, 宋宁在陆一平面前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笑道, 要是没有公子,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突破呢, 停顿了一下, 又道, 公子, 听说殷鬼宗少宗主, 明天也会参加北斗帝国庆典, 还有万家万红公子也来, 陆一平恩了一声, 黄泉魔宗和殷鬼宗虽然同为邪门宗派, 但是一向水火不容, 两宗关系并不是很好, 黄泉魔宗老祖苏秀还杀了不少殷鬼宗高手, 至于万家和苏秀的恩恩怨怨, 一天也说不完, 我让你们查的修罗门之事, 查得如何? 陆一平问道, 还无法肯定, 但是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宋宗宗赶紧回答道, 修罗门门主, 他们应该是被飞花门的太上长老所杀, 第三十章, 庆典开始了, 哦, 飞花门, 陆一平意外, 飞花门是百花帝国一个很强大的势力, 至少比雷阙建宗要强上许多许多, 而飞花门现任门主是百花女帝的妹妹, 百花女帝的妹妹自小败入飞花门, 后来被飞花门老祖说为弟子, 凭借自己努力, 一步步登上飞花门门主之位, 是的, 是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 宋宁说道, 至于他是不是奉了飞花门门主之令,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 我们查到, 这柯杰, 与暗魔宗老祖杨思远关系, 有些不清不楚, 暗魔宗, 杨思远, 陆一平沉吟, 就在陆一平问宋宁有关修罗门调查之事时, 帝都某座府邸内, 身穿白衫, 一尘不染, 皮肤比女人还水嫩的英鬼宗少宗主郝丹鞋 躺在一个身材丰满的侍女怀中, 然后吃着包好的灵果, 那个陆一平最近都没出府邸, 他优雅地问道, 其手下赶紧回答道, 没有, 自他去了天机商会之后, 回去便一直待在府邸, 谁也不见, 你们觉得, 那陆一平是什么实力, 郝丹不紧不慢地问道, 那名手下沉思道, 难说, 但是所有见过陆一平的, 都说他全身没有真元内力, 也没有神力, 属下猜测, 会不会是他用神器掩盖了自己的修为, 郝丹沉音道, 三千年前, 那个汤小白身穿虚无之衣, 掩盖了修为, 难道他得到了汤小白的虚无之衣? 听郝丹提起汤小白, 郝丹几名手下都是一脸惊然, 三千年前, 汤小白出世, 一正一邪, 身穿虚无之衣, 无人能看清其修为, 做事全凭喜好, 修为极高, 不知多少宗门高手死在其手中, 连十大超级势力都有弟子被杀, 后来, 汤小白被太乙门高手围杀, 死在了藏魂崖, 突然, 郝丹笑了起来, 说道, 你们说, 我要是在北斗帝国庆典之上, 杀了陆一平, 苏绣老魔会不会发狂? 杀了陆一平, 几名手下闻言, 迟迟道, 邵宗主, 这不太好吧, 陆一平有皇权老魔苏绣的令牌, 现在又住在苏绣府邸, 可见这陆一平急受苏绣重视, 不然, 不可能持有苏绣令牌, 我们要是杀了, 苏绣只怕会大怒, 好丹冷笑, 大怒又如何? 难道我们殷鬼宗还怕了他苏绣和皇权魔宗? 当年苏绣老魔杀我殷鬼宗数百弟子和高手, 我现在杀他一个子职, 只是收点利息吧, 这些年, 苏绣老魔一直躲在诸神战场修炼, 没人知道他藏身在哪, 我就是要让苏绣老魔大怒, 引他出来, 我要涂了这陆一平, 将他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 几名手下静若寒蝉, 没人敢接口, 苏绣老魔杀的殷鬼宗数百高手中, 有他们少宗主的一位至亲, 好了, 你们下去吧, 好丹说道, 待几名手下退下后, 他猛然抓过旁边那位侍女, 对着其脖子一口咬了下去, 惊恐惨叫响起, 几名手下听到身后声音都是后背发凉, 他们少宗主修炼血魔神功, 经常需要喝鲜热的人血, 而此时, 万家万红也都问着手下有关陆一平动静, 少主, 我们真要出手对付这陆一平, 听说他身边那四个护卫实力都很强, 是神灵静, 一位万家高手迟一道, 我们要不要先禀报家主大人, 万红副手而立, 虎背雄妖, 沉声道, 放心, 我心里有分寸, 况且, 就算我们不出手, 殷鬼宗好丹也不会放过他, 北斗地宫内, 明天便是帝国万年庆典, 但是北斗大帝周定天却是眉头紧锁, 陆一平身份泄露, 没想到竟然引动了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和万家少主万红这两人前来, 不仅如此, 帝都内最近几天, 邪门魔宗高手猛增, 帝都暗勇汹涌, 而上将陈元正贵附在大殿上, 额头满是汗水, 因为, 陆一平的身份就是从他口中泄露给云家云海天的, 陛下, 臣该死, 陈元见周定天半天没开口, 心中究竟, 更是扶了下去, 开口道, 周定天沉声道, 起来吧, 带陈元小心翼翼起来后, 道, 明天庆典, 再加强一倍兵力, 把守帝宫各大出入口, 还要加强一倍兵力, 陈元一正, 要知道, 现在不说帝都城内兵力, 但是帝宫的兵力就已经百万, 而且全部是帝国王牌精锐大军, 不过, 周定天命令, 他不敢质疑, 恭敬领命, 退了出去, 次日, 大洋出生, 整个北斗帝都热闹了起来, 人潮涌动, 一波又一波烟花在帝宫高空启响, 烟花灿烂盛开, 将整个帝都照应得一片五彩兵纷, 北斗帝都大街小巷, 喜庆之气洋溢, 公子, 庆典开始了, 陆鹏看着高空那灿烂的帝宫, 喜然, 对陆一平笑道, 无极皇朝是北斗帝国麾下皇朝, 所以, 陆鹏等人, 也勉强算得上是半个北斗帝国国民, 北斗帝国万年周庆, 他们心中也是高兴得很, 陆一平一笑, 站了起来, 走吧, 我们过去, 于是, 陆一平等人出了府邸, 驱车而行, 陆一平也让陆鹏, 陆小宇上了战车, 张静四人在前面, 宋宁和雷厉却见宗众高手, 则跟在后面, 是陆一平, 街头之上, 人头涌动, 挤得几乎水泻不通, 但是众人见到金牛战车, 巨兜主字, 让出一条大道来, 他就是陆一平, 不是传他, 长得轻面獠牙, 形如恶鬼吗? 听说他得到了汤小白的虚无之一, 掩盖了修为, 身上果然没有真缘内力, 人群中, 各种窃窃私欲声, 战车上, 陆一平眉头一皱, 轻面獠牙, 形如恶鬼, 虚无之一, 这是谁故意传呢? 龙脚金牛听着四周吵杂之声, 冷声一哼, 如神雷炸开, 顿时, 议论之人漠不脑海翁鸣, 万里寂静, 战车缓缓而行, 不一会, 地宫遥遥在望, 这时, 一辆白色战辆从另一条街道驶来, 正是殷鬼宗少宗主的战车。 第31章, 上去玩两招, 最终, 金牛战车和殷鬼宗少宗主战车在十字路口相遇,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的战车, 拉扯的是一头头生巨脚的白狮, 这是上古一种白龙狮, 与龙脚金牛一样, 身具龙族血脉, 不过, 这头白龙狮, 龙族血脉, 乃是来自巨龙一族, 当然, 他的龙族血脉, 与龙脚金牛相比, 就差多了, 两人战车停了下来,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盯着陆一平, 水嫩的脸上笑容一盏, 在下殷鬼宗少宗主好单, 你就是陆一平, 陆一平看了对方一眼, 但莫道, 有事,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一正, 继而笑了起来, 笑容迷人, 他抚摸了一下, 他那白赞水嫩的小手, 说道, 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苏绣的下落, 你知道苏绣的下落, 这时, 龙脚金牛咧嘴而笑, 小贝, 你想找苏绣, 那你可以到地府去找他,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闻言, 脸色猛的一沉, 一头牛, 也敢戏弄他, 走吧, 陆一平没再理会对方, 金牛战车继续前行,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看着陆一平的战车离去, 脸上阴沉如水, 眼中杀意, 一会后, 金牛战车来到了北斗地宫北门之前, 北斗地宫北门很大, 前来参加庆典的各方高手正取出邀请卡, 接受检查, 然后依序进入北斗地宫, 不过, 陆一平一行来到时, 北斗帝国上将成员赢了出来, 上将成员对陆一平抱拳笑道, 陆公子, 你们无需检查, 请随我从另一门进入, 然后, 陆一平一行跟随陈元进了北斗地宫, 陆一平看了北斗地宫几乎是三步一岗的重重大军, 淡然道, 你们地宫, 今天大军重重把守, 还怕有人作乱, 上将成员不好意思, 笑道, 近日帝都内邪门魔宗高手增多, 大帝也是以防万一, 随后, 陈元带着陆一平等人穿过重重行宫, 然后来到了北斗地宫主殿, 不过, 主殿, 只有北斗大帝亲自邀请之人和神灵进以上高手, 才有资格进去, 所以, 雷阙剑宗宋宁, 陆鹏等人, 和许多帝国, 皇朝的一流宗门高手, 被安排在了主殿下方的内殿, 至于其他的宗门家族高手, 则被安排在外面的广场, 陆一平带着张静, 赵文四人进了主殿, 陈元带着陆一平来到了其座位, 说陆一平有任何需要, 可以吩咐殿中侍女, 这才退了出去, 主殿之中, 在下烈火门贺朝荣, 当年受苏秀前辈指点, 才有今日之旧, 不知陆公子和苏秀前辈是什么关系, 对面一个秃头, 肥胖, 笑眯眯的老头, 对陆一平抱拳笑道, 很是客气, 烈火门, 亦是神武大陆超级宗门之一, 这贺朝荣, 乃是烈火门创派祖师, 真神初期高手, 别看着贺朝荣笑眯眯的, 但是性情残暴, 手段残忍的很, 陆一平看了对方一眼, 大殿中在座的其他几位高手也都意外, 贺朝荣呵呵一笑, 陆公子说笑了, 就在这时, 殷鬼宗少宗主郝丹也都被北斗帝国将领领了进来, 郝丹身后, 同样跟随着四位殷鬼宗高手, 进来后, 他看了陆一平一眼, 脸色如常, 然后坐到了自己座位上, 郝丹的座位, 正好是陆一平对面, 郝丹之后, 一位身穿地铠, 英姿飒爽的美女被人领了进来, 美女身后, 同样跟随着四位高手, 此女, 正是百花帝国之地, 百花女帝姬鱼, 撇去姬鱼的女帝身份, 这姬鱼也是罕见的美人, 所以, 当其进来后, 大殿安静了一下, 烈火门贺朝荣看着百花女帝, 眼中更是闪过一道邪义, 连殷鬼宗少宗主郝丹也都眼睛眯了眯, 在百花女帝之后, 进来的是万家少主万红和云海天两人, 两人是同来的, 云海天落后万红一步, 万家少主万红进殿后, 看了陆一平一眼, 不动声色坐到了自己座位上, 随后, 各方高手陆续到来, 没多久, 主殿座位便坐满, 最后, 身穿九龙地袍, 身材魁梧的周定天, 龙行虎步, 带领着北斗帝国一众高手走了进来, 进来后, 周定天来到主位上站定, 笑容满面地抱拳道, 北斗帝国万年庆典, 各位能前来向贺, 周定天不胜感激, 然后, 说了一大通客气话, 举杯向进大殿众人, 众人剧都举杯影下, 接下来, 是一系列万年庆典之词, 然后歌舞, 众人相谈甚欢, 一脸和气, 喜意融融, 九过三巡, 斜躺在座位上的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突然懒洋洋道, 这歌舞, 看得未免乏味, 周定天, 听闻你有一座风雷站台, 得自上古风雷神宗, 何不取出来, 让大家上去耍完一番, 添些乐趣吗? 众人剧都停了下来, 酒杯放下, 终于要来了, 风雷站台, 是一座上古神器级别的站台, 歌舞天神静以下高手, 在其中肆意交战, 切磋, 周定天一脸为难, 这, 怎么, 周定天, 你是怕我们觊觎你那风雷站台, 还是舍不得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 英鬼宗少宗主好单受了笑脸, 这时, 万家少主万红也开口道, 我也想见识见识风雷站台, 听闻在风雷站台之上大战, 可受风雷之力淬炼, 大有必义, 好吧, 周定天笑道, 既然好单少宗主和万红少主想看着风雷站台, 那我也不好再藏着掖着, 只得将风雷站台取了出来, 风雷站台从周定天手中飞出, 悬浮在大殿上空, 光芒涌动, 其中有风雷交加, 原本斜躺着的英鬼宗少宗主好单坐直了起来, 看着风雷站台之中交加的风雷, 笑道, 不愧是上古神器站台, 竟然酝养出了星辰之风和五行之雷, 因为你手下前些日子在北斗帝都两招轰杀了白骨门七十七位天人静和传奇静高手, 实力惊人, 要不, 你让你手下和我英鬼宗高手上去玩两招, 第32章, 那则玩两招, 两招才轰杀七十七位天人静和传奇静高手, 英鬼宗少宗主好单的话, 无疑透着浓烈的讥讽, 大殿所有人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百花女帝既于美目也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看了那英鬼宗少宗主好单一眼, 将自己酿制的冰宴酒取了出来, 倒了满满一杯, 酒香四溢盖过了大殿先前酒香, 众人闻到这酒香, 漠不神情大震, 陆一平慢条思理道, 玩两招, 英鬼宗少宗主好单目光从陆一平酒杯上收回, 冷笑道, 不错, 然后示意身后一名英鬼宗高手, 那名英鬼宗高手会议, 飞山起落到了风雷战台之上, 当那名英鬼宗高手降落风雷战台, 风雷战台中的风雷顿时大声, 自然响动不已, 那名英鬼宗高手目光落在张静身上, 就是你两招轰杀了白骨门七十七位天人静和传奇静高手, 张静看向陆一平, 陆一平道, 既然人家要玩两招, 那就玩两招, 是, 主人, 张静功声音势, 陆一平的意思, 他听出来了, 别一招杀死, 两招吗? 张静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风雷战台之上, 英鬼宗少宗主好单见张静上了风雷战台, 冷声一笑, 对那位英鬼宗高手笑道, 龙天全力一战, 别让陆公子和他手下失望, 是, 少卓, 那英鬼宗高手龙天笑道, 全身气势尽情释放而出, 哄, 在那英鬼宗高手龙天惊人的神力咆哮之下, 整个风雷战台竟然围之大阵, 感受到那位英鬼宗高手龙天身上惊人的气息, 大殿之内众人漠不脸色一变, 神灵镜后七颠锋, 万红身后一位万家高手吃惊, 神灵镜后七颠锋, 神灵镜的最高境界, 只差一步, 便是真神, 这位英鬼宗高手龙天, 正是神灵镜后七颠锋强者, 英鬼宗什么时候多了一尊如此高手, 云家一位老祖吃惊道, 云海天也是一脸惊然, 神灵镜后七颠锋, 这样的高手, 要是遇到机缘, 随时都可能突破到真神之景, 没想到, 英鬼宗少宗主郝丹, 这次竟然带了神灵镜后七颠锋高手前来, 百花女帝基于身后, 一位百花帝国神灵镜高手说道, 郝丹这次竟然带了神灵镜后七颠锋高手前来, 看来, 陆一平是凶多吉少了, 大殿之上, 各方高手温然, 烈火门一位高手对贺朝龙道, 师祖, 这陆一平怕是有危险, 我们等会要不要出手, 贺朝龙摇头, 就这陆一平势必得罪英鬼宗, 得不偿失, 苏秀当年是指点过我, 不过, 这点小恩小惠, 还不足以让我去得罪英鬼宗, 这陆一平死了就死了, 我们在旁看好戏就成, 就在这时, 英鬼宗高手龙天拔地而起, 来到了战台上空, 全身黑色气浪呼啸而出, 阿比魔掌, 只见一只巨大魔掌, 以遮天蔽日之势轰然而下, 这只魔掌, 隐隐有一万恶鬼哭笑, 散发着骇人的阴森之力, 仿佛来自阿比地狱, 阿比地狱, 号称最痛苦最黑暗的地狱, 进入阿比地狱, 永世不得轮回, 竟然是阿比魔掌, 万家少主万红等人吃惊, 十几万年前, 有一个阿比魔宗, 号称来自地狱, 所到之处, 腥风血雨, 横渊未免各大路漠不变色, 这阿比魔掌, 便是阿比魔宗振派绝学, 后来, 这阿比魔宗得罪了圣魔, 其宗主被圣魔斩杀, 那一战, 打得寒谷渊支离破碎, 连苦海都被斩断成了两半, 现在, 英鬼宗高手, 竟然施展出了阿比魔掌, 难道英鬼宗得到了阿比魔宗的宝藏? 好单见众人震惊, 脸上笑容灿烂, 他看向陆一平, 脸色冷然, 等解决了这陆一平身边全部护卫, 再解决这陆一平, 这陆一平, 他要留到最后, 慢慢玩才有意思, 张静看着遮天蔽日轰然而下的阿比魔掌, 突然, 全身气势大涨, 起身后, 黑暗光芒冲天起, 一只撑天巨像凝聚, 这只巨像, 四体如同天柱, 四体之下, 仿佛万间邪恶, 接近要将镇压, 看到, 这只撑天巨像, 所有人一正, 继而脸色骇然, 这是圣魔大人的天象神玉泉, 万家高手师圣, 百花女帝姬羽, 惊然起身, 连原本坐在宝座上的北斗大帝周定天, 也都豁然起身, 满脸无法置信, 动, 当张静一拳轰出时, 天象撼动天地, 仿佛狠狠轰击在了所有人心脏之上, 一个巨大拳印破空而出, 瞬间便将那阿比魔掌轰穿, 殷鬼宗高手龙天, 直接被天象拳印轰中, 整个人在高空狠狠一顿, 如同流星一般, 向高空冲起, 就在这时, 张静一跨步便来到了上空, 接着又是一拳轰出, 但是这次不再是天象, 当其一拳轰出时, 所有人都有种错觉, 仿佛时空在刹那间逆流, 只见张静拳头之间, 迸射出了一缕缕时空之光芒, 时光神拳, 北斗大帝周定天, 只觉心脏一哆嗦, 时光神拳, 是一尊同样无敌的存在的绝学, 这一尊无敌存在, 比圣魔更久远, 没人知道其真正姓名, 神史记载, 只知道其叫时光老魔, 时光神拳, 狠狠垂击在殷鬼宗高手龙天胸口, 顿时, 那殷鬼宗高手龙天胸口炸开, 身上神楷抱成无数碎片, 而其本人, 狠狠砸在了风雷站台之上, 风雷站台轰然巨响, 整个站台剧烈一晃, 力量并没有泄露出站台之外, 不然, 只怕整个大殿都要被心飞, 大殿死一般寂静, 张静从高空缓缓落下, 而殷鬼宗高手龙天胸口竟然被轰穿了, 只见其胸口四周, 正被时光的力量不断实施, 衰老, 干枯, 整个人也都以惊人的速度干瘪下去, 连头发都开始脱落, 变成了一个行将旧木的老头, 这正是时光神拳的时光力量的恐怖, 众人摸不到吸了一口凉气, 所有人看着张静, 脸色都变了, 这张静怎么会天向神玉拳, 难道陆一平的身后不是苏绣, 而是圣魔大人? 第33章来自幽明之狱, 可是时光老魔的时光神拳又是怎么回事? 众人难掩心中震撼, 连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和殷鬼宗其他几位高手也都难以平静, 无法平静, 这陆一平不是说是苏绣的子职吗? 他身边的手下竟然会天向神玉拳和时光神拳, 还是说这陆一平得到了天向神玉拳和时光神拳秘籍, 甚至可能得到了圣魔大人和时光老魔的洞府宝藏,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念头闪动, 也难怪好丹会如此想, 因为圣魔和时光老魔早就不在这一届, 若陆一平不是得到了圣魔和时光老魔的洞府宝藏, 那他手下怎么会天向神玉拳和时光神拳? 众人慢慢重新坐回座位, 难以平静, 只是哪怕是北斗大地周定天也难以平静, 和殷鬼宗少宗主好丹一样, 周定天还有不少人也都联想到陆一平是不是得到了圣魔和时光老魔的洞府宝藏, 烈火门一位高手对贺朝龙传言道, 师祖, 这陆一平会不会得到了圣魔和时光老魔的洞府宝藏? 贺朝龙双眼闪烁, 万家少主万红盯着张静, 想要将张静看透, 此时, 张静已经从风雷站台上回到陆一平身边, 刚才张静施展天向神玉拳和时光神拳时, 展露的境界同样是神灵静后期巅峰, 可是, 这张静真的只是神灵静后期巅峰吗? 万家少主万红回想, 刚才天向神玉拳和时光神拳之恐怖威力, 难以平静, 阿比魔宗的阿比魔掌在天向神玉拳面前, 竟然脆弱如丝, 众人都看着陆一平, 看着陆一平身后的张静, 感受到四周众人灼热的眼神, 陆一平脸色如常,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坐在那里, 却是脸色阴沉如水, 那位殷鬼宗高手龙天已经被人从站台上抬了下来,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看着龙天形如枯湿的惨状, 脸色更是难看, 他看着陆一平声音冷冽, 陆一平, 你手下和我殷鬼宗高手继续玩两招, 可敢, 所有人一正, 没料到殷鬼宗少宗主好丹竟然还敢继续玩下去, 要知道刚才玩了两招, 就完费了一个神灵静后期巅峰, 周定天, 万红, 百花女帝, 云海天等人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陆一平文言又自珍了一杯, 看了他好丹身后另外三名高手, 笑了, 好啊,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目光落在陆一平身后的赵文身上, 这次让他上台, 张静, 卫兵, 陈永元三人脸色怪异, 陆一平笑了, 对赵文道, 去吧, 上去玩两招,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文言脸皮抽搐了一下, 这时, 他站了起来, 对身后一位身材高大的高手恭声道, 霸天书, 还烦请你出手, 众人见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如此恭敬态度, 大吃一惊, 要知道, 刚才好丹让神灵静后期巅峰的龙天上台时, 都没有如此恭敬, 那身材高大的高手对贺丹只是点了点头, 拔空而起, 与赵文几乎同时落身到了风雷站台之上, 只见那位身材高大的殷鬼宗高手霸天落身风雷擂台之后, 冷冷地看了赵文一眼, 全身气势完全释放而出, 哄, 当这阴鬼宗高手霸天全身气势释放而出, 风雷站台风雷被其气势轰得滚荡开来, 只见一枚光灿灿的神格从其体内飞出, 这枚神格飞出, 真神神威横扫大殿, 甚至席卷帝宫, 继而是整个帝都,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惊人的神威, 帝宫内前来参加庆典, 在内殿还有广场的所有高手默不大惊, 真神高手, 是谁触怒了一尊真神高手, 是主殿发出来的, 主殿发生了什么大事? 内殿, 广场所有的帝国, 皇朝一流宗门甚至二流宗门高手顿时炸锅, 帝都城内许多潜伏近来的一些邪门魔宗高手同样大惊失色, 真神高手极少出手一般达到了真神境界, 不会轻易动手了, 所以世人很少看到真神境高手出手, 周定天也是脸色一变, 真神出气巅峰, 这霸天果然是一尊真神, 而且是一尊真神出气巅峰的高手, 殷鬼宗这次竟然派了一尊真神境高手, 随同殷鬼宗少宗主郝丹前来, 殷鬼宗这是要干什么? 万家少主万红, 百花女帝, 云海天同样吃惊, 连烈火门祖师贺朝荣也惊然, 他虽然也是真神境高手, 但是只是真神出气而已, 殷鬼宗少宗主郝丹看着陆一平, 眼中冷冽光芒闪烁, 这时, 殷鬼宗高手霸天猛然一爪向赵文一爪抓来, 游名之欲, 极寒之爪, 给我炼, 只见一只巨大魔爪破空而出, 这只巨大魔爪, 竟然冒着紫色寒气, 紫色寒气渗入空间, 只见空间都被冻结, 不管是主殿, 还是内殿, 还是广场, 还是帝都城内,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空间之中恐怖的寒气, 这股寒气, 仿佛要将天地都要冻结, 什么? 极寒之爪, 烈火门祖师贺朝荣大惊, 极寒之爪, 来自幽名之欲的无上绝学, 幽名之欲, 那可是横渊未免所有神灵的禁忌之地, 这殷鬼宗高手霸天, 难道来自幽名之欲? 殷鬼宗难道已经和幽名之欲勾搭上了? 北斗大帝周定天, 万家少主万红, 云海天, 大殿中所有高手, 眼中巨都透着浓烈的忌惮, 极寒之爪, 撕裂空间, 所过之处, 风雷战台的风雷, 全部被冻结, 陆一平却是脸色淡然, 看着轰然而至的极寒之爪, 这时, 擂台上一直没有动作的赵文抬起手来。 第三十四章, 还要不要再上去玩两招? 当赵文抬起手来瞬间, 众人仿佛看到空间停顿了一下, 突然, 重重神光从赵文手中迸射而出, 神光之芒如千万太阳爆炸开来, 光芒之强烈, 遮盖了大殿所有光芒, 哪怕是那极寒之爪紫色寒气之光在这神光面前, 也黯然失色, 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这神光光芒, 天地的源头仿佛就在这神光之中, 随即, 一道道神秘的符文从神光之中诞生, 这些符文仿佛来自新的纪元, 仿佛来自新的世界。 赵文猛然一拳轰出, 神光直射, 无数符文随着神光化成了一条历史长河, 向对方轰去。 这些符文有阴阳, 有生死, 有五行, 仿佛包含了天地间所有的力量。 哄, 当赵文神权全力与那极寒之爪碰撞在一起时, 只见极寒之爪顿时崩散, 原本被冻结的空间也都崩然裂开, 只见那重重紫色寒气, 如同碎裂开来的碎玻璃向四方暴射开去。 主殿, 内殿, 广场, 甚至帝都城内众人, 在这瞬间, 巨都听到了暴裂之声。 赵文全力不停, 狠狠轰轰在了那英鬼宗高手霸天身上。 自然乍响之声, 密集响起, 只见那英鬼宗高手霸天双眼圆瞪, 整个人向后一弯, 如同弹射出去的人瞎, 弹射了出去。 洞, 撞在风雷战台的禁制戒壁之上。 风雷战台禁制戒壁被撞得猛然晃动, 帝都城内所有人耳朵嗡鸣, 主殿之内所有人更是脑海乍响。 北斗大帝周定天下得赶紧加固了风雷战台禁制力量。 饶势如此, 惊人的力量也都从风雷战台之中传到了大殿, 镇的大殿空间形成了一道道波纹。 大殿恍然不已, 北斗帝国重高手下得赶紧催动了大殿大阵。 大殿这才稳住。 许久, 大殿终于停止了震动。 所有神光慢慢消散。 风雷战台的风雷也都停止了暴动。 众人看去, 只见真神竟初期巅峰的英鬼宗高手霸天躺在风雷战台上, 大口吐血, 披头散发, 全身都是裂痕, 整个胸口都被赵文轰的凹下去了。 所有人亥然, 只一拳。 英鬼宗高手霸天被一拳轰成这副模样。 这是真神后期, 北斗大帝周定天颤声。 真神后期? 当北斗大帝周定天的声音传进众人耳朵中, 众人心脏剧都抽了一下。 真神后期吗? 百花女帝基于精致。 刚才英鬼宗真神初期巅峰的高手霸天, 已是让人震惊。 而现在, 却是来了一尊真神后期。 关键是, 这尊真神后期, 还是陆一平的手下? 不, 确切地说, 是奴才。 这陆一平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 拥有一尊真神后期手下。 万家少主万红震惊中, 却是回想刚才赵文的神权, 那神权, 他总觉得熟悉, 但是又想不起在哪听说过。 或者, 他是在哪本神典上看过记载? 就在大殿一片死寂时, 赵文上前, 猛然一拳在轰出。 当赵文全力轰出时, 身上, 一股无敌之势, 君临天下, 冒着重重金色艳光的权力, 破空而出。 看到这惊艳俱全, 大殿上万家高手惊呼道, 惊艳神权。 惊艳神权? 乃是他们万家不传之命。 这赵文怎么会万家不传之命? 而且, 看那重重金艳, 以尽得万家惊艳神权之真传。 原本坐下去的万家少主万红再次起身, 双眼圆瞪, 满脸无法置信。 这惊艳神权, 连他们万家许多老祖都不会, 甚至连他都不会。 现在, 万家只有两个人会, 一个是他父亲, 还有一个是他爷爷万无敌, 即神武大陆之主。 在众人吃惊中, 惊艳神权一拳轰在了那殷鬼宗高手霸天身上。 轰, 只见那殷鬼宗高手霸天胸口被彻底轰穿。 惊艳神权中所带的狂暴的力量, 在疯狂摧毁着那殷鬼宗高手霸天的生计。 众人心中一颤, 虽然说真神高手有神格, 难以磨灭和死亡, 但是, 看这殷鬼宗高手霸天恐怖的伤势, 只怕是难以恢复了。 就算恢复, 也很难恢复到巅峰。 赵文回到了陆一平身后, 而那个霸天则被抬回到了殷鬼宗这边。 内殷, 各大帝国, 皇朝势力, 全部都在猜测主殿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百花帝国高手说道, 刚刚主殿传出消息, 说刚才的真神晋高手正是殷鬼宗的高手。 殷鬼宗的真神高手, 要和陆一平的手下在风雷战台大战。 什么? 殷鬼宗? 顿时, 内殷中帝国, 皇朝高手翁然。 我早就听说,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这次前来, 必杀陆一平。 没想到殷鬼宗竟然来了真神晋高手, 看来那陆一平必死。 众人议论, 雷阙见宗宋宁, 陆鹏等人脸色一变, 公子他不会有事吧? 陆鹏, 陆小宇两人担心道, 而不远处, 萧家老祖却是心中暗息。 无极皇朝老祖太无极, 只是摇头, 公主太严, 翘脸明显一松。 但是很快, 那位百花帝国高手迟迟道, 刚刚主殿消息传出, 殷鬼宗那位真神晋高手败了, 被轰得半死。 然后颤声道, 那位陆一平手下, 是真神后期高手。 内殿一众帝国, 皇朝高手闻言, 接近亥然, 原本骚动的内殿突然变得一片死寂。 公主太严美目满是惊骇, 和不敢相信。 就算是雷阙见宗宋宁, 亦是一脸难以置信, 真神后期。 而此时, 主殿内, 陆一平自争了一杯酒, 对殷鬼宗宗宗主好丹慢调思理道, 还要不要再上去玩两招? 主殿中高手, 脸皮抽搐。 第一次, 玩两招, 完费了一个神灵后期巅峰, 刚刚完两招, 完费了一个真神初期巅峰, 现在还玩吗? 所有人目光落在殷鬼宗宗宗主好丹身上。 第35章, 玩命, 敢? 还是不敢? 被主殿所有高手盯着, 殷鬼宗宗宗主好丹, 脸色阴沉如水。 他突然抬头, 看着一脸悠然的陆一平, 脸色有些争鸣。 我们两个, 亲自玩两手怎么样? 大殿众人意外, 殷鬼宗宗宗主竟然要亲自出手。 和陆一平, 大殿再次安静下来。 不过, 我们不上站台。 殷鬼宗宗宗主好丹又到, 陆一平放下酒杯, 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那你想怎么比? 殷鬼宗宗宗主好丹冷笑, 我们来比情。 比情? 众人错愕。 谁都没想到, 殷鬼宗宗宗主好丹竟然是要和陆一平比情。 众人不由自主地看向云家少主云海天。 云海天的剑道和情道造诣在神武大陆是出了名的。 比情? 陆一平淡然一笑, 怎么个比法? 殷鬼宗宗宗宗主好丹见陆一平笑容, 冷笑。 大殿之中, 不乏情道高手, 我们各弹一手, 让大殿众人评判, 谁的情道高, 谁胜? 说到这, 一顿, 缓缓道, 若你说了, 我要你的命。 若我说了, 我的命给你。 完命! 众人心中一惊, 少主! 殷鬼宗高手一听, 惊然道, 北斗大帝周定天也都眉头一皱, 劝道, 好丹少宗主, 书赢乃兵家常事, 没必要如此, 还望好丹少宗主三思。 无论是好丹, 还是陆一平, 死在北斗帝宫内, 对于他北斗帝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其他高手却是没人敢吱声。 显然, 谁都不想陷入好丹和陆一平之事。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没有理会北斗大帝周定天, 他盯着陆一平, 诱道, 不过, 只玩命未免无趣, 天象神玉拳和时光神拳的秘籍在你身上吧。 说到这, 他取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将空间戒指打开, 只见里面上品灵石堆积如山, 只怕有十亿, 灵药无数, 甚至有数诸十万年灵药。 而且, 还有许多神灵金丹, 四枚神格, 六条上品灵脉, 四件下品神器。 若你说了, 我说了, 我身上这些全部是你的。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 众人看到好丹空间戒指, 里面之物, 漠不喉咙一阵吞咽, 普通的真神连一件下品神器都没有, 但是现在, 好丹竟然有四件, 那些上品灵石, 灵药, 神丹, 神格, 灵脉, 也都无不让众人心头火热。 云海天这个云家少主, 见了空间戒指之物, 也是暗自吃惊, 云家是神武大陆四大家族, 他这云家少主也算得上是财大气粗, 但是与好丹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如何?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冷声问道, 陆一平摇了摇头, 就在众人以为陆一平要拒绝时, 陆一平道, 你的命不值钱, 天象神玉拳和时光神权秘籍, 我有, 不过, 你那些垃圾玩意, 你觉得能买得起天象神玉拳和时光神权秘籍真本? 陆一平看了殷鬼宗少宗主好丹空间之物, 淡然道,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一听, 顿时脸色一沉, 这陆一平说他殷鬼宗少宗主不值钱, 说他那些神器, 灵脉, 神单是垃圾, 这时, 陆一平取了两本秘籍出来, 两本秘籍不知是何种材料所造, 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这光辉竟然蕴含着玄之又玄的力量, 天象神玉拳, 时光神权, 看到两本秘籍上的古字体, 众人漠不失声, 原本怒然的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也都双眼炙热, 天象神玉拳, 时光神权密集, 果然在这陆一平身上, 这陆一平若得到圣魔和时光老魔的洞服宝藏, 看不上他那些下品神器, 灵脉和灵石也正常, 北斗大帝周定天, 万红, 云海天, 百花女帝, 烈火门祖师贺朝荣等人具都双眼闪烁,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对殷鬼宗其他几名高手道, 将你们身上的空间戒指拿出来, 殷鬼宗几名高手猜到好丹要干什么, 看了看陆一平桌面上的天象神玉拳和时光神权密集, 迟疑了一下, 将身上空间戒指全部拿出来, 少主, 还是算了, 此事, 我看还是回去请示宗主再定夺, 一位殷鬼宗高手再劝道, 若是好丹输了, 真的死在这里, 他们也免不了被重罚, 你觉得我会说,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冷眼看了那位殷鬼宗高手一眼, 然后将所有的空间戒指打开, 顿时, 灵气澎湃, 神光泛动, 加上这些, 如何?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对陆一平冷然道, 这几位殷鬼宗高手最低也是神灵镜, 那霸天是真神, 空间戒指所藏, 自然慎风, 不过, 陆一平摇头, 还不够, 欲气顿, 你们殷鬼宗那件阴阳炉, 在你身上吧? 阴阳炉? 众人一听, 神情一震, 阴阳炉, 乃殷鬼宗上品神器, 是炼制丹药的无上神炉, 用此炉炼丹, 丹药中自带阴阳二气, 品质大大提升,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脸色一变, 脸色殷勤变化, 继而一咬牙, 取出了一个炉子, 炉子呈两色, 熠熠光辉, 正是阴阳炉,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将阴阳炉放在桌面上, 冷逝着陆一平, 现在够了, 马马虎虎吧, 这阴阳炉虽然也是垃圾, 不过, 给我手下用, 还行, 陆一平淡然道, 众人差点将嘴里的酒水喷了出来, 这陆一平要是赢了, 要将这阴阳炉送给手下用,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脸色难看, 双眼盯着陆一平, 你先, 还是我先, 陆一平做了一个寝室,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也没再废话, 将一张琴取了出来, 琴有一米二三, 呈幽暗之色, 仿佛有魔性, 让人看了之后, 竟然难以一开双眼, 天魔情, 云海天一见此情, 大吃一惊, 叫道, 天魔情, 难道是六指情魔的天魔情, 众人一听, 都是哗然, 六指情魔, 乃横渊未免, 现在情到第一任, 现在,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拿出天魔情, 难道已经拜六指情魔为师, 第36章, 世上已无仙, 云海天看了陆一平也, 若殷鬼宗少宗主好丹拜六指情魔为师, 那么, 陆一平只怕是要输了, 六指情魔, 身为横渊未免情道第一人, 情道之高, 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境界, 乃是横渊未免所有习情之人, 无法攀登的高峰, 所有人都想拜六指情魔为师, 但是从来没听说有人能成功, 因为六指情魔择图要求实在太高了, 现在,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 竟然能被六指情魔说为弟子, 可见其情道天赋极高, 而且, 好丹能被六指情魔传以天魔情, 说明以尽得其真传, 以好担心的情道境界, 只怕能赢他的, 整个横渊未免也找不出几人, 他看了看陆一平桌面上的天象神域拳和时光神拳秘籍一眼, 眉头一皱, 天象神域拳和时光神拳怕是要落到殷鬼宗手里了, 殷鬼宗若得到天象神域拳和时光神拳, 其实力绝对要涨上一涨, 到时, 岂不是连太乙门都压制不了殷鬼宗, 北斗大帝周定天, 万家少主万红, 百花女帝, 烈火门贺朝荣等人看着天象神域拳和时光神拳秘籍都是眉头一皱, 阴鬼宗少宗主好丹将天魔琴放了下来, 抚摸着天魔琴一脸陶醉, 我得拜六指琴摩前辈为师, 休息百载, 与琴为伴, 与琴为友, 参悟琴之大道, 乃我之幸, 今日, 我便弹奏一首天魔曲, 给大家助一助雅兴, 天魔曲, 众人一听, 都是惊然, 天魔曲, 乃是六指琴摩的独门绝学, 也是横元未面自上古以来十大名曲之一, 阴鬼宗少宗主好丹说完, 整个人气势突然一变, 天地似乎安静了下来, 大殿气流仿佛也都停缓了下来, 好丹整个人坐在那里, 手放在琴上, 一动不动, 琴人合一, 云海天脸色凝重, 琴道有十个境界, 而琴人合一是第八个境界, 在上便是琴圣之境, 正, 阴鬼宗少宗主好丹动了, 手一扣琴弦, 顿时, 声如雷音落地, 众人心中之弦, 剧都跟着一阵, 紧接着, 一道道如雷般的琴音不断响起, 一道道音之波浪, 从主殿传出, 响彻整个地宫, 继而, 整个帝都之城, 结识着巨雷之声, 众人, 只觉脑海轰鸣, 仿佛置身雷之世界, 突然, 雷音消失, 众人看到, 一道道魔器, 在帝都城上空弥漫, 而且魔器越来越浓, 越来越烈, 这些魔器, 凝聚成了一尊尊天魔, 天魔乱舞,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双手越来越快, 刚开始, 众人还能看到其手势, 但是到了后面, 众人只能看得到一道道残疑, 而英鬼宗少宗主好丹身体四周, 魔器如海, 惊人的气息席卷开来, 神灵后期巅峰, 有人惊声道,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赫然是一尊神灵后期巅峰高手, 到最后,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身形完全被魔器包裹, 仿佛化身成了一尊天魔, 以身化魔, 魔鹰浑然天成, 人与秦和, 秦与阴和, 阴与天和, 云海天惊叹道, 这已经是超越了秦人合一的境界, 哪怕是还没达到秦圣之境, 也差不远了, 随后, 云海天看到, 大殿之中, 不少神灵境高手, 双眼魔光涌动, 显然受天魔取魔鹰影响, 已经入魔, 一旦入魔, 那么, 便受天魔秦所控, 受英鬼宗少宗主好丹所控, 云海天只觉一阵冷汗, 连神灵境都能控制, 要是现在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让这些神灵境出手, 那后果绝对是恐怖的, 北斗帝国周定天, 看着主殿那些入魔的神灵境, 心中更是纠紧, 片刻后, 突然, 秦英停止, 魔气溃散, 帝都成上空, 一尊尊天魔逐渐消散, 大殿中, 那些入魔的神灵境, 也都逐一恢复了明智, 北斗帝国周定天, 百花女帝, 万家众高手, 皆是心中一松, 看着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都是露出忌惮之色,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虽然不是真神, 但是无疑比许多真神高手都恐怖, 到你了,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停了下来, 冷然地看着陆一平, 稷儿冷笑, 你若是没有好情, 我这天魔情可借你一用, 陆一平看了对方一眼, 淡然道, 我即便无情, 也能赢你这种刚刚学会弹琴之人, 众人错愕,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一听, 气乐了, 大笑, 我刚刚学会弹琴, 好, 那我好丹倒要见识见识你的无上情道, 云海天也都眉头一皱, 觉得陆一平这话, 说得有些满了, 毕竟英鬼宗少宗主好丹的情道, 已经无限接近情圣, 除非陆一平已是情圣之境, 就在这时, 突然, 陆一平双手放到了他桌面上方, 众人见状, 不由错愕, 陆一平这是要干什么, 他桌面上方, 根本无情, 云海天却是双眼一瞪, 想到一个可能, 难道, 这时, 陆一平食指一动, 正, 秦英响起, 什么, 主殿之上, 所有人都是惊然起身, 无情, 但是, 却弹出秦英, 陆一平食指快了起来, 一道道秦英不断响起, 秦英如包山流水, 如树间清风, 如狂雷暴雨, 如仙人之泥南, 在这秦英之中, 众人仿佛感觉自己, 化身成了天地万物, 一道道音符, 从陆一平食指之中飞了出来, 没错, 就是音符, 如同食物一般, 飞了出来, 这些音符, 石化变成了一尊尊神兽, 石而变化成了一尊尊尚古天神, 石而变成了一道道雷电, 云海天双眼瞪道最大, 震惊, 激动叫道, 手中无情, 天地万物皆为其情因, 地实境, 情仙之境, 这是情仙之境, 自上古之后, 横渊未面再无情仙之道, 而现在, 情仙之境, 重现事件, 英鬼宗宗主好丹, 不敢相信地看着陆一平那弹动的食指, 近乎呆滞, 疯狂叫道, 不可能, 不可能是情仙之境, 事上已无限, 第三十七章, 万无敌, 见英鬼宗少宗主好丹疯狂样子, 众人一阵沉默, 你说了, 陆一平手一停, 淡然道, 你说了, 陆一平的声音在大殿上空回荡, 声音平淡, 但是, 听在英鬼宗少宗主好丹和众人耳中, 却是轰然响荡, 陆一平将天象神玉拳和时光神拳密集收起, 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剑, 赤焰剑, 烈火门一味老祖惊燃, 所有人目光落在那赤焰剑之上, 大殿再次死寂, 一种死亡的气息开始在大殿弥漫, 万家少主万红也都只觉喉咙干燥, 难道陆一平真要杀英鬼宗少宗主? 北斗大地周定天迟疑了一下, 艰难开口道, 陆公子, 你和郝丹少宗主以情助兴庆典, 乃是雅士, 独斗一事, 我看, 还是算了吧, 不过, 北斗大地周定天还没说完, 突然, 剑光一闪而起, 剑光, 火红, 当剑光消失时, 众人看去, 只见英鬼宗少宗主郝丹正捂着喉咙, 不敢相信地看着陆一平, 金色的血, 正源源不断从其喉咙之间涌出, 你, 英鬼宗少宗主郝丹首指指着陆一平, 继而, 他整个头, 从脖子上滚落到了大殿中央, 血, 不断喷咬用, 大殿, 竟是英鬼宗少宗主郝丹之血, 看着英鬼宗少宗主郝丹滚落的人头, 众人呆了, 哪怕是北斗大地周定天, 万家少主万红, 百花女帝等人也吓了一跳, 英鬼宗少宗主郝丹, 就这样死了, 没人看清陆一平是如何出见的, 而且, 刚才所有人并没有感应到神力波动, 少宗主, 英鬼宗霸天, 龙天几人亦不敢相信地看着好丹的尸体, 霸天, 龙天两人吞服了丹药, 伤势已恢复不少, 英鬼宗霸天, 龙天四人发呆地看着好丹尸体, 有种天塌之胆, 许久, 四人才从好丹尸体上收回眼神, 怒视着陆一平, 但是, 最终没人敢出手, 陆一平, 改日, 我们英鬼宗和幽名之狱高手会再来拜访你, 沉默片刻后, 那霸天开口道, 声音低沉, 双眼血红, 听到龙天再提幽名之狱, 大殿众人心中一颤, 英鬼宗, 果然是和幽名之狱走到了一起, 陆一平文言, 淡然道, 就算你们英鬼宗到时不来, 我也会去拜访英鬼宗和幽名之狱, 霸天四人将英鬼宗少宗主好丹尸体带上, 破空而起, 眨眼便消失在天际, 看着消失在天际的英鬼宗几人, 大殿一片寂静, 没人开口, 也没人敢率先打破这寂静, 大殿一片压抑, 陆一平双手一射, 将英鬼宗好丹几人的空间戒指, 还有那个阴阳炉射拿到面前, 然后全部人给了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四人, 连阴阳炉也都给了赵文, 众人见陆一平还真的将所有东西, 全部给张静四人, 连阴阳炉也不例外, 心情复杂, 随后, 惊魂未定的周定天, 让手下清理了大殿, 庆典继续, 而主殿陆一平和英鬼宗少宗主好丹比亲的消息, 也很快传到了内殿, 广场, 整个帝都城, 帝都城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安静下来, 虽然庆典仍然持续, 但是由于发生了英鬼宗少宗主好丹之事, 所以, 主殿众人聚都如坐针毡, 心神不安, 而先前和英鬼宗少宗主好丹一样, 对陆一平怀有杀意的一些高手, 坐在那里更是心惊胆战, 连万家少主万宏也都难以压下心中惊惧, 不过, 由于陆一平没离开, 所以大殿众人谁也不敢提出要离场, 最终, 好不容易熬到了庆典结束, 见庆典结束, 连北斗大帝周定天本人也明显松了一口大气, 陆一平一行离开时, 北斗大帝周定天本人亲自相送, 送到了帝宫大门之外, 看着金牛战车逐渐行远, 北斗大帝周定天脸色复杂, 他脑海中, 一直在回想英鬼宗少宗主好丹人头滚落那一瞬间, 回想陆一平那一抹见光, 直至金牛战车消失, 北斗大帝周定天才才深深一探, 现在, 英鬼宗少宗主好丹死了, 他能够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到时, 英鬼宗肯定会派高手前来, 甚至可能是大军前来, 想到英鬼宗大军前来, 他便头皮发麻, 这几百年, 横元卫面相对平静, 但是今天过后, 横元卫面只怕再无法平静, 而北斗帝国庆变之后, 原本打算在北斗帝都逗留些时日的高手, 几乎全部匆匆离开了北斗帝都, 一天之前, 原本还热闹非常的北斗帝都, 突然消冷了许多, 甚至连帝都原本的居民, 也都人人闭门, 离开帝都后, 万家少主万弘和万家一众高手, 在某座山峰停留片刻, 彭说, 你觉得, 那陆一平是什么境界? 万家少主万弘问旁边一位老者, 这次, 不仅因鬼宗少宗主好丹带了真神进高手前来, 他也带了, 就是身边这位老者万鹏, 老者万鹏是真神初期高手, 回想陆平那一件双眼惊异不定, 但是许久也没有开口, 因为他实在无法判断, 还有, 这个陆一平, 他是怎么会我们万家的惊艳神权? 万家少主万弘沉声道, 万家众高手一片沉默, 消息, 禀报给家主带了吗? 老者万鹏一脸凝重, 万家不传之密惊艳神权, 竟然被外人所学,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已经禀报父亲了, 估计父亲这会已经进了祖地, 禀报给爷爷, 万家少主万弘道, 此时, 万家祖地, 万家家主万成正恭敬地向万无敌, 禀报着这次北斗地宫之事, 这陆一平手下会惊艳神权, 万无敌听到禀报, 也是大吃一惊, 惊艳神权, 只有万家历代家主才能学, 不可能外传, 难道是万家某任家主, 将这惊艳神权外传了出去? 第三十八章, 什么来历? 这陆一平手下, 不仅会我们万家的惊艳神权, 而且其手下连圣魔前辈, 和时光老人前辈的绝学也会, 万成说道, 你是说, 他手下还会天象神玉拳, 和时光神权, 万无敌再次吃惊, 万成点头, 不仅会, 而且陆一平还有天象神玉拳, 和时光神权的秘籍真本, 他当着众人之面, 将天象神玉拳, 和时光神权秘籍真本拿了出来, 红而说, 那天象神玉拳, 和时光神权秘籍真本, 不知是何种材料所造, 连他也看不出来, 而且两本秘籍真本, 透着玄之又玄的力量, 万无敌听完, 脸色惊疑不已, 现在都说, 这陆一平, 是得到了圣魔前辈, 和时光老人前辈的洞服宝藏, 万成说道, 略一停顿, 陆一平, 会不会也是得到了我们万家某任家主的洞服宝藏, 万无敌双眼闪烁, 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祖爷爷, 万家, 第二任家主, 万宇智, 当年神秘失踪, 这事成了万家谜案, 万成点头, 万无敌沉思片刻, 说道, 你去见一下这陆一平, 请他来我们万家, 我要见一见他, 不管怎么样, 此事都必须弄明白, 若是可以, 那惊艳神权真本, 他们必须要回, 不能任由陆一平越传越广, 只是, 该怎么要回, 万无敌眉头一锁, 情先知尽吗, 万无敌自语, 而此时, 百花女帝积语, 和百花帝国众高手, 也都在讨论陆一平, 你们说, 这陆一平, 是什么来临, 百花女帝基于问道, 这陆一平, 有真神后期高手手下, 显然不可能是皇权魔宗苏秀的子侄, 百花帝国其中一位神灵镜高手陈英道, 欲言又止, 一脸畏惧, 会不会, 是来自那个地方, 然后指了指标空, 百花帝国众高手, 脸色大变, 你的意思是说, 他来自九天, 另一位神灵镜高手颤抖, 九天, 所有人都是静生, 哪怕百花女帝基于本人, 拿着茶杯的手, 也都无法平稳, 九天, 缓了许久, 百花女帝基于才吞吞道,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或许, 我们都猜测错了, 他并非来自九天, 众人点头, 各方势力议论时, 陆一平则在苏绣府邸内, 将鹰鬼宗少宗主好单那枚空间戒指中, 其中两枚神格取了出来, 这两枚神格, 都是上等神格, 一枚是真神后期, 一枚是真神中期, 陆一平将这两枚神格分别打入了卫兵, 陈永元两人灵魂之海, 然后用无上大道法则将两枚神格与两人灵魂之海相容, 至此, 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四人已经完全拥有真神神格, 是真正的真神强者, 那些上品灵脉, 你们都拿出来用, 平时淬炼肉身, 陆一平说道, 并努力修炼我传给你们的功法, 争取早日突破天神之境, 是, 主人, 张静, 赵文四人跪幅, 陆一平让四人起来, 手指神光涌动, 直接一道道天神法则, 从手指间不断凝聚, 随后, 陆一平手指一点, 这些天神法则, 分别打入了张静四人灵魂之海中, 烙印到了四人的神格之中, 这些天神法则, 乃是陆一平以前所悟之法则, 直接融入四人神格之中, 四人将能极快地提升到天神之境, 这时, 外面, 宋明的声音响起, 公子, 宋明有事求见, 进来吧, 然后来到陆一平面前, 大气不敢喘, 恭敬一场, 公子, 天机商会知道, 你明天要参加他们拍卖会, 孙力轩会长送来了高级贵宾卡, 孙力轩会长还说, 到时恭候公子大驾, 从帝宫回来, 宋明县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他很想偷描张静四人, 但是不敢, 想到真神这个字眼, 他便有种窒息之感, 当时在庆典宴会上, 得知陆一平斩下了 殷鬼宗少宗主好单的人头, 他和雷阙剑宗的高手, 哆嗦得不行, 陆一平接过天机商会的高级贵宾卡, 摇头道, 神格, 我一有, 明天拍卖会, 我就不去了, 他要参加这拍卖会, 就是要给卫兵, 陈永元两人弄神格, 现在两人神格都有了, 这拍卖会自然没必要去了, 宋明错愕, 他小心翼翼道, 听说明天拍卖会, 除了神格之外, 还有许多难得的宝贝, 拍卖会还会拍卖上古时期万神之主的令牌, 哦, 万神之主的令牌, 陆一平亚然, 是, 宋明恭敬道, 除了万神之主的令牌, 听说还有其他上古之物, 其他上古之物, 陆一平双眼闪烁, 可知是什么东西, 这个不知, 宋明说道, 孙力轩会长是这样说的, 陆一平扁头, 好, 我知道了, 然后取了一条上品灵脉出来, 封印住, 呈圆圈大小, 扔给宋明, 宋明看着眼前这条上品灵脉, 呆了, 吃吃到, 公子, 这, 也不是给你的, 是给雷雀剑宗的, 陆一平说道, 到时, 你拿回去, 让阳城小子布置在雷雀剑宗祖脉之上, 雷雀剑宗祖脉, 已有衰奸截之计, 有了这条灵脉, 可以支撑一些年了, 宋明激动贵符, 谢公子, 宋明替雷雀剑宗众弟子谢公子大恩, 陆一平看着贵符的宋明, 感慨道, 当年杨东那小家伙, 也如你这般说过, 自从知道, 杨东可能已经葬身九绝葬神大阵之中, 他总觉得亏欠雷雀剑宗, 当年, 他要是肯传授杨东阵法, 杨东哪怕是身陷九绝葬神大阵, 也必能逃得了, 想到九绝葬神大阵, 陆一平脸色沉了下来, 哪怕是寻遍万界, 他也要将此人翻出来, 宋明听陆一平称呼他们剑神杨东大人为小家伙, 心中震撼, 他虽然还不知陆一平身份, 但是从刚才这句话中, 可听出陆一平绝对是一尊比他们老祖宗杨东剑神还古老的存在, 第39章, 听说他的剑很快, 夜, 终将过去, 陆一平乘坐金角战车出了府邸, 往天机商会过来, 张静, 赵文四人随行, 金牛战车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 显得异常亮成, 本来, 街道旁, 一些过往的宗门高手正走得好好的, 突然看到金角战车, 吓得坐鸟受散, 前面街道上一片空空荡荡起来, 陆一平无语, 自己就这么可怕, 不一会, 战车便来到了天机商会, 只见天机商会大门前, 天机商会封会会长孙玉轩和天机商会高层, 早早便恭候在那里, 孙玉轩见战车到来, 神情大震, 颈步上前, 抱拳笑道, 陆公子在临天机商会, 天机商会缝闭生辉, 陆一平笑道, 孙会长客气了, 孙会长等久了吧, 孙玉轩一听, 有种受宠若惊之感, 连连摇手, 没有没有, 我们听闻陆公子过来, 也是当当出来, 陆一平一点头, 然后在孙玉轩引寝之下, 和张静四人进了天机商会, 孙玉轩笑道, 得知陆公子要来, 我早早便让人清理了一号贵宾室, 陆一平文言笑道, 听说天机商会的一号贵宾室, 从来不对外开放, 是留给你们总会长和天机少主的, 孙玉轩笑道, 陆公子要来我们分会参加拍卖会, 我禀报给了总会, 总会长亲自吩咐, 说将一号贵宾室清扫出来, 迎请陆公子, 陆一平笑笑, 也没再说什么, 于是, 在孙玉轩引寝之下, 陆一平几人进了一号贵宾室, 而此时, 二号贵宾室, 一个年轻人眉头一皱, 孙玉轩将一号贵宾室打开, 迎请了其他人进去, 是的, 少主, 就是那个陆一平, 其手下恭敬道, 哦, 陆一平, 年轻人摇了摇手中酒杯之酒, 酒香四溢, 笑道, 就是那个杀了好善的姓陆的小子, 语气随意, 似乎不将陆一平放在眼里, 其手下道, 就是那姓陆的小子, 年轻人嗡了一声, 突然道, 听说他的剑很快, 我倒想见识见识, 看是他的剑快, 还是我的剑快, 其手下笑道, 若论剑道, 这横渊未免, 年轻一辈, 又有谁能与少主你相比, 年轻人笑了笑, 而陆一平几人来到一号贵宾室后, 坐到了室内中央的沙发之上, 在上面舒适, 柔软, 有种淡淡的清香, 让人闻之心神清爽, 这是弥香兽之皮, 陆一平开口道, 孙玉轩当即笑道, 是, 陆公子好眼力, 这弥香兽便是许多宗门之主都不识的, 陆一平语气一转, 听宋宁说, 你们这次拍卖会要拍卖上古时期万神之主的令牌, 不知这令牌是他人委托拍卖, 还是你们天机商会寻得的, 孙玉轩迟疑了一下, 笑道, 不瞒陆公子, 这委托之人, 我们商会也不知道, 对方是戴着面具, 前来委托拍卖的, 哦, 陆一平不动声色, 一会后, 孙玉轩退出了房间, 让陆一平有什么需要, 可以吩咐门外的管事, 待孙玉轩退出后, 陆一平沉思, 当年他在诸神战场, 都没寻得万神之主的令牌, 对方是如何得到的, 难道是万神之主的后人, 若不是万神之主的后人, 那么, 就极可能是当年围杀万神之主的某人的后辈, 这时, 前来拍卖的各方高手, 也相继进场, 陆一平透过一号贵宾事前的玻璃, 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有些意外, 是他, 只见被天机商会管事引请进来的, 正是他先前在诸神战场遇到的药王殿的女子于心, 不过, 却不见老者和少, 于心到来, 也引起了现场不小骚动, 药王殿总殿虽然不在神武大陆, 但是, 药王殿在神武大陆的势力亦不弱, 药王殿其单道, 没有哪个宗门能出其左右, 甚至连万家, 北斗帝国有时都要去药王殿求丹, 陆公子, 龙家少主龙横峰在外面, 说要拜访你, 这时, 商会的管事进来对于陆一平道, 龙家与万家, 谭家, 陆家齐名, 不管龙家总府并不在神武大陆, 而是在天龙大陆, 不见, 陆一平淡然道, 商会管事一正, 不见, 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 功声英势, 然后退了出去, 门外, 身穿淡黄锦袍, 气宇宣昂的龙家少主龙横峰正手持御膳, 慢悠悠地扇着, 其身后跟随着两尊龙家高手, 这时, 房间门突然打开, 商会管事走了出来, 龙横峰笑问, 林管事, 那我现在进去, 商会管事却是知无道, 龙公子, 不好意思, 陆公子说不见, 不见, 龙横峰错, 你和他说了, 我是龙家少主, 说了, 商会管事说道, 龙横峰脸色难看, 昨天北斗地宫之事传开后, 他连夜兴冲冲赶过来, 没想到这陆玉平竟然连见他都不见, 这陆玉平, 好大的架子, 其身后, 一位龙家高手也是脸色一沉, 商会管事一时不知如何接口, 他也没想到, 陆玉平竟然连见都不见龙横峰, 另一位龙家高手对商会管事冷声道, 你进去告诉他, 我们少主想他谈一谈经验神权的事, 我们少主带了天龙之谷前来, 天龙之谷? 商会管事一呆, 龙横峰给了一把神品灵石给那商会管事, 说道, 你告诉陆玉平, 就说, 我们也不需要经验神权真本, 我们只需要观看一晚就行, 到时, 天龙之谷归他, 商会管事接过神品灵石, 迟疑了一下, 然后进去禀报陆玉平, 天龙之谷? 陆玉平看了那商会管事一眼, 不知为何, 商会管事被陆玉这一眼看得心里发毛, 没兴趣, 陆玉平淡然道, 等会拍卖期间, 没有我命令, 不要进来打扰我, 商会管事心中一紧, 赶紧殷士, 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退出去时, 发现自己后背都是冷汗。 第四十章, 万神之令, 龙家少主龙横峰见商会管事出来, 一脸蜥蜴, 问道, 如何? 商会管事摇头, 迟疑了一下, 说道, 陆公子说没兴趣, 龙家少主龙横峰脸色猛地沉了下来, 我们先回房间, 缓了一会, 他沉声道, 然后带着龙家两位高手回了四号贵宾房间, 回到四号贵宾房后, 龙家一名高手道, 少主, 要不要查一下陆一平来拍卖会想拍卖什么东西, 龙横峰摇头, 不用了, 这陆一平嚣张不了多久, 另一名龙家高手冷笑, 好单被杀, 殷鬼宗不可能放过他, 不过, 这陆一平身份是个谜, 现在有人说, 他可能来自九天, 所以, 殷鬼宗暂时还不会动手, 一旦确认他不是来自九天, 那么, 殷鬼宗便大军压境, 将他骨头一根根拆下来, 而且, 陆一平为什么会有苏秀令牌, 有人怀疑, 苏秀极可能已被陆一平所杀, 黄泉魔宗已经开始调查苏秀令牌之事, 要是黄泉魔宗确定苏秀已死, 那么, 黄泉魔宗也必会对其错骨扬灰, 随着众人陆续进入拍卖会, 没多久便被坐满, 拍卖开始, 主持拍卖的是天机商会的一位高级鉴定师, 也是一位神灵镜高手, 这些贵重之物拍卖, 拍卖会才会让神灵镜高手主持拍卖, 拍卖会拍卖的第一件东西, 是一把剑, 这把剑, 名为青红剑, 乃是青红天神的配剑, 主持拍卖的神灵镜高手陈瑞对大家笑道, 青红天神, 想必不少人都不陌生吧, 现场, 骚动起来, 青红天神? 何止是不陌生, 十万年前, 被誉为神武大陆剑道第一人, 众人没想到, 拍卖会拍卖的第一件物品, 竟然是青红剑, 这青红剑虽然是青红天神早期配剑, 但是, 也是一把难得的好剑, 当年青红天神经常用此剑习练剑法, 所以这把青红剑, 有青红天神独特的剑意, 剑道高手若拍卖回去, 经常感悟青红天神剑意, 剑道必然能一日千里, 主持人陈瑞笑道, 陆一平文言, 摇头一笑, 要是仅靠一把剑, 便能让剑道一日千里, 那世上, 全都是剑道高手了, 这主持人陈瑞不过是诱骗之词罢了, 不过, 这陈瑞诱骗之词还是蛮有效果的, 接下来的竞拍很激烈, 最后, 被白燕剑门门主以两亿上品零食拍卖了下来, 白燕剑门是神武大陆的超级宗门之一, 实力堪比百花帝国, 云家, 接下来, 第二件拍卖的是一本功法, 叫加龙经, 乃是火龙寺的无上功法之一, 横元未免, 佛门不守, 而火龙寺曾经是神武大陆最强盛的佛门势力之一, 不过, 在一万多年前就被灭了, 当年出手之人正是谭家, 火龙寺被灭后, 很多高手被生擒, 被谭家高手活生生炼制成了傀儡, 谭家有一尊超越了天机的傀儡, 就是用火龙寺最强大的一尊老祖炼制而成, 加龙经最后被药王殿的余心拍卖了下来, 陆一平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丫头会对佛门功法感兴趣, 紧接着拍卖第三件, 第四件, 第五件, 这次拍卖会拍卖的东西, 虽然东西都很不错, 但是, 陆一平也只是看着, 并没有竞拍, 一连拍卖了二十多件东西, 最后, 是拍卖会的四件压轴之物,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上古时期万神之主的令牌, 主持人陈瑞笑道, 这时, 天机商会高手拖着一个玉盘走了上来, 玉盘之上放着一枚巴掌大小的玄色令牌, 果然是万神之令, 陆一平看到令牌, 坐直了起来, 这枚万神之令当然不仅仅是一枚令牌, 令牌之内由万神之主炼制的上古阵法, 对敌之时可作公敌之用, 而且, 当年万神之主将自己洞府创建在一神秘之地, 无人知道, 但是有了这枚万神之令, 可敢因万神之主当年洞府所在, 当然, 要催动这枚万神之令, 至少得有万神之主当年实力才行, 以横渊未免现在众人实力, 根本无法催动这万神之令, 所以这枚万神之令, 对于现在横渊未免众人, 作用并不大, 这枚万神之令在上古之时可号令天下众神, 主持人陈瑞谢说道, 而他本身的材料更是用罕见的神物太须玄铁所铸造, 太须玄铁乃是天下间最坚硬的神铁, 堪比混沌之铁, 单是材料本身就价值连城, 而且万神之令由万神之主当年烙印的无上阵法, 阵法高手拍卖回去, 说不定可以从其中仓悟出无上大阵, 解说了三四分钟, 拍卖方式开始, 不过, 委托我们商会拍卖这万神之令的朋友说, 他只要神品灵食, 主持人陈瑞有些不好意思道, 所以等会拍卖万神之令的朋友只能用神品灵食, 现场众人一阵骚动, 本来有意要拍卖万神之令的高手也都眉头一皱, 神品灵食众人是有, 但是神品灵食稀缺自上古之后用一块少一块, 一般拍卖会交易, 没人舍得用神品灵食交易, 而且这位委托的朋友说了, 所有的神品灵食必须是完好无损的, 主持人陈瑞又道, 灵食交易, 时间久了, 难免会出现磨损情况, 要完好无损的, 就少了, 万神之令, 起拍价是一亿神品灵食, 主持人陈瑞又道, 一亿神品灵食, 众人默不到吸了一口凉气, 现场的白燕剑门门主一听, 摇头, 别说一亿神品灵食了, 便是一亿极品灵食, 他也都难以拿得出来, 一亿神品灵食, 龙家少主龙横峰眉头一锁, 本来, 他这次过来也是有意着万神之令的, 一亿神品灵食, 就在这时, 突然, 二号贵宾房间内, 那个年轻人慢悠悠道, 第41章, 乾坤之主, 两亿神品灵食, 声音不大, 但是, 却清晰传进了大殿所有人耳中, 所有人一呆, 默不看向了二号贵宾房, 什么, 两亿, 连龙家少主龙横峰也大吃一惊, 素查一下二号贵宾房里的是谁, 他对身后两名龙家高手道, 两人英试, 大殿众人一片响动, 一号贵宾房内, 陆一平看了二号贵宾房一眼, 远古真龙血脉, 此时, 二号贵宾房内, 那位年轻人喝着商会提供的好酒, 淡然笑道, 两亿神品灵食而已, 就将这群香巴佬给镇住了, 他身后那名手下笑道, 两亿神品灵食对少主你来说是毛毛语, 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是杂锅卖铁都凑不上的, 年轻人一笑, 万神之令对我虽然没什么作用, 但是买回去倒是可以挂着欣赏, 花两亿神品灵食买着万神之令, 就是为了挂着欣赏,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 十亿神品灵食, 声音一出, 原本为两亿神品灵食而哗然的大殿突然安静了下来, 漠不看向一号贵宾房, 刚才开口的正是陆一平, 二号贵宾房间内, 那位年轻人一阵咳嗽, 被嘴里的酒呛爆, 龙横峰同样吃惊, 二号贵宾房间内, 那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淡然笑容, 声音低沉, 十亿神品灵食, 都说这信陆的得到了圣魔和时光老人的洞府宝藏, 看来是真的了, 他看向了一号贵宾房, 双眼冷裂, 突然全身光芒涌动, 一道道剑芒暴射而出, 这些剑芒化成了一条条神龙, 意念之剑, 天龙之剑, 这些剑龙快到了恐怖的程度, 直接穿透过了两个房间之间的静置, 猛然向陆一平轰杀过来, 而且这些剑龙完全没有引起空间波动, 在外面的众人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剑龙的力量, 陆一平看着轰然而至的千条万条剑龙, 冷哼了一声, 一股毁天灭地的无形力量诞生, 顿时千条万条剑龙瞬间崩散, 而二号贵宾房间内, 那年轻人受天龙之剑力量反噬, 只觉心神仿佛被混沌锯锤轰重, 喉咙一热, 喷出了一口金色大血, 接着, 再喷, 一连喷了三口大血, 少主, 其手下大惊失色, 年轻人看向一号贵宾房间, 同样骇然, 本来, 刚才他怒然而起, 本想以意念之鉴, 将这陆一平轰沙抹除掉, 没想到, 这陆一平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陆一平淡然道, 刚才要不是看在你家老祖宗份上, 你是个死人了, 若再有下次, 便是你家老祖宗清零, 也护不了你, 年轻人敖毙文言, 更是惊骇, 你认识我天龙神国老祖宗, 陆一平没有再开口,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认识我天龙神国老祖宗, 年轻人敖毙惊仅不定, 他们家老祖宗已经多年没离开神国了, 就连他爷爷也很多年没见到他们老祖宗了, 他们老祖宗一直在太古龙墓前修, 甚至连他爷爷都不敢肯定, 他们家老祖宗是否还活着, 你是谁, 敖毙忍不住金仪, 问道, 我是谁, 你可以回去问你家老祖宗, 陆一平淡然道, 敖毙更是金仪,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陆一平是不是在装神弄鬼, 但是看陆一平样子又不像, 房间之内的事, 外面之人并不知道, 最终, 万神之令被陆一平拍得, 交付神品零食的时候, 陆一平手指一弹, 神品零食直接穿过了房间的玻璃, 然后落到了拍卖台上, 神品零食是一大块, 每一块如山一般大小, 可以切割成一亿块神品零食, 一共十块, 不过, 这十块如山一般大小的神品零食, 被陆一平封印成了拳头大小, 看着那十块如山一般大小的完整神品零食, 众人呆了, 神品零食, 把雁剑门门主喉咙如动倒, 零食一级天然形成, 还没进行切割和加工之时, 所以零食之内的灵力保存更加完好, 像这么一大块的神品零食, 视之罕见, 其价值远远超过十亿, 支持了零食之后, 商会将那枚万神之令送到了陆一平面前, 陆一平拿着那枚万神之令, 神食渗透万神之令, 没有丝毫阻碍地进入了万神之令大阵的阵眼, 一会后, 他收回了神食, 如他所料, 万神之令内的大阵, 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催动了, 随后拍卖的是一块石头, 石头有一人之高, 表面坑坑洼洼, 这块石头, 同样出自上古时期, 经过无数岁月吞噬天地灵气, 石内已淡有玉精, 而且这玉精已经达到了真神级别, 主持人陈瑞说道, 现场众人吃惊, 真神级别的玉精, 也就是说, 这玉精一旦郁郁出来, 那就是真神强者, 不过, 对于这块石头, 陆一平兴趣缺缺, 这块石头, 最终被龙家少主龙横峰拍卖了下来, 拍卖会第三件压轴之物, 是一株已经二十万年的灵药, 十万年灵药虽然稀罕, 但是偶尔可见, 但是二十万年就难以见到了, 最后, 这株二十万年灵药, 被药王殿于心拍卖了下来, 接下来, 要拍卖的是最后一件压轴之物, 主持人陈瑞笑道, 当拍卖会将一块七彩之玉拿出来时, 陆一平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眼中杀意, 这是传世之玉, 有人震惊道, 没错, 这便是传世之玉, 主持人陈瑞笑道, 当年乾坤之主的传世之玉, 这传世之玉, 当年其实是陆一平给乾坤之主的, 后来乾坤之主炼制成了本命神器, 本命神器对本人的重要不言而喻, 乾坤之主是不可能将本命神器拿出来拍卖的, 除非乾坤之主已经被人杀死, 本命神器才会被拿出来拍卖。 第四十二章, 什么时候想去再去? 传世之玉, 乃是防御性神器, 而且是灵魂防御性神器, 是之罕见, 并且, 这传世之玉记载着一篇传世神功, 参悟修炼, 以后甚至有望超越乾坤之主。 主持人陈瑞笑道, 不过, 委托之人交代, 这传世之玉交易同样是只收取神品零食, 就在主持人陈瑞要滔滔不绝介绍这传世之玉一番时, 突然, 陆一平伸手一射, 便见拍卖台那枚传世之玉飞进了一号贵宾房, 所有人一呃, 陆一平这是要干什么? 陆公子, 这不合规矩吧? 主持人陈瑞笑容一僵, 开口道, 陆一平冷漠的声音响起, 这传世之玉是谁委托你们商会拍卖的? 声音平静, 但是所有人都感受得出陆一平强烈的杀意。 主持人陈瑞脸色一沉, 说道, 陆公子, 你这是要破坏我们商会的规矩, 你虽然是我们商会的贵客, 但是, 若破坏我们商会规矩, 那我们只能? 如何? 陆一平陌生打断道, 主持人陈瑞一叶, 很快便见天机商会分会会长孙玉轩满头大汗过来。 陆公子, 孙玉轩推开房间便要开口, 但是陆一平身上突然生出一股恐怖道让他心计的吞噬之力, 直接将他吸到了陆一平面前。 孙玉轩骇然他乃是真神初期高手, 在这恐怖力量面前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他京剧抬头, 便见陆一平眼中雷光闪动, 接着他便失去了意识。 一会后, 陆一平放开孙玉轩, 刚才他搜了一下孙玉轩记忆, 从对方记忆得知, 委托拍卖传世之狱的人和委托拍卖万神之令的人是同一个人, 对方戴着鬼头面具。 同一个人吗? 万神之令? 现在是传世之狱? 孙玉轩很快恢复意识, 看着满脸杀意的陆一平, 心中惊惧, 惊疑不定, 陆公子, 咦? 他想不出为何在这传世之狱出现之后, 陆一平会突然有如此浓烈杀意? 难道和乾坤之主有关? 可是, 乾坤之主乃是二十多万年前的人物, 已经相隔了八个时代, 陆一平怎么可能和八个时代之前的乾坤之主扯上关系? 就在孙玉轩进一步一时, 陆一平对拍卖会众人道, 传世之狱, 我出十亿, 可还有人出更高价格? 现场各方高手面面相觑, 但是没有出声。 陆一平手指一弹, 石块如山一般大小的神品原石穿过房间玻璃, 落到了拍卖台上, 然后和张静几人离开了天机商会。 坐在战车上, 陆一平握紧手中传世之狱, 身上杀意不减反增, 而龙角金牛看着传世之狱也都双眼满是煞气。 回到府底, 陆一平突然对虚空一射, 轮回之眼, 给我现。 虚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中间是一只仿佛汇聚了天地所有生灵生于死的眼睛。 陆一平手一探, 直接深入了虚空漩涡之内在探寻着什么。 许久, 陆一平才停了下来, 轮回漩涡和轮回之眼消失, 陆一平眼中杀意更胜。 一夜过去, 陆一平在凉亭站了一夜。 主人, 外面万家家主万诚说要见你。 张静进来, 小心着道。 陆一平注意到了张静的用词, 不是求见, 而是要见, 带他进来。 陆一平声音平静。 府底之外, 万家家主万诚等了一会, 见只有张静出来, 我家主人说可以见你。 你随我来。 张静出来后, 说道。 万家家主万诚一听, 心中更是不快。 不过, 他还是将心中不快压了下来, 跟着张静进了府底。 来到院子, 他看到了陆一平。 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只有二十余岁的蓝山年轻人, 他心中惊疑不已。 陆一平看了万家家主万诚一眼, 说道。 你要见我, 何事? 何事? 万家家主万诚见陆一平, 连客套话都没说, 直接问自己何事, 刚刚压下的不快, 吃得生疼起来。 怎么说, 他也是万家家主, 他父亲乃神武大陆之主, 整个神武大陆都是他万家的。 陆一平竟然对他如此态度。 陆一平, 你怎么会有万家经验神权? 是不是我万家经验神权秘籍真本在你身上? 万家家主万诚沉声问道, 你是不是得到了我祖爷爷万语之的功法传承? 万语之? 陆一平脸色淡漠, 经验神权秘籍真本的确在我身上。 说到这, 一顿道。 不过, 谁说经验神权是你们万家的? 万家家主万诚一听陆一平说, 经验神权不是他们万家的, 更是气乐了。 整个横渊未免都知道, 经验神权乃是他们万家的不传之秘。 他眼中有火, 盯着陆一平, 这么说, 你根本不打算将经验神权秘籍真本归还我们万家。 归还? 陆一平笑了, 我为何要归还? 万家家主万诚怒然, 不过, 他看了看陆一平身后的张静四人时, 还是压下了心中怒意, 说道, 我父亲说请你去一趟我们万家, 他想见你。 陆一平问了一声, 我知道了, 然后道, 你可以回去了。 万家家主万诚一正, 陆一平这是什么意思? 等我什么时候想过去万家了, 我会过去万家的。 陆一平又道, 万家家主万诚一听, 脸色难看, 他父亲万无敌, 是神武大陆之主, 他父亲的话便是无上神旨, 神武大陆还从来没有谁敢违抗, 哪怕是北斗帝国大帝周定天, 他父亲想见周定天不管是有何事, 也要立即赶往万家叩见。 现在, 这陆一平竟然说什么时候想去再去, 意思是去不去, 还得看他心情才行。 第四十三章, 可能是一尊天神, 陆一平, 你别太过分, 万家家主万诚再无法吞咽心中火气, 对陆一平喝倒, 就算是来自九天的神子, 也不敢在我父亲殿前放肆, 你以为你是谁? 竟然想什么去我万家再去, 我万家启示你什么时候想去便能去呢? 万家家主万诚越说越奋火, 他父亲万无敌, 横压一个时代, 神武大陆第一高手, 横渊未面十大高手, 排名第四。 哪怕是太乙门祖师, 横渊未面第一人疆域, 也不敢如此怠慢他父亲。 就在万家家主万诚化落, 突然, 他便看到,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陆一平身上迸射而出, 而高空之上, 毫无征兆的雷鸣闪电, 风云变色, 毁灭力量笼罩了无尽时空, 仿佛要漠视一般。 他大惊失色。 滚, 陆一平声如炸雷, 动, 无尽时空都颤抖, 而万家家主万诚本人更是如受灭视一击, 倒飞出去, 砸落到了府邸之外, 七窍全是血, 连双眼都是。 守在外面的万家高手, 突然看到他们家主万诚七窍流血地飞了出来, 都是大惊。 家主, 万家高手一阵惊慌, 万家家主万诚却是不顾身上血迹, 一脸恐惧地看着府邸陆一平所在的院子方向。 好大的狗胆, 那陆一平和他手下竟然敢对你出手。 万家一位老祖怒然, 便要冲进去。 万家家主万诚竟然拉住那位万家老祖, 气急败坏, 住手。 万家重高手看向万家家主万诚, 万诚之恩道, 是我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众人看着七窍流血的万家家主万诚。 我们先回去。 万家家主万诚说道, 当即也顾不得吞服丹药, 也没多做解释, 转身离开。 万家重高手看着离去的万家家主万诚, 不由恶然相识。 这时, 刚刚高空毫无征兆的雷鸣闪电, 消失无踪, 风和日丽。 待万家家主万诚离开后, 陆一平便回了房间, 修炼起了长生诀。 而万家家主万诚回到万家后, 来祖地面见万无敌, 自自恩恩道, 父亲, 陆一平说, 他以后什么时候想来万家了, 再来万家。 万无敌意外, 双眼一冷, 经验神权密集真本的确在他身上, 只是, 只是, 万家家主万诚之恩, 只是, 他说双眼神权不是我们万家的。 万家家主万诚低头, 声音很低, 而且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归还这秘籍, 真本给我们万家。 突然, 一股无敌之气息, 从万无敌身上暴射而出, 受万无敌之无敌气息席卷, 万家祖地轰然一阵。 万家家主万诚也都惊然后退不已, 震惊道, 父亲, 你突破了, 万无敌点头。 万家家主万诚惊喜, 但是他想到当时陆一平那恐怖气势, 一脸心有余悸, 迟疑了一下, 说道, 父亲, 那个陆一平很强, 实力应该是一尊天神, 只怕不弱于父亲你。 万无敌错愕, 天神? 你是说, 那陆一平可能是一尊天神镜刀手? 他不敢相信, 万家家主万诚回忆了当时情景, 说道, 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将当时的情景详细说给了万无敌, 万无敌听完眼中惊疑, 陈寅道, 没想到, 这陆一平竟然有如此实力, 但是随即, 他自信道, 不过, 天神镜高手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即便他是天神, 我也有把握镇压住他, 等他到十来我万家祖地, 再借助祖地祖元之力, 我镇压他, 一如反掌。 数日过去, 这一日有消息传出, 黄泉魔宗已经确认, 黄泉魔宗老祖苏秀已死, 消息一出, 一旦激起千重浪, 既然黄泉魔宗老祖苏秀已死, 现在陆一平却持有苏秀的令牌, 龙家少主龙横峰听到消息, 冷笑, 现在既然已经证实苏秀已死, 那么, 黄泉魔宗很快便会有大动作了, 其身边龙家高手笑道, 殷鬼宗高手已经在查他是否来自九天, 相信很快便有消息, 听说暗魔宗已经查实, 太上长老建摩西来是他杀的, 暗魔宗只怕也不会善罢甘休, 黄泉魔宗, 殷鬼宗, 再加上一个暗魔宗, 就算是太乙们都要夺退, 不过, 我们得在黄泉魔宗, 殷鬼宗和暗魔宗动手之前, 想办法弄到他身上的经验神权真本才行, 龙家少主龙横峰双眼深邃, 龙家何万家是死敌, 若是能弄到经验神权真本, 对龙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苏秀府邸内, 陆一平眉头一皱, 没想到几天了, 委托天机商会拍卖万神之令和传世之遇的那位面具人, 仍然没有出现, 对方并没有来天机商会去拍卖所得的神品原石, 那神品原石有他的神石烙印, 只要对方一取走, 他就会知道, 不过, 对方要是一直没有出现, 他总不能一直在这等下去, 陆一平对龙脚金牛道, 准备一下, 明天我们过去百花帝国, 也是时候去飞花门解决修罗门之事了, 顺便去黑海山看看, 黑海山是修罗门就指, 至于那面具人, 只要来取了神品原石, 就逃不了, 听陆一平说要去百花帝国, 龙脚金牛咧嘴笑道, 主人, 那我们到时从天牛山经过, 陆一平美好气道, 你想得到美, 他当然清楚龙脚金牛的花花肠子, 天牛山乃是牛族的圣地, 作为牛族的圣地, 牛族美女自然是很多, 讨历到要去回去修罗门就指, 所以陆一平将鹿鹏, 陆小雨也带上, 至于宋宁和雷阙建宗众人, 北斗帝都逝了, 则回了雷阙建宗, 而北斗帝宫内, 北斗大帝周定天得知, 陆一平终于离开了北斗帝都, 松了一口大气, 这些日子, 他是过得提心吊胆, 生怕黄泉魔宗, 殷鬼宗大军压境, 要是黄泉魔宗和殷鬼宗大军真的压境, 那他这个北斗大帝都要卷铺盖走人了, 离开北斗帝都后, 陆一平一行一路不停, 出了北斗帝国, 往百花帝国过来, 数日后, 陆一平一行来到了一片荒地, 只见前面残破寺庙连绵不绝, 第44章 火龙寺 残破寺庙爬满杂草, 青台, 上空, 偶尔可见黑鸭似叫, 此时, 天色暗了下来, 阴七七地透着寒森之感, 这便是火龙寺旧址, 陆鹏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破败寺庙, 感慨道, 当年火龙寺, 香火何等鼎盛, 听闻最鼎盛的时候, 一天敬香之人从山顶排到山脚, 队伍有失连绵数百里呢, 可惜, 后来被谭家所灭后, 这个佛门大寺便变成了一片鬼地, 陆一平点头, 战车缓缓前行, 寺庙废墟深处, 一路上, 到处可见数人才能合报地断裂石柱, 和一尊尊导陈在地上的佛像, 石柱之上, 满了各种经文, 图文, 而佛像, 形态万千, 痕迹斑驳, 不少都已经腐化了, 距离火龙寺破灭, 已经一万多年, 寺庙许多建筑, 也都已经化成散碎砂石, 公子, 再过去, 就是当年火龙寺的佛窟了, 是当年火龙寺藏宝所在, 不过, 当年火龙寺被谭家灭掉后, 里面佛宝被谭家一鹰搬进, 陆鹏说道, 现在火龙寺佛窟已经成了谭家炼制傀儡的地方, 那里已经被谭家化成禁地, 无人敢靠近, 哪怕是靠近百里也不行, 有的高手靠近都被谭家的人擒拿了, 炼制成傀儡了, 就在陆鹏解说时, 陆一平突然道, 谭家占据这里是在找火龙佛经吧, 当年, 谭家灭掉火龙寺, 搜刮了火龙寺无数佛经, 功法, 绝学, 但是, 一直找不到火龙寺的第一经书火龙佛经, 关于这火龙佛经, 有着诸多说法, 有的说, 这火龙佛经, 乃是佛界某罗汉传留下的佛法功法, 修炼大成之后, 拥有龙佛之力, 并可将肉身塑造成不灭精身, 有的说, 这火龙佛经, 乃是上古一位古佛所创, 修炼之后, 可让寿元大增, 突破十万年之限, 而且, 这火龙佛经本身便具有佛力, 戴上身上, 可推万般邪魔, 可镇压一切鬼怪, 死尸, 所以, 这也是谭家为何仍然苦寻这火龙佛经的原因, 听陆一平提起火龙佛经, 陆鹏笑道, 这火龙佛经怕是不在火龙寺吧, 不然, 这么多年了, 谭家不可能找不到, 这么多年, 谭家将火龙寺脚脚落落都掀了, 只怕不下十遍了, 但是仍不见火龙佛经踪影, 陆一平双眼深邃, 看向火龙寺深处某处, 道, 这可不一定, 陆鹏一正, 说道, 公子, 前面十里, 就是谭家的禁地区域了, 那里经常有谭家高手巡视, 前些年, 我们修罗门就有几位太上长老经过, 就被谭家高手擒拿了, 至于那几位修罗门太上长老的下场, 不言而喻, 就在这时, 不然, 身后有破空声响传来, 只见一大群黑衣人破空而来, 速度极快, 眨眼便来到了众人身后, 这些黑衣人剧都蒙着面, 不过, 看气着装, 不是谭家的人, 这群黑衣人, 也都看到了陆一平一行, 为首黑衣人, 目光在陆一平身上停顿了一下, 当然, 要不要将他们给, 其手下上前, 说道, 一级顺便将陆一平一行解决掉, 毕竟他们今晚的行动, 不宜被他人看到, 为首黑衣人迟疑了一下, 最终摇头,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正是要紧, 然后率领众人破空离去, 眨眼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龙角金牛看着离去的黑衣人, 黑黑一笑, 舔了舔, 说道, 这群黑八子, 我还以为他们刚才要动手呢, 不过, 看他们方向, 应该是去火龙四佛窟, 陆一平让龙角金牛跟了上去, 刚过去没多远, 便听到了一声轰然巨响, 接着便是惊人力量波动, 看样子, 是动起手来了, 带陆一平几人来到时, 只见前方大殿, 接近被烘成了一片粉末, 远处地面上, 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尸体, 是谭家高手, 陆鹏一见那十几具尸体, 吃惊到, 显然是那群黑衣人干的, 在横渊卫面, 众人是谭谭家色变, 竟然还有人敢来杀谭家弟子, 而且这个据点, 是谭家比较重要的一个据点, 不过, 谭家灭沙门派不守, 仇敌自然不守, 陆一平一行往前面来, 一路都是谭家高手尸体, 来的那群黑衣人, 实力很强, 当陆一平几人来到了火龙寺佛窟深处, 只见前方空地上, 那群黑衣人正在和一群谭家高手交手, 这群谭家高手实力不弱, 而且各个身边都有一尊实力强大的傀儡, 那群黑衣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那群黑衣人和谭家高手, 见陆一平等人到来, 都是意外, 黑衣人首领眉头一皱, 今晚之事, 他们自然是不希望他人看到, 就在这时, 突然, 一名谭家高手带着一尊傀儡猛然向陆一平一行攻击过来, 不过, 这名谭家高手和其傀儡刚攻击到陆一平面前时, 突然将停了下来, 接着, 如同散沙一般, 不断碎散开来, 随风而散, 看到这诡异一幕, 黑衣人都是吓了一大跳, 那名谭家高手可是一尊大帝一重高手, 一尊大帝一重强者, 就这样诡异地散成了碎沙, 谭家高手一见, 也是吃惊, 不过, 陆一平一行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继续往火龙寺佛窟深处过去, 往火龙寺佛窟深处而行时, 不断遇到谭家高手攻击, 不过有张静四人开路,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也没出手, 一路无阻, 最后, 来到了佛窟最深处空间, 佛窟最深处是一座巨大的佛城, 佛像随处可见, 这里的建筑保存完好, 都是当年火龙寺留下的, 佛城一片空空荡荡, 陆一平眼中疑惑, 不明白陆一平来这佛窟最深处干什么, 这佛窟最深处, 什么都没有, 突然, 他看到陆一平向前方虚空一射, 前方虚空重重光芒涌动, 接着, 一个上古佛字出现, 这个上古佛字给陆鹏等人的感觉很奇怪, 第四十五章, 佛之, 见陆鹏, 陆小宇, 张静几人盯着那个上古佛字, 一脸惊疑, 陆一平道, 这个上古佛字隐匿虚空, 可随空间波动而行, 所以, 谭家高手发现不了这古佛字, 我们进去, 听陆一平说进去, 陆鹏错愕, 进去, 陆一平摁倒, 古佛字之内自成空间, 这时, 战车飞跃而起, 来到了虚空古佛字之前, 龙角金牛全身金色雷电闪动, 在金色雷电闪动下, 古佛字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空间入口, 战车随之穿过空间入口, 当众人进入, 空间入口关闭, 古佛字亦再次隐匿于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进入空间后, 陆鹏, 陆小语等人看着空间那一切, 吃了一惊, 只见上空游动着一条千丈火龙, 这条火龙游动之时, 弥漫着澎湃的精纯的火龙精气, 这些火龙精气如同波浪一般充斥着整个空间, 陆一平见高空游动的火龙, 手指一动, 便见那条火龙飞了出来, 火龙还没靠近, 惊人的火浪铺天盖地而至, 不过, 这些火浪来到战车前时, 便被无形力量挡了下来, 而让陆鹏, 陆小语吃惊和意外的是, 这条火龙来到几人灯前后, 突然光芒涌动, 火龙消失, 起而代之的是一本冒着火焰的金色之书, 这是, 陆鹏精仪, 这便是火龙寺的火龙佛经, 陆一平开口道, 手一伸, 那本火龙佛经落到了他手中, 这本火龙佛经, 气灵乃是一条火龙, 听眼前经验之书, 便是火龙寺的传奇佛经火龙佛经, 陆鹏心头大震, 火龙佛经乃是横渊未面四大佛经之一, 传闻要是将四大佛经齐集, 甚至能打通佛界通道,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公子, 听说, 要是将四大佛经齐集, 能打通佛界通道, 不知是不是真的, 陆鹏说道, 陆一平闻言一笑, 或许吧, 将火龙佛经收进乾坤顶, 陆一平看向了前方大地上堆积着一个个金色大钢, 陆一平上前将其中一钢盖口打开, 顿时, 佛光漫天, 一道道金色之佛力弥漫天地, 一种异乡飘荡开来, 所有人闻之, 剧都神清气爽, 全身舒畅, 仿佛吞服了佛丹一般, 这是, 陆鹏几人紧紧盯着那金色大钢, 这是佛之, 龙角金牛开口道, 而且是天神级别的佛之, 天神级别的佛之, 陆鹏, 陆小语两人双眼一瞪, 眼前这金色大钢里铸藏之物竟然是天神级别的佛之, 佛之乃是佛门佛陀身上的脂肪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所炼成的东西, 佛之燃烧, 产生的佛香之气对于修炼者大有弊异, 比如这天神级别的佛之乃是用天神镜的佛陀身上的脂肪千锤百炼而炼成, 蕴含着一丝丝天神法则气息, 真神镜高手修炼时, 在旁点燃一小钢这样的佛之, 一边修炼, 一边参悟佛之之中的天神法则, 修炼速度必能大大提升, 而且佛之之中蕴含的佛陀佛力能让人倾心静神, 减少心魔, 避免走火入魔的可能, 佛之等级越高, 效果越好, 若是圣人级别的佛之, 甚至能带你进入道之境界, 参悟圣人之道, 这些不会全都是天神级别的佛之吧? 张静也都吞咽着看着眼前数百金色大钢, 要是全部都是天神级别的佛之, 那得多少天神级别的佛陀才能练得出这么多佛之? 嗯, 全部是天神级别佛之, 路易平说道, 火龙寺怎么会有这么多天神级别佛之? 赵文疑惑, 火龙寺虽然是神武大陆最大的佛门大寺,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多天神镜的佛陀尸体, 要练至这么多佛之, 至少得数百尊天神镜佛陀尸体才行, 路易平沉思道, 或许是火龙寺得到了上古佛陀的宝藏, 就是因为这些佛之, 火龙寺才被谭家所灭, 谭家这么多年驻守这里, 不仅是在找火龙佛经, 而且还在找这些佛之, 而此时, 外面, 那群黑衣人也都来到了佛窟最深处空间, 奇怪, 那阑珊年轻人明明进来了, 怎么会消失的? 其中一名黑衣人精仪, 黑衣人首领扫视佛城, 双眼散发着幽光, 陈寅道, 这里应该有一空间入口, 一空间入口, 众人一正, 我们要找的东西, 说不定就在这里, 大家分散找找, 黑衣人首领说道, 就在众黑衣人分散寻找没有多久, 突然, 虚空光芒涌动, 便见一辆战车从虚空深处走了出来, 正是从金佛空间出来的陆一平几人, 众黑衣人停了下来, 错愕, 陆一平看了众黑衣人一眼, 将梅谷佛字收到了手中, 黑衣人首领, 双眼同然地盯着陆一平手中那梅谷佛字, 他迟疑了一下, 对陆一平抱拳道, 这位小兄弟, 在下乃是火龙寺后人, 这位古佛字, 乃是我火龙寺之物, 还请小兄弟将其归还我火龙寺, 我等感激不尽, 陆鹏, 陆小雨意外, 这些黑衣人是火龙寺后人, 两人不由看向陆一平, 陆一平不动声色, 突然虚空一暗, 便见那黑衣人首领全身黑衣暴散, 露出了真容, 只见其额头满是黑纹, 一道道紫黑色气体, 从其体内不断涌出, 火龙寺后人, 修炼的却不是佛门功法, 陆一平淡然道, 而且竟然拥有紫魔族的紫魔帖, 显然, 这群黑衣人并非什么火龙寺后人, 而是来自鬼魔大陆的紫魔族, 横渊未面, 四十六座大陆, 鬼魔大陆是最强的几座大陆之一, 阴鬼宗总部就在鬼魔大陆, 而这紫魔族, 乃是鬼魔大陆除去阴鬼宗之外, 最强大的势力, 与谭家相比, 一厢差不了多少, 紫魔族首领见自己身份被识破, 脸色一沉, 全身气息锁定了陆一平, 双眼魔光涌动, 猛然一拳向陆一平轰杀过来, 同时大喝, 动手, 杀了他们, 其全身神力涌动, 赫然是一尊真神中期高手, 陆一平看着轰杀过来的紫魔族首领, 手一弹, 只见那美古佛字飞出, 当古佛字飞出时, 金佛之光如金色太阳一般展开, 整个佛窟最深处空间, 接近被这金佛之光淹没。 第四十六章, 祖师识相, 只见那古佛字迎风瞬间丈大, 如一座混沌佛山猛然轰压下来, 紫魔族首领惊恐, 魔光神艳, 他全身冲起一道道惊人魔艳, 疯狂攻击向古佛字, 只见他全力一击轰在古佛字上, 竟然无法撼动分喉, 哄, 那紫魔族首领瞬间便被古佛字 直接轰压进了地底, 整个佛窟都颤动不已, 佛窟地面不断崩裂, 扩散, 如行了一道道惊人的裂骨, 原本正要冲过来的紫魔族其他高手, 吓得全部停了下来, 看着被古佛字轰压进地底的紫魔族首领呆了, 这时, 古佛字飞起, 落回陆一平手中, 只见那紫魔族首领已经完全镶嵌进地底, 与地底完全混合在了一起, 血肉已经完全成僵状, 这一切变化不过是眨眼之事, 紫魔族众高手见他们首领突然被轰杀, 目瞪口呆, 脑海一片空白, 真神静强者, 神体之强堪比普通神器, 竟然瞬间轰成僵状, 就在紫魔族众高手目瞪口呆时, 张静、 赵文、 卫兵、 陈永元四人动手了, 四人身形晃动, 身后撑天巨像凝聚, 天象神玉拳, 同时轰出, 四座如山般的拳印破空而至, 紫魔族近百高手被齐然轰飞, 惨叫之声响彻佛枯, 但是很快声音便嘎然而止, 陆一平想起了万神之主战刀上的紫色之血, 不过, 万神之主战刀上的紫色之血, 与紫魔族的血略有不同, 随后, 陆一平让张静等人收走了紫魔族众高手的东西, 然后便离开了佛窟, 出了火龙寺, 继续往百花帝国过来, 就在陆一平等人离开火龙寺没有多久, 便见一批又一批谭家高手赶至, 这些谭家高手看着一路上谭家的高手, 巨都脸色一沉, 到底是谁, 杀我谭家如此多高手, 赶到的一位谭家真神敬老祖, 双眼血红的咆哮, 不过, 当他们顺着血迹来到佛窟深处时, 看到紫魔族众高手尸体时, 不由一呆, 是紫魔族做的, 可是, 又是谁杀了这些紫魔族高手, 谭家众高手惊疑不定, 次日, 陆一平等人来到了百花帝国的黑海, 黑海, 海与之水如同漆末, 黑海由此得名, 而黑海山坐落在黑海中央, 陆一平看着眼前如同墨水一般的黑海, 想起他好友陈孝天当年创建修罗门时的一些情景, 当年修罗门选址, 还是他帮好友陈孝天选的, 选在了这黑海, 黑海还在, 故人却已不在, 停住了一会, 陆一平等人往黑海山飞来, 而此时, 黑海山, 千魔宗宗主李飞正指挥着千魔宗众弟子正在大兴土木, 自从他们千魔宗灭掉修罗门, 占据这里之后, 他便打算将这里打造成千魔宗一个最重要的分布, 这里, 地处黑海, 四面环海, 黑水灵气浓郁, 即适合他们千魔宗功法修炼, 经过他们三年不断拆除, 改造, 重建, 修罗门大殿已经大变样, 李飞看着重新焕然一新的修罗门大殿和四周建筑, 满意点头, 他夺着步, 走出修罗门大殿, 看到大殿前方广场上, 正耸立着修罗门祖师陈孝天的雕像, 眉头一皱, 雕像有近百米高, 极大的阻碍了大殿这边的视线, 你们等会动手, 将那雕像给我轰碎了, 拆除掉, 李飞对身边的一众千魔宗高手说道, 千魔宗众高手一听, 不由相识, 宗主, 这修罗门祖师的雕像, 有些邪门, 一位千魔宗高手说道, 雕像有一股神秘力量, 任何人都无法拆除得掉, 神秘力量, 李飞意外, 千魔宗高手点头, 李飞沉应道, 那就先不管了, 等会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大人, 会来这边巡视, 听说同行的还有武神殿的高手, 你们准备一番, 等会与我出去迎接, 武神殿高手, 千魔宗众高手吃惊, 李飞点头一笑, 是武神殿的赵子豪公子, 众人骚动, 神武大陆有四大公子, 一是万家万红, 二是武神殿赵子豪, 三是云家云海天, 四是陈家陈渊, 陈家正是神武大陆第一阵法师陈青阳的陈家, 而这陈渊乃是陈青阳之子, 所以, 等会你们随我迎接赵子豪公子时, 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 知道了吗? 李飞肃然说道, 千魔宗众高手心中一领, 漠不恭敬殷士, 没多久, 便见两人从远方海域破空而来, 一男一女, 正是飞花门的太上长老柯杰和武神殿的赵子豪, 等候多时的千魔宗众人一见两人出现, 便赶紧迎了上去, 拜见柯杰大人, 来到两人面前, 千魔宗宗主李飞拜扶了下去, 赵子豪公子, 柯杰让李飞等人起来, 然后在千魔宗众高手相迎下, 与赵子豪来到了黑海山修罗广场, 落身修罗广场, 柯杰仰视着耸立在广场中央的修罗祖士之相, 柳眉一蹴, 这座石像让人拆了, 千魔宗宗主李飞恭声音士, 迟疑了一下, 说道, 柯杰大人, 这修罗祖士石像有些邪门, 内运神秘力量, 毅力无数岁月而不倒, 难以拆除, 武神殿赵子豪哑然, 目光落在石像之上, 双眼金光闪动, 发现了什么, 一跨步来到了石像面前, 然后围绕着石像走了一圈, 石而眉头紧促, 石而眉头一松, 继而摇头, 赵公子, 你是阵法高手, 这石像是不是有阵法在内, 柯杰见赵子豪神色, 心感奇怪, 问道, 赵子豪苦思, 然后道, 似阵非阵, 手法有些像落雪城的巨血大阵和化血大阵, 继而笑道, 不过, 要拆除这石像也不难, 我来试试, 第47章, 来闹事, 赵子豪说完, 飞山起, 来到了石像胸口处, 继而双手挥动, 光芒闪动, 一个个阵符凝聚而成, 这是, 凭空凝符, 千魔踪踪主李飞吃惊道, 阵法师, 要构造阵法, 一般要用到伏笔, 只有阵法达到一个极高境界, 才不须伏笔, 空手凝聚阵符, 这便是凭空凝符, 听千魔踪踪主李飞惊呼, 赵子豪脸色如常, 双手不断挥动, 一个个阵符持续凝聚, 竟然达到了数千个阵符之多, 而且没有间断, 凭空凝符, 有些阵法高手可以办到, 但是, 能凭空一下子凝聚出一百个阵符的, 就鲜少有阵法高手可以办到了, 至于一下子能凝聚出一千个阵符, 更是罕见了, 更别说达到数千之多, 随后, 这些阵符在赵子豪控制下, 凝聚成了一个个神秘阵途, 凝符成阵, 百花门太上长老柯节见状, 一惊叹道, 早就听闻赵公子阵法, 枪法双绝, 今日一箭果然名不虚传, 凝符成阵, 难度无一比凭空凝符要难上许多倍, 赵子豪笑道, 班门弄斧罢了, 我这点微末阵法, 与杨思远前辈相比, 就差远了, 杨思远, 按摩殿老祖, 不仅是真神后期巅峰高手, 更是横渊卫面十大阵法高手, 柯节一笑, 赵公子自迁了, 这时, 赵子豪全身神力涌动, 往神秘阵途之内灌注, 顿时, 神秘阵途迸射出了惊人的力量, 去, 赵子豪一挥, 这些阵途携带着惊人力量, 一一轰入了修罗祖师石像之内, 顿时, 原本平静的修罗祖师石像光芒闪动不已, 一声声滋然声响, 不断从石像内响起, 千摩宗宗主李飞躬声笑道, 看样子, 不出一刻, 石像必然自爆而碎, 赵公子阵法无双, 赵子豪笑着恩了一声, 但是突然, 石像之内, 蹦射出一道骇人剑芒, 向赵子豪射来, 瞬间便射到其面前, 事情突变, 赵子豪吃了一惊, 手中长枪出现, 寒星陨落, 一枪刺出, 无数枪芒破空而出, 这些枪芒, 如同一颗颗陨落的星辰, 冒出惊人的火焰, 迎向了那道剑芒, 寒星陨落, 乃是五神殿天尘枪法中的最强一招, 但是没用, 那道剑芒, 瞬间便切开了所有的枪芒, 赵子豪大惊, 连连闪退, 瞬间施展了数种引顿身法, 同时, 他全身金色光芒涌动, 一个个金色符文飞出, 在他身体四周凝聚成了一件金色神楷, 神楷雷光闪动, 这正是五神殿的无上防御绝学, 金甲雷神楷, 饶是如此, 剑芒轰在金甲雷神楷上, 赵子豪仍然被激得闷然一响, 灯灯后退, 一直退到了广场边缘, 嘴角溢血, 只见其胸口神楷, 被彻底划开, 伤口深可见骨, 百花门柯节和千魔宗众高手大吃一惊, 赵子豪也都又惊又怒地看着石像, 就凭你这点微末阵法, 也想毁灭石像,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微末阵法, 赵子豪文言脸色一沉, 和千魔宗众高手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海面上空, 一个阑珊年轻人踏空而来, 身后, 跟随着五个中年人和一个男孩, 来人, 正是陆一平和陆鹏张静几人, 陆一平并没有乘坐战车, 很快, 陆一平几人便来到了广场上空, 你们是谁, 来我千魔宗何事, 千魔宗宗主李飞上前, 陈生道, 陆一平没有理会李飞等人, 来到石像面前, 看着石像, 想起当年之事, 仿佛回到了当年对酒当歌的自艺潇洒时光, 千魔宗宗主李飞见陆一平无视自己, 而是盯着修罗祖师石像看得发呆, 脸色不由一沉, 小子, 我们宗主问你, 来我们千魔宗何事? 还有, 赵子豪公子阵法无双, 又岂是你一个后辈, 能胡乱评论的, 一位千魔宗太上长老上前, 呵斥道, 不过, 这位千魔宗太上长老化刚落, 便见空间震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其轰飞了出去, 众人惊愕, 连赵子豪和柯姐两人也都一正, 你们是谁? 千魔宗宗主李飞脸色阴沉下来, 冷冷地看着陆一平, 看来阁下是来我千魔宗闹事的, 那你是找错了地方? 柯姐乃是按摩店老祖杨思源小倩, 千魔宗现在背靠按摩店, 而且连武神殿赵子豪都在此, 不管眼前阑珊年轻人士和来历, 他都没什么好担心的, 来闹事? 陆一平这才转手过来, 目光落在千魔宗宗主李飞身上, 淡然道, 你说错了, 我是来杀人的, 杀人? 千魔宗众高手一听, 顿时全部围了上来, 陆一平脸色如常, 看着千魔宗宗主李飞, 你就是千魔宗宗主李飞? 不错, 我就是李飞, 千魔宗宗主李飞冷笑, 就在这时, 突然, 他便见到陆一平一伸手, 数万道光芒飞出, 分别没入千魔宗宗主李飞, 还有千魔宗其他高手体内, 李飞等人惊恐发现, 自己全身真元, 内力竟然被完全封印住了, 而且, 连肉身的力量, 也都完全被封印, 你, 李飞惊恐万壮地看着陆一平, 在一旁的赵子豪和柯杰, 看到这一幕, 也都毛孔悚然, 这年轻人, 眨眼之间, 竟然封印住了千魔宗数千高手真元, 内力甚至肉身力量, 被封印真元, 内力连肉身力量都被封印, 那么, 现在, 李飞等人, 岂不是如同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 陆一平对陆鹏, 陆小语道, 他们力量已被封印, 你们可以上去替修罗门死去的亲人, 弟子报仇, 本来, 以陆鹏, 陆小语金丹, 神通实力, 想杀李飞等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但是现在李飞等人, 力量被完全封印, 陆鹏, 陆小语等人要杀李飞等人, 自然是轻易之事, 陆鹏手中双刃出现, 双眼血红的向李飞以及千魔宗一众高手走来, 修罗门, 你是修罗门长老, 一位和陆鹏交过手的千魔宗长老, 京剧看着陆鹏, 就在陆鹏要上前斩杀李飞等人时, 一旁武神殿的赵子豪突然对陆一平开口道, 在下武神殿赵子豪, 阁下是修罗门什么人, 现在千魔宗已归服暗魔宗, 是暗魔宗势力, 你若杀了千魔宗众人, 便是得罪了暗魔宗。 第四十八章, 回去告诉五九绝, 听武神殿赵子豪说, 现在千魔宗已经归服暗魔宗, 是暗魔宗势力, 并提醒自己若杀了千魔宗, 便是得罪了暗魔宗。 陆一平道, 你是武神殿的弟子, 我倒好奇, 武神殿的弟子何是成了暗魔宗的走狗了? 你…… 赵子豪听陆一平说自己是暗魔宗走狗, 不由恼羞成怒。 这时, 陆鹏来到李飞面前, 双刃一挥而出。 赵子豪见陆鹏一个金丹镜, 竟然也无视自己警告, 不由怒道, 找死。 手中长枪猛然一枪刺出, 九龙灭日。 神力贯注, 长枪猛然往陆鹏胸口刺来, 只见九条火龙飞出。 赵子豪双眼冷冽, 他这九龙枪法, 乃是武神殿最强枪法, 他现在虽然是神灵中期, 但是, 凭此九龙枪法, 哪怕是神灵后期, 他也能一战。 眼看赵子豪长枪便要刺穿路棚胸口, 突然, 一只手从旁横出, 竟然一把握住赵子豪的长枪枪头。 是捧手握住。 赵子豪长枪刺在对方手掌之上, 睁然一想, 火光迸射, 竟然无法再前进一分, 而那只手掌连皮都未曾破一点。 赵子豪和柯杰大惊, 看去, 发现出手的正是蓝山年轻人身后的一个手下, 出手的正是张静。 张静握住赵子豪长枪, 脸色冷冷, 一震, 一抽, 便见赵子豪被震飞了出去, 而长枪则落到了他手中。 就在赵子豪被震飞时, 只听一声惨叫, 千魔宗宗主李飞的人头被鹿鹏给切割了下来, 人头滚落到了地面。 其他千魔宗高手看着那滚落人头, 接近神魂俱寒。 不少千魔宗高手冲到柯杰面前, 喊柯杰大人救命, 你就是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 陆一平目光落在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身上, 既然你在此, 那倒省得我多跑一趟飞花门。 听出陆一平话中杀意, 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撬脸一遍, 说道, 我乃暗魔宗老祖杨思远之妾。 陆一平一射, 将其射拿到自己面前, 杨思远之妾。 那又如何? 你是谁? 柯杰颤生。 陆一平? 陆一平淡然道。 无论是柯杰, 还是赵子豪? 一听, 都是脸色大变。 你是陆一平? 因鬼宗少宗主好丹之事, 现在已经传开, 神武大陆但凡超级宗门的高手, 对陆一平之名都如雷贯耳。 两人刚才曾猜测过眼前蓝山年轻人身份, 猜测过对方是修罗门什么人, 但是没想到, 眼前蓝山年轻人竟然就是近日有情仙之名的陆一平。 可是, 两人想不明白修罗门只是神武大陆二流势力而已, 这陆一平怎么会和修罗门扯上关系的? 陆一平也眉急着杀着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 而是对其搜魂。 他想知道这柯杰到底是听从谁的命令, 而杀了修罗门一众高手。 很快, 搜魂结束, 陆一平脸色一冷, 让柯杰动手杀死修罗门一众高手的并非飞花门门主, 而是飞花门老祖孙芳。 不过这孙芳也早早投降了暗魔宗, 受暗魔宗所掌控。 不仅孙芳, 搜魂结束, 陆一平直接一道火焰, 落到了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身上, 只见那飞花门太上长老柯杰瞬间便被火焰吞噬, 消散于半空, 竟然连灰烬都没落下, 甚至连其元神, 命宫也都被焚化得干干净净。 赵子豪看着陆一平, 双眼惊恐。 关于这陆一平, 现在神武大陆各种议论都有, 都说这陆一平是个疯子, 做事全凭喜好, 现在果如传闻, 连岸魔宗老祖杨思远的小妾, 说杀便杀了, 惨叫此起彼伏, 只见一个个千魔宗高手被陆鹏斩杀, 黑海山四面环海, 这些千魔宗高手被封印了力量, 便是想飞逃也无法飞逃的了。 没有多久, 惨叫声便停了下来, 只见广场之上和广场四周, 接近是千魔宗高手尸体, 血腥味刺鼻, 张静几人和陆鹏开始清理现场, 赵子豪站在那里, 想离开, 但是不敢, 陆一平向其看了过来, 感受到陆一平目光, 赵子豪心中一颤, 低着头, 不敢看陆一平, 你的九龙枪法, 是五九爵传给你的。 陆一平淡然道, 五九爵? 赵子豪一愣, 切而反应过来, 陆一平说的是他武神殿老祖宗九爵武神, 九爵武神乃是他们武神殿最强大, 也是最最古老的老祖, 五九爵乃是其本名, 但是已经很多很多年前, 没人敢直呼九爵武神的本名了, 他的九龙枪法并非九爵武神所传, 而是武神殿另一位武神所传, 这位武神是九爵武神的清传弟子。 听陆一平直呼他们老祖宗九爵武神的本名, 赵子豪脸色一沉, 哪怕是太乙门疆域见到他们老祖宗, 也是称呼九爵前辈的。 陆一平, 别以为你杀了一个好蛋和苏绣, 便觉得自己强决无敌了。 你在我武神殿九爵武神老祖宗面前, 还算不得什么, 我武神殿九爵武神老祖宗之名, 又启示你能直呼的。 赵子豪冷声道, 是吗? 陆一平淡然道, 便是五九爵在我面前, 我也是直呼其名。 随即一谈, 将赵子豪谈飞出了四海山, 回去告诉五九爵那小子, 让他好好管管武神殿, 若武神殿再与暗魔宗纠扯在一起, 那到时便怪不得我了。 陆一平的声音传出, 武神殿不少老祖, 弟子和暗魔宗都走得很近, 甚至武神殿高手, 有的还迎娶了暗魔宗的女弟子。 赵子豪被谈飞出黑海山, 砸落到黑海之上, 听着陆一平的话又惊又怒。 好不容易他从黑海海底飞出, 看着黑海山修罗广场方向, 双眼冷然, 然后破空离去。 不一会, 陆鹏和张静几人便将现场清理干净。 陆一平走进了修罗大殿, 虽然修罗大殿已经被千魔宗高手改得面目全非, 但是许多建筑还是保留着当年一些风貌, 陆一平随便走着, 不知不觉来到了修罗门的祖地。 第49章 洛家之女 修罗门祖地在黑海山后面, 不过此时祖地之内不见飞禽走兽, 灵气枯竭, 别说灵药, 便是灵草都不见一颗, 整个祖地充满枯迹, 荒凉, 宛如一片荒地。 显然, 祖地内的灵脉已经被整个挖走, 而且祖地内所有之前东西也都被取了个干净。 陆鹏跟在陆一平身后, 看着满目疮痍的修罗门祖地, 心中苦涩。 几十年前, 他拜入修罗门时, 修罗门虽然已是神武大陆二流势力, 但是, 修罗门弟子还有境外, 黑海山还是颇为热闹的, 哪像现在这样荒凉, 哭泣。 突然, 陆一平单手对着修罗门祖地大地虚空一案, 顿时, 一道道金色光芒从修罗门祖地地底蹦射而出, 将整个祖地上空照应的一片金光, 一道道澎湃的力量从地底不断生出。 陆鹏大吃一惊, 这是他们祖地的祖元之力。 在很多年前, 他们修罗门便无人会施展, 催动他们祖地祖元之力的秘法, 陆一平竟然能催动他们祖地的祖元之力。 这个秘法, 陆一平是怎么知道的? 陆鹏心中疑惑, 陆一平一谈, 一条灵脉飞出, 顿时, 神灵之气如同汪洋之海, 疯狂席卷祖地。 神级灵脉, 陆鹏惊呼, 这条神级灵脉飞出后, 如同一条飞龙, 然后飞入了祖地地底, 与修罗门祖元融合一体。 顿时, 刚刚还枯迹, 荒凉, 如同荒帝一般的祖地, 生机澎湃, 灵气逼人, 原本已经干枯的一些枯树干, 开始冒出嫩芽, 枯树皮开始脱落, 心皮开始生出, 而一片又一片的山头, 到处是嫩嫩的绿意, 可人。 一阵灵气涌来, 陆鹏深吸了一口, 全身毛孔大张, 仿佛心神都被净化了一般。 以后, 这修罗祖地祖元, 便有你掌控吧。 陆一平说道, 我? 我不行。 陆鹏一听, 吓了一跳, 志无道, 公子, 我只是修罗门一个小小长老而已, 而且我实力微弱, 修罗门说不定还有在逃的太上长老。 陆一平开口打断, 我让你来掌控, 便由你来掌控。 他脸色殷勤, 最终恭敬殷实。 你现在虽然学了修罗剑法, 但是功法太低级了。 陆一平说道, 我现在传你一套功法, 这套功法, 乃是上古修罗族皇族修炼的功法。 然后一点陆鹏眉心, 一套深奥功法, 烙印在了陆鹏脑海之中。 有了这上古修罗族皇族功法, 再加上这修罗祖地神灵之气, 还有他先前给陆鹏的那枚真神金丹, 其修炼, 必能一日千里。 接下来, 陆一平便让张静四人和不死金黄黄九出手, 重新改造黑海山。 就在张静几人重新改造黑海山时, 赵紫豪逃回了武神殿在神武大陆的分殿。 赵紫豪父亲, 集武神殿在神武分殿店主赵雄见赵紫豪胸口惊人剑伤。 问赵紫豪怎么回事, 赵紫豪直舞着说了黑海山之事。 赵雄脸色一沉, 这陆一平提醒我们武神殿与暗魔宗不要走得太近。 是, 他说若武神殿与暗魔宗继续纠缠在一起, 到时就怪不得他。 赵紫豪点头, 我们武神殿与谁走得见? 那是我们武神殿的事, 这陆一平算什么东西, 这都要管。 神武分殿副殿主于之放冷笑, 他以为他是横渊未免之主, 天下之事他都要管。 真他妈笑话。 赵雄沉吟道, 这陆一平竟然与修罗门一个小小长老走在一起, 而且为了修罗门之事杀了柯杰, 不惜得罪杨思远和飞花门, 他与修罗门到底是什么关系? 查一下, 这陆一平和修罗门到底是什么关系? 另外, 倒置一下暗魔宗和飞花门, 就说柯杰已被陆一平所杀。 陆一平在黑海山待留了两天, 便往百花帝国帝都过来。 飞花门总部挨进百花帝国帝都, 穿过百花帝都不远, 便是飞花门总部。 随着靠近百花帝都, 一路往来的几乎都是女子, 很少看到男人。 这百花帝国是女儿国吧, 一路都是女人。 龙角金牛盯着过往的女子, 这些过往的女子大多都是美人。 张静笑道, 百花女帝基于重用女将, 百花帝国上下官员90%都是女的, 百花帝国女子风气极盛, 许多宗门的宗主, 家族家主也都是女子担任, 所以, 百花帝国女人极多, 是男子的三四倍。 当陆一平一行来到百花帝都时, 发现帝都城内, 男的更少, 十人之中有九人是女的。 接到两旁, 随处可看到擂台, 擂台上面写着比武招青。 就在这时, 突然, 人群骚动。 是骆同圣女? 骆同圣女来了。 骆一平看去, 只见远处街道, 缓缓驶来一辆豪华马车。 马车两旁, 是两队护卫高手, 足有百人之多。 马车之上, 则正端坐着一个倾国倾城的女人。 神武大陆, 四大家族中, 万家乃四大家族之首。 而云海天的云家排在末尾, 仅次于万家的便是骆家。 骆家老祖宗, 便是神武大陆三大剑神之一的骆宁剑神, 也是现在神武大陆仅存的剑神。 这骆同便是骆家之女, 和云海天一样是双胜之姿。 但是其名气甚至要盖过云海天, 赵子豪。 因为, 这骆同不仅是骆家之女, 还是太乙门老祖江素素的弟子。 江素素, 乃太乙门祖师江玉的亲妹妹。 接到四周各方弟子, 高手, 看到马车驶来, 剧都退让, 激动不已。 骆同圣女这次来, 听说是要去飞花门, 她和飞花门门主是好姐妹。 是哪个男子有福能得骆同圣女青睐? 听说连赵子豪, 陈渊两位公子都未能得骆同圣女芳心。 人群中, 庸庸私语。 很快, 骆同车队便来到了金角战车之前。 第五十章, 万灵生长大阵。 骆同车队从金牛战车前经过, 没有停滞, 很快便消失在街道尽头。 龙角金牛看看车队, 却道, 这小妞怎么这么像落水女神? 落水女神, 上古时期最娇艳的女人之一。 当年连万神之主都对其倾慕。 不过, 万神之主最终没能报得美人归。 有人说, 落水女神曾对万神之主说过, 说其心已有所属。 当时此事还引起了大轰动, 各方强者都猜测究竟是谁夺得美人心。 但是, 最后也没人知道落水女神心中所属。 陆一平看着离去的那落家之女, 也都一脸沉思。 落童? 落水? 我们走吧。 陆一平开口道。 主人, 你看, 天色也快暗了, 我们出了城, 荒山也领的。 要不, 我们就在这歇息一晚, 明天再去飞花门。 龙角金牛道。 天色还早着呢? 陆一平笑道。 现在虽然已是下午, 但是距离天色快暗还有一两个小时。 龙角金牛的心思, 他当然清楚。 于是, 几人不停穿过了帝都城, 往飞花门锁再过来。 出了帝都城后, 没多久, 几人便来到了一片平原, 平原之上满是各种各样的花, 五颜六色, 正盛开, 风吹来, 花香阵阵。 这正是百花帝国的百花平原。 神武大陆其他地方, 很少见得到的许多花, 在这都能看到。 百花平原中间, 有一条大道, 战车行走在大道之中, 而四周则是满目芳香的各种各样的花, 让人如入花的世界, 赏心悦目。 这百花平原, 曾经被人摧毁过无数次, 但是每次过后第二年, 便又恢复回来。 赵文说道, 这次, 陆一平过来, 只带了张静和赵文。 陆鹏, 陆小宇留在了黑海山修炼和恢复修罗门, 卫兵和陈永元两人也留在了黑海山。 陆一平点头, 有人在这百花平原布置了万灵生长大阵。 万灵生长大阵, 虽然不是上古十大神阵, 但是也是上古很有名的大阵, 在万灵生长大阵覆盖范围内被摧毁的东西, 会慢慢恢复回来。 当然, 万灵生长大阵的恢复能力是有限的,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恢复, 比如十万年灵药种植在这里, 若被摧毁了, 万灵生长大阵就恢复不了。 难道是秦月那小子布置的? 龙角惊犹道? 不是, 陆一平摇头, 这万灵生长大阵缺陷不守, 不是秦月那小子布置的。 就在战车走在万花丛中之时, 突然, 陆一平先前布置在诸神战场中的大威天龙大阵震动了一下。 陆一平顿时感应, 豁然转手, 眉心中间出现了一只树眼, 这只树眼雷光泛动, 仿佛内运雷海。 这只树眼, 穿透过了重重时空, 来到了诸神战场。 诸神战场地底深处, 九绝葬神大阵空间, 所有的一切动静, 接近映入树眼之中。 只是, 九绝葬神大阵空间, 一切平静, 并无异常。 而先前的大威天龙大阵光芒, 笼罩九绝葬神大阵空间, 但是没发现异常后, 又引入虚空。 陆一平眉头一皱, 雷伐之眼扫视诸神战场, 一会后收了回来, 然后让龙角金牛继续前行。 夜慢慢暗了下来, 繁星点点, 夜空就像是一块点缀着点点星光的墨雨。 经过一片小山坡时, 陆一平停了下来, 然后架起了篝火, 喝酒烤肉, 想着刚才大威天龙大阵震动之事。 主人, 是刚才大威天龙大阵有异动? 龙角金牛问道, 陆一平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远处有人哼唱着歌, 往这边走来, 酒逍遥, 天地逍遥, 我醉逍遥, 曲儿不错, 但是这词, 有些不着调, 只见一个穿着邋遢, 头发蓬送的老头正骑着一头铃, 摇摇晃晃地过来, 老头一边哼着, 一边拿着酒葫芦往嘴里不识灌一口, 也不顾胸口被酒水沾湿, 好不逍遥的样子。 突然, 老头闻到一阵一人的酒香, 不由停了下来, 那早鼻子嗅了嗅, 稷儿猛嗅, 双眼大亮, 骑着嘴儿往陆一平这边过来。 很快, 对方便发现了陆一平几人, 目光落在了陆一平手中酒坛上, 然后一跃而落, 从毛驴身上跃到了篝火旁, 然后缠着脸笑道, 小兄弟, 不知你这是什么酒? 双手不停地搓着, 极可难耐的样子。 陆一平将酒坛放了下来, 看了对方身后那头驴一眼, 笑道, 你想喝这酒也行, 拿那头驴来换。 拉他老者一听, 似乎清醒了过来, 他哑然看了陆一平一眼, 稷儿摇头一笑, 那可不行, 这可是我的命根子, 我的老乡好, 拿什么我都不换。 龙角金牛说道, 我主人这酒, 有冰咽果, 雷火莲, 佛心叶, 紫烟冰浆, 地心盐, 一连说出了十几种材料, 每说出一种, 拉他老者便吃一惊, 不敢相信地看着陆一平眼前之酒, 冰咽果的宝贝就不用说了, 当初, 可是连药王殿的和少得知, 这酒是用冰咽果酿制的, 都舍不得喝, 而雷火莲等其他十几种材料, 每一种都比冰咽果更难得, 也难怪这拉他老者吃惊和不敢相信, 龙角金牛一连说了十几种材料后, 便停了下来, 也没继续说下去, 而拉他老者被说得心仰难耐, 忍不住一伸手, 向酒坛伸了过来, 但是, 他刚伸出手时, 便被一旁的赵文的手给挡了下来, 拉他老者意外, 上下看了赵文一眼, 接而笑道, 真神后妻, 还不错, 说完, 手突然晃动, 化成了无数残影, 绕过了赵文之手, 向酒坛继续探来, 但是, 他刚要碰到酒坛, 便被一条硕大的牛腿给挡了, 拉他老者握着那条硕大的牛腿, 看着牛腿上, 那哪怕是晚上, 都能发着金光的金毛, 呆了一待, 这时, 牛腿一震, 便将拉他老者震得连连后退, 拉他老者不敢相信地, 看着坐在那里, 依旧啃着烤肉的龙角金牛, 目光扫视张静, 赵文, 有脚步声响起, 只见一队车队行驶而来, 正是骆同的车队, 第五十一章, 不是什么好货, 陆一平却看着拉他老者, 道, 幻影神手, 练到了第七重空间, 还不错, 拉他老者神情明显一阵, 他双眼金光, 盯着陆一平, 仿佛要将陆一平看透看穿, 你知道幻影神手, 这门幻影神手,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世间, 他曾在他人面前施展过, 就算是许多宗门祖师都认不得, 这阑珊年轻人是怎么认得的, 陆一平没有回答, 而是看着拉他老者, 你得到了幻影妖王的功法传承, 拉他老者闻言明显一惊, 更是惊疑不定地看着陆一平, 这时, 骆同的车队已经行进, 坐在豪华马车上的骆同, 看到前面的拉他老者和陆一平几人时, 不由一正, 他目光落在拉他老者身上, 美目惊讶, 然后让车队停了下来, 从马车下来, 他行至拉他老者面前, 欠身行了一礼, 看了骆同一眼, 笑眯眯道, 原来是骆同小娃娃呀, 你越长越水灵了, 比你那美女师傅还漂亮了呢, 骆同娇声一笑, 周承前辈说笑了, 然后道, 祖父大人一直惦记着前辈呢, 前辈既然来了神武大陆, 可有时间来骆驾坐坐, 他口中的祖父乃见神骆宁, 拉他老者周承一听, 嘲弄道, 骆宁那小子, 他是惦记着我的绝活吧, 你祖父此人心术不正, 让他好自为之, 骆同一正, 俏脸笑容有些尴尬, 周承前辈说笑了, 邋遢老者周承也没理会骆同, 目光落在路一平身上, 不知小兄弟师成何处, 路一平摇头, 我没有师父, 若说师父, 也就是那片鸿蒙至宝造花玉蝶了, 他的一千大道, 得自造花玉蝶, 他虽然是上古修士, 成名于上古时期, 但是他真正的真身, 自然不凡, 自他有意识起, 那片鸿蒙至宝造花玉蝶便在他身上了, 听路一平说, 没有师父, 邋遢老者周承大师意外, 没有师父, 他怀疑地看着路一平, 显然怀疑路一平是不愿意透露师门, 他迟疑了一下, 从怀里摸出一块玉蝶, 说道, 这块玉蝶, 乃是上古之物, 不知小有可愿与我换一弹, 他盯着路一平面前那谈酒, 路一平看了那块玉蝶一眼, 意外, 陈寅道, 你可知这欲来历, 老者周承摇头, 我只知这是上古之物, 必是不凡, 拍卖的鉴定师说, 价值至少上亿, 他口中的上亿, 自然是指一亿神品零食, 这块玉蝶, 是他在幻影妖王洞府中所得, 他研究了多年, 一直没研究出什么东西, 路一平从乾坤顶内取出一坛酒, 扔给了老者周承, 老者周承没料到路一平竟然还有另一坛, 意外, 接过酒, 他打开坛盖, 酒未扑鼻, 老者周承赶紧盖上, 然后将玉佩扔给了路一平, 他笑嘻嘻道, 多谢小友, 会后有期, 说完将酒收好, 然后骑着毛驴便离开了, 也没理会一旁的骆童, 骆童喊道, 周承前辈, 你等等, 我也给你, 备了几滩好酒, 老者周承骑着毛驴, 却是头也不回, 对着背后摇了摇手, 一击不要, 骆童张了张口, 最终没有再喊, 只能一脸无奈地看着老者周承骑着毛驴远去, 老者周承远去, 很快便消失在百花平原的花海之中, 只留下花香阵阵, 骆童转手过来, 看着陆一平, 目光落在陆一平手中玉佩之上, 焉然巧笑, 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这块玉佩, 给我如何? 声音很柔, 充满着魅惑之力, 给你, 陆一平戏谑道, 这小妞刚才使用了迷情魔音, 要是定力不够, 点头就硬了, 不过听其羽翼, 是要直接免费给他, 他还真以为天下东西, 他想要, 别人就给他, 不过, 凭他姿色, 倒是的确可以让许多男人, 为其神魂颠倒, 骆童见陆一平, 眼神清澈, 透着嘲弄之色, 不由一正, 翘脸一笑, 这才道, 嗯, 只要公子将这玉佩给我, 我给你一神品零食, 龙角金牛早就停下了啃烤肉, 哼哼道, 小娘们, 你的迷情魔音, 和当年的落水女神相比, 差太远了, 然后上下看着骆童, 当然, 你比落水女神也差远了, 你说什么, 骆童身后, 一名护卫首领上前, 冷然盯着龙角金牛, 腰中佩刀嗡鸣不已, 骆童对其护卫首领摇了摇头, 然后对陆一平笑道, 没想到公子这牛, 竟然知道迷情魔音, 一顿, 既然公子不肯割爱那玉佩, 骆童也不好勉强, 然后回了马车, 车队缓缓离去, 龙角金牛看着离去的车队, 对陆一平道, 刚才那乞丐说此女祖父心术不正, 我看此女也不是什么好货, 陆一平坐回篝火旁, 拿起玉佩, 端向了起来, 龙角金牛也盯着玉佩, 不确定道, 这是龙汉玉, 陆一平笨了一声, 龙汉玉, 一共有五块, 并非上谷之物, 而是洪荒石器的东西, 这只是其中一块, 相传奇迹五块, 可得洪荒原龙, 洪荒原凤, 水火麒麟的无上功法, 不过得极其才行, 收好龙汉玉, 陆一平想起造花玉碟, 不知其他二十三片玉碟在哪里, 而骆童离开后, 往飞花门过来, 小姐, 那年轻人不是抬卷, 要我说, 直接出手, 将那玉抢过来就是了, 那护卫首领对马车上的骆童说道, 骆童摇头, 这年轻人竟然不受我迷情魔影影响, 不简单, 然后沉吟道, 周成老头应该不会无故来审武大陆, 难道是为了天神河而来? 护卫首领猜测道, 夜色慢慢过去, 陆一平几人继续赶路, 当几人来到飞花门时, 天色已大亮, 陆一平几人来到飞花门山门时, 便被飞花门的弟子拦了下来, 今天我们飞花门不接待外客, 几位请回, 因为骆童的到来, 所以飞花门谢绝外客, 生怕外客惊扰到骆童。 第五十二章, 我们又见面了, 不接待外客, 龙脚惊犹闻言, 黑黑一笑, 抬起硕大的牛腿, 猛然向地面踩了下去, 顿时, 如同一条巨大天柱, 轰击在了飞花门山门的地面上。 此时, 飞花门大殿之内, 飞花门门主姬林和骆童, 以及飞花门老祖孙芳, 陶凤等人齐聚一殿, 百花女帝鸡鱼也在, 得知骆童前来飞花门, 所以, 百花女帝和百花帝国的高手, 也早早过来飞花门, 众人笑聊着, 突然, 飞花门老祖孙芳说道, 门主, 那个陆一平杀了我们飞花门太上长老客奸, 此事, 难道我飞花门就这样算了? 大殿众人停了下来, 哦, 那个陆一平杀了飞花门太上长老, 骆童一正, 飞花门门主机灵点头, 俏脸有些不自然, 另一位老祖逃凤冷哼道, 黄泉魔宗苏秀当年残暴是杀, 这个陆一平, 我看比当年的苏秀还残暴是杀, 若任由他这样下去, 神武大陆不知多少宗门多少家族高手要死在他手里, 当年, 各大宗门联手, 围杀苏秀, 我们也应当联手各大宗门, 围杀辞辞, 骆童点头, 我这次从太乙门回来, 也听说了这陆一平之事, 都说这信陆的形势很辣, 手段残忍,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魔头, 说到这, 语气一转, 又道, 像这样的大魔头, 万家竟然坐视不理, 没有出手镇压, 我看万无敌, 愧为神武大陆之主, 语气透着对万家对万无敌的强烈不满, 洛家是神武大陆第二家族, 与万家关系一向不怎么好, 洛家一直想征神武大陆之主之位, 百花女帝基于想替陆一平争辩, 但是欲言又止, 最终没开口, 其实这些流言蜚语, 谁都清楚是谁散播出来的, 就在这时, 突然, 汗天一声巨响, 整个飞花门都是猛烈一颤, 无数沙尘从飞花门大殿屋顶震落下来, 大殿许多处竟然出现了一条条裂痕, 而大殿外面地面更是崩开, 正在大殿闲聊的飞花门门主基灵, 骆彤等人皆是大惊, 怎么回事啊, 大殿内所有人竟然起身飞出了大殿之外, 看去只见飞花门一座座山峰, 山石滚落, 一条条裂谷仍然在不断延伸, 嫡妻, 一声声惊恐的声音在飞花门各大山峰响起, 一个个飞花门女弟子成群飞起, 巨斗一脸惊燃, 嫡妻, 飞花门门主基灵翘脸一沉, 飞花门虽然和其他门派偶有相争, 但是建立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打到飞花门总部来, 百花女帝姬雨和骆彤也是错愕, 来我飞花门总部声势, 简直是找死, 飞花门老祖孙芳脸色猛的一沉, 我们过去看看, 飞花门门主基灵沉声道, 然后率先飞起, 向山门锁在飞了过去, 同时对身边一名飞花门太上长老道, 召集飞花门所有长老, 太上长老随时做好开启飞花大阵的准备, 迎杀来敌, 那名飞花门太上长老赶紧攻进殷氏, 然后传令去了, 飞花门老祖孙芳, 陶凤还有其他在场的太上长老, 紧跟在飞花门门主基灵身后, 百花女帝姬雨, 还有骆彤良女也跟了上来, 此时, 飞花门山门外, 那拦下陆一平战车的几名飞花门弟子, 一脸惊恐万壮地看着眼前拉车的金牛, 只见龙角金牛脚下, 地面裂痕密密麻麻, 这是飞花门所有山峰爆裂裂痕的源头, 无穷无尽的地气, 正从地面裂痕之内不断弥漫出来, 陆一平坐在战车上, 看向了天际, 天际, 飞花门门主基灵, 骆彤, 百花女帝姬雨等人, 正快速往这边飞来, 百花女帝姬雨远远便看到了在阳光下折射着迷人光芒的金牛战车和战车上的蓝山年轻人,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孔, 百花女帝姬雨翘脸大变, 心中一灯, 是她, 而骆彤也都错愕, 这不是路上遇到的那个蓝山年轻人吗? 骆彤身后的护卫首领远远看到陆一平, 脸色冷然, 原来是这小子, 还真是找死, 飞花门老祖孙芳一听, 问道, 你认识这年轻人? 那护卫首领说道, 我们来路上遇到的, 这小子对我们小姐不敬, 在路上我本要出手教训他, 小姐提起说好话, 我才没出手, 众人不由看向了骆彤, 骆彤点头, 无疑是承认了那护卫首领的话, 百花女帝姬雨文言, 脸色怪异, 她正要开口时, 便见飞花门门主机灵等人加快了速度, 往战车飞来, 眨眼, 飞花门门主机灵等人便来到了战车之前, 一来到, 飞花门老祖孙芳看着坐在战车上的蓝山年轻人, 不由怒不可遏, 这蓝山年轻人分明已经看到他们到来, 却仍然坐在那里, 湿湿然地把玩着金色小鸟, 飞花门门主机灵, 还有骆彤都是柳梅一簇, 小子, 你是哪个宗门呢? 给我从战车上滚下来, 孙芳猛然一找, 虚空一射, 必要将陆一平从战车上拽扔下来, 战车上的陆一平纹丝不动, 孙芳和飞花门门主机灵, 骆彤等人都是错愕, 这孙芳身为飞花门老祖, 是神灵性初期高手, 竟然抓不动这蓝山年轻人, 就在这时, 突然战车生出一股惊人力量, 便将孙芳轰了出去, 只见孙芳在地面一路滚动, 胸口砸在了远处山脚巨石上, 巨石爆飞, 飞花门众高手, 漠不惊怒地看着陆一平, 赶到的百花女帝姬羽, 竟然娇叫道, 助手, 然后越过众人, 向战车走去, 姐, 你这是, 飞花门门主机灵等人见百花女帝举动, 不由惊疑, 在众人注视下, 百花女帝姬羽来到战车前, 欠了欠身, 对陆一平道, 陆公子, 北斗地宫一别十数日, 我们又见面了, 众人愕然, 陆公子, 北斗地宫, 前些日子, 不正是北斗帝国庆典吗, 听百花女帝话译, 是在北斗帝国庆典上, 见过这年轻人, 而且, 应该不只是见过这么简单, 第五十三章, 飞花大镇, 陆一平对百花女帝寄予印象, 还可以, 对其点了点头, 众人健壮, 大事意外, 百花女帝姬羽, 欠身亲自打招呼, 这年轻人, 只是对其点头, 就在飞花门众人猜测陆一平身份时, 百花女帝寄予转手, 对飞花门门主机灵说道, 妹妹, 这位就是陆一平公子, 陆一平, 飞花门许多高手惊然, 连骆童, 还有其身边众高手, 也是一惊, 特别是那护卫首领, 脸色变了变, 其他大陆高手, 可能对陆一平这个名字, 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陆一平这个名字, 现在对于神武大陆许多高手来说, 可谓如雷贯耳, 飞花门门主机灵俏脸变换, 强自一展笑容, 对陆一平笑道, 原来是陆公子, 不知陆公子来我飞花门何事, 看陆一平这架势, 只怕不是什么好事了, 刚才嚷着, 应当联手各大宗门, 围杀陆一平的飞花门老祖逃凤, 此时没有吱声, 何事? 陆一平看了飞花门门主机灵一眼, 手指一动, 便见刚刚被轰飞的飞花门老祖孙芳, 自动悬空飞起, 来到了陆一平面前, 飞花门门主机灵见状, 谨声道, 陆公子, 刚才孙芳老祖不知你身份, 对你貌事出手, 还请陆公子大人大量, 不要与其一般计较, 陆一平没有理会飞花门门主机灵, 目光落在飞花门老祖孙芳身上, 只见飞花门老祖孙芳受刚才战车力量反震, 身上铠甲破裂, 披头散发, 双眼竟是惊惧地看着陆一平, 是你指使柯杰杀了修罗门门主和修罗门一众元老的, 陆一平开口陌生道, 孙芳心中一灯, 颤声道, 陆公子, 冤枉, 我与修罗门无冤无仇, 怎么可能指使柯杰杀了修罗门门主和修罗门一众元老, 飞花门众高手面面相去, 没想到陆一平竟然是为了修罗门之事而来, 飞花门老祖逃凤撞着胆上前, 说道, 是啊陆公子, 孙芳老祖与修罗门无冤无仇, 怎么可能指使柯杰杀修罗门门主和修罗门一众元老, 孙芳老祖很少离开飞花门, 怎么可能与修罗门有所交集, 陆一平没有看他, 开始对飞花门老祖孙芳搜魂, 很快搜魂结束, 陆一平脸色一冷, 飞花门门主机灵眼见陆一平动了杀意, 要杀飞花门老祖孙芳, 既然道, 陆公子, 若此事真是孙芳老祖做的, 我们会一门规处罚他, 会给陆公子一个满意交代, 还请陆公子将孙芳老祖交由我们飞花门处罚, 这时, 骆童一上前, 说道, 就算真是孙芳老祖做的, 也罪不至死, 罪不至死, 陆一平痴声, 然后随手一扭, 便将那飞花门老祖孙芳的头生生给扭了下来, 飞花门中高手一片惊燃, 飞花门门主机灵, 骆童都是脸色难看, 连修罗门一些老弱妇孺都被残忍杀死, 按你意思, 他下令灭一个修罗门还不至死, 需要多灭几个像修罗门这样的宗门, 这孙芳才至死, 是吧? 骆童俏脸战红, 同时心中恼怒, 他没想到自己亲自开口, 这陆一平不仅无事, 而且还当着众人之面如此质问他, 他是骆家之女, 他师父又是太乙门老祖江素素, 江玉是他师伯, 还从来没有人让他如此难堪, 这时, 陆一平从飞花门老祖孙芳空间戒指内搜出了一张图, 孙芳下令灭了修罗门, 就是因为这张图, 陆一平突然看向了飞花门老祖逃凤, 这张图的另一半在你身上, 是吧? 除了孙芳, 飞花门还有另一位老祖投降了暗魔宗, 便是这逃凤灭修罗门, 他也有份, 飞花门老祖逃凤听陆一平问另一半图, 翘脸苍白无险, 双眼难掩惊恐地退到了飞花门门主机灵身边, 门主, 这陆一平残杀无道, 现在黑海山杀我飞花门克节太上长老, 现在又来总部杀我飞花门孙芳老祖, 是我飞花门无误, 还请门主开启飞花大阵, 将其阵杀, 飞花大阵乃是飞花门最强大阵, 是飞花门创派祖师所创, 后来飞花门花大代价, 请神武大陆第一阵法师陈青阳再次加强了这飞花大阵, 这时, 无数破空声响传来, 只见飞花门其他老祖也相继从飞花门祖的赶了过来, 眨眼, 其他九位老祖便来到, 飞花门几位老祖到来后, 看到孙芳无头尸体, 都是脸色难看, 陈一平, 你太放肆了, 你杀我飞花门太上长老科技还不够, 现在又来我飞花门总部杀我飞花门老祖孙芳, 其中一位手持凤头拐杖的老父怒视陈一平, 你莫非真以为我飞花门是你想杀谁就杀谁, 这老父正是激灵的师父胡英, 也是飞花门上一任门主和飞花门实力最强的, 是一位真神后妻, 但是他话刚落便见陈一平一射, 将飞花门老祖陶凤射拿到面前, 然后面无表情将飞花门老祖陶凤的头同样扭了下来, 陶凤和先前的孙芳一样都是神灵初期, 所有人呆了, 激灵师父, 胡英更是气得脸色都清朗, 他双眼冰冷至极, 四周空间空气仿佛凝冻了下来, 陆一平脸色如常, 将另一半图从飞花门老祖陶凤的空间戒指里搜了出来, 胡英健壮更是双眼寒冷, 师父, 激灵知道师父此刻想法, 张口想劝, 开启飞花大阵, 胡英冷冽的声音响起, 飞花门所有高手心中一灵, 继而闪射而起, 落到了飞花门各座山峰之上, 顿时, 一道道惊人的光芒从飞花门各座山峰冲天起, 如同冲天起的瀑布一般, 在飞花门上空不断交织, 重重力量从高空之上笼罩了下来, 锁定了陆一平和战车, 而胡英则落身到了飞花门总殿山峰, 凤头拐杖飞起, 插入了总殿前的广场中央之中, 他猛然向凤头拐杖之内灌注神力, 身上气息完全释放, 赫然是一尊真神后起, 飞花门主风光芒更是暴设, 大阵彻底被激活, 澎湃的大阵力量, 惊动了百花帝国各方高手。 第五十四章, 去万家, 一个个宗门隐士老祖, 剧都纷纷出现高空, 看向了飞花门方向。 这是飞花大阵? 飞花门全部开启了飞花大阵, 夷花宫最强老祖林琼一脸吃惊。 飞花大阵乃是飞花门最强大阵, 也是阵宗大阵, 一般不到宗门生死时刻, 是不会全面开启的。 夷花宫和飞花门都是百花帝国最强大的宗门之一。 飞花门祖师虽然不在了, 但是飞花门和陈青阳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究竟是谁敢动飞花门? 夷花宫公主惊一道, 速让人打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夷花宫老祖林琼一脸凝重道。 就在各方猜测时, 飞花门山门前, 陆一平看着完全开启的飞花大阵, 一脸平静。 在胡英等飞花门高手的神力, 真元持续贯注下, 飞花大阵的力量在持续增强。 龙角金牛看着仍然在持续增加力量的飞花大阵, 撇嘴一笑, 这飞花大阵倒是挺美。 只见飞花大阵力量涌动下, 虚空出现了一朵朵花朵状的阵符光芒。 在阳光下, 这些阵符光芒如梦如幻, 是挺美。 当然, 龙角金牛的话透着嘲弄, 一集飞花大阵花儿不识。 听出龙角金牛嘲弄之意, 飞花门老祖胡英脸色一沉, 冷笑, 无知, 可笑? 告诉你们, 此阵, 来我飞花门祖师所创, 后陈青阳大人加强了飞花大阵。 此阵之威, 又岂是你这无知之牛能看得透的? 说到这, 双手一挥, 落花缤纷, 只见高空漫天的阵符之光不断旋转, 如同一片花海, 往龙角金牛和陆一平, 张静, 赵文几人落下。 杀! 飞花门老祖胡英双眼寒芒, 无数阵符顿时将龙角金牛, 陆一平几人包裹, 龙角金牛抬头看着高空落下的缤纷阵符也没动手, 而是任由那些阵符落在自己身上。 陆一平几人同样如此, 远处的骆同见陆一平几人没有躲避, 而是任由那阵符淹没不由一正。 小姐, 这陆一平不是自大, 就是一个阵法白痴, 其护卫首领见状冷笑, 飞花大阵的阵符凝聚了地心之火的力量, 哪怕是真神后期的肉身也要被烙穿。 这时, 无数阵符彻底落在龙角金牛, 陆一平几人身上, 但是龙角金牛却是一脸享受样, 倒, 舒服。 而陆一平几人同样脸色如常, 不管是骆同, 还是其护卫首领, 还是飞花门老祖胡鹰等人皆是满脸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 飞花门老祖胡鹰脸色猙獰, 花生花面, 全身神力升腾, 在其身后四周凝聚成了一片神力之海, 真神之力疯狂灌注进飞花大阵阵眼。 在其控制之下, 只见漫天的阵符突然变得一片幽暗, 一股来自黑暗, 来自死亡, 来自阴冷世界的力量, 迸射而出。 但是下一瞬间, 原本变得一片幽暗的阵符, 光芒万丈。 一股光明, 生机, 活力, 仿佛来自太阳核心的力量涌现。 这两股力量不断碰撞, 产生的毁灭力量, 如同火山一般喷发而出, 向战力轰然而至。 看着轰然而至的毁灭力量, 陆一平手中的不死金黄突然一张口, 恐怖的吞噬之力, 眨眼之间便将那毁灭力量吞噬得干干净净。 甚至连虚空中所有的阵符, 受着恐怖的吞噬之力影响, 也都逐一崩散。 飞花门和骆彤等人一呆, 所有人竟然看向了陆一平手中那只金色的小小鸟。 这是, 骆彤美目凝视着这只金色小鸟, 但是又不敢确定。 这时, 不死金黄再次张口, 惊人的火焰喷射而出。 顿时, 天上地下, 漫天火海, 无数巨大的金色火球砸落向了飞花门各座山峰, 轰然巨像中, 天崩地裂, 花飞门一座座山峰皆是阵炼, 各座山峰之中的飞花大阵的阵纹接近被焚化干净, 而主持大阵的飞花门几名老祖皆是被震飞, 全身神铠被焚灭, 而飞花门老祖胡鹰更是一片焦黑, 连身上毛发也都被焚烧掉。 他惊恐地看着陆一平手中金色小鸟, 诗声叫道, 凤凰之火。 这是凤凰之火? 你手中的是神兽凤凰? 百花女帝姬羽, 骆童等人大阵, 那只被陆一平把玩的金色小鸟, 竟然是神兽凤凰? 师父! 飞花门门主机灵惊醒过来, 来到了飞花门老祖胡鹰身边。 飞花门老祖胡鹰张口, 吐血不止。 飞天大阵被毁, 受大阵力量反噬, 再加上凤凰之火的力量, 让他伤势崇尚加重, 他神格以劣, 神脉以碎, 便是天神尽高手, 也无法治愈。 他活不了多久。 我们走吧。 陆一平淡然道, 战车缓然离去, 眨眼, 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百花女帝姬羽看着满目疮痍的飞花门, 心情复杂, 一时不知说什么。 骆童看着离去的战车, 盯着那道蓝色身影, 说道, 没想到这陆一平身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宝贝, 先是天象神玉拳秘籍真本, 时光神拳秘籍真本, 惊艳神拳真本, 现在又是神兽凤凰。 飞花门老祖胡英看着离去的战车, 双眼又惊又怒又狠。 而陆一平等人离去后, 陆一平取了一枚火精出来, 扔给了不死金黄喷符, 练画, 算是奖励。 主人,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张静问, 去万家。 陆一平淡然道, 万无敌不是要见他吗? 也是时候去万家看看了。 随即, 陆一平几人也没在在百花帝国滞留, 离开了百花帝国。 第55章, 万家家主都被我们轰过。 离开百花帝国, 陆一平几人一路难行。 数日后, 陆一平几人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岭。 高空, 雷云压空, 狂风大作, 夜空漆黑如墨, 看样子是要下大暴雨了。 陆一平见前面山峰半山腰破庙, 有篝火火光, 便和龙脚惊牛几人顺着火光过去。 不一会, 来到了一座破庙前。 陆一平几人推门而入石, 只见一个瘦弱老者和一个极其高大粗壮的少年正围坐在篝火边上, 烤着烤肉, 烤肉正弥漫着香味。 老者和少年见陆一平几人进来, 站了起来, 一脸警惕地看着陆一平几人。 两位, 我们路过, 进来谢谢, 打扰了。 陆一平对两人道。 老者看了陆一平一眼, 笑道, 小兄弟客气, 这破庙也不是我们的, 我们也刚进来, 小兄弟要是不介意, 便和我们一起。 陆一平也没矫情, 在篝火旁坐了下来。 少年一脸惊奇地看着龙脚惊牛, 说道, 大哥, 你这头牛好特别。 显然是第一次见到金色的牛, 老者也深深地看着龙脚惊牛。 龙脚惊牛晒然一笑, 可是天地唯一一头龙脚惊牛。 我乃万妖之主, 雷神之祖, 龙族之皇。 这么多年, 龙脚惊牛这老毛病还是美改。 在上古之时, 龙脚惊牛几乎逢人都是这样介绍自己, 一样的词, 一样的点。 老者和少年一愣, 陆一平对老者和少年笑道, 这头牛最爱吹牛, 你们别当真。 少年憨然一笑, 我以前也有一头牛宠, 和你这头, 性子挺相像的。 那你那头牛宠吗? 龙脚惊牛问, 少年脸色悲伤, 死了, 前些日子被集了门的人杀死了。 龙脚惊牛顿时没话说了, 几人围坐在篝火旁, 闲聊了起来。 与老者和少年的谈话中, 陆一平得知, 他们师徒两人是要去天都城, 万家要新建一个军团, 两人是去应聘和参加考核的。 陆公子也去天都城? 老者李兵笑道, 那我们明天一起走。 万家总府就在天都城。 陆一平道, 也行。 少年杨刚问道, 陆公子, 你们难道也是报名万家新军团士兵考核的? 陆一平一政, 笑了, 这倒不是。 然后对老者李兵道, 你和你弟子根基和战力都不错, 考核万家军团应该没问题。 李兵是古皇静, 而少年杨刚虽然是子府静, 但是身具泰坦巨人血脉, 虽然泰坦巨人血脉有些稀薄, 但是横扫普通的同境界高手是没什么问题了。 泰坦巨人是远古很强大的一个种族。 至于李兵血气如海, 五脏六腑内蕴五行之气 显然是吞服过五行之类的天才地宝, 而且修炼的功法不错。 两人哪怕参加万家军团, 肯定是能通过考核的。 老者李兵文言笑得灿烂, 说道, 成陆公子急言了。 一顿, 陆公子要是去参加万家军团招兵考核, 我看肯定也能百分百通过。 龙角金牛吃着烤肉, 文言赶紧将嘴里烤肉吞下, 咧嘴一笑, 让我们主人去给万家当士兵。 就算我们主人肯, 万家也不敢收啊。 这时, 外面以下暴雨, 雨轻如注, 突然有人猛地推门而入。 庙门本就有些破旧, 被对方猛地一推, 当然一想, 庙门晃动, 摇摇欲散。 来人是一大群, 为首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英俊不凡, 女的娇俏得很, 姿色不错。 身后, 跟着一大群护卫。 老者李兵看到那一大群护卫, 脸色一变, 这是万家的护卫士兵。 这一男一女, 是万家核心弟子。 只有万家核心弟子, 才有资格配带万家特有的护卫士兵。 进来后, 男的扫尸陆一平几人, 对女的笑道, 连妹, 我们也过去坐。 女的点头, 两人来到篝火旁。 男的对李兵, 陆一平说道, 启卫, 不介意我们坐下吧。 嘴上说得客气, 但是也没等李兵, 陆一平开口, 便大胆咧咧坐了下来。 女的也坐了下来。 男的靠近陆一平, 坐下来后, 闲空间有些窄, 对陆一平道, 小子, 你起来, 坐到对面去。 与其命令, 看样子是久居高位, 命令手下之人惯了。 陆一平脸色淡然, 我要是不起来呢? 男的一正, 其而笑了起来。 小子, 我让你起来, 坐到对面去, 对你们算是客气了, 这外面下大暴雨, 我还没让你们滚出去呢。 龙角金牛文言, 一巴掌扇了过来, 将那男的扇的, 直接从破庙大门飞了出去。 女的刚刚坐下, 突然看到, 男的被龙角金牛扇飞出破庙, 呆了。 事出突然, 万家所有护卫, 也完全没料到龙角金牛出手。 你们找死。 一名万家护卫刀手怒然, 手中大刀一挥, 向龙角金牛斩了过来, 其他万家护卫也纷纷出手。 这次, 龙角金牛没有出手, 赵文冷声一哼, 全身雷光席卷, 化成金人雷龙, 万家一众护卫, 巨多被雷龙击飞。 庙里, 只剩下了篝火柴烧的声音, 女的翘脸变了变。 龙角金牛盯着女的, 女的竟然起身, 破空飞出了破庙, 如金弓之鸟。 被轰出破庙的万家护卫, 也带着先前的万家弟子荒逃。 老者李斌张了张口, 苦涩笑道, 陆公子, 你们刚才闯祸了, 那一男一女, 应该是万家核心弟子, 那群护卫, 应该是万家护卫, 几个万家核心弟子罢了。 龙角金牛笑道, 万家家主我们都轰过。 老者李斌愣了愣, 继而笑道, 小金兄弟说笑了。 迟疑了一下, 抱拳道, 陆兄弟, 我们还有点事, 就先离开了。 陆一平点头, 老者李斌显然是怕继续和他待在一起, 会让万家弟子误会, 受到牵扯。 于是, 老者李斌便带着弟子阳刚出了破庙, 眨眼消失在羽目之中。 老者李斌离开后, 陆一平突然对远处虚空道, 你一路跟着我们, 呆出来了吧。 第五十六章, 你身上的毛卖不卖? 陆一平话落, 一位邋遢老者, 骑着一头毛驴从虚空走了出来。 这邋遢老者, 赫然是陆一平先前在百花平原遇到的老者周成。 邋遢老者周成骑着毛驴进了破庙, 然后跳下毛驴, 对陆一平笑道, 没想到我施展了幻影盾空之术, 还是瞒不过陆公子。 陆一平脸色如常, 当年连幻影妖王施展幻影盾空之术都瞒不过他, 何况这老者周成。 这老者周成在现在的横缘未免, 实力或许很强, 但是与上古时期的幻影妖王相比, 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陆一平看了拉他老者周成一眼, 说道, 何事? 其实从他们离开百花帝国开始, 周成就一直跟着他们了, 不过陆一平懒得理会把了。 周成咧嘴一笑, 露出黄牙, 坐到了篝火旁边, 搓了搓手, 笑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一点点小事。 陆一平摆弄着烤肉, 龙角金牛盯着那头毛驴, 笑道, 我说小家伙, 你这头毛驴卖不卖? 也正缺一头做棋。 他和陆一平一样, 也早就看出了这头毛驴的不凡, 缠着呢。 周成文言一脸怪异, 脑海里想着的是一头牛, 骑着一头毛驴的画面。 那头毛驴却是狠狠瞪着龙角金牛, 说道, 你身上的毛卖不卖? 龙角金牛一愣, 双眼一瞪, 说道, 嘿, 你这头小毛驴脾气还挺大。 然后道, 信不信爷现在便将你的毛疤光了, 然后烤着吃。 周成没理会两瘦半嘴, 对陆一平笑道, 陆公子, 那个, 你还有那酒吗? 脸上颇为不好意思的样子。 陆一平似笑非笑, 看着对方, 当然有, 你还有玉吗? 一指龙汉玉, 却不料周成点头, 然后笑道, 我还有一块。 接着取了一块玉出来, 与先前给陆一平的那块龙汉玉, 一模一样。 陆一平意外, 他刚才只是随意一问, 没想到周成竟然还真的有另一块。 龙汉玉, 一共有五块, 这周成竟然有两块。 陆一平将一坛酒取了出来, 然后扔给对方。 周成接过酒, 迫不及待打开一看, 这才将那块玉扔给了陆一平。 将玉扔给陆一平后, 周成又近着酒坛盖口猛嗅了一口, 口水直流, 一脸陶醉, 想喝但是又舍不得喝。 陆一平见周成长的口水直流, 但是又舍不得喝的样子, 笑道, 你那一坛, 该不是喝完了吧? 周成笑道, 没有没有, 像这样的好酒, 我哪舍得喝完, 我每天也就喝一小口, 就一小口。 陆一平笑道, 这玉, 你还有? 龙汉玉虽然宝贝, 但是这玩意, 只有极其五块, 才有大作用。 周成摇头, 一脸认真道, 我只有两块, 这会是真没有了。 陆一平盯着对方, 这玉, 你是在哪找到的? 周成却是嘻嘻笑道, 这算不算交易? 陆一平又将一坛酒取了出来, 打开酒坛, 顿时, 酒香飘逸满了整个破庙, 甚至一出了庙外, 哪怕是外面的暴雨, 也冲不散着酒香。 周成双眼一瞪, 直直地盯着陆一平面前那坛酒, 双眼火热, 呼呼变得不一样起来, 陆一平面前那坛酒酒味更浓烈, 显然年份比她的这两坛都更久。 陆一平在神圣森林呆的无数岁月里, 除了修炼之外, 便是酿酒, 每过万年便酿一批。 虽然材料一样, 但是年份不一样, 所以味儿也不一样, 年份越酒, 自然是越醇香。 陆一平说道, 这玉, 一块有五块, 若你告诉我是在哪找到的, 助我找到剩下的三块, 这坛酒便是你的。 周成吞咽, 他死死地盯着那坛酒, 但是许久, 才苦涩笑道, 不是我不想告诉公子, 其他三块玉的下落, 是因为这玉是我在幻影妖王洞府找到的, 幻影妖王洞府并没有其他三块。 但是说到这, 他突然又道, 不过, 幻影妖王洞府有些地方, 我无法进去, 或许里面有也不一定。 幻影妖王乃上古妖族一尊强大的妖王, 洞府静置重重, 周成只能破掉极小一部分。 哦, 陆一平文言, 双眼一亮, 幻影妖王洞府, 我告诉你, 但是, 我还有两谈刚才那种年份的。 周成吞吐道, 而且, 到时, 你若有办法进入幻影妖王洞府其他地方, 除了另外三块玉, 其他宝物, 我要分三分之一。 陆一平看着周成, 笑了笑, 你就不怕, 我将你其拿下来搜魂? 周成满是皱纹的脸抽动了一下, 笑道, 陆公子说笑了, 陆公子不是这样的人。 周成置无了半天, 也说不出来。 陆一平也没为难对方, 又扔了两谈给对方, 周成脸上欣喜, 将三谈酒全部珍宝四地收好, 然后对陆一平说了一个地方, 陆一平记了下来。 不过, 这次周成得到酒后, 也没离开, 而是坐在篝火旁, 和陆一平吃烤肉, 喝酒。 那头毛驴, 也坐在篝火旁, 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烤肉, 毛驴很瘦, 像营养不良, 吃烤肉有些心不在焉, 吃是狠娘, 而龙脚金牛则是咬得满嘴都是油, 爷得狠。 你不离开? 陆一平问周成, 周成笑道, 反正我也是浪迹天涯, 一人无聊得很, 倒不如跟着公子你, 有个人做班热闹些, 以后也可替公子跑跑腿。 陆一平恩了一声, 这周成心里什么算盘, 他当然清楚, 不过对方既然要跟着, 他无所谓。 夜色慢慢淡了, 雨停了下来, 雨后的清晨, 空气特别清新,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几人出了庙, 继续赶路, 往万家过来。 第57章, 这少年到底是不是要王殿的? 陆一平收了战车, 只骑着龙脚金牛, 牛很肥, 而邋遢老者周成骑着小毛驴, 毛驴很瘦很小, 两人并骑, 走在山路间。 而张静, 赵文则骑着两头雷铃马, 跟在后面。 周成看着龙脚金牛那粗壮异常的牛腿, 对陆一平笑道, 你这牛经常吃烤肉, 怪不得如此粗壮。 龙脚金牛却是黑黑一笑, 爷这是天生, 然后抬起了粗壮的牛腿, 嗅了一下上面的强大牛肉, 怎么? 羡慕。 那头毛驴对龙脚金牛看不顺眼, 别嘴, 中看不中用, 谁会羡慕这玩意? 龙脚金牛吃生, 难道你这种瘦不垃圾的, 就中看中用? 顿时, 一驴一牛又在那里瞪眼起来, 陆一平笑笑, 也没阻止, 难得这头驴和龙脚金牛半嘴, 路上也没那么枯燥, 不一会, 几人穿过了这片荒山野岭, 不过, 刚穿过这片荒山野岭没多久, 前方传来打斗声, 近了, 陆一平意外, 只见打斗的一方, 正是昨晚离开破庙的李冰和杨刚, 两人正被一群身穿红色衣袍的高手围杀, 这群身穿红色衣袍的高手, 身上红色衣袍很是艳丽。 极了门, 周成看到那群身穿红色衣袍的高手, 歪了歪嘴, 这群不娘不爷的东西。 极了门, 在神武大陆, 名气不小, 实力与飞花门不分上下, 但是名气比飞花门要高上许多, 原因无他, 这极了门上下修炼的弟子, 皆修炼一种叫极了宝典的功法, 修炼了这极了宝典之后, 身体技能大变, 变得不男不女。 李冰和杨刚两师徒实力虽然不弱, 但是在极了门数十高手围攻下, 已经左至右处, 显向还生, 两人身上已经多处挂伤, 特别是少年阳刚, 胸口伤可见骨, 伤势很重。 被极了门众人围杀的李冰, 突然看到远处有人过来, 是陆一平, 不由心生希望, 大叫道, 陆公子, 还请陆公子出手救我弟子。 陆一平对张静眼神示意, 张静会议, 不过他也没亲自出手, 他坐下雷铃马一张口, 只见漫天神雷轰然落下, 顿时, 那围攻李冰的数十名极了门高手, 全部被神雷击飞出去。 李冰一呆, 显然没想到, 陆一平手下一头坐骑, 实力都这么强。 要知道, 刚才围攻他的极了门高手中, 可是有两尊古皇, 而且是古皇七重高手。 李冰回醒过来, 赶紧带着弟子阳刚, 向陆一平这边飞过来。 来到陆一平面前, 李冰和弟子阳刚一脸感激抱拳, 多谢陆公子出手相救。 陆一平点头, 手指一弹, 九道火红气流飞出, 涌入少年阳刚胸口, 一阵火红光芒闪动, 少年阳刚只却胸口暖洋洋的, 一股股暖流流传全身, 伤势以惊人速度恢复着, 连胸口伤口也不断愈合回来。 还魂九阳指, 李冰吃惊道, 陆公子是药王殿的人? 周成也意外, 陆一平竟然会药王殿的还魂九阳指。 刚刚被雷凌马轰飞的极乐门高手爬了起来, 原本大怒, 见到还魂九阳指, 也是吓了一大跳。 药王殿, 臭死扶伤, 在横渊卫面与各大宗门关系都极好, 威望之高, 仅次于太乙门。 甚至连武神殿与药王殿相比, 名望也略有不如。 见李冰等人, 又误会自己是药王殿的人, 陆一平也懒得解释。 感觉如何? 陆一平问少年阳刚。 对于这个憨憨的少年阳刚, 陆一平印象还是不错的。 少年阳刚运转真元, 真元运转顺畅, 憨笑道, 陆公子真乃神医, 已经完全好了。 这时, 极乐门一位古皇境的头目, 忍着伤势上前, 撞着敢对陆一平抱拳道, 敢问公子可是要王殿的人。 又道, 这两人, 乃是我们极乐门几组, 下令捉拿回去的。 几组, 乃是极乐门最强的两位老祖之一。 陆一平淡默地看着对方, 然后呢? 那极乐门古皇境头目之恩, 不敢说下去。 我们走吧。 陆一平对龙脚惊牛道, 极乐门高手没人敢出手香蓝, 只能牧师陆一平带着李冰, 杨刚两人离开。 长老, 他们两个是极组指定要捉拿的人, 我们空手回去, 极组怕是要大发雷霆。 其中一名极乐门高手吞吐道, 想叨到十极组大发雷霆的样子, 众人都是不寒而栗。 那名古皇境高手脸色难看, 说道, 药王殿的人插手, 极组知道了, 应该也不好处罚我们。 同时一脸惊疑, 不过, 药王殿会还魂九阳指的人, 也就那几位, 这年轻人肯定不是那几位, 他怎么也会还魂九阳指。 说到这, 对身边一位极乐门高手道, 查一下, 这少年到底是不是药王殿的。 而离开后, 李冰跟在陆一平身后, 一点不好意思对陆一平道, 陆公子, 昨晚的是, 我们, 此事不怪你们。 陆一平摇头, 几人一路走走停停, 路上偶尔歇歇。 第三天, 天都城遥遥在望。 天都城, 坐落在神武大陆最高山日月山的巅峰, 乃神武大陆名副其实的第一城。 陆一平几人凌空而立, 望着天都城, 只见在日月山巅峰, 天都城云里雾里, 飘渺如仙城, 哪怕隔着极远, 仍然能感觉得到天都城君临天下, 俯瞰天下的气势。 高空, 来自神武大陆, 甚至其他大陆的飞船和战车, 正从四面八方往天都城飞去。 停住了一会, 陆一平几人也往天都城飞去, 越靠近天都城, 便越能感觉到天都城的巨大和威严, 只见天都城四周满是一队队巡视的万家军团士兵。 陆一平骑着龙脚金牛, 和周成几人进了天都城。 第五十八章, 如果我非要带小金进去呢? 周成骑着小毛驴, 拿着酒葫芦, 往自己嘴里不断灌着酒。 这酒是他自己酿的, 他舍不得喝陆一平的, 用他的话说, 陆一平的酒得和陆一平吃烤肉的时候再喝。 陆一平骑着金牛, 周成骑着一头小毛驴, 两人并肩走着, 引得不少路人注目。 周成也不顾路人一人目光, 一边灌酒, 一边道, 传闻这天都城乃是上古万神之主所造, 当年万神之主便是在这里发号施令, 号令诸神。 这天都城每一块砖都是上古金港石。 少年杨刚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脸惊奇地看着接到地面上的砖, 这些砖都是上古之物。 周成点头, 不错, 别看这些砖和普通的砖没什么两样, 但是, 这天都城每一块砖都经过了上古诸神的神力加持。 而且传闻, 那位无上存在也给天都城加持过神力。 这天都城, 还有那位无上存在烙印的大阵,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天都城能历经无数岁月而不腐化。 说到那位存在, 周成一脸敬畏, 激动, 崇拜。 那位存在, 礼宾不明白周成指的是哪位。 周成停下了灌酒, 一脸严肃之急, 缓缓吐道, 神圣森林。 神圣森林? 当周成画出, 周围顿时静了。 礼宾脸色大变, 但是不敢开口, 因为, 那位对于横渊未免就是禁忌。 陆一平却是一脸平静。 就在陆一平几人走着时, 天都城内, 一位万家护卫士兵见到陆一平几人, 转身往万家军团兵营跑去。 这位万家护卫士兵, 正是当时在破庙里, 被赵文轰出破庙的那群万家护卫中的一个。 此时, 万家核心弟子万毕正在军团兵营里喝闷酒, 这几天, 他每当想起破庙里被那头牛扇出破庙的一幕, 他便火大。 他身为的万家核心弟子, 身为万家军团副统领, 还是第一次受如此大辱。 而且, 是当着万家重护卫清兵面前被一头牛给扇了。 越想越怒火, 他猛然一握, 将手中酒杯握得成了粉末。 就在这时, 便见那名万家护卫士兵急然跑了进来。 副统领大人, 我刚才看到那阑珊年轻人了, 那万家护卫士兵信冲冲道, 阑珊年轻人? 万毕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破庙那个阑珊年轻人。 万家护卫士兵提醒, 万毕一听, 当即大喜。 你是说, 那阑珊年轻人来了天都城? 那万家护卫士兵赶紧回答道, 是, 副统领大人。 万毕双眼寒芒, 冷声道, 给我召集所有人。 就在万毕召集万家军团士兵时, 礼斌对陆一平抱拳道, 陆公子, 我们就先过去万家新军团报名和参加考核了。 嗯, 去吧。 陆一平说道, 等考核过了, 礼斌再摆宴, 谢陆公子相救之恩。 礼斌感激道, 然后与弟子阳刚行了一礼, 这才离开。 周成看着离去的阳刚, 说道, 可惜, 泰坦巨人血脉稀薄了些。 然后对陆一平露齿笑道, 陆公子, 我也有点事, 先离开, 等会, 我们再在天都九楼见。 陆一平点头, 于是, 周成也骑着那头小猫驴离开。 待周成也离开后, 陆一平看向了万家总府方向。 万家总府在天都城最中央, 万家总府也是当年万神之主的府邸。 陆一平骑着龙脚金牛往万家总府过来, 不一会, 便来到了万家总府。 来到万家总府前, 陆一平看着府邸前的两座巨大奇怪石像, 心中多少感慨, 多少岁月了, 他还是回到了这里。 万家总府前的守卫, 见一个阑珊年轻人来到后, 站在大门前盯着那府前奇怪石像看, 没有离开的意思, 不由上前道, 万家总府门前不能停留, 还请阁下离开。 陆一平看了万家守卫眼, 淡然道, 我是陆一平, 前来赴约。 陆一平? 那万家守卫僵了一下, 劲儿吓得慌然而逃, 逃回了府邸之内, 差点撞到了府邸大门边上。 而另外留在原地的几名万家守卫, 则是双腿打着叉, 双眼死死地盯着陆一平, 陆一平脸色如长, 很快, 万家府邸内, 人影闪动, 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一群又一群万家高手, 从府邸内冲了出来, 为首的, 正是万家家主万成, 万成身后, 则是万家少主万弘, 以及万家一众太上长老, 长老。 本来, 万家家主万成, 正与儿子万弘等人谈着, 过些日子, 天神河将会逆流之势, 突然间万家守卫进来禀报, 说陆一平来了, 吓了一跳, 慌然之下, 召集了府邸内所有的太上长老, 所有的长老全部赶出来, 出来时, 他也让人禀报给了祖地内的所有老祖, 见万家家主万成如灵大敌一般, 从府邸内出来, 龙角金牛撇了撇嘴, 万成看着坐在龙角金牛上的陆一平, 心里有些发怵, 上前抱拳抢笑道, 陆公子大驾光临, 万成有失远迎啊, 远迎就不必了, 万无敌不是要见我吗, 带我去见他, 陆一平淡然道, 听陆一平直呼他们, 万家老祖宗万无敌之名, 万家仲台上长老, 长老漠不漠然, 万家家主万成也都眉头一皱, 不过, 他还是压下了他心中的不快, 僵硬点头, 请陆公子随我来, 但是, 他又道, 不过陆公子, 我父亲说只见你一人, 所以你这头牛虫, 我看就不必进祖地了吧, 万家的祖地, 又岂是一头牛随便能进的。 第59章, 一口气吹爆, 陆一平看了万家家主万成一眼, 如果我非要带小金进去呢? 万家家主万成文言, 心中极为不快, 一位从万家祖地赶快的老祖听到, 脸色当即一沉, 这陆一平来了, 他们万家总府, 竟然还如此之狂。 他来到后, 沉着脸, 对陆一平道, 陆一平, 我家老祖宗, 身为神武大陆之主, 见你那是你莫大荣幸, 就算是北斗大帝周定天, 想见我们老祖宗也见不到。 你觉得你一头牛虫有这个资格? 就在这时, 龙角金牛咧嘴而笑, 粗壮的牛腿猛然向地面一踩, 动, 整个天都城仿佛受到了汗天一击, 剧烈晃动, 仿佛随时要从日月山巅峰掉落下去。 天都城内各个角落的各方强者, 正自闲逛, 喝酒, 笑谈, 天都城突然一阵剧烈晃动, 巨兜大惊, 全部停了下来。 而万家家主万成等人, 也都全部被无形气浪震飞, 包括那万家老祖。 龙角金牛对万家家主万成冷横道, 我没有资格, 若不是我家主人看在万贝贝的脸面上, 万无敌连跪在我家主人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你以为我家主人是谁想见就能见呢? 周定天? 周定天算什么东西? 凭他也能与本祖相比。 万无敌? 万无敌算个什么鸟? 他的鸟再大, 在本祖面前也就是个渣。 本祖吹口气都能将他鸟吹爆。 龙角金牛的声音很大, 传到了万家总府各个角落, 传到了天都城上空。 天都城内所有人面面相觑, 许多家族高手都猛了。 这是谁? 一位家族家主吃吃道, 竟然还有人敢在天都城, 说吹一口气, 能将神武大陆之主万无敌大人的那个东西吹爆。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从万家祖地内传出, 请陆公子进来。 正是万无敌的声音, 万家家主万成等人爬了起来, 又惊又怒地看着龙角金牛。 陆公子, 请。 万家家主万成心情复杂, 喉咙如动荡, 龙角金牛冷笑, 怎么? 那万无敌小辈见不得人, 不敢出来见我主人, 让他亲自滚出来。 放肆。 这时, 万家祖地内万无敌的声音再次响起, 声音震得天都城翁然, 任谁都听得出万无敌已怒。 只见一只金色泉印从万家祖地内飞出, 猛然向龙角金牛和陆一平轰压而至。 这金色泉印燃着金色之焰。 金色泉印破空, 所过之处空间漠不颤动, 骇人的毁天灭地力量, 让天都城所有人惊恐。 这是天神的力量。 万无敌大人突破天神了。 天都城内有老祖师生惊呼道, 一万尊神灵也难有一尊突破真神。 而真神要突破天神更是难如登天。 横元未面十大超级高手中, 也只有前三人才是天神高手。 可想突破这天神竟有多难。 以前, 身为神武大陆之主的万无敌, 也只是真神后期巅峰而已。 看着轰然而至的金艳神拳, 龙角金牛却是痴然一笑, 一张口, 吹了一口气。 顿时, 那如巨山一般有汉室之威的金艳神拳泉印, 竟然轰然一响, 在半空炸开。 当金艳神拳泉印炸开时, 毁灭力量席卷天地。 万家高手, 惊恐飞逃躲避。 哪怕万成这个万家家族也惊恐飞逃, 当他狼狈逃出后, 看去, 只见万家总府附近, 一切建筑接近化成了鸡粉。 万成看着龙角金牛, 心中惊涛骇浪。 还真是一口气吹爆。 陆一平坐下的这头牛, 和他父亲一样, 竟然是至尊无上的天神。 而祖地内刚刚出手的万无敌本人, 则被惊艳神拳的力量反震地连连后退, 退出了数里之远。 万无敌停下身形, 一脸大惊和无法置信。 这时, 突然, 万家祖地虚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撕裂了开来, 只见一个蓝山年轻人骑着一头金牛从虚空降临。 万无敌墙自压下心中震动的气血。 万家其他七十多位老祖全部紧张地靠在了万无敌身后, 如灵大敌地看着降临的陆一平和龙脚金牛。 陆一平淡漠地看着万无敌。 你让我来万家祖地, 是想借万家祖地的祖元之力来镇压我, 取得惊艳神拳秘籍真本。 然后道, 你们可以一起出手, 只要你们能接得下我一拳, 我给你们秘籍真本。 万无敌温言, 脸色难看, 刚才这陆一平说什么? 让他们一起出手。 他深吸了一口大气, 压下心中怒火, 冷冷道, 好, 那我们便一起出手, 接你一拳。 说完, 飞山起, 来到祖地中央, 全身光芒涌动, 天神尽力量疯狂倾泻而出, 而万家其他老祖也都其然来到了万无敌身后, 通过密法, 其然将全身神力灌注进了万无敌体内。 得到了万家所有老祖的神力灌注, 万无敌全身更是金光涌动, 如同一尊金色大佛。 万无敌等人的力量, 如灭尸巨浪, 不断涌向万家祖地。 在万无敌等人的力量引动下, 万家祖地深处, 一股澎湃至极的力量冲起, 万家祖元之力终于被万无敌等人唤醒。 一重又一重的万家祖元之力, 如同无穷无尽般涌出, 不断加持到万无敌身上。 得到了万家诸祖神力, 贯注的万无敌, 气息本就节节攀升, 现在又得到万家祖元之力加持, 气息再次猛然暴涨。 最后, 万无敌的气息达到了一个极致, 一个巅峰。 陆一平这才一拳轰出, 同样是金艳神拳。 但是, 当陆一平这一拳轰出时, 亿万光芒仿佛汇聚于金艳权硬之中, 万无敌等人从来没见过如此璀璨的金艳神拳。 祖元之力? 给我破啊! 万无敌金句中, 疯狂轰出, 万家元祖之力和万家所有老祖的力量, 全部汇聚到了他双拳之中, 迎向了陆一平的金艳神拳。 哄! 具象中, 天地一阵顿挫, 万家祖地猛地抽搐了一下。 第六十章, 掌控万神之力, 万无敌等人最终没能轰破陆一平的金艳权硬。 陆一平金艳权硬已视如破竹之势, 将万无敌和万家所有老祖全部离开, 权硬不停, 又在万家祖地上空离出了数百里, 这才停了下来。 饶事如此, 权硬所离过的空间仍然在颤动, 仍然滞留着金色之夜。 陆一平金艳神拳的权力, 仿佛永久烙印到了空间之内, 万无敌被离非, 瘫倒在祖地地面, 全身是血。 他看着陆一平, 眼中竟是难以置信和骇然。 他连手万家七十多位老祖所有的力量, 再加上万家祖元之力, 竟然挡不下陆一平一拳。 你是谁? 他惊惧地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 难道真是来自九天? 陆一平也没回答, 缓缓走来, 手一抬, 便见万家祖元之力从地底涌出。 这些祖元之力, 竟然化成了一条条飞龙, 围绕在陆一平身边。 万无敌和万家众多老祖, 双眼一瞪。 你竟然能掌控我万家祖元之力? 万无敌大惊。 他们万家祖元之力, 不是只有万家历代家主, 才知道掌控之法吗? 而且, 只有拥有万家的血脉, 才能掌控得了万家祖元之力。 两者, 缺一不可。 这陆一平, 一个外人, 现在, 却能掌控他们万家的祖元之力。 陆一平淡然道, 一个万家祖元之力而已。 说到这, 单手随意一抬, 便见天都城震动, 一道道神灵之光, 冲天起。 天都城上空, 顿时漫天诸神之光, 在诸神之光下, 天都城接近被笼罩在神威之下, 城内所有人, 接近被这神威压的匍匐在地, 包括邋遢老者周城和金毛驴, 包括万无敌和万家众多老祖。 万无敌被压得趴在那里, 和万家众多老祖, 双眼尽是震撼。 这陆一平, 不仅能掌控他们万家的祖元之力, 竟然还能掌控天都城的万神之力。 这天都城, 乃是万神之主所打造。 城内, 由万神之主和麾下众神加持的神力, 除了万神之主, 后世根本没人能掌控天都城的万神之力。 连他这个神武大陆之主也不行, 他苦苦研究无数年, 也不得奥秘。 可是, 陆一平却挥手之间, 便能将天都城的万神之力全部激活。 而天都城内, 被诸神之威压地趴下的邋遢老者周城, 却是大惊。 难道是万无敌终于参悟出了天都城的奥秘? 激动了天都城万神之力。 城内洛家、云家、 陈家高手竟然道, 快禀报家主大人, 万无敌已经掌控天都城万神之力。 万无敌掌控天都城万神之力, 这可是神武大陆乃至整个横渊未免的大事。 天都城, 诸神之力澎湃, 最后, 在天都城上空凝聚成了一尊尊强大的古神之魂。 这些古神之魂, 剧都对着万家祖地内陆一平拜扶。 祖地之外, 其他高手看不到是对着陆一平, 但是祖地之内万无敌, 万家诸祖看到这一幕都呆了。 这些上古古神之魂, 竟然对陆一平拜扶? 为什么? 就因为陆一平掌控了天都城的万神之力。 就算陆一平掌控了天都城的万神之力, 这些上古古神之魂也没必要对陆一平拜扶吧? 除非陆一平是万神之主, 但是万神之主早已陨落。 那么, 陆一平是谁? 你到底是? 万无敌颤颤兢兢, 问道, 陆一平手一挥, 天都城所有神力散去, 所有上古古神之魂也都渐渐消散, 一切恢复如常。 压在天都城所有人心头的神威, 这才消失。 你们万家始祖万贝贝, 难道没有和你们说, 经验神权是谁传给他的吗? 陆一平看了万无敌一眼, 副手而立道。 我们始祖, 万无敌还有万家所有老祖如被天雷轰重。 你是? 万无敌双眼亥然, 不敢相信地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难道就是? 陆一平将一枚令牌扔给了万无敌。 万无敌接过令牌, 看清令牌, 双手一颤, 这枚令牌在他手中仿佛如一座混沌巨山一样重。 而万家诸祖也都看清了令牌, 巨都颤然。 万家子孙万无敌, 见过大人。 万无敌脸色苍白地匍负下来, 他匍负在那里, 瑟瑟抖, 激动, 敬畏, 惧怕。 万家诸祖哪敢再迟疑, 也都匍负了下来, 贴着地面, 大气不敢喘。 万无敌匍负在那里, 尖露一平许久没有开口, 额头冷汗淋漓, 就在万无敌以为必死时, 陆一平冷泪的声音响起, 万贝贝是什么时候离开横渊未面的? 万无敌没料到陆一平突然会问这个问题, 全身绷紧, 赶紧回想了一下, 回答道, 始祖大人是三十多万年前离开的。 陆一平又问起了万贝贝和神武大陆, 还有横渊未面的一些事情。 而外面, 万家家主万成, 万家少主万红等人不知祖地情况, 巨都忐忑不安。 不知祖地内, 现在如何了? 万家家主万成眉头紧锁, 深深担忧。 父亲放心, 由我们万家祖员之力加持, 哪怕是太乙门疆域, 也只能退走。 万家少主万红说道, 就算陆一平和那头牛实力再强, 也必不是爷爷他们对手。 万家家主万成回想, 先前龙角金牛一口气吹爆惊艳神拳的情景, 却是摇了摇头, 没有开口。 这时, 祖地内传出万无敌的声音, 万成、万红, 你们进来。 万家家主万成疑惑, 和万家少主万红两人进入了祖地。 两人进入祖地后, 远远便看到了陆一平, 只是待两人看到万无敌和万家诸祖匍匐在地时, 双眼瞪大。 第六十一章, 一直在找你。 万无敌见两人到来, 贺道, 傻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速速过来拜见大人。 拜见大人, 听到万无敌那如雷般的喝斥声, 万家家主万成和万家少主万红两人梦了。 由于陆一平撤去了天都城的万神之力, 所以, 天都城行人恢复了过来。 万家核心弟子万弊, 让手下查探陆一平下落。 副统领, 那蓝山年轻人下落暂时还没查到, 不过, 先前与他们在一起的那个老者和少年, 我们查到, 他们正在我们新军团报名考核地点报名, 看样子, 是想考核进我们万家新军团。 其手下回答道, 报名考核, 我们万家新军团。 万弊闻言, 冷然一笑, 也好, 那便先将那老者和少年勤拿下来, 再问那蓝山年轻人和那头牛下落, 走, 去新军团报名考核地点。 于是, 万家核心弟子万弊便率领麾下士兵往新军团报名考核地点过来。 而此时, 李斌和其弟子杨刚正报了万家新军团的士兵考核, 再进行考核。 陆一平看得没错, 李斌的确是吞付过五行类的天才地宝, 所以, 肉身, 血气都比同境界高手要强上许多, 再加上功法不错, 所以, 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通过了万家的新军团考核, 而其弟子杨刚身具泰坦巨人血脉, 也都轻易通过了万家的新军团考核。 李斌和弟子杨刚两人站在榜单之前, 看到两人的名字都是名列前茅, 都是露出了欣喜笑容。 各个境界, 每一批考核成绩只要进入前一百名就能通过, 而两人的成绩都排在十几名。 师父, 我们通过考核了。 少年杨刚对李斌酣笑道。 嗯, 我们通过了。 李斌大笑, 我们等会便去天都酒楼早早定位, 然后请陆公子他们好好喝个痛快。 喝个痛快? 这时, 一道嚣张的声音笑了起来, 天都酒楼就不必去了吧? 等会我陪你们去天都城门前刑场喝个痛快。 接着, 便见万家弟子万币率领着数百清兵往这边过来。 李斌看清师万币, 脸色一变。 而现场负责考核的那名军团队长, 剑师万币, 赶紧迎了上来, 属下见过副统领大人。 然后问道, 副统领大人, 你们这是? 李斌听眼前万币是副统领, 心又是一臣。 他们来之前, 对万家军团的官衔了解过, 从低到高, 分别是小队长, 中队长, 大队长, 大队长之上才是副统领。 副统领, 在万家军团中可以说是很高的官职了。 这两人先前得罪过我, 万币对那负责考核的队长说道, 然后对身后清兵道, 将他们两人给我拿下, 带走。 负责考核的队长文言, 他们现在已经是军团的士兵, 他们没犯什么事, 你们就这样直接带走, 这不合军团规定。 万币一听, 冷然一笑, 直接一巴掌扇在那考核队长脸上, 将其扇退了数步。 谁说他们考核过了? 我说他们没通过, 他们就没通过。 万币冷然道, 给我将他们拿下。 其身后士兵向礼兵, 杨刚两人涌了上来。 万家祖地内, 万无敌颤颤兢兢的对路一平道, 大人, 你这次出事, 降临万家, 便在万家多待留一些日子吧, 也好让我们这些万家晚辈, 替始祖大人好好奉仕大人。 陆一平看了万无敌一眼, 大人道, 我这次来, 会在天都城待留几天。 他这次来天都城, 自然不是仅仅为了来一趟万家, 他还有其他事。 万无敌一听, 欣喜若狂, 说道, 那我现在便让人备好宴席, 给大人接风洗尘。 接风洗尘就不必了。 陆一平道, 我已经约了人去天都酒楼。 天都酒楼? 万无敌一政。 接儿道, 那我便让人将始祖大人的愿设整理干净, 给大人居住。 陆一平说道, 不用, 到时, 我住万神居就行。 万神居? 万无敌错愕, 万神居, 乃是当年万神之主居住的地方, 也在万家府邸之内, 但是万神居禁止重重, 就算万家始祖万辈辈, 当年也无法进去。 不过, 万无敌很快便反应过来, 恭敬应试, 那我到时便在万神居前后着, 等大人从天都酒楼回来, 到时大人有什么要问的, 我也好回答大人。 陆一平也没反对, 然后和龙角金牛离开了万家祖地, 往万家新军团报名考核的地方过来。 此时, 万家新军团报名考核处, 李冰和杨刚已被擒拿住, 两人怒然地看着万臂和其麾下士兵。 那蓝山年轻人, 何奈头牛, 现在在哪? 万臂冷然问道。 杨刚怒视着对方, 不知道? 不知道。 万臂双眼一冷, 上前一步, 猛然一拳轰在杨刚丹田, 将杨刚丹田轰碎。 杨刚? 李冰怒然叫道, 住手! 陆公子是要王殿的人。 万臂一证, 要王殿? 继而赤声一笑, 一脸狠立, 要王殿的弟子又如何? 他就算是要王殿的弟子, 我也一样要废了他。 是吗? 一道冷漠地响起。 李冰, 杨刚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心中一喜。 看去, 陆一平骑着龙角金牛正从街道尽头过来, 身后, 跟随着张静, 赵文两人。 万臂看到陆一平, 看到陆一平坐下龙角金牛, 双眼凶狠光芒一闪, 向陆一平走了过来。 他盯着陆一平, 小子, 你来得正好。 然后, 看向龙角金牛, 这几天, 我一直在找你, 和你这头牛宠。 第62章, 英鬼宗大军。 万家核心弟子万臂说到这, 双眼狠然, 给我废了他们。 齐挥一下士兵, 便要向陆一平涌了上来。 但是, 这群士兵还没涌到陆一平面前。 突然, 陆一平后面冲出一人, 对方猛然一拳, 便将万臂还有这群万家军团士兵全部轰飞。 出手之人, 正是万家老祖之一万荣。 这万荣, 与万无敌同辈。 万无敌生怕天都城内有不开眼的, 惊扰到陆一平。 所以派万荣暗中远远保护陆一平。 跟在陆一平后面的万家老祖万荣, 一见万家弟子, 万臂要对陆一平出手, 差点魂都没了。 哪顾得了其他, 直接冲出来出手。 一片惨叫。 万臂摔入人群中, 发现自己体内经脉, 丹田全部被对方轰碎, 不由悲怒异常, 杀意狂暴。 他双眼血红地盯着万荣。 你是谁? 万荣与万无敌同辈, 很多年没有出万家祖地了。 而且以万臂身份, 难以见到万荣, 所以他并不认得万荣。 万荣见万臂双眼血红地问自己是谁? 不由脸色一冷, 又一巴掌扇了过去。 我是你祖宗。 万臂被扇进了人群。 人群一时大乱。 这时, 脚步涌动, 只见一队又一队的万家军团士兵赶了过来。 为首的是万家新军团的副军团长。 那副军团长远远便看到了万荣, 只觉得万荣熟悉。 近一看, 待看清是万荣时, 赶紧来到万荣面前拜道, 万荣老祖宗。 被扇进人群的万臂, 一听, 吃吃到, 万荣老祖宗。 万荣高手都是惊呆。 这个, 突然出手的银发老者是万家老祖万荣。 万荣, 乃万家第二高手。 一尊真神后期巅峰的存在, 哪怕是在横渊卫面, 都是赫赫有名。 万家老祖万荣没有理会众人, 转手来到陆一平面前, 宫申道, 大人, 这些不开眼的东西没惊扰到大人吧。 额头不知不觉冒出了冷汗。 见万家仅次于万无敌的老祖万荣, 宫申称呼陆一平为大人, 万臂脑海一片空白。 李斌, 杨刚等人, 则是猛了。 陆一平则从龙脚精牛背上下来, 来到李斌和杨刚面前, 手抬起, 手指绿光涌动, 一滴绿色的水滴出现在其手指间, 澎湃的生命气息弥漫开来。 万家老祖万荣看着陆一平手指间的绿色的水滴, 吃惊, 这是远古生命之神的本源之力, 生命之力。 陆一平手指一点, 那滴生命之力便落到了杨刚丹田之中。 顿时, 杨刚刚才被万家核心弟子万臂烘碎的丹田不断愈合, 最终完全恢复。 而且, 杨刚能清晰地感觉到, 恢复后的丹田比先前更坚韧, 亦更宽阔。 多谢公子。 杨刚不慎感激道。 陆一平点头。 至于李斌, 伤势不重, 吞服了一枚丹药后, 已恢复了许多。 陆一平这才对万家老祖万荣道, 既然是万家的弟子, 那你们万家就按万家的家法处置吧。 一指万臂。 陆一平和李斌, 杨刚几人离开了现场。 离开现场后, 陆一平几人则来到了天都酒楼。 李斌跟在陆一平身后, 心中揣揣, 在猜测陆一平身份。 陆一平既然是药王殿的人, 那么, 连万家老祖万荣都对其如此恭敬。 难道是药王殿的药王大人? 还是药王殿的李祖? 能让万家老祖万荣如此恭敬, 也只有药王殿的药王和李祖两位了。 传说, 药王殿的药王吞付过混沌神药, 容貌永驻, 很是年轻。 就在李斌猜测时, 陆一平开口道, 你不用猜了, 我不是药王殿的人。 李斌一正, 挠了矛头, 说道, 我还以为公子是药王大人。 来到天都酒楼没多久, 便捡拉他老者周成骑着毛驴过来。 不过, 要进酒楼的时候, 周成还有那头毛驴被酒楼的伙计拦了下来。 陆一平见状, 觉得好笑。 最后, 还是李斌出去, 将其带了进来。 进来后, 周成对陆一平道, 是你和万无敌那小子交手。 李斌一听, 是今, 刚刚天都城弄出那么大动作, 和神武大陆之主万无敌大人交手的, 是陆公子。 周成又道, 阴鬼宗和黄泉魔宗, 还有暗魔宗已经在密谋, 他们应该是要联手为杀你。 阴鬼宗, 黄泉魔宗和暗魔宗的大军, 只怕用不了多久便到了。 阴鬼宗沟通九天, 神土和幽冥之狱, 已经得知陆一平并非来自九天, 神土和幽冥之狱, 更不是什么神子。 陆一平文言, 脸色淡然, 阴鬼宗, 黄泉魔宗打着给好丹, 苏绣报仇的旗号是假, 他们无非是看中了他身上的天象神玉拳, 时光神拳秘籍真本, 甚至以为, 他得到了圣魔, 时光老人的洞符宝藏。 龙角金牛文言却笑道, 希望那什么阴鬼宗, 黄泉魔宗和暗魔宗, 到时不要只来几只小猫小狗, 不然, 都不够我老牛塞牙缝。 礼斌却是听得云里雾里, 阴鬼宗, 黄泉魔宗, 暗魔宗大军。 周成对礼斌道, 你怕是不知道吧, 这位就是有情仙之名的陆一平公子。 陆一平公子? 礼斌一听, 吃惊, 他先前也只知道陆一平姓陆, 还真不知道陆一平身份。 毛驴却是斜眼看着龙角金牛, 大话别说得太早, 说不定到时阴鬼宗大军一到, 你吓得毛都变黑了。 久后,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则回了万家总府, 礼斌, 杨刚两人则去了万家新军团报道, 至于周成, 也和陆一平来了万家总府。 万无敌早就在万神居前后着, 只是见到陆一平身边的周成时, 大事意外。 怎么? 无敌小子, 当上省武大陆之主, 便不认得我老盖了。 周成道。 第六十三章, 永夜之童。 万无敌一听, 赶紧笑道, 周成前辈说笑了, 我只是没想到, 周成前辈会和大人一起过来, 一时愣住, 周成前辈勿怪。 然后道, 我等会将沧海酒给周成前辈送过来。 周成闻言, 这才满意一笑。 你和陈青阳, 若您几人, 我就看你顺眼。 在万无敌和周成两人闲聊时, 陆一平则来到了万神居面前, 然后迈步走了进去, 畅通无阻。 万无敌一愣, 这万神居大阵禁止恐怖, 他尝试过无数次, 根本无法靠近十米之内。 可是陆一平竟然就这样走进去了, 连周成也意外, 万神居无人能进, 这是横渊未面许多高手都知道的。 周成和万无敌两人也试着迈步走了进去, 让两人错愕的是, 这次万神居的大阵禁止也没有出现, 两人同样畅通无阻走了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 万神居的大阵禁止已经被破了? 可是, 刚才他们并没有看到陆一平出手。 别怪我不提醒你们, 进来可以, 东西别乱碰。 陆一平淡然道, 不然到时死无全尸, 周成和万无敌两人心中一灵。 其实, 这万神居也没什么重要东西, 所以陆一平才让两人进来。 周成两人跟在陆一平身后, 看到院子那石桌竟然是用整块紫阳石打造。 紫阳石乃是一种罕见的神石, 便是在九天也难见。 天机商会曾拍卖过一平方米的紫阳石拍卖出了十亿。 穿过前面院子, 一棵神树出现在几人面前。 青燕神树! 周成, 万无敌两人一呆, 青燕神树, 所生叶子自带青色的神燕, 其青色神燕可淬炼神丹, 可淬炼神体, 有着种种妙用, 价值比紫阳石还要高。 太乙门就有一刻, 横圆未面, 只有太乙门那一刻。 但太乙门那刻, 青燕还没化灵, 眼前这颗, 青燕已经化灵。 在青燕神树之后, 陆一平带着几人来到了前殿。 前殿大殿中, 耸立着四根几人才能合抱的铜色之柱。 铜柱之上, 玄黄金铁可是横圆未面最坚韧的一种神级材料, 可铸造极品神器, 用玄黄金铁锻造的极品神器, 威力要远比其他极品神器强。 陆一平看着这些东西, 脸色如长,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什么作用。 最后, 陆一平来到了万神区的内殿, 万神之主平时练功的地方。 内殿墙上挂着一把长剑, 长剑通体墨黑, 散发着幽冷的气息。 除了长剑之外, 还有一张寒玉床, 再无他物。 这里是万神之主当年居住之地, 并非其洞府, 其洞府在他处。 陆一平将长剑取了出来, 拔剑而出, 整个大殿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哪怕是周成, 万无敌两人也都无法看清实质。 不仅如此, 而且两人发现, 在这黑暗之中, 神石竟然无法感应周围一切, 被这黑暗力量完全屏蔽了。 陆一平将剑插回剑销, 殿内这才恢复。 永夜之同。 周成和万无敌两人看着陆一平手中之剑, 竟是畏惧之色。 永夜之同, 魔族无上魔剑。 不错, 这便是当年魔族之主永夜的配剑, 永夜之同。 陆一平说道, 果然, 周成两人听陆一平说, 这便是永夜之同, 都是心头一震。 半小时后, 两人离开了万神居。 从万神居出来, 周成沉吟道, 永夜之同怎么会在万神之主的万神居? 难道当年魔族之主是被万神之主所杀? 据神典记载, 魔族之主永夜君王突然暴毙在自己寝宫, 至于凶手, 无人得知, 而永夜君王的配剑永夜之同也都随之不见。 现在, 永夜之同却在万神居出现, 让周成惊疑不已。 万无敌一脸色变幻。 无敌小子,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周成见万无敌神色, 问道, 这陆一平来历, 你肯定知道, 是吧?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万无敌摇头, 周成前辈, 你就不要问我了。 周成见状更是惊疑, 看万无敌神色, 明显知道陆一平是什么来头, 可是万无敌为何忌惮成这样, 连透露都不敢透露。 万无敌, 周成两人离开后, 陆一平擦拭了一下永夜之同, 这把永夜之同, 除了是当年永夜君王的配剑, 对于魔族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所以, 这么多年来, 魔族各族的高手, 一直都在寻找这把永夜之同。 当年苏成的死, 会不会和这把永夜之同有关? 龙角金牛突然开口道, 万神之主本名叫苏成, 陆一平听出了龙角金牛的意思, 摇头, 应该不会, 当年没人知道我将永夜之同交给苏成, 若是苏成最亲近的人呢? 龙角金牛说道, 或许吧, 陆一平双眼深邃。 次日,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离开了万神居, 来到了天都城一处破败庄院之前, 院子木门已经完全腐烂, 院内杂草丛生。 陆一平来到院子满是青苔的时间坐了下来, 然后将酒取出来, 一喝便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他和龙角金牛离开, 去了天都城一座古钟楼。 在天都城转了一圈后, 再回到万神居时, 天色已暗。 如此数日, 陆一平都是如此, 和龙角金牛在天都城内闲逛。 这一天, 就在陆一平骑着龙角金牛经过一处闹市时, 突然, 一道极其惊人的剑气滑破了虚空, 瞬间便刺到了陆一平面前。 眼看剑气便要将陆一平喉咙切开, 陆一平两指一夹, 便将剑气夹在半空, 然后一挥, 剑气没入了人群。 顿时, 一个中年人被剑气击中, 从人群之中跌飞了出来。 中年人惊然地看着陆一平, 显然没料到刚才必杀一剑会被陆一平绑了下来。 阿赖叶之剑, 陆一平淡漠地看着对方, 杀生道的杀手。 杀生道, 是横渊未免最神秘、 最古老的一个杀手组织。 杀生道连天神镜的高手都曾刺杀成功过。 眼前中年人是一位真神后期巅峰, 而且是领悟了一百多道天神法则的真神后期巅峰。 第六十四章, 剑神骆宁。 修为达到真神后期巅峰之后, 便可参悟天神法则。 当参悟出一万道天神法则之后, 将这一万道天神法则成功融合, 就是突破天神镜之时。 所以, 真神后期巅峰高手, 实力有强弱之分。 参悟一百道天神法则和参悟两百道天神法则, 战力会相差不少。 参悟一千道天道法则和参悟五百道, 差距更大。 当然, 天神法则不是那么容易参悟的, 越往后, 越难参悟。 眼前这杀生道的杀手, 参悟了一百多道天神法则, 已是不易。 中年人冷冷地看着陆一平, 没想到你实力竟然这么强。 不过, 我刺杀失败, 杀神大人下次会派更强的人来杀你。 杀神, 乃是杀生道首领。 横渊未免杀手组织众多, 但是能得杀神称号的, 也只有杀生道的首领。 至于这杀神实力, 没人知道。 不过, 就在这时, 突然, 一把匕首瞬间便刺到了陆一平身后, 速度极快, 比刚才的剑气还要快上许多。 而且匕首之上, 默默一片, 显然是沾染了剧毒。 杀生道这次刺杀陆一平, 不仅是派了刚才的中年人, 还派了另一人, 此人实力比刚才中年人实力更强。 但是, 就在匕首刺刀陆一平背后一寸时, 突然停了下来。 手持匕首的杀生道刺客, 一脸大惊, 空间凝滞。 陆一平转手过来, 目光冷漠地看着对方, 对方是个女人, 一个很美的女人。 是神之毒。 龙角金牛看着匕首。 匕首上的毒, 正是天下最厉害的剧毒, 是神之毒, 便是天神镜高手中的此毒, 也难以驱除。 而天神镜以下, 必死。 陆一平全身光芒一震, 将对方震飞了出去。 匕首被震成了鸡粉。 若儿, 你走。 先前的中年人则对后面出现的女刺客喊道, 接着, 全身光芒涌动, 化成了无数刀器, 向陆一平斩杀过来。 后面那女的也没迟疑, 当即破空而去, 瞬间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走。 陆一平冷然一笑, 单手一射, 只见那位已经顿走消失的女刺客, 被陆一平再次从虚空之中射拿了出来, 跌回了原地。 而中年人刀器, 则被龙角金牛一掌拍碎, 其本人被拍落到了地面。 龙角金牛硕大的牛腿直接踩进了对方胸口, 将对方身上铠甲踩爆。 被龙角金牛踩住的中年人, 嘴角突然溢出了黑血, 全身体表瞬间变得紫黑起来。 显然, 对方见刺杀失败, 服毒了, 正是刚才的弑神之毒。 那女的, 在中年人之后, 嘴角溢溢黑血, 全身同样变得紫黑。 见两人要服毒而死, 陆一平手指突然光芒涌动, 一道道光芒涌入四周空间, 两人惊恐发现, 四周时空不仅完全停滞下来, 而且开始逆流, 回到了两人服毒之前。 时空逆转, 两人难以置信。 时空逆转, 比空间凝制更难参悟, 亦更难掌控, 连太乙门疆域都不能掌控着时空逆转吧。 陆一平逆转时空后, 将两人射拿到面前, 然后搜魂。 很快, 搜魂结束, 陆一平便将两人神格中的天神法则 全部抽取了出来, 打入了张镜, 赵文两人神格之中, 然后将两人捏爆, 扔入了乾坤顶内。 而陆一平和杀生道两名刺客的打斗, 被陆一平用空间法则完全隔绝在了一空间, 所以并没有经到周围众人。 主人, 是阴鬼宗和黄泉魔宗顾请了杀生道的杀手。 龙角金牛问道, 应该不是。 陆一平摇头, 刚才两名杀生道杀手, 也不知雇主, 但是陆一平直觉告诉他不是。 阴鬼宗和黄泉魔宗的高手要杀他, 会自己动手, 不会大费周章顾请杀生道的杀手。 不过, 两名杀生道杀手不知雇主是谁, 但是杀生道首领杀神肯定知道。 陆一平回到万家总府, 将万无敌叫来。 杀生道? 万无敌听陆一平问起杀生道, 不由意外。 刚刚有两名杀生道高手刺杀主人。 龙角金牛道? 什么? 万无敌一听, 脸色一沉。 那我现在便封锁天都城, 搜查全城。 不用了。 陆一平, 他们只来了两人, 已被我所杀。 你可是杀生道总部。 万无敌摇头, 陈英道杀生道总部是个谜, 只有一人知道杀生道总部。 谁? 陆一平问道, 太乙门江玉。 万无敌用别样的语气说道, 听说江玉和杀生道杀神交过手, 也是唯一一个和杀神交过手而活下来的。 这杀神实力如此之强, 为何横渊卫面十大高手中没有他的排名? 龙角金牛问道, 因为没人知道他真正实力, 所以根本无法给其排名。 万无敌说道, 武神殿的九爵武神前辈很多年也没出过手了, 所以同样没有排名。 万无敌说到这, 小心地看了陆一平一眼, 武神殿的九爵武神可是进入过神圣森林的, 至于九爵武神和陆一平的关系, 很多人都在猜测。 就在这时, 突然, 陆一平腰间幸福一阵, 他取出一看, 幸福信息是天机商会分会会长孙力宣发给他的。 当初, 他让天机商会帮他调查阳东当年阳东失踪之时, 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看完幸福信息, 陆一平冷然一笑, 洛宁。 当年, 阳东受人邀请进了诸神战场, 后来失踪, 而现在, 天机商会调查到, 当年邀请阳东之人正式剑神洛宁。 听陆一平突然提到洛宁, 万无敌错愕, 陆一平将幸福扔给了万无敌, 万无敌看完也都意外。 这么说, 当年阳东失踪和洛宁有关。 大人, 洛宁不简单, 万无敌想了想, 说道, 他和九天的太清剑派关系很好。 说到太清剑派, 万无敌脸色凝重。 横元卫面有十大超级势力, 太乙门为十大超级势力之首, 但是, 在太乙门之上, 还有三个特殊的存在。 九天! 神徒! 游民之狱! 这三处凌驾于太乙门之上, 而太清剑派是九天众多超级宗门中最强的几个。 第六十五章, 更古魔星。 哦, 太清剑派。 陆一平文言, 不动声色。 龙角金牛文言调侃笑道, 原来是太清剑派那群老鸟, 这骆宁不会是那群老鸟的弟子吧? 老鸟! 万无敌文言, 脸色嫩嫩。 他知道龙角金牛说的是哪几位, 但是关于那几位, 他不好接口。 我们等会便离开。 陆一平说道, 大人等会便走。 万无敌意外, 欲言又止。 陆一平看了万无敌一眼, 说道, 你是想要些亲眼来淬炼神帖。 万无敌脸色一红, 没想到他心思被陆一平看出来了, 他刚突破天神之境, 若能用青燕神术的青燕来淬炼天神之体, 那么可省他数百年苦修。 陆一平说道, 青燕神术的青燕虽然妙用, 但是效果还是差了些。 说到这, 手指间出现了一团金色火焰, 四周空间顿时如入火浆之中。 万无敌看着陆一平手中金色火焰, 吃惊到, 凤凰之焰。 不错, 正是凤凰神术所生的凤凰之焰。 陆一平说道, 然后一点, 手指间的凤凰之焰没入了万无敌体内。 这凤凰之焰比青燕神术的青燕好上多倍。 陆一平说道, 炼化的时候, 你可仔细参悟其中的火之法则。 万无敌恭敬拜福, 一脸感激道, 多谢大人。 起来吧。 陆一平说道, 你修炼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现在可问我。 万无敌欣喜若狂, 起来后, 便将这些年修炼遇到的问题一一请教陆一平。 一个小时后,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 周成几人离开了天都城。 万无敌一人亲自送到了天都城外。 直到陆一平消失在天际许久, 万无敌这才返回万家祖地。 没想到当年杨东那小子是和洛宁这祸有关。 离开后, 周成眉头一皱。 幸福, 他也看了, 也知道了陆一平此行是洛府。 说到这, 周成看着陆一平, 你到时打算怎么做? 龙角金牛黑黑笑道, 希望杨东小子的死与他无关。 一顿, 若与他有关, 那他的下场会比杨东惨。 陆一平则面无表情。 周成一叹, 若您这祸, 我早就看出他心术不正。 然后又道, 不过, 他和九天太清剑派的关系不简单啊。 这些年, 他也一直在基于神武大陆之主的位置, 未尝不是太清剑派给他撑腰。 说到九天太清剑派, 周成也都一脸凝重。 三日后, 陆一平几人来到了邪神平原。 邪神平原是神武大陆最大的平原, 也是神武大陆最混乱的平原。 平原之内, 势力错综复杂。 在这里, 没有任何一个帝博的势力, 哪怕是连万家也管制不了这里。 这里, 聚集着神武大陆众多邪恶势力, 阴鬼宗, 黄泉魔宗, 谭家在神武大陆的力量, 大部分都汇聚在这里。 这里, 有阴鬼宗, 黄泉魔宗, 谭家分布, 而且是神武大陆最重要的分布。 除了阴鬼宗, 黄泉魔宗, 谭家分布, 还有烈火门, 极乐门, 邪神教, 天鬼宗等势力总部都建在这邪神平原之上。 在这里, 处处可见打斗, 杀戮, 洛府势力就在邪神平原另一端。 陆一平几人只要穿过邪神平原, 就到洛府地狱了。 相传上古邪神陨落在这里, 所以这里, 邪恶之气才如此浓重。 周承气在毛驴上灌着酒, 说道, 还有人说, 上古邪神其实并没有死绝, 他的心脏仍然活着。 上古邪神乃是万神之主最大的敌人。 不过, 上古邪神实力强大, 与万神之主同为上古十大高手, 万神之主也一直无法奈何得了对方。 龙角金牛文言说道, 强良的小子已经修炼出了亘古魔星, 哪怕他神魂被灭, 肉身被毁, 他的心脏也能一直活下去。 上古邪神本名叫强良, 亘古魔星。 周承一听, 脸色变了变, 他可是知道亘古魔星要修炼成功有多难。 横元未免从古到今, 也只有一人修炼成了亘古魔星。 但是, 没听说上古邪神也修炼成功。 龙角金牛恩了一声, 这小子天赋的确妖念, 而且他得到了远古七干的无上邪魔功法, 并修炼到了最后一层。 周承并不知远古七干是谁, 但是料想是远古一位邪魔高手。 上古邪神真的修炼成了亘古魔星? 周承惊一问道, 可是, 上古神典并没有相关资料记载。 龙角金牛黑黑一笑, 神典没记载的东西多着呢? 强梁那小子的体毛是紫色的, 也没见神典有记载吧? 周承将嘴里的酒喷了出来。 还有这是? 这你都知道。 他怀疑的看着龙角金牛,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龙角金牛黑黑一笑, 说道, 因为我拔过那小子的体毛, 毛驴文言吃笑。 你怎么不说你拔过太古天地的毛? 周承也是摇头, 陆一平没有开口。 在上古之时, 邪神强梁的体毛的确是被小金拔过, 而且是全身的体毛被拔了个金光。 不过, 对于强梁那小子, 陆一平还是挺顺眼的。 这小子做事虽然率性而为, 但是并没有涂炭生灵。 当年诸神之战后, 他便在神圣森引试不出, 事隔多年后, 他才得知邪神陨落之事。 进入邪神平原后, 感受着平原空间那淡淡的邪气, 陆一平眉头一皱。 没多久, 几人便看到了一座古城。 城门之上几乎满是剑痕, 刀痕, 各种兵器造成了痕迹。 大荒城, 城门之上用上古字体刻画着三个字。 大荒城是邪神平原最大的城池, 也是邪神平原最古老的城池。 虽然名为大荒城, 但是一点也没有荒凉。 城池之内, 形形色色的各方高手, 络绎不绝。 听说地藏经出现了, 有个小子施展了地藏经绝学, 杀了极乐门长老。 人群中, 庸庸私语不断传来。 过往的各方高手, 谈论最多的, 就是四大佛经之一的地藏经出世的消息。 第66章, 地藏千佛手。 地藏经? 周承一听, 吃惊。 四大佛经, 乃是横渊未免无上宝贝, 无论哪一部佛经出世, 可都是横渊未免的大事。 路易平也亚然。 现在, 火龙佛经在他手上, 另一部地藏经也出世了吗? 地藏经的地藏千佛手, 乃是福到无上绝学, 听说这地藏千佛手一经施展, 万魔俱灭, 战力能提升千倍, 无人能敌。 何止啊, 地藏千佛手, 可摘天上星辰, 可探地狱黄泉之河。 现在整个邪神平原都在找这小子, 听说这小子穿蓝衫, 看起来二十多岁, 英俊不凡。 四周过往的高手, 一个个一轮道, 路易平一正, 对方也穿蓝衫。 周承侧手看着路易平, 玩笑道, 不会说的, 就是你吧? 本来, 周承只是玩笑话, 但是, 周围不少高手, 却是巨多目光落在了路易平身上。 其中一个烈火门的弟子, 甚至向路易平走了过来, 对方上下, 看着路易平, 胡一道, 你就是那阑珊小子。 另外一个烈火门的弟子笑道, 是不是, 搜一下他身, 看他身上有没有地藏精就知道了。 几名烈火门的弟子也不客气, 当即向路易平探抓了过来。 不过, 这几名烈火门弟子手探到路易平面前时, 突然, 路易平体内, 一条千丈火龙飞出, 火龙龙迎震天, 冲天气。 这几名烈火门弟子, 聚都被火龙身上火焰焚化成了灰烬。 事情突变, 所有过往的各大宗门弟子, 高手都是惊呆的, 看着高空那条巨大的火龙。 火龙? 就在众人惊仪时, 一位血剑门的太上长老突然开口道, 这是气灵。 然后道, 火龙内蕴佛力, 难道是火龙佛经的气灵火龙? 话一出, 顿时, 一片震动。 而周成也带了伴上, 火龙佛经? 我靠! 陆一平不仅有圣魔和时光老人的天象神域拳, 时光神拳秘籍真本, 连四大佛经之一的火龙佛经都有。 陆一平看着震动的周围众人, 淡然道, 不错, 这是火龙佛经。 说到这, 火龙飞落, 回到了陆一平身边, 缠绕在陆一平身体四周。 就在陆一平划落, 突然, 一道千丈刀芒破空而至, 向陆一平展落下来。 也不见陆一平动作, 那条火龙破空而起, 瞬间便拍碎刀芒, 接着, 巨大龙爪直接拍落, 众人大惊, 慌然躲开。 只听轰然震响, 四周地面位置大颤。 一个巨大火焰, 龙爪深坑, 出现在前面大地上, 刚刚出手的那位, 则被火龙拍进了龙爪深坑之内, 已成一片焦炭。 好像是坠魔谷的太上长老吴雨。 一些高手大惊, 坠魔谷的太上长老吴雨, 可是一尊大地识众高手, 成就神灵有望, 就这样被拍死了。 火龙突然光芒一闪, 变成了一本金色火焰之书, 落在了陆一平手掌中。 众人一见, 双眼更是炽热, 巨都死冰着火龙佛精。 还有人要出手? 陆一平淡然道, 但四周一片寂静。 陆一平将火龙佛精收回, 然后骑着龙角金牛与张静几人离去。 就在陆一平要离开时, 突然, 一位阴鬼宗的高手破空而来, 对方灵阔力, 冷然地看着陆一平, 小子, 火龙佛精这样的佛门至宝, 不是你能够拥有的。 但是他刚说完, 突然, 便被一道剑气, 直接斩成了两半。 出手的, 正是张静。 众人惊然地看着张静。 这次, 没有人再阻拦。 众人眼睁睁看着陆一平几人离去。 当陆一平离开, 原地一片哗然躁动。 火龙佛精, 竟然也出事了。 听闻四大佛精, 任何一步修成之后, 都可拥有无上佛体。 当年, 谭家灭火龙寺, 苦寻火龙佛精多年, 却在这阑珊年轻人身上。 他们同川阑珊, 会不会是同门师兄弟? 很快, 火龙佛精出世的消息, 便在邪神平原传开。 某酒馆内, 一个与陆一平一样, 同川阑珊的年轻人, 听着酒馆内众人议论。 意外, 火龙佛精, 这是巧合。 他这次来神武大陆, 本玉就是要到火龙寺, 寻找火龙佛精。 看来, 不用去火龙寺了。 年轻人冷笑, 身形凭空消失。 是夜, 夜色安静了下来。 但是, 邪神平原空气中, 仍然弥漫着血腥味。 一座破旧的院子之内, 陆一平几人围在篝火旁。 这时, 几人走了进来。 周成见进来的几人, 意外, 来的是洛家的弟子。 他看了陆一平一眼, 没想到火龙佛精最先引来的, 不是英鬼宗, 黄泉魔宗和暗魔宗的高手, 而是洛家的弟子。 几位洛家的弟子进来后, 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抱拳笑道, 在下洛真, 乃洛家少主, 火龙佛精可是在公子身上。 周成上下看着眼前年轻人, 说道, 你是洛同那小妞的大哥? 洛真一正, 笑道, 前辈认识我妹妹? 不知前辈怎么称呼? 周成摇了摇头, 说道, 看在洛同那小妞份上, 听我一句劝, 你回去吧。 洛真一笑, 显然是没将周成的话放在心上, 他看着陆一平, 公子不知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洛一平没有开口, 静待对方说下去, 你白天杀了烈火门, 坠魔谷, 英鬼宗的高手, 现在, 烈火门, 坠魔谷, 英鬼宗的高手, 已将你列入必杀名单。 洛真笑道, 洛一平闻言, 笑了笑, 然后呢? 他已经猜到对方要说什么。 果然, 洛家少主洛真笑道, 我知道, 公子这样做必有所持, 但是英鬼宗的势力远超你想象, 英鬼宗, 黄泉魔宗, 暗魔宗和谭家, 他们在禁谷之时, 就在邪神平原联手布置了无上大阵。 此阵乃四神沙阵, 威力惊人, 现在, 他们已经联手开启了四神沙阵, 邪神平原已经完全被封锁, 就算是真神高手, 也难以逃离。 你们根本逃不出去。 第67章, 上古邪神强梁, 那听你意思, 你有办法帮我们逃出去? 陆一平笑了, 洛家少主洛真见洛一平戏谑笑容, 眉头一皱, 笑道, 不错, 我们可以帮你们逃出去, 而且在这邪神平原, 只有我们洛家能护你们离开。 我只想借阅一下火龙佛经, 一个月后便归还公子。 火龙佛经仍是公子的, 你并没有损失, 何不考虑一下? 突然, 龙角惊牛一笑, 小子, 要是我们不借阅呢? 洛家少主洛真笑容不变, 看着陆一平, 阁下也是这个意思。 陆一平脸色淡然, 我们是否能离开, 就不劳你挂心了。 既然如此, 那在下打扰了。 洛家少主洛真抱拳转身, 但走出院子时, 又道, 公子要是以后改变主意, 可以随时联系我洛家。 然后和洛家高手走出小院, 离开后, 洛家少主洛真脸色阴沉。 少主, 我们不动手。 洛家一位高手说道, 洛真摇头, 那小子, 我看不透, 而且他身边护卫实力不低, 命令洛家附近所有高手, 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赶过来。 不过他们既然认识小姐,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小姐, 有关他们身份。 一位洛家高手说道, 洛真想了想, 说道, 也好。 龙角金牛看着离开的洛家少主洛真, 斥声道, 和洛童那小妞一样货色。 这时, 陆一平突然道,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 说完, 凭空消失, 周成错愕, 展开神石覆盖四方, 甚至渗透重重空间, 也没有发现陆一平气息。 陆一平似乎在这片天地完全消失了, 他一脸惊疑。 刚才, 陆一平是怎么离开的? 是空间错位吗? 而陆一平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邪神平原地底深处一个一空间。 这个一空间, 在邪神平原地心最深处。 整个空间, 魔气冲天, 邪气狂暴, 凝聚成了一团团恐怖飓风。 而空间上空, 则是一颗巨大的黑色心脏。 黑色心脏被八条散发着圣洁光芒的光明铁链穿过, 封锁在了高空。 整颗心脏, 上面魔纹密密麻麻, 心脏散发着一股永恒的气息。 这颗心脏四周, 魔气竟然已经液化, 而且化成了一尊尊魔灵。 空间内的所有魔气, 所有邪气, 都是从这颗心脏散发出去的。 亘古魔心。 陆一平看着眼前巨大心脏, 说道, 这正是上古邪神强梁的心脏, 亘古魔心。 似乎是感受到了陆一平的到来, 那颗亘古魔心魔光震动, 但是他的力量被八条光明铁链完全封锁, 根本无法挣脱。 陆一平飞起, 来到了亘古魔心前, 看着那八条散发着圣洁光芒的光明铁链。 这八条光明铁链, 每条长达万丈, 通过八个方向穿透过亘古魔心之后, 深入了虚空深处, 与这个空间完全融合成了一体。 八方净化大阵。 陆一平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又一个远古大阵。 这八方净化大阵, 虽然不及诸神战场那座九绝葬神大阵, 但是, 也是远古威力极强的大阵之一。 是杀死上古邪神强梁的人, 布下这八方净化大阵, 将亘古魔心封锁在此处。 陆一平来到其中一条光明铁链前, 手指一捏, 便将那条光明铁链直接捏断。 当陆一平捏断那条光明铁链时, 其余七条铁链, 其然蹦射出了重重光明力量, 向陆一平淹没而来。 这重重光明力量, 每一道都足以轰毁一座太古巨山。 陆一平任由这些光明力量轰在自己身上。 这些足以毁灭无数太古巨山的力量轰在陆一平身上时, 陆一平纹丝不动。 随即, 陆一平来到了其他七条光明铁链前, 如法炮制, 然后将其他七条条铁链捏断。 当陆一平将八条光明铁链全部捏断, 顿时, 被封印了无数岁月的亘古魔星魔光震动不已, 骇人力量迸射而出。 当亘古魔星骇人力量迸射而出时, 整个邪神平原都是轰然一响, 剧烈一阵。 在这一刻, 邪神平原所有高手都感受到了邪神平原的剧烈震动。 洛真和洛家高手看着高空几乎是沸腾起来的邪气, 惊燃。 怎么回事? 邪神平原的邪气, 怎么会有如此一样? 邪神平原的邪气, 从来没有如此一样过。 一个个隐式邪魔也都从各门各宗祖地飞了出来。 周成同样一脸惊燃, 从篝火旁豁然起身。 只有龙角金牛, 隐隐猜到了原因。 一空间内, 亘古魔星光芒越来越强, 邪气滔天如同无尽汪洋, 魔气泵射, 轰的一空间如同要崩塌一般。 那八条光明铁链虽然被陆一平捏断, 但是, 还有八截穿在亘古魔星之中。 但是现在, 被亘古魔星滔天邪气, 巨多震飞了出来。 八截铁链, 其然射进了空间大壁, 将大地射穿。 当亘古魔星邪气沸腾到一个极致时, 陆一平手中多了一块神石, 神石迸射着五彩光芒, 正是混沌五彩石。 陆一平手中天地道火出现, 将混沌五彩石炼化成了叶状。 接着, 混沌五彩石之叶流向了亘古魔星。 混沌五彩石之叶, 围绕着亘古魔星不断旋转。 随着旋转, 以亘古魔星为中心, 逐渐出现了一个人头。 接着, 是脖子、 胸口、 双臂, 随即是下肢。 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出现在了上空。 当这身材高大的青年塑形成功, 陆一平向虚空一射, 只见点点光芒从邪神平原虚空之中不断汇聚, 然后慢慢渗入了青年眉心。 青年原本无神的双眼, 逐渐灵活和焕发了光彩。 如此过了几分钟后, 陆一平停了下来, 然后取出了一件黑色神铠给青年穿上。 青年张开手掌, 看着自己心的身体, 饶饰以他心性, 也都难以抑制心中激动。 缓了一会, 青年来到陆一平面前, 恭恭敬敬, 拜父道, 多谢大人救我, 并为强梁重塑混沌身体。 陆一平看着拜父的上股邪神强梁, 露出了笑容, 起来吧。 待上股邪神强梁起身后, 陆一平问道, 当年是谁杀了你? 八方净化大阵可是此人布置。 强梁回忆道, 对方戴着鬼头面具, 八方净化大阵也是他布置的, 对方身材高大, 有三米之高, 他的实力。 说到这, 一脸凝重, 极其恐怖, 极其恐怖, 这便是他对那人的形容。 鬼头面具? 陆一平不由想起了委托天机商会拍卖万神之令的那个面具人。 第六十八章, 汤小白的弟子, 陆一平看了这个一空间四周, 说道, 我们先出去再说, 然后和上股邪神强梁离开了邪神平原弟弟这个一空间。 邪神平原上空原本躁动不安, 几乎是沸腾起来的邪气, 突然平静了下来。 洛家少主洛珍和各方高手看着高空突然变得平静下来的邪气, 更是惊疑。 让人查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洛珍对洛家高手道, 那位洛家高手恭敬殷士。 就在这时, 突然, 洛珍幸福大震, 他取出一看, 双眼一瞪。 少主, 怎么了? 一位洛家高手见洛珍神色, 不由问道。 洛珍将幸福给了那位洛家高手, 那位洛家高手接过一看, 吃惊道, 什么? 这蓝山年轻人可能是陆一平, 幸福是洛童发过来的。 洛珍听周成说认识自己妹妹, 好奇之下, 便问了妹妹有关周成和陆一平几人身份, 看妹妹是不是真的认识几人。 没想到, 那蓝山年轻人竟然是陆一平。 少主,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洛家一位高手说道, 洛珍眉头紧锁, 北斗帝国庆典上, 陆一平一箭杀了英鬼宗少宗主好丹。 飞花门时, 陆一平手下一头神兽凤凰破了飞花门的护宗大阵, 飞花大阵。 再加上皇权魔宗老祖苏秀死在陆一平手上。 所以, 现在各方势力都在猜测, 陆一平的实力应该是一尊真神后期巅峰。 甚至有人说, 陆一平岂可能是一尊天神出气, 那头神兽凤凰应该也是真神后期巅峰。 周成见高空突然又平静下来的邪气, 也都进一步一。 不过, 他正要重新坐下时, 却见陆一平带着一个黑袍青年走了进来。 看到黑袍青年, 周成一脸疑惑。 这时, 他看到龙角金牛站了起来, 对黑袍青年笑道, 小梁子, 我就知道, 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黑袍青年见到龙角金牛, 笑容尴尬, 见过小金前辈。 周成看着上古邪神强梁, 开口问陆一平, 陆公子, 这位小兄弟不知怎么称呼。 龙角金牛却道, 你叫他小邪或者叫他紫毛都行。 小邪? 紫毛? 周成一正, 倒是上古邪神强梁听龙角金牛说到紫毛这个称呼, 脸色顿时丰富多才起来, 原来是小邪兄弟。 周成称呼道, 上古邪神强梁听周成如此称呼, 恩了一声, 也不以为意, 和陆一平坐了下来。 陆一平将酒取了出来, 扔给上古邪神强梁一谈。 强梁接过酒, 狠狠灌了一口, 一抹嘴, 笑道, 这世上, 也就只有大人你的万事酒能喝得下去。 周成一听, 笑道, 原来这酒叫万事酒, 不过, 哪怕是超越了天神的无上存在, 也只能活一世, 任何人都无法活两世, 更别说万事了。 陆一平默言不语, 万事吗? 陆一平突然看着夜空某处, 淡然道, 既然来了, 又何必躲躲藏藏? 周成文言顺着陆一平眼神看了过去, 一脸狐疑, 有人, 可是以他修为, 却感应不到异常。 就在周成狐疑时, 却见夜空深处, 一个阑珊年轻人走了出来。 蓝珊年轻人出来后, 疑惑地看着陆一平, 他身上有重宝, 能将他气息完全掩盖, 对方是怎么看穿他藏身的。 他目光在陆一平, 周成, 强梁, 龙角金牛, 毛驴, 张静, 赵文几人身上扫过, 火龙佛金在你身上? 他眼神逼视着陆一平, 龙角金牛却黑黑一笑, 你就是得到地藏经的小子。 蓝珊年轻人没有理会龙角金牛, 对陆一平默然道, 将火龙佛金交出来, 但是龙角金牛继续啃着烤肉, 上古邪神强梁和周成继续灌着酒, 毛驴则在打瞌睡。 蓝珊年轻人见众人无视自己, 脸色一沉, 找死。 他一跃而起, 长剑一挥而出, 千万剑盲要动天地, 剑破虚空。 蓝珊年轻人声音冷练, 周成惊讶, 虚空剑气。 你是汤小白的弟子? 三千年前, 汤小白横空出世, 义正义邪, 做事全凭喜好, 屠杀邪派甚至正派无数高手, 后被太乙门围杀, 死在藏魂崖。 汤小白虽死, 但是汤小白的绝学虚空剑气的惊人威力, 仍不时被横渊未免强者提起。 剑周成认出虚空剑气, 蓝珊年轻人冷声道, 不错, 虚空剑气。 他的千万剑气, 刺到了陆一平面前。 看着刺到的剑气, 陆一平抬手一直点出。 蓝珊年轻人见陆一平如此大意, 漫不惊心样子, 冷笑道, 白痴。 小子, 我这虚空剑气, 乃是灵魂, 物理双重攻击, 便是天神净出气高手受我一剑, 灵魂也要受创, 至于天神以下, 必死。 但是这时, 突然, 陆一平手指尖, 一道光柱轰然而出。 当这道光柱轰出时, 强绝的力量让时空停滞了一下。 光柱所过, 所有空间接近崩碎。 没错, 就是像镜片一样崩碎。 光柱离开了万千虚空剑气, 离开了夜空, 轰在了那阑珊年轻人胸口, 继而从对方胸口一透而过。 光柱去世不停, 如同陨落的星空, 不断轰开邪神平原夜空, 几乎整个邪神平原的高手, 都看到了这异常夺目的光柱。 阑珊年轻人将停在院子半空, 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胸口, 只见其胸口已经完全被轰穿了, 整个胸口成了一个大窟窿。 他可是穿了汤小白的虚无之衣, 不仅可以掩带修为, 还防御无敌。 可是, 他的五脏六脏, 包括心脏, 丹田, 完全消失。 胸口所有的一切, 接近被刚才一击轰霉了。 陆一平看着对方, 淡然道, 以你的实力, 穿上虚无之衣, 便是连天神初七高手, 也难以杀死你。 不过可惜, 我不是天神初七。 蓝珊年轻人, 从院子上空砸落下来。 陆一平刚才一击的力量, 仍然在摧毁着他全身生机, 他眼神逐渐涣散。 一尊真神后期巅峰, 而且是修炼出了八千多道天神法则的真神后期巅峰, 就这样死了。 领悟一万道天神法则, 将其融合, 便可突破天神之境。 这蓝珊年轻人, 已经是极其接近天神, 他脸上竟是难以置信。 他得到汤小白留下的功法和绝学, 更得到了四大佛经之一的地藏经, 这次出世, 本以为会和汤小白一样, 会惊艳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 却死在了这破败的小院子里, 他甚至连地藏经的绝学都还没来得及施展。 第69章 永夜君王的传人 路易平看着蓝珊年轻人尸体, 手一射, 一本透着金色佛光之书从其体内飞了出来。 正是四大佛经之一的地藏经。 这本地藏经的金色佛光与火龙佛经的金色佛光又有些不同, 火龙佛经的火焰透着红光, 而地藏经的光芒则有些幽暗。 周成却是看着蓝珊年轻人尸体, 心中复杂。 他先前对路易平实力其实也很模糊, 以为路易平也只是一尊天神初期, 但现在看来是天神中期。 随即, 路易平将蓝珊年轻人神格中的天神法则全部抽出, 融入了张静, 赵文两人神格之中, 而尸体扔则进了乾坤顶内, 然后翻阅起地藏经。 地藏经乃是四大佛经之首, 为佛界地藏菩萨所创, 内韵无上福到奥义, 深奥无比, 甚至比火龙佛经还要深奥。 不过, 路易平翻阅得很快, 很快便翻阅完。 对于这地藏经, 他已完全了然于凶。 路易平将地藏经收好, 看了看夜色, 突然道, 今晚的夜色很美。 周成这才注意到, 笼罩在邪神平原的邪气竟然散淡了许多, 夜空星光点点, 的确是很美。 但夜色, 慢慢退去, 星光消失, 在阑珊年轻人之后, 一夜无事。 路易平起身, 合拢脚精有几人离开了院子。 前面不远, 就是暗魔宗邪神平原的分店了吧。 路易平突然开口道, 周成说道, 嗯, 出了大荒城, 不到一万里, 就是暗魔宗的邪神平原分店了。 又道, 暗魔宗此处分布, 高手众多, 但是真神镜, 就有三尊。 至于神灵镜, 更是有十六尊之多。 真神镜高手, 很稀缺, 像暗魔宗这样的超级势力, 一般一个分布, 也只有一尊真神镇守。 可是这处邪神平原分布, 却有三尊之多, 可见暗魔宗对着邪神平原分店的重视。 三尊骂。 路易平脸色平静。 路易平几人出了大荒城, 不一会, 便来到了暗魔宗分店前。 暗魔宗邪神平原此处分布, 建筑的极其恢弘大气, 宫殿连绵不绝, 占地只怕有数千平方公里。 看着眼前气势恢弘的建筑, 路易平示意张静, 赵文两人出手。 张静, 赵文两人上前, 直接一拳轰出。 顿时, 全浪滚滚。 全浪所过, 暗魔宗建筑不断化成崩塌。 暗魔宗大殿内, 殿主于海正和武神殿分店副殿主于之放谈笑风声。 这次, 武神殿分店副殿主于之放率领武神殿一众高手过来, 正和暗魔宗谈联手进诸神战场探保。 突然, 一声轰然巨响, 大殿摇晃不已。 于海, 于之放等人错愕。 有人攻打暗魔宗。 暗魔宗和武神殿重高手都是一脸不幸。 于海脸色阴沉如水, 武神殿分店副殿主于之放也都率领武神殿重高手尾随而出。 于海, 于之放等人刚出来, 便看到了地面两条巨大的深沟。 显然, 这是全浪造成的。 而暗魔宗建筑倒塌无数。 一片废墟之中, 横七竖八躺着暗魔宗弟子的尸体。 废墟之上, 一个阑珊年轻人正骑着一头金牛破空而来。 年轻人旁边则是一个骑着毛驴的邋遢老者。 暗魔宗一位弟子看到陆一平, 对于海盗, 店主, 他就是那个得到火龙佛经的阑珊年轻人。 此话一出, 顿时一片骚动。 于海看着破空而来的陆一平, 意外, 似没想到陆一平会自动过来找上他们。 而站在于之放旁边的赵子豪看清是陆一平, 脸色一变, 脱口道, 陆一平。 原本刚刚骚动的暗魔宗和武神殿重高手顿时安静下来, 聚多看向赵子豪。 赵子豪对于之放, 于海道, 他就是陆一平。 什么? 他就是陆一平。 暗魔宗于海吃惊道, 暗魔宗和武神殿重高手都是惊然。 得到火龙佛经的阑珊年轻人, 竟然是秦仙公子陆一平。 于海上前抱拳, 原来是秦仙公子, 不知秦仙公子来我暗魔宗何事? 陆一平淡然一笑, 何事? 你们暗魔宗不是要联手阴鬼宗, 黄泉魔宗要围杀我吗? 而且, 你们暗魔宗总部的大军很快就要到神武大陆了吧? 听出陆一平话中杀意, 于海脸色变幻, 绝对没有此事, 我们暗魔宗从来没有此想法。 陆一平去看向赵子豪, 看来, 你们武神殿并没有将我的警告放在心上。 赵子豪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先前在黑海山, 陆一平曾警告过他, 让武神殿别与暗魔宗牵扯在一起。 武神殿分殿父殿主余之放文言, 知道陆一平所指, 冷然一笑, 陆一平, 你管得太宽了吧? 我们武神殿和谁结盟, 和谁走在一起,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 以为自己是我们横渊未免之主。 就在他话落, 突然, 陆一平手中多了一把通体默黑长剑, 长剑出鞘, 随着一声射魂之音响起, 整个天地变得一片黑暗。 所有人心中一慌, 但是瞬间, 天地恢复光明。 而武神殿分殿父殿主余之放, 却是捂着脖子, 他惊恐地看着陆一平和陆一平手中长剑, 永夜之童。 你是永夜君王的传人? 暗魔宗和武神殿许多弟子不知永夜君王, 但是于海, 赵子豪等人都是一脸大惊。 上古魔族之主, 永夜君王。 这时, 众人看到, 武神殿分殿父殿主余之放人头掉落, 滚到了地面。 所有人精致, 武神殿分殿父殿主, 真神后期的余之放, 就这样死了。 赵子豪脸色难看, 先前, 陆一平的警告,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父亲和余之放等人同样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 陆一平竟然真的敢为此杀了余之放。 这次前来的另一位武神殿真神敬老祖, 看着余之放滚落的人头, 又惊又怒地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 我们武神殿和你不死不休。 到时, 我们请九绝武神老祖宗出世, 避斩你向上人头。 陆一平却淡然道, 杀, 按摩宗的人, 死, 武神殿, 废了。 陆一平冷冽的声音, 响起。 当陆一平的声音落下, 一直没有动手的上古邪神强良体内浩瀚的邪气冲天起, 顿时天地变色。 第七十章, 断魂邪手重现时间。 当上古邪神强良身上浩瀚的邪气冲天起时, 邪神平原高空昨晚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邪气, 再次沸腾起来。 这次, 是真正的沸腾。 邪神高空的邪气, 竟然如同废水一般, 沸腾不已。 邪神平原所有角落的高手看到一幕, 漠不心灵震撼。 洛真和洛家高手还没离开邪神平原, 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怎么回事? 邪神平原的邪气竟然和昨晚一样, 又如此躁动起来。 而且比昨晚还躁动。 洛真大惊。 而暗魔宗和武神殿高手, 在上古邪神强良浩瀚的邪气之下, 更是有窒息之感。 连真神后期巅峰的于海也都难以呼吸。 暗魔宗和武神殿其他高手更不用说了。 众人莫不亥然。 这青年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邪气? 陆一平身边突然又多了一尊如此恐怖的高手。 不止暗魔宗和武神殿, 连周成和其坐下的毛驴也吓到了。 周成站在上古邪神强良身边, 冷不防被上古邪神强良浩瀚的邪气一冲, 差点从毛驴上摔下来。 在众人亥然中, 上古邪神强良虚空一抓, 只见虚空之中, 邪神平原上空原本沸腾的邪气突然凝聚, 化成了一只如混沌神山般的巨大邪手。 这只邪手, 邪气狂暴, 手掌中间竟然引有一个上古邪子。 看到这遮天邪手, 暗魔宗分布殿主于海和周成一口同声, 断魂邪手。 赵子豪等人也是大惊失色, 上古邪神的断魂邪手。 上古邪神? 上古十大高手之一, 万神之主最大的敌人。 鲁一平身边这青年, 竟然会断魂邪手。 这时, 遮天般的断魂邪手轰然落下。 快逃! 暗魔宗分布殿主于海, 失声大叫。 暗魔宗所有高手, 慌然四逃。 于海更是不顾一切燃烧气血, 撕裂虚空而逃。 断魂邪手终于轰然落下。 当断魂邪手落下时, 手掌中间那个上古邪字光芒蹦射, 重重邪气透射入了重重空间, 原本已经撕裂虚空而逃的暗魔宗分布殿主于海, 被邪气轰了出来。 哄! 断魂邪手印到了地面。 当邪手印到地面时, 地面震动, 砂石滚滚, 整个地面竟然被拍得塌陷下去。 而邪手覆盖的范围, 暗魔宗所有建筑全部化成了积粉。 连于海、 赵子豪等人刚才意识的大殿也都消失不见。 暗魔宗无数高手被邪手齐然印尽了地底。 邪手从赵子豪等武神殿高手身边擦身落下。 赵子豪等武神殿高手来不及躲避, 无数沙尘将赵子豪等人淹没。 赵子豪等人看着他们面前已经完全他陷下去的大地, 看着覆盖在地面的巨大手掌都是呆若母鸡。 暗魔宗, 三大真神, 十六尊神灵镜还有众多大地镜, 古黄镜全部被手印轰压了下去。 在赵子豪等人呆若母鸡时, 他们看到断魂邪手突然一握, 将一个个元神从深坑之中射拿了出来。 这些元神正是于海等人的元神。 上古邪神强梁一用力便全部捏爆, 化成了最精纯的元神之力, 然后一张口全部吞噬进了体内。 试魂魔精, 看到这一幕, 武神殿那位真神镜老祖脸色苍白道, 你是上古邪神什么人? 试魂魔精也是上古邪神的功法。 而这时, 张静, 赵文两人也动手了, 冲进了武神殿人群之中。 张静, 赵文两人身后, 撑天巨像凝聚。 两人一出手, 便是天象神玉拳。 这些日子, 两人得到陆一平赐予的真神金丹修炼, 再融合了杀生到杀手, 还有阑珊年轻人的天神法则。 实力之强, 已经超过许多真神后期巅峰, 武神殿这些人拿挡了下两人攻击。 武神殿高手被齐然轰飞。 不过, 两人遵从陆一平的命令, 只是废了武神殿众人。 很快, 两人便回到了陆一平身边。 只见武神殿众人已经全部倒躺在地面上。 陆一平单手一射, 只见远处地底轰然一响, 一座巨大的宝库从地底升起, 正是暗魔宗邪神平原分布的宝库。 宝库内, 是暗魔宗分布这些年在邪神平原搜刮的灵药, 灵食, 各种宝贝, 这些东西对陆一平没用, 但是以后他创建势力可以用得上。 陆一平和众人离开了现场。 下一站, 因鬼宗邪神平原分布。 武神殿那名真神镜高手, 感受着体内被完全轰碎的神脉, 丹田、 元神, 不由绝望和悲愤。 他看着离去的陆一平, 咆哮道, 陆一平, 我们武神殿不会放过你。 我们九绝老祖宗不会放过你。 你有种叫我们全部杀了。 这时, 一道剑气破空而至。 这位武神殿真神镜高手, 人头抛飞而起。 武神殿其他人静若寒蝉。 离开后, 周成脸色复杂, 金仪不定地看着陆一平身边的强梁, 猜测强梁的身份。 不一会, 因鬼宗邪神平原分布遥遥在望。 没有多久, 邪神平原所有高手看到, 邪神平原上空刚刚平静下去的邪气, 再次沸腾起来。 半天后, 邪神后人出事。 断魂邪手在现事件。 暗魔宗, 因鬼宗, 黄泉魔宗, 数万高手接近被陆一平和邪神后人灭杀。 武神殿数十高手被废, 鱼之放, 孙亮两位真神更使人头落地。 消息传遍邪神平原。 原本还留在邪神平原的洛家少主洛真和洛家高手听到消息, 不由一呆。 这陆一平, 他这是要举世皆敌。 许久, 一位洛家高手声音沙哑道。 听说, 他不仅得到了火龙佛经, 连上古魔族之主永夜君王的永夜之童也在他手上。 而且他已经得到永夜之童认主。 一位洛家高手惊疑不已, 现在都在传, 他是上古魔族之主永夜君王的传人。 第七十一章, 九天太清剑派。 洛家少主洛真压下心中惊疑, 冷笑道, 这陆一平现在得罪了暗魔宗、 黄泉魔宗、 殷鬼宗和武神殿。 他就算是永夜君王的传人, 也必死无疑。 武神殿的九绝武神, 当年得入神圣森林, 出来后已是无敌, 现在隐世这么多年, 修为已是惊天动地。 除非永夜君王复活, 不然, 谁都救不了陆一平。 九绝武神出手, 哪怕是太乙门疆域, 也庇护不了陆一平。 另一位洛家高手笑道, 少主说的没错, 九绝武神极其互端, 陆一平杀了武神殿两位真神, 以九绝武神之脾性, 定然会出手。 洛家少主洛真手中多了一块血红之玉, 笑道, 过几天便是祖父大人寿宴, 这块龙血玉, 祖父大人肯定喜欢。 明天, 便是祖父洛宁寿宴, 他这次来大荒城, 便是来购买这块龙血玉的, 这块龙血玉, 蕴含极其精纯的龙之精血, 是延年益寿之宝贝。 一位洛家高手笑道, 听说这次老祖宗寿宴, 不仅太乙门江苏苏大人会来, 连九天太清剑派, 也会有高手, 前来给老祖宗祝寿。 我看这横渊卫面, 连太乙门江玉大人, 也未必有如此大的脸面吧。 九天, 太清剑派, 一个寿宴, 能让太清剑派高手前来参加, 这简直是无上殊荣。 洛真也是孝道, 祖父已经参悟出了 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天神法则, 不出千年, 必能突破天神。 到时, 再有太清剑派支持, 神武大陆之主之位, 必将是我们洛家的。 虽然他也听说了, 万无敌已突破天神境, 但是, 在他看来, 有太清剑派支持, 他们老祖宗一旦突破天神境, 便有望夺取神武大陆之主之位。 片刻后, 洛家少主洛真也没再耽搁, 和洛家众高手, 离开了邪神平原, 返回洛府。 就在众人为暗魔宗, 黄泉魔宗, 殷鬼宗, 武神殿之士沸腾时, 陆一平一行几人, 则来到了邪神教。 上古邪神强梁, 看着眼前邪神教建筑, 心情复杂。 当年, 他创立邪神教, 教徒亿万, 遍布恒原未面四十六大陆, 而现在, 邪神教也只能缩居神武大陆异于在这邪神平原苟延残喘罢了。 当年, 邪神教真神无数, 而现在, 撂撂数人而已。 当然, 现在的邪神教, 已经不是他当年创立的邪神教, 当年他肉身被灭, 亘古魔星被封印, 邪神教被上古诸派围攻, 侵蚀, 早已覆灭。 现今这邪神教, 是后来邪神教一位教徒的后人所创, 与他虽然还有些渊源, 但是, 已飞他的邪神教。 陆一平几人到来, 顿时引起了邪神教众高手注意, 几位不知来我邪神教何事? 一位邪神教守卫弟子上前问道, 陆一平几人也没开口, 上古邪神强梁破空而起, 单手续空向地面一台, 便见四周地面轰然响动不已, 邪神教某座宫殿更是晃动。 这时, 人影闪动, 显然是邪神教众高手被惊动。 邪神教教主出来后, 静怡不定地看着陆一平几人。 突然, 邪神教某座宫殿炸开, 一双镰刀状的巨刃从地底深处破空飞出, 然后落到了上古邪神强梁手中。 这把巨刃, 邪气惊人, 血气狂勇, 发出一声声射人神魂的声音, 声音如同无数邪魔力叫。 上古邪神强梁, 双手握着巨刃, 露出了笑容, 老伙计, 你还好吗? 双刃发出嗡鸣声响, 震动不已, 血气光芒吞吐。 这正是上古邪神强梁当年的神器邪神刃, 几人过来便是取着邪神刃的。 一位邪神教高手被邪神教现任教主道, 教主, 那两把刀刃好像就是当年邪神大人的邪神刃。 邪神教教主心中震动, 上古邪神大人的邪神刃竟然一直在邪神教。 就在陆一平几要离开时, 邪神教教主开口道, 几位, 你们来我邪神教, 取走我邪神教之物, 连声都不止一下, 便打算要走吗? 陆一平几人停了下来, 上古邪神强梁笑容邪魅。 你邪神教之物, 然后一顿, 那我现在取走, 你待如何? 那位邪神教教主脸色一冷, 我邪神教虽然不是阴鬼宗, 黄泉魔宗, 但是也不是阁下几人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的地方, 将邪神刃放下。 上古邪神强梁突然双刃斩出, 顿时, 两刀万丈血红刃芒飞出, 两刀万丈血红刃芒, 瞬间从邪神教教主和邪神教众高手身上一幕而过。 邪神教教主和邪神教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觉身体一凉, 接着, 全身衣袍全部薄开。 现场每一个邪神教弟子身上都多了两道血红刃痕, 血从中渗出。 邪神教教主和邪神教众人全身僵硬, 只觉全身血液有种要完全凝滞的感觉。 走吧。 陆一平说道。 然后, 和上古邪神强梁几人破空离去。 待陆一平几人离去后, 邪神教教主等人这才缓了一口气回来。 众人看着全身血红刃痕, 喉咙吞咽。 刚才若不是那青年手下留情, 只怕现在众人全部被分解成了无数片。 教主, 那阑山年轻人会不会就是秦仙公子陆一平? 突然, 一位教神教高手之恩道。 秦仙公子, 陆一平? 是他? 顿时, 邪神教众人大惊。 那个黑袍青年, 难道就是邪神大人的后人? 邪神教教主吞咽。 离开后, 陆一平问上谷邪神强梁, 真的不想再重建邪神教。 上谷邪神强梁, 脸色复杂, 最后摇头, 以后再说吧。 陆一平也没再劝, 几人往洛府方向而行。 半天后, 几人出了邪神平原, 来到了洛府地界。 邪神平原处处杀戮, 血腥, 平原笼罩着邪气。 而进了洛府地界, 打斗便少了, 风和日丽, 山清水秀。 随着靠近洛家总府, 便见往来的各方高手逐渐多了起来。 洛宁剑神大人寿宴, 这次连九天太清剑派都派了高手前来给齐贺寿, 这面子也太大了吧。 听说九天太清剑派这次来的可不是真神高手, 而是天神。 远处大道上, 几位弟子交谈道。 第七十二章, 外面来了一个蓝山年轻人, 听着前面弟子谈论, 陆一平几人意外, 洛宁寿宴。 龙角金牛笑道, 这小子寿宴, 我们等会给他送什么寿宴。 毛驴看了龙角金牛一眼, 送几根金毛过去。 龙角金牛双眼一瞪, 将你三条驴腿送过去。 周成却看着陆一平, 没想到太清剑派竟然派了天神高手前来给洛宁祝寿。 停顿了一下, 说道, 要不, 等寿宴结束, 我们再动手。 现在, 太清剑派的高手在, 陆一平若动手, 势必会和太清剑派的高手动上手。 等寿宴结束, 陆一平脸色平静, 没这个必要。 而此时, 洛家总府热闹非凡, 府内张灯结彩, 一片喜庆。 洛家少主洛真与洛家一众高手, 正在洛家总府前迎接前来的各方高手。 飘渺神宗祖师道, 赫里太巡神剑一把, 邪王府府主道, 赫里二十万年龙王血身一珠, 接待的一位洛家太上长老高喊道, 飘渺神宗、邪王府都是神武大陆超级势力之一。 这次前来贺寿的几乎都是神武大陆各大超级势力。 拜月大帝道, 宋赫里凤凰只眼一对。 突然, 洛家太上长老高喊道, 声音一出, 前来的各方高手一阵小小骚动。 拜月帝国乃是神武大陆第二大帝国, 仅次于北斗帝国的存在, 谁都没想到拜月大帝竟然会亲自前来。 早就听说拜月大帝有意与洛家联盟, 看来是真的了。 拜月大帝与北斗大帝一直矛盾, 两国战争不断, 拜月大帝与洛家联盟, 怕是想借助洛家, 太乙门还有太清剑派的关系, 压制北斗大帝。 宾客中, 有人接头交耳道。 在众人注视中, 身穿黄金战袍, 龙行虎步的拜月大帝在拜月帝国众高手簇拥下走了进来。 拜月大帝邻居, 一尊名气, 威望不输北斗大帝周定天的帝国大帝。 洛家家主洛振和洛家少主洛真将拜月大帝邻居引寝进了大殿。 就在拜月大帝邻居刚进大殿没多久, 便听洛家太上长老激动教导, 九天太清剑派林一老祖和袁以华老祖道, 太乙门江苏苏老祖道, 声音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震动。 林一老祖? 袁以华老祖? 太清剑派竟然派了两尊天神镜高手前来, 各方前来的高手都是吃惊, 连刚进入大殿的拜月大帝邻居也是吃惊不小。 天神镜高手, 这可是横渊未免真正的无上存在, 身份何等尊崇, 这次太清剑派竟然派了两尊前来。 而太乙门江苏苏虽然不是天神, 但是也是一尊真神后期巅峰, 而且是极其接近天神的存在, 一身实力不弱于剑神洛宁, 更是横渊未免第一人将遇的亲妹妹。 在众人哗然中, 只见太清剑派老祖林一, 原以华两人阔步走来。 而太乙门江苏苏落后一步, 与江苏苏一起的则是洛家之女洛童。 原本在大殿内, 安然而作的洛宁听到声音, 赶紧起身, 亲自出来相迎。 见过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 出乱后, 洛宁赶紧上前道。 灵异, 原以华两人面带笑容, 点了点头。 随后, 洛宁又与太乙门江苏苏打了招呼, 然后将太清剑派和太乙门众人 慎重引寝进了大殿。 待太清剑派和太乙门众高手进入内殿后, 外殿的一众高手又一轮起来。 太清剑派这次派了两尊天神高手前来, 会不会和天神河即将逆流有关? 天神河, 是横渊卫面第一河, 也是横渊卫面最具传奇色彩之河, 横跨数个大路, 每隔万年, 整条河便会逆流。 而逆流时, 天神河河底会有无数宝贝浮出河面。 再过一些日子, 便是天神河下次逆流的日子了。 灵异, 原以华两人进入大殿坐下后, 与洛宁, 江素素等人笑谈起来。 闲谈中, 灵异突然道, 听说最近横渊卫面出了一个叫陆一平的小辈, 他得到了圣魔和时光老人的洞府传承, 大殿众人巨都停止了交谈。 陆一平? 难道太清剑派两位大人前来, 真正目的是陆一平? 骆宁闻言, 赶紧道, 确实如此, 这陆一平不仅有天象神域权, 时光神权秘籍真本, 而且还有万家的经验神权秘籍真本。 昨天, 陆一平更是手持永夜之铜, 屠杀了邪神平原暗魔宗, 殷鬼宗, 黄泉魔宗数万高手。 太清剑派老祖灵异, 袁一华两人一听, 吃了一惊, 永夜之铜。 昨天陆一平手持永夜之铜, 屠杀暗魔宗, 殷鬼宗, 黄泉魔宗高手, 事情还没彻底传开, 两人并不知此事。 现在一听, 都是吃惊。 可是上古时期魔族之主, 永夜君王的永夜之铜, 袁一华急声问道, 是, 就是永夜君王的永夜之铜。 洛宗赶紧回答道, 当真是永夜君王的永夜之铜。 灵一双问道, 洛宗回答道, 应该是, 陆一平当时就是用这永夜之铜, 杀了五神殿分垫覆殖殖鱼之放。 他使用这永夜之铜时, 周围接近陷入永夜状态, 五神殿的高手神石, 根本无法感应四周。 灵一, 袁一华两人相识, 都是惊喜。 如此说来的话, 那是永夜之铜无疑了。 这陆一平, 现在在什么地方? 袁一华说道, 昨天陆一平屠杀了暗魔宗三大势力数万高手后, 便消失了。 洛宁说道, 现在应该还在邪深平原, 两位大人要是想找这陆一平, 我现在便派人查探这陆一平下落。 灵一道, 动用一切力量, 将这陆一平给我尽快揪出来。 永夜之铜藏着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 横渊未免许多人不知道。 请两位大人放心, 我现在便让人查探陆一平下落。 洛宁闻言, 保证道, 却见一位洛家、太上长老竟然走了进来, 禀报道, 老祖宗、家主, 外面来了一个阑山年轻人, 他自称陆一平, 说要见你。 陆一平? 洛家少主落真脸色一变, 大殿众人都是一惊, 洛宁也都错愕。 第73章, 污蔑, 所有人都看向了洛宁。 洛宁受宴, 洛宁平竟然前来? 洛宁平要见洛宁, 为何而来? 洛宁也都疑惑, 他与这洛宁平素无交集, 这洛宁平为何要来见他? 而太清剑派老祖林毅和袁以华两人听洛宁平前来, 意外之后, 林毅调侃笑道, 这陆一平莫不是知道我们要找他, 所以自己便过来了。 袁以华一笑道, 听说此子剑术了得, 极快, 有人说比我们九天太清剑派的雷锋剑法还快, 然后对洛宁道, 让他进来吧。 洛宁点头, 然后对洛家那位太上长老道, 让他进来。 那位洛家太上长老迟一道, 除了洛宁平, 还有他那几个手下也在外面, 你看, 让他们都进来。 洛宁说道, 那位洛家太上长老恭敬殷氏, 然后退了出去, 大殿众人聚都盯着大门方向。 最近, 陆一平之事在神武大陆传得沸沸扬扬, 众人都对陆一平好奇。 拜约大帝邻军也都好奇, 这陆一平是否真如传闻所说, 剑法超群, 情术入仙, 剑乃百兵之手。 所以, 几乎修炼的人都修习过剑术, 他也不例外。 而且, 他对剑道也极痴迷。 自听说陆一平一剑斩下英鬼宗少宗主好丹之头, 剑术惊人后, 他也都想剑是剑是, 这陆一平剑术。 他虽然是神武大陆第二帝, 但是, 他的修为不弱于北斗大帝周定天, 而他的剑道之高, 也都直追老一辈的剑神洛宁等人。 众人翘首以盼, 心中各异。 在众人注视下, 一个阑珊年轻人骑着一头金牛进来, 洛宁健壮, 脸色一沉, 今日是他寿宴, 这陆一平入他洛府, 竟然骑着坐骑进来。 但是在洛宁看到陆一平身边的邋遢老者和毛驴时, 不由一正。 周成前辈, 洛宁不由起身。 众人一听, 意外, 拜悦大帝邻君却是脸色一变, 般若神盖。 众人默不大吃一惊, 这老者是般若神盖? 关于这般若神盖, 在横渊卫面有着种种传说。 这般若神盖, 出自横渊卫面第一佛门太化佛宗, 是太化佛宗最古老的存在, 其辈分比剑神洛宁、 江玉等人都还高。 与武神殿的九爵武神是同一个时代的强者。 众人听着老者竟然是般若神盖, 也都起身。 般若神盖虽然不入横渊卫面十大超级高手排名, 但是大殿众人都知道般若神盖乃是一尊天神静高手。 太义门老祖江素素也起身, 对周成孝道, 原来是周成前辈, 不想会再次遇到周成前辈, 要是知道周成前辈前来, 我们早早便出门迎接了。 周成灌了一口酒, 撇了江素素一眼, 咧嘴笑道, 原来是素素美女啊。 然后看了一下大殿众人, 笑道, 嘿, 挺热闹的, 不过洛宁小子, 今天不是我过来找你, 是陆公子, 找你有点事。 所有人目光重新落到陆一平身上, 洛宁把握不住周成和陆一平的关系, 问陆一平, 不知陆公子要见我何事? 陆一平淡然道, 当年杨东受人邀请, 进了诸神战场, 后来失踪, 当年邀请杨东进诸神战场的人是你吧。 众人一听, 都是愕然, 剧都看向洛宁, 当年见神杨东失踪之事,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此事竟然和洛宁有关。 洛宁脸色变换了一下, 但是瞬间恢复过来, 他看着陆一平, 荒谬, 我和杨东并没有交集, 更不可能邀请他进诸神战场。 同时沉声道, 洛某不知何处得罪了陆公子, 让你如此污蔑于我。 这时, 太清剑派老祖林毅, 袁乙华两人走了过来。 林毅目光同然地盯着陆一平, 陆一平是吧, 当年永夜君王的永夜之童在你身上。 陆一平没有理会林毅, 目光落在洛宁身上, 声音冷漠, 污蔑。 是不是污蔑, 我搜完魂, 很快便知道了。 听陆一平说要对洛宁搜魂, 大殿众人眉头一皱, 洛家家主洛阵拔剑而出, 怒指陆一平, 陆一平, 你来我洛家信口雌黄, 污蔑我爷爷。 今天太清剑派两位大人在此, 还轮不到, 你在这放肆。 陆一平看着拔剑, 怒指自己的洛家家主洛阵, 双眼光芒涌动, 便见洛家家主洛阵惨叫一声, 无数剑气从其胸口心脏处暴射而出。 接着, 洛家家主洛阵轰然倒地, 事情突兀, 所有人都在了, 众人不敢相信地看着倒地的洛家家主洛阵。 心剑, 八月大帝邻军眼瞳一缩, 说道, 心剑, 大殿众人一听, 都是惊人, 剑到禁剑, 从低到高为, 人剑, 地剑, 天剑, 永恒之剑, 无极之剑, 无极之剑之上, 才是心剑, 心剑, 也是心魔之剑, 可通过意念, 催动对方心中心魔来引动剑气, 杀人于无形, 覆剑, 洛家少主洛阵, 还有洛童两人上前, 扶起洛家家主洛阵, 悲叫道, 洛家家主洛阵一张口, 一大口血喷出, 太乙门老祖江素素看着陆一平, 脸色猛的一沉, 全身光芒涌动, 惊人气势释放而出, 只见一枚神格从其头顶飞出, 神格之上, 一道道天神法则缠绕, 竟然达到了九千八百多道, 至尊神格, 语化神格, 九千八百多道天神法则, 众人惊呼, 至尊神格, 乃是世间最难凝聚的神格, 哪怕是禁谷和中谷时期, 能凝聚出至尊神格的强者, 也极其携手, 而九千八百多道天神法则, 这已经是极其接近横渊卫面, 现在十大超级高手的修为了, 紧接着, 所有人看到, 江素素身体四周, 无数剑气弥漫, 这些剑气分黑白两色, 阴阳剑气, 出神, 江素素声音冷烈, 全身无数阴阳剑气, 化成了两条剑盒, 轰杀向陆一平, 大殿中飘渺神宗祖师惊然道, 这是太乙剑点最高境界, 太乙剑点是太乙门最强的剑术, 也是横渊卫面现在十大剑点之一, 太乙剑点一旦修炼到最高境界阴阳之境, 剑气之中便带有阴阳之力, 威力惊人, 大殿众人都是高手, 见江素素的阴阳剑气, 无不动容, 两条阴阳剑盒瞬间便轰杀到了陆一平面前, 而众人在惊叹江素素阴阳剑气时, 并没有发觉剑神洛宁秀中发出了数道飞针, 这些飞针无形无色, 划过空间时没有引起空间一点波动, 瞬间袭向陆一平腰间, 眼看阴阳剑和轰中陆一平, 突然陆一平身后出现了一千条佛手, 浩瀚佛力席卷, 大殿震动, 一些靠近的高手, 巨多被这浩瀚佛力逼得连连后退, 地藏千佛手, 看到陆一平身后突然出现了千条佛手, 邪王府辅主惊声, 这时千条佛手一拍而落, 瞬间将阴阳剑和拍爆, 继续向江素素落下, 玄武神甲, 江素素看着落下的千只佛掌, 大经中全身光芒涌动, 浮现出一个个符文, 这些符文在其体表形成了一个玄武之壳, 玄武乃是天地间防御最强的神兽, 这玄武神甲乃是他得自中古时期一位强者留下的功法, 防御无敌, 哪怕是天神初期强者, 他也有信心挡下对方一击, 哄, 千佛手轰下, 从鸡蛋壳瞬间爆裂开来, 江素素只觉全身一顿, 仿佛被千座巨山轰重, 整个人瞬间被轰进了大殿弟弟, 大殿用清玉铸造的地砖化成鸡粉, 大殿四周不断军裂, 所有人巨都惊然退出了大殿, 众人看去, 只见太乙门江素素那枚至尊神阁与化神阁已经暴碎, 成了无数碎杀, 江素素本人镶嵌在地底, 没有动静, 死了, 缥缈神宗祖师, 邪王府府主, 拜约大帝等人, 漠不呆了, 横元未面第一人疆域的亲妹妹, 太乙门老祖江素素死了, 连其在毛驴上的周成也都吞咽了一下, 剑神洛宁也是一脸难以相信, 所有人都有种天崩之感, 只是, 剑神洛宁心中疑惑, 刚才他明明对陆一平施展了太阴玄冥针, 陆一平为何到现在还没事? 太阴玄冥针一入体内, 便会顺着全身血液而行, 然后玄冥之毒覆盖全身, 现在, 陆一平应该全身僵硬才对, 在洛宁疑惑时, 却见陆一平转手过来, 目光冷漠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何我中了你的太阴玄冥针却没事? 众人一正, 剑神洛宁脸色一沉, 什么太阴玄冥针?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这时, 陆一平全身光芒一阵, 只见刚刚迹象陆一平的几根太阴玄冥针 出现在陆一平身体四周, 不多不少, 一共五枚, 五枚极其细小的太阴玄冥针, 如同头发一般细小, 原本无形无色的太阴玄冥针, 此时散发着惊人的寒气, 而且寒气之中弥漫着恐怖的紫黑之气, 众人看到太阴玄冥针, 不由看向剑神洛宁, 脸色怪异, 无疑, 当才江速速对陆一平出手的时候, 剑神洛宁用太阴玄冥针偷袭陆一平, 一些熟知太阴玄冥针的高手, 见果真是太阴玄冥针, 都是心中惊燃, 这太阴玄冥针终者无药可救, 连药王殿的高手面对这太阴玄冥针也束手无策, 剑神洛宁竟然会有这太阴玄冥针, 陆一平, 你血口喷热, 剑神洛宁一剑, 怒目道, 这太阴玄冥针根本是你之物, 你拿拽污蔑我, 你说我刚才偷袭你, 这大殿这么多人, 难道就没人察觉吗? 没人察觉, 陆一平看向太清剑派的灵异, 袁一华两人, 灵异, 袁一华两人眼神躲了躲, 这时, 剑神洛宁对飘渺神宗祖师, 邪王府辅主, 拜约大帝等人道, 诸位, 这陆一平残杀无道, 出道以来残杀各派高手, 如此恶魔, 我们应当联手将其为杀, 飘渺神宗祖师, 拜约大帝等人脸色变化, 陆一平单手一挥, 只见那五枚太阴玄冥针破空, 其然射入了剑神洛宁体内, 速度之快, 剑神洛宁根本无法反应, 太阴玄冥针一入体, 剑神洛宁顿时感觉全身血液有种药凝结之感, 一股寒气, 瞬间席卷他全身, 剑神洛宁惊恐万壮, 这太阴玄冥针无药可救, 他虽然有太阴玄冥针, 但是也没有解药, 惊恐万壮下, 他不由看向灵异, 袁一华两人, 两位大人, 还请救我, 灵异, 袁一华两人双双出手, 手掌雷光, 拍在剑神洛宁胸口, 但是没用, 哪怕是太阴剑派的雷元刚气, 也无法将这太阴玄冥针驱除出体外, 陆一平突然一射, 将剑神洛宁射拿到面前, 太阴剑派老祖灵异见状, 脸色阴沉如水, 陆一平, 你手段歹毒, 先是残杀暗魔宗, 黄泉魔宗, 殷鬼宗一众同道, 现在又残杀太乙门, 落府众人, 你如此行径和魔头苏绣无异, 今日, 我们师兄弟两人便联手, 将你击杀, 为横渊除害, 陆一平冷然一笑, 两人分明是看中他身上永夜之童, 要杀他夺取, 现在, 却说得正义凛然, 一副正派之急的样子, 太清剑派老祖灵异说完, 和袁一华两人破空而起, 天神强者的气息, 从两人身上完全释放而出, 澎湃如同汪洋一般的天神之力, 不断席卷开来, 四周一切, 接近被轰毁, 同时, 黄豹的雷之力量, 从两人体内咆哮涌出, 受两人天神力量影响, 天地风云变色, 整个洛府地狱上空, 一片片雷云笼罩, 在这一刻, 洛府地狱所有城池, 所有宗门, 所有家族高手, 都感受到了恐怖压迫之力, 第75章, 废话个啥镜, 而洛府之内, 缥缥神东祖师, 邪王府辅主等高手, 更是如同星头被压了万重大山, 惊然之下, 连连向外飞出, 直到飞出许久, 众人才感觉好些, 好强, 这便是天神强者的力量, 缥缥神宗祖师, 满脸惊惧, 他身为缥缥神宗祖师, 好歹也是一尊真神中期高手, 哪怕是面对江素素这样的真神后期巅峰高手, 他也能一战, 但是面对灵异, 原以华两人, 他完全心不起反抗的念头, 而洛家少主洛真, 洛同等人, 更是慌然而逃, 逃出虚远, 方使停下, 漠不一脸苍白, 喘息不已, 洛真看着在高空, 已经完全被雷电缠绕, 如同两尊上古雷神的灵异, 原以华两人, 畏惧中却是一脸猙獰大笑, 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联手, 这陆一平必死, 他双眼血红的看着陆一平方向, 我只恨我不能亲手杀了这恶贼, 我要是有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的实力, 我真想亲手将他扒皮断骨, 抽筋练魂, 洛童也都一脸恨然地看着陆一平, 放心, 等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杀了这陆一平, 我们求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留着他那几名手下狗命, 他那几名手下会生不如死, 远处, 拜约大帝邻君看着灵异, 原以华两人一脸崇拜之色, 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看样子已经参悟出了雷之力的极致奥义力量, 以两位大人的力量, 普通的天神初七, 也不是两人一击之敌吧, 两位大人现在联手, 这陆一平和其手下几人, 看样子是逃不掉了, 而周成看着灵异, 原以华两人身体四周越来越浓郁的雷之原力, 眉头一皱, 灵异, 原以华竟然参悟出了雷之力的极致奥义力量, 两人的实力超乎他意料, 这时, 灵异, 原以华两人手中多了一把长剑, 两人手中长剑一模一样, 长剑之上, 巨多刻画着雷幅, 这正是太清剑派的风雷双剑, 两人同时施展雷锋剑法, 双剑合一, 道实威力倍增, 在两人天神之力贯注下, 风雷双剑光芒涌动, 一道道雷电更是狂暴, 灵异冷然地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 这风雷双剑, 乃是我们太清剑派无上宝剑, 能死在风雷双剑下, 你可以瞑目了, 说完, 两人同时出剑, 顿时, 千万剑盲要动天地, 漫天雷电, 划成了一方雷海, 天地一切, 仿佛都要被这雷海淹没, 都要被这雷海吞噬, 现场, 拜约大帝邻军, 缥缥神宗祖师, 邪王府辅主等人, 看着这蔑视一击, 莫不亥然, 而洛府地狱内所有高手也都抬头, 惊恐地看着高空那疯狂滚动的雷之海, 洛家少主洛珍看着轰然落下的雷海, 看着那轰向陆一平的千万剑盲, 双拳紧握, 周成看着落下的千万剑盲, 脸色凝重, 就在周成要出手时, 突然, 两道血色韧盲破空而起, 当两道血色韧盲破空而起时, 骇人邪气冲天起, 轰动九天, 那恐怖的雷之海, 竟然被邪气轰然一散, 接着, 现场所有人看到, 那两道血色韧盲, 瞬间便划破了千万剑盲, 接着从灵溢, 原意划两人脖子一划而过, 刚刚还要动天地的千万剑盲, 顿时消失, 淹没落府地狱的雷之海, 也都嘎然而止, 血色韧盲将灵溢, 原意划两人喉咙切割之后, 仍然在高空回旋, 发出一声声邪魔力叫, 现场拜悦大帝邻军, 缥缈神宗祖师, 邪王府辅主等人, 看着那高空回旋的血色韧盲, 呆了, 血色韧盲回旋着, 落回了上古邪神强梁的双手, 正是邪神刃, 上古邪神强梁, 将邪神刃别回腰间, 这时, 高空的太清剑派老祖灵溢, 约以划两人的人头, 才从脖子上掉落下来, 血住喷射, 落家少主落真, 落同, 落家重高手, 还有太乙门其他高手看着灵溢, 约以划两人从高空掉落的人头, 脑海一片空白, 灵溢, 约以划两人人头砸落地面, 地面发出闷然一响, 如同两座砸落的山峰, 溅起重重沙尘, 沙尘随风而飘, 死了, 落家少主落真满心震撼, 难以置信, 太清剑派灵溢, 约以划两大天神进老祖, 就这样死了, 被陆一平手下, 一个青年一招斩杀, 拜月帝国, 飘渺神宗, 邪王府各方高手回醒过来, 莫不害然地看着陆一平身边的黑袍青年, 一刀斩杀两尊天神, 两尊天神初期, 横渊未免至高存在, 就这样被风轻云潭地杀了, 被陆一平射拿在手中, 还没死去的剑神洛宁, 更是手脚冰凉, 他看着旁边的上股邪神强梁, 只觉毛骨悚然, 一股寒意从其心底不断蔓延, 陆一平单手一射, 将灵异, 原以划两人神格中的天神法则抽出, 然后打入了张静, 赵文两人神格之中, 随即, 陆一平对剑神洛宁搜魂, 很快, 搜魂结束, 陆一平双眼冷冽, 果然, 剑神洛宁的背后, 是英明一族, 搜魂之后, 陆一平一道火焰落在剑神洛宁身上, 在众人注视下, 剑神洛宁坟化成了一团灰烬, 片刻后, 陆一平和上股邪神强梁几人离去, 直到陆一平几人消失在天际, 江里的众人才大气喘息, 有的家族高手甚至站不稳, 跌走地面, 众人看着灵异, 袁以华还有江素素尸体, 漠不发呆, 那个黑袍青年是谁? 邪王府一位老祖舌头发颤, 出声道, 抑制上股邪神强梁。 第76章, 太乙大军, 之前都在传他是上股邪神的后人, 现在他连邪神任都能催动, 看来是真的了, 邪王府辅主双眼惊怡, 也只有邪神的后人, 身具邪神的血脉, 才能催动得了邪神任。 拜越大帝邻军心情复杂, 说道, 没想到这陆一平身边, 竟然还有如此高手, 这邪神后人是什么使劣? 只怕是天神中期, 甚至更高, 天神中期, 甚至更高, 众人心中巨多一尘, 达到了天神之境, 每提升一小街, 极难, 有些天神初期, 甚至万年, 也难以突破到天神中期, 一旦突破到天神中期, 其实力, 要远强于天神初期。 毫不夸张地说, 一旦突破到天神中期, 完全可以轻松打败两尊天神初期, 甚至三尊天神初期。 不过, 江素素死了, 江玉大人, 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她绝对不可能放过陆一平。 很多年前, 江玉大人就是天神中期巅峰了吧, 现在说不定已经突破天神后期了。 飘渺神宗祖师说道, 邪王府府主说道, 这陆一平, 一路下来, 得罪了暗魔宗、 阴鬼宗、 黄泉魔宗、 武神殿, 现在又是若家, 太乙门和太清剑派。 暗魔宗、 阴鬼宗、 黄泉魔宗、 武神殿、 太乙门甚至太清剑派大军, 只怕很快就搞。 到时, 神武大陆只怕会打得崩面。 说到这, 邪王府府主苦笑道, 但愿他们交战的地方, 不要在我邪王府附近吧。 不然, 我邪王府苦心经营的一切都要被摧毁干净。 飘渺神宗祖师说道, 我看, 我干脆率领弟子离开神武大陆, 躲一阵子再回来。 随同江素素前来的几位太乙门高手, 来到江素素尸体前, 看着江素素已经不成形的尸体, 剧都是一脸悲愤, 恭恭敬敬敬行了败礼, 这才小心地带起江素素尸体, 然后破空离去。 显然, 是回太乙门了。 各方前来贺寿的高手, 也都纷纷告辞离去。 最后, 只剩下了洛家弟子。 半天之前, 一片喜庆的洛府, 只剩下一片狼藉, 悲凉。 被心见重伤的洛家家主洛振吞服下丹药, 已恢复不少, 看着现场一切, 怒恨焦心, 喉咙一热, 血在喷出。 之二, 他声音嘶哑, 你和洛同带灵异, 原以华两位大人尸体上九天太清剑派, 请太清祖师替两位大人和我洛家主持公报。 洛家少主洛真, 洛同两人点头。 父亲, 你放心, 洛家少主洛真恨生报, 我必将两位大人尸体, 带上九天太清剑派。 到时太清剑派大军降临横元, 陆一平必死。 洛家家主洛振点头, 对于太清剑派的实力, 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 而洛家之事, 很快便传了开来, 神武震动, 现神洛宁, 死无全是。 太乙将诉索被拍成了肉浆。 太清剑派天神静老祖灵异, 原以划两人, 被切下人头。 无论哪一条, 都足以引起神武, 乃至横元震动。 天龙大陆, 乃是横元未面最大的大陆, 也是横元未面最强盛的大陆, 和最古老的大陆。 不仅龙家, 潭家, 陆家, 连太乙门总部, 也都建立在天龙大陆。 太乙山, 是天龙大陆最高最大之山。 太乙山, 屹立在天龙大陆, 如同一座小陆地, 山峰间随处可见遇见飞行的太乙门弟子。 太乙门身为横元未面第一宗, 但是内门弟子就有千万。 更别说外门弟子, 还有齐麾下帝国、 皇朝、 各大家族势力。 此时, 太乙山最巅峰大殿内, 太乙山祖师江域, 看着江素素被送回来的不成形的尸体, 双手颤抖, 声音哽咽, 素素, 他眼眶, 眼泪滴落。 多少年了, 他第一次滴下眼泪。 大殿上, 太乙门门主, 还有诸多老祖, 巨都默然。 许久, 太乙门祖师江域才站了起来, 身上沙翼, 剑意滔天。 太乙山上空, 千万剑气, 凝聚成了一团团剑云, 剑云滚荡, 竟然覆盖了太乙山一座座山峰。 在这一刻, 太乙门所有弟子, 巨都颤服。 陆一平, 太乙门祖师江域缓缓道, 声音响彻太乙山,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太乙门祖师江域的滔天杀意。 召集太乙门所有老祖, 所有太上长老, 所有帝国大军, 所有家族大帝境以上强者。 前往神武大陆, 太乙门祖师江域的声音传遍了太乙山。 我等尊令, 太乙门门主王维和诸多老祖, 巨都攻声音士。 在太乙门, 江域的命令, 就是神旨。 当然, 在太乙门, 江域, 就是唯一的神。 就在太乙门祖师江域, 下令召集太乙门所有老祖, 所有太上长老, 所有帝国大军, 麾下所有家族大帝强者时, 武神殿总殿主狄灵等人, 也都攻身在武神山之前, 述说着陆一平击杀武神殿于之放之事。 还请九绝老祖宗出事。 武神殿总殿主狄灵恭敬高喊, 沉静片刻, 突然,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武神山内附破山而出。 众人看到高大身影, 巨都神情激动, 拜扶下来, 激动道, 拜见九绝老祖宗。 出来之人, 正是武神殿最古老, 最具传奇色彩, 也是最强之祖, 九绝武神武九绝。 武九绝看着贵妇的众人, 开口道, 都起来吧。 你们是说, 那个陆一平, 他是永夜君王的传人? 武神殿总殿主狄灵赶紧回答道, 是, 他正是用永夜之童杀了鱼之放。 永夜之童? 武九绝一脸沉思。 他当年虽然得入神圣森林, 并成为陆一平最后一个几名弟子, 但是, 他只知陆一平当年的名号, 他现在还在神武大陆。 武九绝开口问道, 是的老祖宗。 狄灵公声道, 我们得到消息, 他现在在天神山, 天神河即将逆流, 他应该是在等天神河逆流之日。 准备一下, 你们随我前往神武大陆。 片刻后, 武九绝说道, 狄灵一听, 和武神殿一众高手大喜, 公声英事。 第七十七章, 皇祖, 就在太乙门大军, 好荡荡荡赶往神武大陆之时, 鬼魔大陆深处, 也都飞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军。 这些大军, 正是酝酿许久的殷鬼宗大军。 只见殷鬼宗大军, 浩荡如横沙, 一眼望去, 竟然看不到边际, 满天满地都是。 殷鬼宗, 身为鬼魔大陆最强势力, 掌控了鬼魔大陆几乎一半势力。 鬼魔大陆, 是横渊未免最强最大的一个大陆之一, 一半势力, 有多帝国, 有多少皇朝, 有多少家族, 一个又一个帝国大军汇聚在一起, 遮天蔽日, 风云未知变色。 每一个帝国大军身穿的战铠都不同, 每一个帝国大军都有一亿兵力, 而且这一亿兵力是每一个帝国最精锐的兵力, 一共一百多个帝国, 但是帝国大军便有一百多亿。 这还不算殷鬼宗本宗的弟子和鬼魔大陆其他皇朝, 其他家族的兵力。 殷鬼宗大军锁过高空, 鬼魔大陆所有帝国, 所有城池, 所有家族强者, 莫不胆颤心惊。 而一些帝国老祖宗, 看到殷鬼宗最前面那两个满脸布满奇怪符文的老者时, 更是颤然。 是殷鬼宗的皇祖? 殷鬼宗的皇祖竟然出世了? 有老祖看着其中一人, 颤声道, 殷鬼宗的皇祖? 一尊极其古老的存在, 在两个时代之前, 就已经引试不出。 皇祖? 皇祖是谁? 一些家族家主看到自家老祖如此惊然样子, 不由疑惑。 其老祖声音仍然难以颤然, 皇祖他是殷鬼宗曾玉大人的师叔祖。 什么? 曾玉大人的师叔祖? 一众强者大惊。 曾玉, 乃是殷鬼宗现任宗主的师父。 在横渊卫面现在十大高手中排名第三, 而皇祖却是其师叔祖。 那修为将是何等惊天动地? 皇祖旁边那位老者是谁? 众人惊然中不由疑惑问道, 但是没人认得出皇祖身边的老者是谁。 不过, 既然能与皇祖并行, 想来也是一尊不弱于皇祖的存在。 与皇祖并行的老者唐记声音尖锐, 老皇其实杀一个后辈, 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 其实我一人过去就行了, 直接将那什么陆一平的人头扭下来就行了。 皇祖摇头, 声音有些低沉, 浑浊的双眼看着天际, 我要亲自将永夜之铜带回来。 而且天神和这次逆流是百万年之期, 初来之物, 必是不凡, 连九爵大人都出事了。 九爵大人这次出事, 未必不是冲着天神河而去。 还有孤老鬼, 白无常他们也已经出事。 唐记一听, 吃惊, 九爵大人出事了? 皇祖点头, 不错, 这次天神和逆流, 说不定能出现增加兽缘之物。 哪怕是天神强者, 甚至是超越了天神的存在, 兽缘也有极限, 没有人能长生不死和长生不老。 所以, 对于活了足够长的老怪物而言, 什么功法, 什么神兵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增加兽缘之物。 每隔一万年, 天神和就会逆流, 无数宝贝出世, 但是每一百万年就会出现寒室之物。 皇祖又道, 百万年前, 听说曾出现过一株百万年级别的九彩神志, 百万年级别的九彩神志。 老者唐记吃惊, 九彩神志本就是增加兽缘之物, 百万年级别那绝对是寒室。 皇祖点头, 不过, 时间太久远了, 无从考究, 而且神典也没记载此事, 也不知是真是假。 这是我在某处洞府一块碎碑上看到的记载。 暗祭大陆, 极北, 乃是一片黑暗的连绵不绝的山脉。 这里, 正是暗魔宗总部所在。 此时, 暗魔宗大军也都浩浩荡荡而起, 前往神武大陆。 暗魔宗大军虽然没有殷鬼宗大军那样如同横沙之河, 但是也都极其庞大。 而且, 麾下帝国大军, 其气势之强, 不弱于殷鬼宗帝国大军。 暗魔宗大军为首之人, 则是一个双眼忧虑, 枯瘦如柴的老者。 这老者, 正是先前英鬼宗皇族口中的孤老鬼。 孤老鬼, 姓孤, 本名没人知道。 老祖宗, 刚得到消息, 武神殿的九爵武神大人已经出世了, 和武神殿众高手正敢往神武大陆。 暗魔宗宗主殷亲对孤老鬼功声说道, 还有皇祖, 白无常, 姜玉也正敢往神武大陆。 孤老鬼恩了一声, 回忆道, 这些老家伙, 不知现在实力精进没有。 暗魔宗宗主殷亲说道, 听说皇祖这次出世, 也是为了那陆一平的永夜之童。 这次暗魔宗, 目的之一也是永夜之童。 孤老鬼冷声道, 这次, 我必夺永夜之童。 暗魔宗众人, 没有人敢吱声。 而太乙大军, 武神殿大军, 英鬼宗大军, 暗魔宗大军, 黄泉魔宗大军出动, 消息传出, 横元未免各方势力无不变色。 太乙门疆狱大人, 亲自率太乙门大军前来, 是杀陆一平。 武神殿九爵武神大人, 终于出世。 英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 竟然同时出世。 这一战, 必然天崩地裂。 神武大陆, 云家总府之内, 云家家主云为, 听到消息, 感慨道。 云家少主云海天一感慨道, 这个陆一平, 可惜了, 若给他足够时间, 他只怕能够横压一个时代吧。 云家家主云为摇头, 横压一个时代, 又岂是那么容易的? 他虽然让人惊艳, 但是还差了许多。 云家少主云海天说道, 听说当年圣魔大人, 横压了三个时代, 无敌了三个时代。 云家家主云为一脸崇拜, 圣魔大人, 的确是进古以来最惊艳之人, 无人能出其左右。 然后道, 天神河即将逆流, 准备一下, 我们也前往天神山, 顺便看看, 陆一平是怎么死的? 是, 附近大人, 随着天神河即将逆流, 神武大陆各方强者, 也都开始赶往天神山。 天神河横跨数个大陆, 但是源头, 是在天神山。 越靠近源头的地方, 宝贝便越多, 而且宝贝便越珍惜。 陆一平和上古邪神强梁, 也早早便来到了天神山, 屹立在天神山之巅。 第七十八章, 将陆一平的命让给我。 陆一平屹立在天神山之巅, 看着下方滚滚奔腾的天神河。 天神河在很久远很久远的时代便已存在, 至少在陆一平有记忆起便已经存在了。 天神河从天神山开始流向天之尽头, 横跨数个大陆, 河面清澈, 一眼便能看穿河底。 上古邪神强梁看着必涛滚滚的天神河, 说道, 这天神河明明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逆流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如何出现的? 无数岁月以来, 无数强者研究天神河, 但是都研究不出其中奥秘。 陆一平双眼深邃, 看着天神河之底, 说道, 天神河有无数重时空, 在逆流的时候, 这些时空才会出现。 受逆流之力影响, 无数时空之中的东西便会流出。 周成一听, 吃惊道, 天神河有无数重时空, 可是, 为何在逆流的时候才会出现? 陆一平淡然道,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有些东西, 你想不明白, 不代表不可能。 龙角金牛却是咧嘴孝道, 又是百万年, 这次天神河应该会有好东西吧? 百万年前, 天神河逆流的情景, 他还记得。 陆一平笑道, 九彩神枝应该不会有第二株。 当年, 九彩神枝便是被这家伙给拱了。 而此时, 各方强者也都相继赶来, 各方强者也都围惧在天神山四周。 众人看着山巅之上的陆一平几人, 都是心情复杂, 焦头接耳。 这时, 人群一阵骚动。 是陈青阳大人, 陈青阳大人来了。 有人道。 众人看去, 只见一群高手正从远处破空而来。 为首之人是一个身材伟岸的中年人。 中年人头发并脚已发白, 中年人身穿灰袍, 透着一股默契。 正是神武大陆第一阵法师陈青阳。 陈青阳不仅是神武大陆第一阵法师, 还是神武大陆有数的高手。 而神武大陆四大家族陈家, 亦是其一手所创。 陈青阳到来, 在场的各方强者莫不恭敬称呼, 便是连许多已经到来的帝国大帝也上前拜见。 陈青阳对众人微笑点头, 然后目光落在天神山之巅的那道阑山身影身上。 他就是陆一平。 他眼中惊疑。 一位陈家太上长老点头道, 应该就是此人。 然后道, 都说此人秦术入先, 见法了得, 就是不知正法如何。 这时, 陈青阳儿子陈渊笑道, 估计正法也就一般般, 不然, 只怕早就传开了。 当初, 殷鬼宗少宗主好丹要是与他比的是正法, 而不是秦术, 只怕能赢他。 另一位陈家太上长老说道, 听说殷鬼宗少宗主好丹正法已经达到宁福城镇之境界, 而且可以不间断凝聚四千多个正福。 正法比赵子豪公子还高。 在陈家众人谈论时, 突然, 便见众人又是一阵骚动, 只见武神殿分殿殿主赵雄正率领分殿的一众高手破空而来。 与其同行的还有云家家主云维, 云家少主云海天等云家高手。 陈青阳见状率陈家众高手上前与赵雄、云维等人打招呼。 至此, 神武大陆四大家族还差万家没来。 武神殿赵雄到来, 远远地看着山殿的陆一平身影, 眼中满是寒意。 邪神平原时, 他儿子赵子豪被陆一平手下打碎神脉, 丹田、 元神。 九爵武神大人率我们武神殿大军很快就到了, 等九爵武神大人一到, 就是陆一平的死期。 武神殿一位高手说道, 赵雄点头, 压下心中杀意。 这时, 人群中有人激动叫道, 是疆域大人。 疆域大人来了, 众人看去。 果然, 见太乙门众高手正从天际破空而来, 浩浩荡荡荡, 整个天际完全被遮蔽了。 为首的, 正是横渊卫面第一人疆域。 疆域之后, 是太乙门一众老祖, 太上长老, 长老, 弟子, 太乙门麾下诸多帝国大军, 诸多家族强者。 哪怕是隔着极远极远, 众人仍然能感受得到江域身上临天的杀意。 只见高空重重渐气凝聚, 随着江域而移动。 太乙门无数强者气息更是如同滔天洪水, 滚滚而来, 铺天盖地, 仿佛要将天地淹没。 现场众人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太乙门大军, 赵雄见太乙门江域率领太乙门众高手到了, 脸上却是喜燃, 他对陈青阳, 云伟笑道, 两位, 江域大人到了, 我们上去拜见一下。 陈青阳, 云伟两人点头, 不过, 就在三人要上前时, 突然, 他们看到另一边天际万鬼哭笑, 阴寒之气滚滚荡荡, 天地竟然有种为之冻结的感觉。 阴鬼宗? 现场众人, 漠布脸色大变。 阴鬼宗大军, 气势之强, 阴鬼宗大军最前面的皇祖时, 也都经不出声音颤然。 他们虽然在神武大陆, 也算是一方霸主, 但是面对皇祖这样的恐怖老魔, 同样心中发怒。 皇祖虽然隐识不出多年, 但是气魔名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紧接着, 在阴鬼宗大军之后, 直见令两方天际, 也都出现了遮天蔽日的黑暗之气和滔天魔气, 正是暗魔宗大军和黄泉魔宗大军到了。 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 黄泉魔宗, 四方大军分别从东西南北滚滚而来, 四方天际完全被遮蔽。 在现场各方强者惊慌躲退中, 四方大军终于来到了现场, 天神山被围的水泄不通, 从天神山看过去, 已经看不到外面的天色, 因为天神山之外, 所有天地都已经被四大军完全淹没。 太乙门将域看着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三人, 陈生道, 还请三位前辈将陆一平的命让给我。 他身上的永夜之铜, 天象神玉泉, 时光神圈秘籍真本, 我都可以不要。 皇祖文言满是奇怪符文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好说, 他的命, 我不要, 我只要永夜之铜。 按魔宗孤老鬼嘿嘿一笑, 我也只要永夜之铜。 第79章, 万无敌来晚一步, 皇权魔宗的白无常则没有开口, 他那张白的像涂了白漆的脸, 却面无表情地盯着陆一平。 太乙门将域对皇祖, 孤老鬼两人道, 我杀了陆一平之后, 永夜之铜归谁, 再有两位前辈决定。 皇祖, 孤老鬼两人相识, 迟疑了一下, 最终点头。 将域转手过来, 冷冷地看着陆一平, 我妹妹死在你的地藏千佛手之下, 我也想领教你的地藏千佛手。 看看四大佛经绝学, 是不是真的如传说般, 威力惊人。 说完, 全身剑气弥漫, 只见其全身剑气, 如同海浪一般, 向四方天地破卷开来。 重重剑浪之中, 竟然泛起了火一样的光芒。 接着, 是水光, 然后是金光, 木光, 土光, 五种光芒照耀天地, 天地为之大量。 众人莫不吃惊, 这是五行剑气。 陈青阳惊声道, 阴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皇权魔宗白无常三人看到这五行剑气, 也都无不动容。 陈青阳儿子陈渊剑壮道, 父亲, 这难道就是禁谷以来, 无人修成的五行之剑吗? 陈青阳脸色凝重之极, 不错, 天地初开, 鸿蒙演化, 皆为五行所化。 但是, 要参悟五行之道, 难如登天, 所以禁谷以来, 根本没人能修炼成五行之剑。 而现在, 太乙门疆域却修炼成了。 阴鬼宗皇祖身边的唐济一赞叹道, 死子不愧为横渊这一代第一人。 能得他称赞的, 没几人, 现在, 见了太乙门疆域的五行之剑, 也都由衷赞叹。 而此时, 太乙门疆域身体四周的五行剑气, 仍然在不断增加, 土、木五种元素不断衍生出来, 不断演化五行转化, 如同一个新生的五行世界。 而太乙门疆域本身的气息, 也都不断释放, 不断攀升。 天神中期巅峰? 阴鬼宗皇祖道, 随时可能要突破天神后期。 这便是疆域的境界。 虽然还没突破天神后期, 但是, 以五行之剑的战力, 已经可以和天神后期一战。 暗魔宗孤老鬼说道, 陆一平也没动手, 而是任由太乙门疆域催动五行剑气, 任由他释放全身的力量。 龙角金牛挠了挠牛耳, 颇有些不耐烦。 终于, 太乙门疆域五行剑气强盛到了极致, 天神中期巅峰的神力催动到了极致。 他看着仍然副手里的陆一平, 双眼冷冽, 早在数百年前, 我便参悟出了五行剑气。 我这五行剑气, 足以开天裂地, 你准备好了? 陆一平看了对方的五行剑气一眼, 淡然道, 五行剑气而已, 我杀你, 弹指可灭, 出手吧。 陆一平画出, 四周哗然。 太乙门将欲闻言, 脸色彻底一沉, 双眼剑芒暴射, 大笑。 好, 那我便等着你, 弹指灭杀我。 说完, 全身如汪洋一般的五行剑气, 猛然向陆一平咆哮, 轰杀了过去。 只见五行剑气冲天起, 铺天盖地, 携带毁天灭地之威, 眨眼便来到了天神山之巅。 就在这时, 突然, 远方天际响起高声大鹤, 万神之力。 接着, 一座巨大的城池, 破空而至。 这座巨大的城池, 神力奔腾如海, 无数尊上古神灵在城池之中浮沉。 城池迎上了太乙门将欲的五行剑气。 蒸蒸蒸。 五行剑气轰击在巨大城池之上, 响起一阵密集的巨响, 声如炸雷, 剑气重重光芒。 众人大事意外, 所有人看着这座突然出现的巨大城池。 天都城! 许多高手震惊。 天都城, 神武大陆第一城。 接着, 所有人看向了天际, 只见天际一人踏空而来, 正是神武大陆之主万无敌。 天都城为上古无上神器, 乃万神之主和其麾下众神炼制。 万神之主陨落后, 从没听说有人能掌控天都城, 万无敌竟然真的掌控了。 殷鬼宗曾欲吃惊, 在十大超级高手排名中, 他排第三, 万无敌排第四。 前些日子, 众人都在传万无敌突破了天神镜, 而且还掌控了天都城。 他本不幸, 现在见万无敌真的掌控天都城, 吃惊不小。 众人见刚突破天神镜的万无敌, 凭借天都城挡下了僵域的五行剑气, 都是惊叹天都城威力。 可是, 万无敌为何要出手阻止? 有老祖疑惑道, 众人也都疑惑。 想不明白, 万无敌为何阻止僵域击杀戮一平? 万无敌身后, 而是万家众老祖, 万家麾下各大帝国大军。 眨眼, 万无敌便来到了众人面前。 太乙门将狱看着万无敌, 脸色阴沉, 双眼寒然, 质问道, 万无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万无敌没有看太乙门将狱, 而是向陆一平走了过去。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万无敌这是要干什么。 就在众人疑惑时, 万无敌来到了陆一平面前, 惩惶惶惶恐, 拜扶了下去, 万无敌拜见大人。 众人猛了。 这时, 万无敌又扣手道, 万无敌来晚一步, 大人恕罪, 众人目瞪口呆。 大人, 陆一平, 恕罪, 怎么回事? 众人一脸难以置信, 一时脑子回转不过来, 连太乙门将狱本人, 还有殷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等人, 也都错愕住了。 身为神武大陆之主的万无敌, 什么时候投效了陆一平? 听说前些日子, 陆一平还去天都城和万家打了一战, 陆一平还进了万家祖地, 难道就那个时候, 万无敌投效了陆一平? 起来吧。 陆一平看着贵妇的万无敌, 淡然道, 万无敌这才奉敬起身, 太乙门将狱冷然地看着万无敌, 万无敌, 我不管什么原因, 使你投效了陆一平, 今天陆一平, 我必杀, 你现在滚开, 不然, 我连你, 还有万家一起灭了。 而此时, 武神殿大军也都正往神武大陆这边接近, 由于武神殿所在大陆较远, 所以来的彼音鬼宗, 暗魔宗和黄泉魔宗要慢。 九诀五神五九诀, 看着近在眼前的神武大陆, 心情复杂, 不知师父老人家现在如何了, 他寿原将要耗尽, 或许他这辈子都见不到师父他老人家了吧。 觉得爽的, 推荐票, 能打赏的打赏一下, 下张, 希望能射。 第八十章, 不孝弟子武九诀, 九诀五神五九诀不由, 想起当年在神圣森林的日子。 五神殿总殿主狄林并不知五九诀想法, 见五九诀看着神武大陆方向, 说道, 老祖宗, 神武大陆快到了, 刚得到消息, 暗魔宗, 黄泉魔宗, 阴鬼宗和太乙门都已经赶到天神山了。 这时, 他幸福一阵, 取出一看, 意外。 什么事? 五九诀见状问道, 五神殿总殿主狄林赶紧回答道, 刚刚赵雄传来消息, 说太乙门将狱修炼成了五行剑气。 哦, 五九诀哑然, 五行剑气。 没想到这疆域剑道天赋如此之高。 五神殿总殿主狄林道, 但是, 就在太乙门将狱施展五行剑气轰杀陆一平时, 万无敌突然赶到, 出手挡下了疆域五行剑气一击。 而且, 让人奇怪的是, 万无敌竟然投笑了这陆一平, 到来后, 对陆一平拜扶并称呼陆一平大人。 五神殿总殿主狄林又道, 什么? 五九诀大事意外。 五神殿众高手一听, 也是吃惊和意外。 万无敌投笑了陆一平, 这不可能吧? 一位五神殿老祖精一道, 这是的确让人费解。 五神殿总殿主狄林说道, 五九诀陈应道, 加快速度赶往天神山。 于是, 在五九诀命令下, 五神殿大军加快了速度。 此时, 天神山, 万无敌看着太乙门将狱, 冷笑道, 将狱, 你冒犯大人, 已是死罪。 你现在若向大人请罪, 或许, 只死你一人。 太乙门将狱闻言, 怒急而笑, 让我向陆一平请罪。 好, 那我现在便先杀你, 再灭你万家, 最后才杀陆一平。 说完, 全身五行剑气大胜, 翁然大响, 猛然向万无敌轰杀了过去。 万无敌则催动天都城迎了上去。 轰然, 汉天巨响再次响起, 恐怖气浪鱼波席卷。 杀, 给我灭了万家。 高空, 太乙门将狱冷然的声音响起。 顿时, 太乙门门主率领太乙门众高手冲向了万家高手。 而太乙门麾下帝国大军, 一与万家麾下帝国大军碰撞在一起。 你就是邪神的后人。 这时, 黄泉魔宗白无常目光落在上古邪神强梁身上, 突然道, 邪神任在你身上。 是吧? 众人目光重新回到陆一平几人身上。 上古邪神强梁邪妹一笑, 小子, 你想看我的邪神任? 听上古邪神强梁称呼自己小子, 黄泉魔宗白无常发出怪异笑声, 全身魔光涌动。 五神殿大军到了。 这时, 有人教导。 阴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等人剧都看了过去。 所有人目光剧都落在了五神殿大军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身上。 五神殿九绝五神? 横渊未免最古老的存在, 也是横渊未免最具传奇色彩的存在之一。 哪怕是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三人, 也都要小九绝五神一辈。 九绝五神五九绝到来, 所有人目光剧都背弃所以。 哪怕五九绝没有展露强绝气息, 只是平静地走着。 但是给众人的感觉, 五九绝就是一座晴天飓风。 五九绝仿佛就是天地的中心, 天地仿佛随着他而移动。 跟在五九绝身边的五神殿总殿主狄灵看着远处高空交战的万无敌, 将遇两人, 惊叹道, 万无敌果然掌控了天都城。 不过, 万家大军怕是支撑不了多久。 若论实力, 万家与太乙门还是相差了不少。 太乙门毕竟是横渊未免第一宗门。 狄灵透过万家和太乙门种弟子, 看向了天神山之巅那道淡蓝身影, 说道, 老祖宗, 那个就是永夜君王传人陆一平。 五九绝顺着狄灵的眼神看了过去, 他也好奇最近轰动横渊的这永夜君王传人是何模样。 由于万家和太乙门交战, 所以, 大军多少遮挡了陆一平的身影。 五九绝透过万家和太乙门弟子, 看向了天神山之巅。 待他看到天神山之巅那道阑珊身影时, 如受雷击, 整个人僵住了, 双眼瞪大, 不敢相信地看着那张英俊不凡的脸。 这是, 突然, 五九绝全身颤抖, 眼眶竟然红了。 师父, 是你老人家吗? 真的是你老人家吗? 五神殿总殿主狄灵并没有注意到五九绝一样。 他远远看着陆一平, 说道, 殷鬼宗大军竟然还能如此镇定, 心性倒是不错。 这时, 五神殿分殿的赵雄率领五神殿分殿的高手, 全部激动地迎了上来。 拜见九绝老祖宗。 赵雄和五神殿分殿众高手来到五九绝面前, 拜扶一地。 五九绝却恍若未闻, 从赵雄等人身边经过, 然后向天神山之巅飞去。 五神殿迪灵等人不由一愣, 原本拜扶下去的赵雄更是错愕。 暗魔宗, 黄泉魔宗, 殷鬼宗众多高手见五九绝对赵雄等人置之不理, 然后静止飞了过来, 同样意外。 皇祖, 唐记, 古老鬼, 白无常看到五九绝脸上的泪痕时, 更是惊疑。 九绝大人, 这是怎么了? 在所有人惊疑中, 五九绝向陆一平飞了过来。 越靠近陆一平, 五九绝便越是激动。 站在陆一平身边的周成, 一一脸惊疑。 什么是, 能让五九绝这样的强者激动如此? 在所有人惊疑中, 五九绝来到了陆一平面前, 五九绝突然向陆一平跪附了下去, 眼中泪水, 再也禁不住, 再次滴落。 他哽咽道, 不孝弟子五九绝败见师尊。 不孝弟子五九绝? 师尊! 所有人一听, 脑海轰然乍响, 连正与万无敌交手的太乙门疆域也都降在那里。 师尊? 因鬼宗皇祖颤抖, 骇然看着站在五九绝面前的那道阑珊身影。 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同样满脸骇然, 武神殿赵雄同样骇然。 难道他是? 随着太乙门疆域将停, 太乙门和万家所有高手也都全部停了下来。 原本震天的厮杀声突然消失, 天地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天神之巅那个阑珊年轻人, 连天神河仿佛也都缓慢了下来, 只有风在呼啸。 第八十一章, 超越了天神。 天地寂静中, 陆一平一声叹息, 看着贵妇面前的乌九绝, 说道, 起来吧, 我说过, 以后你们这些小家伙见了我, 不准再称我师父的。 在神圣森林里漫长的岁月里, 他说过四个清传, 数十个几名弟子。 他们离开时, 陆一平都对他们说过, 以后再见自己, 不准再称自己师父。 至于原因, 陆一平没说, 本来要起身的乌九绝, 文言, 惶恐道, 师尊, 刚才弟子一时激动, 忘了师尊教会, 弟子该死, 还请师尊责罚。 众人见九绝五神五九绝, 因陆一平一句话, 而如此诚惶惶恐的样子, 剧都心中怪异。 关于神圣森林的传说很多, 但是, 大多都比较模糊, 没人知道, 神圣森林那位是什么实力。 而且, 只是传说而已, 况且有些是太过久远, 并没有记载和根据, 有些人其实半信半疑, 现场许多高手见九绝五神五九绝, 如此诚惶惶恐的样子, 都觉得五九绝太过夸张, 就算这陆一平真是其师父, 也没必要如此诚惶惶恐吧。 以五九绝在横渊未免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完全没必要对陆一平如此, 连周成也都颇为意外。 陆一平见五九绝诚惶惶惶惶恐的样子, 单手一扶, 将其扶起, 起来吧, 下自己的就行。 是, 师尊。 五九绝当即恭敬命道, 听五九绝还是称呼自己师尊, 陆一平暗自摇头, 但也没再说什么, 他目光落在了阴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皇权魔宗白无常身上。 陆一平手中, 永夜之铜出现。 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一众高手盯着永夜之铜, 双眼炽热。 你们不是要永夜之铜吗? 可以出手了。 陆一平, 声音淡漠。 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等人却是迟疑起来。 九绝五神实力虽然强大, 但是他们三人若联手, 还是有信心能压制九绝五神。 可面对一个根本不知实力如何的陆一平, 却有些没底。 怎么? 不敢出手吗? 陆一平冷声, 皇祖身边老者唐继闻言, 忍不住, 冷笑道, 活得越老并不代表越强, 我就不信你真的那么强。 的确, 活得越老不代表就强。 许多年轻一辈, 有的不过千年已成就神灵, 而有的大帝, 活了数千年也无法成就神灵。 而且寿元有限, 活得越老, 气血便逐渐枯竭, 身体各方面机能也都会逐渐衰退, 就像九绝五神寿元将近, 气血已经枯竭。 唐继说到这, 全身气势释放而出, 浩瀚鬼气冲天, 九天都为之轰然一阵, 一尊尊恶鬼在其身体四周, 演化成了一方恶鬼结界。 天地顿时按了下来, 阴风阵阵, 鬼哭神喉, 整个天神山四周空间仿佛如坠无边鬼界。 一些靠近的强者, 巨多有种被恶鬼缠身的感觉, 全身寒战, 连许多真神也不例外。 天神后期巅峰, 孤老鬼身边一位高手惊呼道, 的确是天神后期巅峰, 孤老鬼点头, 一脸意外。 皇祖身边的这个老者, 他竟然没听说过, 阴鬼宗什么时候多了一尊天神后期巅峰强者。 这时, 唐继身体四周浩瀚如海的天神之力中, 一道道天神法则缠绕而起。 八万一千六百四十三条, 黄泉魔宗白无常动容道, 突破天神出气, 天神法则才一万。 随着境界提升, 胆悟的天神法则将会越来越多。 八万一千六百四十三条天神法则, 绝对是惊人。 此人实力没想到如此之强。 孤老鬼沉生道, 八万一千六百四十三条, 这完全超乎他意料。 老者唐继将全身天神之力催动到了极致, 手中多了一把巨大的鬼刀, 这把鬼刀正面是一尊恶鬼图文, 而反面, 而是一个奇怪的符文, 这个符文在场众高手竟然认不出是什么符文。 鬼玉刀! 黄泉魔宗白无常双眼一鸣。 鬼玉刀! 老祖宗是说这是中古时期鬼玉魔尊的鬼玉刀。 黄泉魔宗宗主大吃一惊。 上古、中古、进古, 每一个时期都有十大高手。 鬼玉魔尊是中古时期天灾时代十大高手之一。 不错, 正是鬼玉魔尊的鬼玉刀。 黄泉魔宗白无常脸色凝重, 此刀是极品神器, 但是比许多极品神器威力都强, 可斩列太古神山。 老者唐继天神之力灌注, 鬼玉刀因因有万鬼之声, 惊人的红色血气席卷。 鬼玉绝刀! 老者唐继破空而起, 手中鬼玉刀向陆一平斩出。 重重刀芒破空不知有多少刀, 伴随着刀芒的则是亿万恶鬼。 这鬼玉绝刀正是鬼玉魔尊的最强绝学。 神典记载, 鬼玉魔尊手持鬼玉刀, 一记鬼玉绝刀, 斩落数百天神。 看着斩来的鬼玉刀, 乌酒绝, 龙角金牛正要出手, 陆一平淡然道, 不用。 然后, 任由鬼玉绝刀斩落。 正! 鬼玉刀携带惊天一击, 斩到了陆一平头顶上空。 但是, 当鬼玉刀斩到陆一平头顶上空时, 仿佛斩在了无形的卫面戒壁之上, 发出了睁然巨响。 鬼玉刀停在那里, 再无法前进半寸。 众人一呆, 难道是卫面之力? 因鬼宗皇祖看着陆一平身体四周无形的戒壁, 一只如常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已经超越了天神, 白如常义脸色一变, 只有超越了天神, 才能掌控卫面之力。 按魔宗孤老鬼等一众高手无不变色, 超越天神, 掌控卫面之力。 这已经是卫面之主的实力。 紧接着, 众人看到, 那斩到陆一平头顶上空的鬼玉刀, 发出了一声崩裂的声音。 虽然细微, 但是清晰地传进了所有人耳中, 只见这把斩杀了不知多少真神, 多少天神的鬼玉刀, 寸寸崩裂开来。 老者唐济看着手中鬼玉刀刀身崩碎, 成了细碎的碎片从高空飘落, 惊呆了。 这把鬼玉刀, 他得到之后几乎是所向无敌, 哪怕是许多极品神器级别的神楷, 他也能轻易切割开来, 锋利无比, 坚不可摧。 现在, 竟然被震碎了。 而且这陆一平, 还没真正出手。 第82章, 一步杀一神。 众人看着被震成无数碎片的鬼玉刀, 无不惊呆。 鬼玉刀, 现在, 这是要永远从横渊未免历史消失了吗? 许多熟知鬼玉刀威名的高手, 虽然是亲眼所见, 但是还是难以相信鬼玉刀就这样, 要永远消失。 这时, 陆一平手中永夜之铜挥出, 他也没拔剑, 只是随意挥动了一下。 一道黑暗光芒, 划开了鬼玉刀的万鬼之气。 接着, 黑暗光芒划开了老者唐济身体四周的恶鬼结界。 随后, 黑暗光芒划开了其身体四周的天神法则, 八万一千六百四十三条天神法则, 寸寸崩碎。 最后, 黑暗光芒划开了老者唐济身上的神铠。 刚刚的无边鬼气, 狂暴的阴风完全消散。 众人看去, 只见一条血痕从老者唐济脖子处一直向下延伸到了其下腹。 唐济不敢相信地看着胸口完全被切割开来的神铠和那条血痕。 他这件神铠也是中古时期一件极具威名的神铠。 在这路一平面前, 也是如此薄弱不堪。 在所有人注视下, 老者唐济胸口的血痕突然整颗裂开。 老者唐济分裂成了两半, 血剑当空。 而且神格, 神魂也都分裂成了两半。 众人看着老者唐济的尸体呆了。 进古以来, 虽然有真神强者陨落, 但是从来没有陨落过天神。 天神强者, 无论是神体还是神魂, 都比真神要强上多倍, 极难杀死。 现在, 一尊凝聚了八万一千六百四十三条天神法则的天神后期巅峰, 死了。 因鬼宗皇祖, 看着老者唐济的尸体, 脸色难看。 陆一平没有看老者唐济的尸体, 看着皇祖、古老鬼、白无常等人, 淡然道, 还有人要出手吗? 皇祖、古老鬼、白无常等人没人开口。 缓了一会, 白无常白气一般的脸露出僵硬的笑容, 大人说笑了, 我皇权魔宗这次前来, 只为了天神和逆流而来, 我们皇权魔宗完全没有要对大人出手的意思。 古老鬼张了张口, 说道, 我们先前不知大人身份, 若是早知大人身份, 他公身道, 暗魔宗先前得罪大人是我们有眼无珠, 我们愿献上百亿神识赔罪, 还请大人饶恕我等。 陆一平闻言, 脸色淡漠, 已经晚了, 青天, 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白无常, 古老鬼等人脸色一变, 不由后退。 这时, 皇祖沉声道, 陆一平, 你当真要弄得鱼死网破, 你虽然超越了天神, 掌控了卫面之力, 但是每次使用卫面之力, 也都极其消耗神力和魂力, 你根本施展不了几次。 我们阴鬼宗, 暗魔宗, 皇祝魔宗却有千亿大军, 就算我们杀不了你, 我们也能杀死你身边所有人。 实话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阴鬼宗已经与幽明之狱无声门联盟, 众人一听, 竟然, 无声门, 幽明之狱, 无声门, 无声门乃是幽明之狱众多超级宗门实力最强的几个, 若论实力甚至比九天太清剑派还要强, 而且, 无声门手段残忍无比, 若是给众人选择, 众人宁愿得罪太清剑派也不想得罪无声门。 皇祖说完便见陆一平一步跨出, 手中永夜之铜一挥而出, 皇祖大惊, 条件反射后退, 同时催动了全身天神之力, 天神法则缠绕, 整个人黑暗光芒万丈。 他的天神法则赫然达到了八万九千七百二十四条, 比刚才的老者唐记多了八千多条, 他面前更是多了一个黑暗巨盾, 暗光之盾。 暗光之盾乃因鬼宗镇派之宝, 无上防御神器。 这暗光之盾是用远古暗魔兽之皮铸造, 号称可吸收一切攻击。 不因鬼大阵, 杀了他。 皇祖吼道。 而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见陆一平不肯善了, 一咬牙也都纷纷喝道, 不暗魔大阵。 黄泉大阵, 杀。 顿时, 鬼气, 魔气, 尸气铺天盖地。 这时, 陆一平手中永夜之童穿过了暗光之盾, 没有停滞, 刺穿了皇祖身上黑暗光芒, 破开了对方天神法则, 最后刺入了对方眉心。 永夜之童, 剑翘从对方后脑透出, 因鬼宗皇祖双眼圆瞪。 陆一平面无表情, 手中永夜之童一震, 便将皇祖之头震得粉碎。 接着, 陆一平又一步跨出, 一剑挥出, 暗魔宗孤老鬼人头落地。 再一步跨出, 皇祖魔宗白无常被切成了两半, 一步杀一神, 而且是三大天神后期巅峰。 此时, 上古邪神强梁邪神刃也都飞出, 化成了两道血刃光芒, 从阴鬼宗、暗魔宗、 皇祖魔宗中弟子之中飞过。 龙角金牛则是直接来到了阴鬼宗大军上空, 金色的牛腿胀大, 变成了擎天柱, 一腿踩下。 阴鬼宗大军如暴雨一般从高空砸落, 地面轰然响动, 一片血雨飞溅。 张静, 赵文两人也分别冲入了皇权魔宗和暗魔宗大军。 周成健壮也记起了佛掌, 映向了皇权魔宗大军。 九爵武神则率领武神殿的高手杀向了太义门, 杀生震天。 天神山方圆不知多少里, 高空血雨轻注而下, 整个天空都是红色。 万里大地、森林, 接近完全被染红。 其他宗门, 家族高手逃到极远处, 看着如暴雨一般血雨, 都是呆了。 这是在献上古诸神之战吗? 云家家主云为只觉全身发冷, 但手心一直在出汗。 此战过后, 只怕殷鬼宗、皇权魔宗和暗魔宗要完了。 陈青阳这神武大陆第一阵法师看得口干舌燥。 自中古之后, 横元未面有多少万年没有如此大战了。 神武大陆各大帝国之间虽然也有交战, 但是, 与眼前千亿大军厮杀相比, 简直是小孩打架。 陆一平的永夜之童始终没有出窍, 但是, 全身剑气弥漫, 竟然凝聚成了数万个剑阵。 所过之处, 阴鬼宗、皇权魔宗、暗魔宗所有高手全部被剑阵绞杀。 陆一平来到了太乙门江域面前。 第83章 天神和逆流 看着突然来到自己面前的陆一平, 太乙门江域脸色慌乱, 全身五行剑气向陆一平轰杀过来。 但是, 五行剑气来到陆一平面前时便被无形力量震散。 陆一平, 我师父是金光上人, 他现在在九天饮食不出。 江域竟然后退, 说道, 早在数万年前, 他也早就超越了天神, 与你一样, 是未面之主之境。 若你放我们太乙门离开, 我太乙门从此不再踏入神武大陆, 不再与你为敌。 江域的话一出, 现场众方高手哗然, 金光上人竟然还没死。 陈青云吃惊道, 他比九绝五神还要高一倍, 是与圣魔大人同一时代的强者。 若金光上人超越了天神, 成为未面之主, 寿元大增, 也的确有可能。 云家家主云维说道, 金光上人名气极大, 乃是圣魔时代的无上强者。 有人曾说, 若没有圣魔, 金光上人绝对能横压无敌一代。 金光上人, 陆一平脸色如长。 不错, 我师父金光上人得到了无上神典, 修炼成了无上大道。 江域道, 陆一平却是一射, 将江域射拿到面前。 你…… 江域看着近在咫尺的陆一平, 心中惊慌。 随即, 陆一平对其搜魂。 陆一平没有立即杀他, 便是想从其记忆中得知杀生到杀神下落。 很快, 搜魂结束。 陆一平一记天雷落下, 太江域被轰飞, 落地时已成了一团探黑。 远处, 陈青阳, 云伟等人看着被轰成一团探黑的太乙门江域, 都是心中复杂。 太乙门江域虽然实力不如鹰鬼宗皇族等人, 但是, 怎么说也是他们这一时代的第一人。 现在, 江域陨落, 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属于江域的时代已经终结。 见江域死去, 一些太乙门高手终于忍不住飞逃, 但是, 他们刚飞逃出天神山范围没多久, 虚空中, 一团剑气落下, 便将这些太乙门飞逃的高手轰穿。 陆一平陌声道, 天神山周围空间, 已被我布下无上见证, 无人能离开, 除非杀了我。 陆一平的声音响彻天神山, 暗魔宗, 黄泉魔宗, 阴鬼宗高手不由绝望。 杀陆一平, 连皇祖, 古老鬼, 白无常三大天神后期巅峰, 也都被陆一平一箭斩杀。 杀陆一平, 无异于痴人做梦。 上古邪神强梁, 手持邪神刃, 化成了一团血色飓风, 在暗魔宗, 黄泉魔宗, 阴鬼宗大军之中不断旋转。 每一次旋转, 血色飓风便长大一圈, 速度越来越快。 暗魔宗, 黄泉魔宗, 阴鬼宗无数弟子被卷入飓风之内, 然后崩散, 化成了血色飓风的一部分。 看着上古邪神强梁所向披靡, 横扫无敌, 所过之处, 暗魔宗, 黄泉魔宗和阴鬼宗所有弟子伏地而抖, 没人是其一击之敌, 陈青阳, 云伟等人漠不震撼。 这邪神后人, 实力如此恐怖, 他的实力, 只怕不弱于皇祖, 白无常他们, 甚至可能和陆一平一样, 已成卫面之主。 一位陈家老祖吞咽道, 天神河之水, 果然还是那样清澈。 众人看去, 只见暗魔宗, 黄泉魔宗和阴鬼宗弟子的血雨, 侵落到天神河之上时, 天神河之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仍是那样必清和清澈。 杀戮再继续。 不知过去了多久, 终于, 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 黄泉魔宗大军有人开始退却, 开始扶地, 开始求饶。 当陆一平, 龙角金牛, 上古邪神强梁等人停下时, 只见满山满地, 全被邪染红。 一眼望去, 只有红色。 陈家, 云家躲在极远处各方观望的弟子呕吐不已。 而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 黄泉魔宗残余的弟子, 挥下帝国大军全部匍匐一地, 再无一人站着。 这时, 突然, 天神河轰然一响, 只见原本顺流而下的天神河竟然完全停了下来, 接着, 开始逆流。 当天神河逆流时, 整条河发出了异样的光彩。 光彩照天, 天神河源头河面之上逐一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宝贝。 有枪, 有刀, 有剑等各种神器, 有一本本秘解, 有一株株灵药。 陈青阳, 云伟等人看着天神河浮现的各种宝贝, 心中火热, 但是却没人敢上前抢夺。 所有人都看着那道阑山身影。 陆一平看着那些浮上来的各种神器, 秘籍, 灵药, 不为所动。 这些东西比疆域, 皇祖, 古老鬼, 白无常挤人的空间戒指的东西还垃圾。 不过, 陆一平也不急, 好东西都是到后面才出现。 这一次是天神河百万年之期, 哪怕没有第二株九彩神之, 但是应该也有堪比九彩神之之物。 一个小时过去, 突然, 一朵黑色之帘从河底浮了上来。 这朵黑色之帘, 黑中带赤, 有半人之高, 散发着阵阵一箱, 一箱飘出, 整个天神山之人, 闻之巨都神清气爽。 龙角金牛看到这朵黑色之帘, 双眼一亮, 笑了起来, 玄色之帘。 玄色之帘和九彩神之一样, 可增寿源。 而且, 眼前这玄色之帘和当年的九彩神之一样, 是百万年级别的。 陆一平单手一张, 便见那朵玄色之帘落到了他手中。 陆一平看着双眼火热的龙角金牛, 说道, 你寿源够长了, 要这玄色之帘也没用。 然后, 将玄色之帘给了一旁的乌九角。 乌九角寿源将近, 有了这朵玄色之帘, 可增不少寿源, 至少这一万年不用担心气血枯竭了。 乌九角没想到, 陆一平会将这玄色之帘给自己。 一愣之后, 激动道, 师父, 这玄色之帘, 弟子不能要。 我给你, 你就收下。 陆一平摇头, 这东西对我和小金都没作用, 小金其实也就是想尝了些而已。 陆一平, 在玄色之帘之后, 突然, 天神和和面, 一枚古香古色的玉佩浮了上来。 看到这枚玉佩, 周成大是意外, 这不正是他先前送给陆一平的那两块玉吗? 第84章, 昆鹏神宗。 天神和浮现的玉佩, 赫然是龙汉玉。 陆一平看着浮现出来的龙汉玉, 也是意外。 本来他打算等天神和逆流结束后, 便去幻影妖王洞府看看是否有其他三块。 没想到现在天神和逆流会出现一块。 陆一平单手一射, 将和面的龙汉玉射拿到手中。 龙汉玉在阳光下折射着迷人光芒。 陆一平将龙汉玉收好, 加上这块, 就是第三块了。 那么, 还剩下两块。 集齐五块龙汉玉, 其实不仅可得洪荒原龙、 洪荒原凤、 水火麒麟的无上功法, 而且还可成为洪荒龙族、 洪荒凤族、 麒麟三族之主。 而在龙汉玉之后, 天神和又浮现出一物。 众人看到此物, 都是意外。 只见浮出来的是一块拳头大小, 奇形怪状的石头。 石头表面有棱棱角角, 颜色有些像银矿。 连上古邪神强梁也都一脸疑惑, 显然看不出这石头是何物。 陆一平将石头取在手中, 看了一会, 心中已有了计较。 石头之后, 天神和慢慢停止了逆转, 再无它物出现。 随着天神和逆流结束, 天神和之势很快传开。 无论是江狱, 皇祖, 唐记, 孤老鬼, 白无常一众天神陨落。 还是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 黄泉魔宗千亿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都惊动了四十六大陆。 神武大陆, 洛家。 洛家家主落阵听到消息, 不敢相信, 江狱死了。 连阴鬼宗皇祖, 暗魔宗孤老鬼, 黄泉魔宗白无常, 他们都死了。 身为洛家家主, 他当然清楚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 不仅江狱, 皇祖, 孤老鬼和白无常, 当时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 黄泉魔宗在场的所有老祖, 所有太上长老, 所有长老全部都死了。 那位洛家高手颤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查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洛阵又惊又怒, 因为剑神洛宁被杀, 洛家要处理一阴之事, 所以此次天神和逆流, 洛家并没有前往。 当时从天神和活着回来的太乙门, 阴鬼宗, 暗魔宗和黄泉魔宗弟子, 没有一人敢透露天神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算是关战的陈家, 云家, 拜月帝国等各方高手, 对天神和发生之事也闭口不谈。 然后荆一道, 这些人, 一提到陆一平就满是惊恐无比, 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陆一平威胁。 江狱, 皇祖, 孤老鬼和白无常之死, 还是武神殿的高手说出来的。 洛阵脸色阴沉如水。 不过, 太乙门四宗此次是围杀陆一平而来, 所以, 江狱, 皇祖, 孤老鬼和白无常应该是死在陆一平手中。 那位洛家高手吞咽道, 现在不少人都在猜测, 说陆一平可能已经超越了天神境。 超越了天神境? 洛阵手中酒杯一洒, 为面之主, 他颤声。 那位洛家高手缓了一会, 才真道, 家主大人, 老祖宗之事, 要不, 还是算了吧。 一指剑神洛宁被杀之事, 洛阵脸色难看。 佛城大陆是横渊位面最难的一个大陆。 横渊位面几乎所有佛门, 佛宗势力都在佛城大陆。 在佛城大陆, 不夸张地说, 十个人有五个人是佛门弟子。 这一日, 佛城大陆某山地, 一个蓝山年轻人骑着一头金牛缓步而行, 其身边则一个骑着毛驴的邋遢老者, 和一个骑着雷铃满的黑袍青年。 几人正是陆一平, 上古邪神强梁和周成。 此次, 陆一平是为了幻影妖王洞府而来。 而且, 他从太乙门疆域记忆中得知, 沙生道总部就在这佛城大陆。 不过, 此次, 张静, 赵文并没有跟来, 陆一平让两人留在了黑海山, 和陆鹏, 陆小宇, 卫兵, 陈永元一起重建修罗门。 感受着佛城大陆弥漫的佛力, 上古邪神强梁突然开口道, 邪佛那家伙, 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上古是妻, 有双鞋, 一为邪神, 二为邪佛。 周成一愣, 继而问道, 是上古邪佛佛世尊大人。 上古邪神强梁点头, 周成说道, 佛世尊大人后来入了九天, 但听说被九天中高手为杀, 死在了九天。 死了吗? 上古邪神强梁, 声音低沉, 他没什么朋友, 佛世尊是一个。 周成又道, 佛世尊大人死得很惨, 据神典记载, 他死后, 佛社里被挖走, 连神体也被平分, 炼成了佛之。 上古邪神强梁文言, 双眼寒芒, 拳头一握, 是谁? 周成见上古邪神强梁反应, 心感奇怪, 回答道, 据记载, 佛世尊大人是被九天的昆鹏神宗, 六母派, 封魔教, 浮屠门四大神国, 联手为杀而死。 不过, 六母派, 封魔教, 浮屠门早已破灭, 现在只有昆鹏神宗还在了。 提到昆鹏神宗, 周成脸色凝重。 太清剑派, 是九天众多超级宗门最强的几个, 但是与昆鹏神宗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昆鹏神宗从上古延续至今, 经过了中古、 近古, 其势力遍布九天各个角落, 乃是九天第一势力。 昆鹏神宗这个庞然巨物, 实力到底多强, 没人清楚。 有人说, 就算是九天其他九大超级宗门加起来, 也不及昆鹏神宗。 当初的六母派, 封魔教, 浮屠门之所以破灭, 就是被昆鹏神宗吞并的。 昆鹏神宗? 上古邪神强梁冷冷道。 路易平淡然道, 昆鹏神宗现在谁最强? 周成一正, 摇头, 不知道, 没人知道昆鹏神宗谁最强, 现在九天第一人是昆鹏神宗宗主费剑, 但是昆鹏神宗肯定还有人比费剑强,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 对了, 这费剑与江玉的师父金光上人还有些关系, 金光上人的姐姐嫁给了费剑。 哦, 路易平道, 这么说, 这费剑是金光上人的姐夫? 是的, 周成看了路易平一眼, 说道, 太乙门疆域的死, 只怕会很快传到金光上人的耳中了。 第八十五章, 天妖后裔 半天后, 路易平几人来到了天妖山脉, 幻影妖王的洞府就在这天妖山脉最深处, 天妖山脉, 很大, 是横渊卫面现在最大的几个山脉之一。 当路易平几人来到天妖山脉时, 天已蒙亮, 前面山峰脚跟处, 村落熙熙落落。 周成说道, 这些村落, 大多是妖族后裔, 有的甚至, 还是天妖之后呢? 别看这些村落小, 但是有的村落不乏真神高手。 哦, 天妖后裔? 龙角金牛亚然。 上古时期, 天妖是妖族之主, 与万神之主, 魔族之主永夜君王是同时期的高手, 实力和强梁不分上下, 亦是当时的十大高手之一。 强梁也意外。 周成点头, 哦, 是, 不过, 这些天妖后裔, 天妖血脉稀薄, 而且当年天妖功法失传, 想恢复上古时期, 天妖异族辉煌, 难。 陆一平突然开口道, 幻影妖王洞府, 就在现在天妖部落附近, 是吧? 周成说道, 幻影妖王洞府在过去不远, 就是天妖部落了。 几人边走边说着, 进了天妖山脉。 在天妖山脉外, 感觉不到妖气, 但是进入了天妖山脉, 越往里面走, 庞大的队伍。 队伍有近万人, 巨都骑着青衣色的龙马, 身穿重铠, 各个气息强大,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身旁是一个身穿担子衣裙的年轻女人, 是斗战帝国的人。 周成说道, 斗战帝国是佛城大陆的第一帝国, 但若论实力, 比起神武大陆的北斗帝国要强上数倍。 就在陆一平几人经过对方队伍时, 中年人和年轻女孩看了过来, 中年人突然对陆一平开口道, 小兄弟, 你们也是陆山猎妖? 陆一平看了对方一眼, 淡然道, 不是, 但就在陆一平要喝强梁, 周成几人离开时, 那年轻女人突然开口道, 站住。 她话落, 顿时, 斗战帝国一众高手围了上来。 年轻女人盯着陆一平, 既然你们不是陆山猎妖, 那陆山干什么? 龙角金牛斜着眼睛, 笑道, 小妞, 我们陆山干什么? 关你乃事? 难道我们陆山放的屁, 都要告诉你才行。 年轻女人翘脸顿时恼怒, 不过, 就在这时, 那中年人开口道, 灵儿, 不可无礼。 中年人对陆一平几人抱拳道, 犬女莽撞, 几位见谅。 龙角金牛黑黑一笑, 狠狠盯了那女的胸口一眼, 那女的被龙角金牛一盯, 翘脸更是发青。 待陆一平几人离去后, 女的说道, 父亲, 那妖牛太可恨了, 要不是你拦着, 我早将她那对牛眼挖了。 中年人看着陆一平几人离去身影, 说道, 算了, 几个不足道的路人而已, 我们这次是为了天妖之书而来, 不要多声势。 然后一挥手, 被身后众人道, 加快速度, 前往天妖部落。 其身后众高手恭敬应道, 是, 亲王大人。 中年人, 正是斗战帝国的严亲王, 朱岩, 也是斗战帝国现任大帝的唐叔, 在斗战帝国全力滔天, 府中高手如云。 于是, 朱岩众人加快了速度, 坐下龙马急速如风。 但是, 无论朱岩等人如何加快速度, 始终都没看到刚刚走在前面的陆一平几人。 朱岩之女朱灵柳眉一簇, 说道, 他们几人速度这么快, 还是他们走了另外一条山路。 朱岩也都疑惑。 而此时, 万里之外, 毛驴对龙角金牛呸道, 你的色鸟, 犹如斯文。 龙角金牛却是笑道, 本牛一向不斯文。 周成却道, 那中年人应该是斗战帝国朱岩亲王。 说到这, 疑惑道, 他们应该不只是入山猎妖, 只是入山猎妖的话, 不可能出动这么多高手。 龙角金牛道, 管他们来干什么? 惹着牛爷爷, 牛爷爷一屁股做死他们。 一路向前飞行, 妖气越来越浓烈。 几人靠近幻影妖王洞府时, 妖气更是凝成了一尊尊妖影。 这些妖影, 乃是妖族强者修炼时喷吐的妖气所凝聚, 经过无数岁月, 已经逐渐生出灵质, 可主动攻击靠近之人, 哪怕是普通的大地, 也难以抵挡。 这些妖影, 无声无血, 极难杀死, 而且不惧真火, 天雷。 不过, 攻击过来的妖影, 还没靠近路易平几人, 便被一一震散。 穿过数十里妖影区域, 路易平几人在一座山峰面前。 山峰不大, 像一只蛰伏的巨蟹, 幻影妖王的洞府, 就在这山府之内。 周诚说道, 不过, 这座山, 静置重重, 我当年花费了数十年时间, 才终于闯进去。 他话刚落, 便见路易平手指一弹, 一个巨大的符纹飞起, 如山一般, 轰然杂落而下, 顿时, 光芒乍响, 只见山峰重重光目起伏, 接着, 山峰半山腰, 出现了一个空间入口, 直通山腹。 周诚一呆, 他当年需要花数十年, 才能进去的幻影妖王的洞府静止, 这便破了。 直到路易平和龙脚金牛, 强梁进去, 他才反应过来, 赶紧跟上。 穿过空间入口, 来到山腹后, 只见出现在路易平几人面前的, 是一个超级大的大殿。 大殿只怕有数百里方圆, 而大殿上空, 则是浩瀚星空。 星空之上, 是一颗颗星辰, 这些星辰是运转着的, 一道道星光从上面照射下来。 斗转星仪大阵。 路易平看着天上运转的星辰, 说道, 斗转星仪大阵, 在上古, 一时赫赫威名, 别看着星光和普通的光线无异, 但是哪怕是皇祖, 白无常, 孤老鬼几人碰着了, 也要被轰穿。 周成看着这些星光, 也是一脸忌惮, 当年, 他可是领教过这些星光的恐怖。 随即, 路易平骑着龙脚金牛往大殿里面走, 周成不敢迟疑, 紧紧跟着。 周成发现, 当路易平过去时, 星辰照射下来的星光, 一一向旁边移开。 很快, 几人便穿过了斗转星仪大阵, 来到了大殿最里面。 第八十六章, 什么说的书快? 大殿最里面, 四脚耸立着四根巨大石柱。 蓝岩石? 强梁看着眼前四根巨大石柱, 开口道, 蓝岩石和天都城万神区内的紫阳石一样, 是一种罕见的神石。 周成盯着这四根巨大石柱, 猛灌了一口酒, 这四根石柱与大殿的斗转星仪大阵连结一起, 不然, 他当年早搬走。 陆一平来到其中一根石柱面前, 突然一拳轰出, 顿时, 那跟十几人才能合包的石柱便被轰出了一个巨大拳洞。 周成无语, 这蓝岩石可是比紫阳石还要坚硬, 况且, 还有斗转星仪大阵的力量防御, 就算是卫免之主初七, 只怕也无法轰穿马。 陆一平从石柱之内掏出了一块两个拳头大小的水晶, 这块水晶中心竟然冒着一团金色火焰。 周成疑惑, 这是什么水晶? 以他见识, 也没见过和听说过, 世间还有水晶内部可以生出金焰的。 金焰之精, 龙角金牛却是盯着那团水晶, 双眼炽热。 好东西, 强梁一开口道, 陆一平看着手中金焰之精, 说道, 可惜, 还差了点火候。 然后, 将手中金焰之精扔给了龙角金牛。 龙角金牛一张口, 嚼了起来, 然后吞服下去, 全身抖了抖, 喷出一缕缕金色火气, 爽。 陆一平来到另一根石柱前, 又是一拳轰穿, 然后取出了一颗金灿灿的金丹。 金丹, 妖气席卷, 整个大殿为之一案。 这是, 周成吃惊, 妖王强者的妖丹? 当然不是妖王的妖丹。 龙角金牛道, 妖王级别强者妖丹的妖气, 比这强多了。 周成一正。 随后, 陆一平又轰开其他两个石柱, 取出了石柱之内的东西。 第三个石柱, 是一本书, 天妖神典。 周成疑惑, 他知道天妖之书, 但是却没听说过天妖神典。 而第四个石柱, 则是一块树块。 树块完全干枯, 没有一点生机。 龙角金牛看着树块, 也都疑惑。 这是什么树的树块? 强梁也疑惑。 陆一平翻看, 陈寅道, 应该是洪荒之前之物。 他也只能判断出, 是洪荒之前之物。 但是究竟是什么树的树块, 他也看不出来。 随后, 他将这块树块, 中到了其中一块九天西壤之上。 这树块虽然已完全没有生机, 但是九天西壤说不定可以让其恢复生机。 接着, 陆一平来到了内殿大门前。 现在, 他们是在外殿, 还不是洞府的核心。 内殿大门同样是用蓝岩石铸造, 上面是三个上古大阵, 每个大阵都不弱于斗转星仪大阵。 而且这三个大阵相互相成。 陆一平轻轻一推, 将内殿大门推开。 周成看得发呆。 当年, 他可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也无法打开着内殿之门。 内殿不大, 只有数百平方米, 四壁皆是书。 而在殿中央, 则是一个炼丹用的顶炉,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东西。 陆一平眉心出现了一只树眼, 扫尸大殿, 大殿所有角落, 所有隐秘的空间, 聚都映入树眼之中。 但是片刻后, 陆一平便一脸失望地收回了树眼。 本来, 他还抱着希望, 另外两块龙汉玉会不会在幻影妖王洞府内殿空间。 但是刚才一番搜索, 并没有发现另外两块龙汉玉。 这是当年幻影妖王炼丹所用的幻影神顶。 周成来到内殿中央的顶炉面前, 双眼火热。 不错, 这便是幻影神顶。 陆一平手指一弹, 幻影神顶顶盖飞起, 顿时, 霞光漫天, 一枚枚金丹从里面飞出, 竟然要逃顿而去。 不过, 这些金丹刚要飞出内殿, 便被陆一平全部舍拿了回来。 神器有气灵, 而这些金丹经过百万年岁月, 也都生出了丹灵。 按照之前的约定, 陆一平将这些丹药和大殿其他东西的三分之一给了周成。 陆一平将大殿中所有书籍收走, 看能不能从这些书籍中找到另外两枚龙汉玉的有关记载。 至于幻影神顶和外殿的蓝颜石柱, 陆一平几人也收走, 反正留在这也没用。 随后, 陆一平几人也没多呆留, 离开了洞府。 主人, 我们去天妖部落。 龙角金牛问道, 既然不远, 那便过去看看。 陆一平说道, 龙角金牛与妖族颇有渊源, 在上古时期, 天妖是他的后辈。 于是, 几人便往天妖部落过来。 不一会, 天妖部落遥遥在望。 就在几人往天妖部落靠近时, 远处天妖部落内飞出一群高手。 为首之人, 正是天妖部落现任组长郝选。 郝选远远看到周成, 激动笑道, 我听下面之人说, 是周成前辈来了, 本来不信, 出来一看, 还真是周成前辈。 周成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对陆一平道, 我当年在幻影妖王洞府待了许多年, 所以和天妖部落这些小子, 还是挺熟的。 来到陆一平几人面前后, 天妖部落组长郝选等人, 给周成行了礼。 周成前辈, 这几位是, 郝选问道, 周成看向陆一平, 有关陆一平的身份, 他也不好擅自做主, 替陆一平介绍。 陆一平淡然道, 陆一平, 陆一平, 郝选一听, 吓了一跳, 擒仙公子。 虽然天妖部落影视于天妖山脉, 很少外出, 但是天神河一战, 哪怕是天妖部落众人也听说了, 天妖部落众人更是脸色大变, 叫我陆公子就行。 陆一平说道, 我们路过此地, 来天妖部落看看。 郝选反应过来, 赶紧道, 陆公子和周成前辈降临天妖部落, 来我天妖部落之荣幸。 陆公子, 周成前辈, 快请。 在天妖部落众人引寝下, 陆一平等人进了天妖部落, 就在陆一平等人进入天妖部落没多久, 斗战帝国众人来到了天妖部落之外。 第87章, 造化玉碟消息, 朱岩看着在参天古树之间的天妖部落, 声音冷烈, 布置大雷音沙阵, 封锁天妖部落所有退路。 大雷音沙阵, 乃是斗战帝国四大沙阵之一。 此时, 陆一平等人随天妖族长豪选, 进入了天妖部落内殿。 但是, 来到内殿时, 陆一平发现, 他体内那片造化玉碟竟然开始震动起来。 陆一平大事意外, 自他拥有造化玉碟以来, 造化玉碟从来没有如此一样过。 怎么回事啊? 他与造化玉碟心神相连, 能清晰感觉到造化玉碟指引自己进入天妖部落更深处。 陆一平眉心竖眼一开, 穿过内殿和重重空间, 往造化玉碟指引让向看去, 最后来到了天妖部落的祖词。 天妖部落祖词之内正摆放着一个个玉牌, 而最中央是一片玉色的碟子。 那块玉色碟子, 赫然是一片造化玉碟。 造化玉碟乃是天地形成之前创始清廉中的24版莲花锁画, 一共24片。 它拥有最中心最重要的一块, 而另外23片不知所踪。 现在, 天妖部落祖词之内, 竟然有一块。 陆一平难以心中激动, 虚空一射, 便见那片造化玉碟从天妖祖词之内飞出, 穿过重重阻碍, 落到了陆一平手中。 天妖组长郝选正要请陆一平坐下, 突然看到陆一平手中多了一枚玉碟。 待一看, 发现是祖词之内那块玉石, 不由道, 陆公子, 这是我们祖词之物。 这块玉, 你们是在哪得到的? 陆一平浊然地看着对方。 郝选回答道, 几千年前, 这块玉是我一位祖书好碧在外一次游历史所得, 究竟是何物?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此玉, 可静心轻神, 可退邪魅鬼物, 还有着其他诸多妙用。 那你祖书好碧现在在什么地方? 陆一平问道, 我祖书好碧一向喜欢游历四方, 他在四千年前离开天妖部落了, 一直没回来。 郝选摇头? 陆一平眉头一皱。 他想了想, 对郝选说道, 我用十件极品神器, 再加一百枚极品神丹和一百亿神石与你换取这玉。 如何? 郝选和天妖部落众高手一呆, 连周成, 强梁也都大是意外。 强梁虽然是上古邪神, 但是也认不出造化玉碟。 大人, 容我与部落众老祖商议一下, 郝选很快回醒过来, 说道, 陆一平点头, 就在郝选要与天妖部落众老祖商议时, 突然, 天地瞬间按了下来, 只见雷云密布, 高空雷电炸响不断, 这雷音化成了一道道无形波浪, 席卷天妖部落。 天妖部落众高手, 莫不惊然, 大雷音杀阵。 周成看着高空炸响不断的雷电, 眉头一皱。 陆一平脸色一冷, 虚空一指, 顿时, 天地为之大量, 所有人看到, 一条如同晴天之柱的指力光柱, 轰然而起, 直入九天。 原本雷云密布, 雷电炸响的高空, 瞬间便被轰得一散, 漫天雷云瞬间消散。 不仅如此, 那晴天之力, 接着如同天柱一般轰然而落。 外面正部大雷音杀阵的斗战帝国众高手, 瞬间便被这晴天之力轰成了一片血雾。 站在大雷音杀阵之外的朱颜和其女儿朱灵, 全身僵硬地看着眼前血雾。 跟随他前来的斗战帝国众高手, 全部是大帝以上, 还有一些神灵, 甚至还有六尊真神, 全部被一指轰杀。 晴天一指, 朱颜看着突然轰落的指令, 喉咙尖难道, 一种上鼓之后便已消失的绝学。 陆一平一跨步便来到了天妖部落之外。 是你? 朱灵看着出来的陆一平不敢相信。 这时, 周成、 豪玄等人全部跟了出来, 只见外面方圆数百里寸草不生, 接近被轰成了一片虚雾, 地面似乎被切平了一般。 一团团血雾, 还飘荡在半空。 这时, 强梁取下了妖间斜神刃, 就在强梁要出手时, 周成突然开口道, 慢, 然后, 看向陆一平, 陆公子, 我与斗战帝国始祖当年乃是至交, 还请陆公子看在我脖面上, 放过两人, 如何? 听周成说与斗战帝国始祖乃是至交, 朱颜一震, 你是周成前辈, 陆一平没有出声, 周成知道陆一平是默许, 对朱颜, 朱灵两妇女一点头, 朱颜两妇女如兽大赦, 后屑不已, 这才慌然逃离。 其实, 周成也知道, 刚才朱颜两妇女让麾下众人不知大了因杀阵, 是对付天妖部落众人, 并非是对付陆一平, 所以, 他才敢向陆一平求情, 多谢陆公子出手相救天妖部落。 许久, 天妖组长好选抱拳对陆一平道, 随手罢了, 陆一平摇头, 随手? 天妖部落众高手看着那寸草不生的方圆数百里, 只觉后背发凉, 陆一平和天妖众高手重新回了大殿, 刚才, 本来还说要与天妖众老祖商议一下, 再决定御蝶兑换之事的天妖组长郝选, 重新回到大殿后, 当即便答应了。 不过, 收取陆一平神器, 神丹和神识的时候, 郝选一脸颇为不好意思。 夜晚, 陆一平盘坐在天妖部落安排的房间内, 头顶庆云, 两片造化御蝶在互相映照, 绽放着重重霞光和锐彩。 天妖部落众人无法参悟造化御蝶, 这造化御蝶在天妖部落手里, 其实相当普通神器罢了, 但是此时, 一条条大道从其中不断流转而出, 陆一平参悟着其中大道。 一夜, 很快过去, 陆一平停下修炼, 将造化御蝶收进体内。 第二片造化御蝶, 一共有一百条大道, 包含了黑暗、光明、 星辰等大道。 加上第一片, 现在便是一千一百条大道了。 随后, 陆一平也没在天妖部落呆留下去, 和龙角经有几人离开了天妖部落。 离开时, 陆一平让天妖族长好选一有七族书好币的消息便联系自己。 离开天妖部落后, 陆一平便往斗战帝国帝都过来。 杀生道总部就在斗战帝国帝都。 不过, 就在陆一平几人往斗战帝国帝都过来时, 路上, 周成收到了幸福, 脸色大变, 对陆一平道, 陆公子, 太化佛宗出了点事, 我要回去一趟。 陆一平见周成脸色, 说道, 要不要我们帮忙? 周成摇头, 说, 不是大事情。 然后和陆一平几人抱拳告辞, 骑驴而去。 龙角金牛看着周成骑驴而去, 说道, 太化佛宗看样子是出了大事。 第八十八章, 许凤小姐的秦桧。 不过, 以周成这小子的实力, 应该可以解决。 强梁说道, 周成虽然不是卫面之主, 但是实力不弱于英鬼宗皇祖, 孤老鬼, 白无常三人。 随即, 陆一平几人则继续过去斗战帝国帝都。 两天后, 陆一平几人来到了斗战帝国帝都。 进了斗战帝国帝都, 只见街道两边随处可见佛像雕像, 佛教建筑, 而两边商铺, 所迈之物也几乎都是佛物。 这斗战帝都有当年圣佛帝都的样子。 强梁看着斗战帝都内烦恼的建筑, 说道, 上古之时, 圣佛帝国是横元未面第一帝国。 圣佛大帝和他是同一时期的人物, 和斜伏佛世尊是亲兄弟。 龙角金牛双眼深邃, 佛世尊那小子可惜了。 当年, 佛世尊约战魔族之主于幽冥之狱天魔狱。 那一战, 打得天魔狱都差点崩了。 但最后, 佛世尊被杀。 佛世尊的血染红了天魔狱无数山河。 当年听到佛世尊战死, 龙角金牛还流过泪。 陆一平冷声道, 阴民族的人都该死。 当年, 若非阴民族, 佛世尊也不会死在天魔狱。 诸神战场的九绝葬神大阵, 会不会是阴民族布置的? 龙角金牛说道, 陆一平摇头, 现在还不知道。 诸神战场有九绝葬神大阵? 强梁开口, 一脸动容。 陆一平点头, 将诸神战场地下神秘空间, 九绝葬神大阵之时说了。 强梁双眼寒光, 若真与阴民族有关, 我定杀光阴民族。 龙角金牛摇头, 要灭阴民族那些怪物, 谈可容易。 在远古时期, 阴民族就出现了, 但是一直延续至今, 阴民族到底有多少人, 势力到底多强, 没人知道。 强梁眉头一皱, 他怀疑当年封印他更古魔心的那个鬼头面具人, 就是阴民族的高手。 当然, 究竟是不是, 他也无法肯定。 谁能想到杀生道的总部, 竟然会在这斗战帝国帝都之内。 龙角金牛话题一转, 说道, 不过孙岩这后辈倒是挺聪明的。 杀生道首领, 本名叫孙岩, 外号杀生。 当然, 他在斗战帝国还有一个身份, 斗战帝国大帅许英。 所以, 陆一平几人边走边聊, 往大帅府过来。 就在陆一平几人往孙岩大帅府过来时, 突然, 身后, 一大群高手骑着虎兽而来。 四周过往之人见到来人, 都是惊慌推到了两旁。 是三皇子殿下。 来人, 正是斗战帝国三皇子朱永和其手下。 朱永和手下眨眼便智, 然后从陆一平几人身边穿过, 卷起一阵狂风。 看三皇子殿下方向, 应该是去参加许帅府许凤小姐的情会。 应该是, 许凤小姐每年举行情会。 这次, 更是邀请了逍遥佛宗的少宗主, 摘兴佛的弟子。 听说连药王殿的少殿主都来了。 连药王殿的少殿主都来了。 这许凤小姐的面子太大了。 许凤小姐是我们斗战帝国第一美人, 也是我们佛城大陆第一美人。 哪怕是与洛家洛同圣女相比, 也不遑多让。 周围众人看着离去的斗战帝国三皇子, 议论道。 秦桧? 龙角金牛笑道, 我最喜欢听秦了。 强梁文言, 难得露出笑容。 小金前辈跟随大人练秦, 不知练得如何。 龙角金牛笑道, 我已经修炼到了秦仙第四崇敬。 秦仙也有境界之分。 秦仙最高为十重。 陆一平一笑, 这头老牛吹牛皮一向不达草稿。 还秦仙四崇。 秦之境界, 第十崇为秦仙之境, 而第四崇则为秦童之境。 现在, 龙角金牛勉强进入秦童之境, 能弹一首不成调的小曲子而已。 强梁听龙角金牛说, 已修炼到了秦仙第四崇境。 笑道, 那有空, 我想聆听小金前辈的秦仙之道。 龙角金牛轻咳一声, 这是以后再说。 此时, 孙岩大帅府大殿内正坐着一群年轻男女。 大殿主座正是孙岩之女许凤。 许凤, 天生凤体, 论天赋, 论美貌, 与洛家洛童不分上下。 大殿之中, 一位穿深淡白衣袍, 净显儒雅之气的青年正在俯情而谈。 只见秦英从秦中出来后, 竟然如同烟气一样在大殿之中飘动。 秦英鸟鸟。 秦英本无形, 但是现在却是凝形飞出。 受秦英影响, 翩翩起舞。 大殿众人都是静心聆听。 一会后, 取终。 众人仍然沉醉在刚才秦之境界中。 许凤当先拍掌, 对儒雅青年笑道, 西岩少殿主情境之高, 许凤心服。 我看, 便是好丹也远远无法与西岩少殿主相比。 儒雅青年正是要王殿少殿主西岩。 西岩笑道, 惭愧。 好丹兄乃六指秦魔前辈高徒, 我这点情记, 哪敢与好丹兄相比。 摘心佛弟子谢小红开口道, 是西岩你谦虚了, 要我看, 以你情记, 便是那陆一平也不及你。 众人都说, 这陆一平已入情仙之境, 我看不过是奉承之词。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雍也笑道, 谢小红兄弟说的没错, 我也觉得所谓的情仙之境, 不过是那些庸俗之辈对陆一平的奉承。 西岩兄不仅情境无双, 连丹道也是无双, 再加上西岩兄你的实力, 我看用不了多久, 便可继承药王殿殿主之位了吧。 逍遥佛宗少宗主何风笑道, 药王殿少殿主西岩笑道, 父亲是有这个打算, 说让我这三年熟悉药王殿一切事务, 一集三年后将执掌药王殿。 众人闻言都是抱权恭喜不已。 许凤正要开口, 突然一声惨叫, 大殿众人一正。 许凤柳眉一簇, 对身边一位侍女道道, 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身边这位侍女是一位高手。 那位侍女英氏, 然后从大殿出来, 他刚出来, 便见守在府外的几名徐府弟子被人踢飞了进来。 他脸色一沉实, 却见一位阑珊年轻人和一个黑袍青年 分别骑着一头牛, 一头马走了进来。 第89章, 闯斗战地宫。 那侍女见一个阑珊年轻人和一个黑袍青年 竟然骑着一头牛和一头马闯进了进来, 怒喝道, 大胆。 你们是谁? 胆敢擅闯大帅服? 说完到这, 单手向陆一平和强梁两人射拿过来, 惊人的气势从其身上蹦射而出。 赫然是一尊神灵强者, 而且是一尊神灵出气。 龙角金牛见那侍女出手, 直接一腿抬起, 便将其拍进了地底。 哄, 整个帅府为之一阵。 然后, 龙角金牛从那侍女的尸体上踩了过去。 这侍女虽然演示得很好, 但是修炼的是杀生道的暗点功法。 所以, 他出手也没留情。 大殿内, 许凤, 调王殿少殿主西岩, 斗战帝博三皇子朱勇等人听到外面震动, 都是错愕, 然后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 几人看到一个阑珊年轻人奇牛进来, 后面跟着一个黑袍青年。 众人意外, 你们是谁? 许凤脸色一沉, 盯着陆一平和强梁, 我是女呢? 死了。 龙角金牛不在意道。 你们, 该死。 许凤怒然, 猛然一掌向陆一平和强梁拍了过来, 真神出气, 强者气息席卷, 神力浩瀚, 掌力竟然是碧青色的, 寒气惊人, 大殿竟然瞬间泛起碧青碎冰。 龙角金牛却是直接一腿扫了过去, 那许凤便被扫中, 整个人倒射了出去, 砸穿了大殿, 然后砸穿帅府重重建筑, 最后跌落到了后院花园之内。 事出突兀, 药王殿少殿主西岩,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勇, 摘兴佛弟子谢小红, 逍遥佛宗少宗主和风等一众十几人呆了。 谁也没料到, 这阑珊年轻人突然闯进来, 然后许凤出手, 许凤被扫飞。 一切发生太快, 但众人很快反应过来。 药王殿少殿主西岩,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勇等人聚都脸色难看。 西岩冷然看着陆一平, 阁下是谁? 敢在斗战帝国帝都擅闯大帅府, 而且肆无忌惮杀人和伤人?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勇更是双眼冷冽。 我不管你是谁, 敢在我斗战帝国帝都大帅府杀人? 天地之大, 没你容身之处。 陆一平单手一射, 将后花园的许凤社拿回到了面前。 只见刚才还雍容高贵的许凤, 此时披头散发, 全身泥土, 血迹斑斑。 孙岩在哪? 陆一平淡然问道, 刚才他神殿扫了大帅府, 许英不在大帅府。 这许凤, 身份乃是杀生道某店店主。 什么孙岩?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许凤怒视陆一平, 眼中满是杀意, 那眼神恨不能杀了陆一平。 要王殿少殿主西岩上前, 怒视着陆一平。 在下要王殿少殿主西岩, 将人放了。 这里是斗战帝国许英大帅府, 没有你要找的人。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永义怒然道, 我刚才已经给帝都大军传令, 我斗战帝都大军很快便会赶到。 逍遥佛宗少宗主和风抱全道, 在下逍遥佛宗少宗主, 阁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还请将人放了。 斗兴佛弟子谢小洪冷然看着陆一平, 在下斗兴佛弟子谢小洪, 阁下最好现在就将人放了, 不然天下没人能救得了你。 要王殿? 斗战帝国? 佛城大陆四大超级宗门之一的逍遥佛宗, 佛城大陆五佛之一的斗兴佛, 这些势力加在一起, 的确不夸张地说还真没人敢庇护陆一平, 哪怕是太乙门疆域还在, 也得垫量垫量。 陆一平却盯着那许凤, 但莫道,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你父亲许英, 真名叫孙爷, 乃是杀生道的首领, 而你, 真名叫孙凤, 是杀生道某店店主, 要王殿少店主西岩等人意外。 许凤却是怒视陆一平, 胡说八道, 满口胡言。 摘兴佛弟子谢小洪冷冷地盯着陆一平, 我让你家人放了, 你没听到吗? 郭躁! 陆一平单手一挥, 一巴掌扇在那摘兴佛弟子谢小洪脸上, 那摘兴佛弟子谢小洪顿时被扇的摔飞了出去, 撞到了大殿石柱上。 众人一惊, 陆一平随即对许凤搜魂。 其实, 陆一平是真不想搜女人的记忆, 很快, 搜魂结束。 原来, 孙岩被斗战帝国大帝朱征照进了斗战帝国帝宫。 陆一平搜魂结束, 手掌一道天雷, 便将许凤轰成黑炭, 然后合拢脚金牛强凉离开了大帅府。 大殿上, 众人看着被轰成一团黑炭的许凤, 都是呆了。 许凤! 摘兴佛弟子谢小洪悲声大叫, 继而, 他双眼血红, 咆哮道,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一定要杀了你。 大殿一位少主却道, 看他离开方向, 似乎是要去斗战帝宫。 众人涌了出来, 果然看到陆一平和强梁正往斗战帝宫过去。 斗战帝国三皇子朱永冷然, 徐英大帅被我父皇召进了帝宫, 看样子, 他的确是要闯帝宫。 不过, 他这是找死, 他以为我斗战帝宫是大帅府, 想闯就闯, 想走就走得了的。 有我斗战帝国始祖在, 就算是天神强者, 也不敢在我斗战帝宫放肆。 斗战帝国始祖和太化佛宗周成, 武神殿九绝武神乃是同一时期的强者。 而此时, 斗战帝宫内, 斗战大帝朱征召集斗战帝国一众大帅, 老祖正在商议着事情。 朱征一脸凝重, 说道, 刚刚我得到消息, 有人破开了太化佛宗的魔窟大阵, 魔窟大阵之内亿万大魔正不断涌出魔窟。 什么? 太化佛宗的魔窟被人破了? 因为斗战帝国老祖吃惊, 这魔窟大阵镇压了近古以来亿万大魔, 若是这些大魔逃出, 不仅太化佛宗被毁, 只怕整个佛城大陆都要生灵涂炭, 我们斗战帝国都要受到剥解。 朱征点头, 听说连周成前辈也赶回去了。 随即沉声道, 但是魔窟之中大魔亿万, 哪怕是周成前辈还有太化佛宗一众高手出手, 也无法镇压, 太化佛宗无数弟子已经被这些大魔吸食。 不出三天, 太化佛宗只怕要被灭了。 现在, 许多宗门和帝国高手已经赶往太化佛宗支援, 但是效果不大。 朱征又道, 而且有些宗门和帝国高手明着是去太化佛宗支援, 实则是看上了太化佛宗宝藏中的诸多佛宝, 正掠夺太化佛宗佛宝。 这对太化佛宗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九十章, 斗战帝国始祖, 斗战大帝诸征扫尸众人。 此事, 大家怎么看? 一直没有开口的孙严突然开口道, 我建议, 我们也应该率军前往太化佛宗, 掠夺太化佛宗佛宝。 魔窟大阵被迫, 无法修复, 只要无法修复, 里面大魔仍会源源不断出来, 根本镇压不住, 太化佛宗复灭是铁定的事。 既然如此, 我们支援也没用。 那些佛宝与其便宜了其他宗门和帝国, 还不如落在我们斗战帝国手里。 有了这些佛宝, 我们斗战帝国实力必能增强不少。 孙严的话, 让大殿众人一愣。 斗战大帝诸征没有开口, 双眼闪烁不定, 显然在考虑孙严的建议。 孙严又道, 而且太化佛宗复灭, 对我们斗战帝国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这些年, 要不是太化佛宗碍事, 我们斗战帝国怕是早已统一佛城大陆。 太化佛宗是佛城大陆第一佛宗, 要统一佛城大陆, 太化佛宗是绕不过去的看。 不错, 我赞同许英大帅的建议, 一位斗战帝国老祖开口道, 太化佛宗复灭, 我们斗战帝国必能统一佛城大陆。 大帝, 我们现在便可召集一对神灵镜以上强者, 然后火速赶往太化佛宗, 掠夺太化佛宗佛宝。 孙严又道, 太化佛宗覆灭, 魔窟亿万大魔出世, 虽然对我们斗战帝国也有影响, 但是这些大魔逃出太化佛宗后, 会四散逃逸, 力量分散, 所以, 对我们斗战帝国影响不大。 斗战大帝朱征开口道, 也好, 既然如此, 传我令, 召集帝国所有神灵镜以上高手, 速来帝宫, 就在这时, 突然, 轰然震响, 众人透过大殿, 只见一对对帝宫护卫被人轰飞了进来, 欺然摔落到了大殿外广场之上, 所有人错了, 斗战大帝朱征脸色一沉, 一跨步, 出了大殿, 众人全部涌出了大殿, 这时, 斗战帝宫内, 无数高手和护卫源源不断涌了出来, 满天满地都是, 但斗战帝宫和护卫涌出来后, 便一波又一波被轰了回来, 远远看去, 斗战帝国这些护卫, 如同密密麻麻的蝗虫一般, 不断砸落下来, 但是, 从各个方向涌出来的斗战帝国护卫又重新涌了上去, 对方似乎是杀得不耐烦了, 突然, 一声汗天牛吼响起, 只见斗战帝宫上空, 原本不断涌出的护卫和高手, 全部被恐怖阴浪震落, 上空, 为之一空, 紧接着, 众人面前光芒一闪, 脸色难看的看着陆一平, 阁下是谁, 不知我斗战帝国何事得罪了阁下, 陆一平扫视斗战帝国一众大帅, 老祖最后目光落在了孙岩身上, 杀声到首领孙岩, 陆一平但莫道, 孙岩突然脸色一冷, 阁下认错人了, 又道, 阁下是杖武力闯我斗战帝宫, 莫非当真以为我斗战帝国无人, 说到这, 猛然一拳向陆一平轰杀而来, 全力滚滚, 只见火浪惊人, 而且火浪是紫金色的, 紫金神焰, 紫金神焰乃是天地间一种罕见的神焰, 收服之后, 可融入神力之中, 催动神力攻击时, 紫金神焰便会随之攻击, 陆一平见孙岩竟然拥有紫金神焰, 脸色如常, 随意意指, 一道黑色指浪破空而出, 与对方全力碰撞在一起, 号称可焚化一切的紫金神焰, 瞬间便被冻结在半空, 而黑色指浪, 瞬间便来到了孙岩面前, 感受到黑色指浪的恐怖力量, 孙岩脸色大变, 顾不得再隐藏实力, 全力催动了体内天神之力, 浩瀚天神之威席卷天地, 斗战帝国众帅和老祖, 巨多被孙岩浩瀚的天神之力冲得连连后退, 漠不打惊, 天神? 连斗战大帝朱征也惊然, 他麾下大帅话音, 竟然是一尊天神? 他虽然是斗战帝国大帝, 但是也只是一尊真神后期巅峰而已, 天神中期巅峰, 陆一平淡然道, 这孙岩和太乙门疆狱一样, 是天神中期巅峰, 孙岩猛然一掌全力轰出, 慈悲魔掌, 随着其掌力拍出, 魔气滚滚, 但是魔气滚当中, 却又透着慈悲的佛光, 慈悲魔掌, 佛城大陆禁谷时期, 一位佛魔双修的高手所创, 慈悲魔掌掌力与陆一平的黑色指浪碰撞在一起, 暴想中气浪炸开, 地面广场一一被掀飞而起, 四周宫殿更是如鸡粉一般飘散, 众人惊恐后退, 随即众人看到, 陆一平的黑色指浪从慈悲魔掌掌力中心洞穿而过, 瞬间便轰中了孙岩胸口, 孙岩被轰飞了出去, 当孙岩落地时, 只见其胸口已被指浪轰穿, 黑色悬兵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其胸口扩散开来, 陆一平将孙岩舍拿到了自己面前,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斗战地宫深处传来, 在下朱岩还请阁下看在老朽份上, 放了我斗战帝国之帅, 声音不大, 但是却蕴含着无上神威, 朱岩, 斗战帝国十足, 陆一平恍若未闻, 继续对孙岩搜魂, 突然, 斗战地宫深处澎湃金光冲天起, 天地变色, 浩瀚的威压, 如一座混沌巨山, 压得斗战帝国众人漠不一致, 接着, 虚空裂开, 一个高大的灰发老者走了出来, 看到老者, 斗战大帝朱征等人全部贵妇一地, 激动万分, 拜见十足大人, 朱岩却双眼同然地看着陆一平, 我不管你和我帝国之帅有何恩怨, 现在, 你都必须将他放了, 我可以让你们离开, 这时, 陆一平搜魂结束, 单手一握, 顿时, 便见杀生道首领孙岩, 崩然炸成了一团血物, 斗战帝国众人一呆, 朱岩双眼寒芒暴射, 一字一顿道, 你们全部都得死, 说完, 一股超越了天神的气息释放而出, 吞天莫地, 天地轰然, 整个斗战帝都所有高手莫不害然, 第九十一章, 不死之身, 这是未面之主, 始祖大人已经超越了天神, 斗战大帝朱征感受着朱岩那恐怖的气息, 激动万壮, 不敢相信, 斗战帝国众高手更是激动难易, 始祖大人, 成就未面之主, 必能捏死这几人, 我们斗战帝国横扫佛城大陆, 指日可待, 斗战帝国一位位老祖, 大帅与无伦次道, 一脸激愤不已, 陆一平脸色平静, 他看得出, 这斗战帝国始祖朱岩是近日才刚刚突破的未面之主, 未面之主之境, 其实还不是很稳固, 感受到对方澎湃力量中那若有若无的诡异气息, 陆一平冷笑, 朱岩全身气势仍然在不断上涨, 未面之主的力量肆无忌惮, 横扫天地, 他冷冷地看着陆一平, 本来, 你刚才若听从我的意思, 将人放下, 你们还能活着离开, 现在, 不仅你, 你手下, 一座兽全部都要死, 龙角金牛文言, 嘿嘿一笑, 这时, 朱岩未面之主的力量运转到了极致, 他猛然一拳向陆一平, 龙角金牛, 强梁三人轰杀过来, 显然是打算将陆一平三人一拳解决, 黑龙玉, 全浪滚滚, 黑暗之气狂笑, 只见一条黑暗之龙形成, 这些黑暗之龙正是未面之力凝聚而成, 未面之力, 远远凌驾于天神之力, 真神之力力量之上, 看着滚滚而来的黑龙全浪, 陆一平一抬手, 随手一拳轰出, 当陆一平一拳轰出时, 仿佛太阳爆开, 拳头光芒千万丈, 天帝为之大量, 不仅斗战帝都, 众人看到了这千万丈光芒, 连远在斗战帝都之外的众多城池, 也看到了骇人全盲, 骇人全盲, 与黑龙全浪碰撞在一起, 天帝为之顿挫, 周围斗战帝国众高手, 漠布心神俱阵, 喷血不止, 众人骇然, 这时, 未面之力凝聚而成的黑龙全浪, 不断崩裂, 暴散, 骇人全盲, 以催枯拉朽之势, 瞬间从黑龙龙身穿过, 将斗战帝国始祖朱炎轰飞, 朱炎在半空时, 爆成了一团细碎血弱, 原本压在斗战帝都众人身上的混沌巨山般的威压消失, 斗战帝国众人呆了, 不可能, 始祖大人突破未面之主, 怎么可能死, 斗战大帝朱征双眼呆滞, 满脸的激动已经不见, 一脸无法相信, 斗战帝国其他老祖和大帅也是一脸死灰, 谁说突破了未面之主就死不了, 龙角金牛吃生, 就算超越未面之主, 同样会死, 就在这时, 被轰成了一团细碎血肉的朱炎, 突然光芒泛动, 血肉不断凝聚, 开始融合, 最后再次凝聚出了朱炎, 斗战帝国众人一正, 继而一喜, 强梁双眼一缩, 龙角金牛冷笑, 英民族的再生之力, 我早就觉得奇怪, 果然是英民族那群老不死的傀儡, 远古英民族, 血肉, 灵魂, 拥有再生之力, 哪怕是打爆了, 仍然能够再次凝聚, 再生, 不过, 眼前这斗战帝国始祖朱炎, 并不是真正的英民族, 而是得到了英民族赐予的血液, 拥有再生之力罢了, 就像是血祖江臣, 被欺咬后拥有血族的能力, 斗战帝国众人听龙角金牛提到英民族, 却是一脸疑惑, 朱炎却是惊疑不定, 显然没料到陆一平几人竟然连英民族都知道, 这时, 陆一平单手一摄, 将朱炎摄拿到面前, 朱炎一惊, 冷笑, 你们是谁, 既然知道英民族, 就知道我们英民族, 乃是世界无上霸主, 和我们英民族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而且, 你根本杀不死我, 你现在, 若放了我, 投降我们英民族, 我可以求圣主大人赐你们不死之身, 朱炎的话, 让龙角精油扑斥一笑, 口沫都喷了出来, 赐我们不死之身, 你他们还真以为, 你得到了英民族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 一点血液, 就是不死之身, 我主人刚才不杀你, 你还真以为你杀不死, 陆一平也懒得与对方废话, 然后搜魂, 不过, 陆一平刚要搜魂, 突然, 便遇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 英民族的高手, 显然在朱炎的神魂中中下了禁止, 陆一平冷声一哼, 直接轰碎了英民族的禁止, 很快, 陆一平搜魂结束, 手掌出现了一道金色火焰, 金色火焰包裹着朱炎, 朱炎惊恐大叫, 不可能, 圣主大人说我拥有不死之身, 根本杀不死, 你们是谁, 和英民族作对, 英民族不会放过你们, 在朱炎七历大叫中, 很快, 他便被焚化干净, 最后, 化成了虚无, 英民族的确拥有再生之力, 但是若血肉完全被焚化干净, 便同样死得不能再死, 永世不得轮回, 陆一平向斗战帝国移众老祖, 大帅走来, 斗战帝国这些老祖, 大帅中有不少都是杀生到的人, 见陆一平过来, 斗战帝国移众老祖, 大帅惊恐后退, 突然慌然而逃, 看着斗战帝国四散而逃的移众老祖, 大帅, 陆一平手中永夜之铜出现, 天帝瞬间黑暗下来, 坠入了永夜, 待天帝恢复光明时, 斗战大帝朱征发现, 慌然而逃的一众老祖, 大帅中几乎有一半倒在了血泊之中, 人头滚落一地, 至此, 杀生到高层, 几乎陨落殆尽, 陆一平冷然看着朱征, 杀生道, 还有数万弟子潜伏在你斗战帝国军队, 官员之中, 一个月之内, 你若没有清理干净, 到时我会亲自出手, 不过, 我若亲自出手, 死的就不只是数万人了, 然后合拢脚惊牛, 强梁离去, 斗战大帝朱征看着离去的陆一平, 脸色难看, 而陆一平离开斗战帝宫之后, 直接离开了斗战帝都, 前往太化佛宗, 此时, 太化佛宗中央, 地面出现了一个足有数理方圆的, 深不可见底的深渊, 深渊之内, 亿万大魔狂笑, 不断从中飞出, 杀戮, 吸食太化佛宗弟子, 一片惨叫, 血腥, 太化佛宗乃佛宗之手, 平时佛光弥漫, 但是此时魔气冲天,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血雨, 在亿万大魔冲出深渊魔窟时, 太化佛宗上空出现了一大批高手, 这些高手来自佛城大陆各宗各门, 为首的几人中, 摘心佛淡漠地看着下方被不断吸食的太化佛宗弟子, 开口道, 太化佛宗覆灭在即, 大家前往太化佛宗宝藏, 将诸多佛宝都带走, 不要让这些佛宝落入这些天魔之手。 第九十二章, 太化之威, 站在摘心佛旁边的逍遥佛宗宗主和前一开口道, 韩兴兄说的没错, 这些佛宝, 乃是我们佛城大陆佛宗前辈所留, 不能落入这些天魔之手, 特别是那太化佛连, 更不能落入天魔之手。 大家现在, 素于我们前往太化佛宗宝藏, 当即, 摘心佛, 逍遥佛宗宗主以及龙佛, 幻海佛宗宗主率领麾下众高手, 往太化佛宗的宝藏所载过来。 佛城大陆, 五佛, 乃是佛城大陆公认的佛法最精深的五人。 而逍遥佛宗, 幻海佛宗与太化佛宗一样, 是佛城大陆四大超级宗门之一。 摘心佛, 龙佛,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四人开路, 所过之处, 所有阻挡的太化佛宗弟子, 巨都被一一轰杀。 此时, 周成正与太化佛宗宗主顾远, 以及太化佛宗一众高手, 正在太化佛宗宗宗前, 全力击杀着不断涌过来的无数天魔。 太化佛宗宗内的佛宝可镇压邪魔, 但是, 这些天魔若得到, 可恋化, 佛魔同修, 实力大增。 所以, 许多天魔从魔窟之中逃出来后, 巨都往太化佛宗宗宗这边涌来。 周成全身佛光大圣, 一重重佛光撑起, 宛如大佛在世。 在周成浩瀚如海的佛力之下, 靠近的天魔, 巨都被一一鸿飞。 周成脸色有些灰白。 这两天两夜, 他连续没有间断施展太化佛法, 轰杀天魔, 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调息, 体内天神之力消耗极大。 再这样下去, 他最多只能支撑一天。 师叔, 太化佛宗只怕是保不住了。 你护着这些佛宝离开。 一位太化佛宗老祖对周成寄然道, 周成摇头, 没有开口。 师叔祖, 以你实力, 完全可以安然离开。 太化佛宗宗主顾员也都竟然劝道, 没必要与我们在这死守下去。 到时, 你护着太化佛连离开。 周成摇头, 你们不要劝了, 我抵挡住这些天魔和那些佛宗高手。 你们带这些佛宝离开, 反正我也活得够长, 我便是死, 也要死在太化佛宗。 提到那些趁火打劫的佛宗高手, 周成眼中怒然, 若太化佛宗能度过此劫, 我必杀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 这些佛宗, 平日里, 没少受太化佛宗召服, 现在见太化佛宗覆灭在即, 绝大部分不仅没有出手相帮, 反而趁火打劫, 要抢夺太化佛宗佛宝。 索性还有一些佛宗, 相助太化佛宗。 不然, 太化佛宗只怕早已覆灭。 佛窟天魔实在太多了, 数之不尽, 遮天蔽日, 整个太化佛宗已经完全被这些天魔淹没。 太化佛宗哪怕是佛城大陆第一宗, 也难以支撑。 就在这时, 突然, 一个巨大佛掌银空落下, 太化佛宗一位老祖不防, 被佛掌拍飞出去, 落地时, 整个人已被拍得完全凹塌下去。 众人一惊, 看去, 只见摘星佛、 龙佛、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正率领一大群高手过来。 当才出手的, 正是摘星佛韩星。 看到摘星佛、 龙佛等人出现, 太化佛宗一众高手, 心中一沉。 先前, 趁火打击的佛宗虽多, 但是, 这些佛宗实力都不强, 太化佛宗还能勉强应付。 现在, 摘星佛、 龙佛、 逍遥佛宗、 幻海佛宗齐然到来, 无疑让太化佛宗雪上加霜。 摘星佛到来, 见党在宝藏大门前的周成, 笑道, 原来是周成前辈, 多年不见, 周成前辈老当一壮啊。 周成听出对方话中挪鱼, 双眼一冷。 我虽老眼昏花, 但杀你们这些狗崽子, 还是绰绰有余。 摘星佛也不生气, 一笑, 周成前辈的实力, 我们当然不敢小觑, 不过, 你这两天不停吹动太化佛法, 轰杀天魔, 神力消耗严重, 现在, 你想杀我们, 只怕有些力不从心了吧? 他是捏着时间来的。 两天两夜下来, 周成等人神力消耗差不多了。 虽然还没有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是他们四大超级势力联手, 完全不惧周成和太化佛宗。 这时, 一群天魔向其攻击过来, 只见摘星佛头顶佛光大圣, 重重佛圈撑开, 一枚金色的射力飞出, 射力周围佛闻缠绕。 射力光芒绽放, 便将这群天魔直接震杀当场。 真身射力! 周围众人见状, 都是惊然。 佛城大陆主修佛法, 但是能修出真身射力的佛门高手, 料料无几。 而摘星佛的真身射力, 与普通的真身射力又不同, 比普通的真身射力还要大上两圈, 无比凝实更有佛门缠绕。 佛门真身射力, 其实和神格一样, 等级也是有高低之分。 摘星佛的这枚真身射力, 已经达到了圆满级。 周成看了摘星佛头顶的真身射力一眼, 冷然一笑, 圆满级真身射力, 难怪有如此底气。 逍遥佛宗宗主和钱笑道, 我们也是替佛城大陆着想, 若太化佛宗这些佛宝落入天魔之手, 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佛宝乃是我们佛城大陆之宝, 我们护送这些佛宝离开, 也是想替佛城大陆分担一下, 出一份力吗? 这些太化佛宗佛宝在河干口中是佛城大陆的, 而且他们前来抢夺佛宝, 反而成了替佛城大陆分担出力。 龙佛声音嘶哑, 出手吧! 说完, 当先出手, 一掌拍出, 佛力浩瀚, 佛力之中带着惊人龙力。 五佛之一的龙佛本身乃是龙族, 而且是龙族之中的佛龙, 所以修炼佛法得天独厚, 五佛之中龙佛排名比摘星佛还要高。 龙佛一掌之下, 顿时太化佛宗数百名弟子被拍飞, 摘星佛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见状, 也纷纷出手。 四人联手, 势不可挡, 连太化佛宗宗主顾远也被逼得连连后退, 最后, 四人来到了宝藏大门前的周城前面。 这时, 龙佛化出了自己的佛龙之身,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则取出了自己的佛宝。 摘星佛首, 佛龙一击, 逍遥佛掌, 幻海佛音。 四人同时施展出了自己最强一击, 浩瀚佛力, 铺天带地, 遮天佛首, 万丈佛龙, 漫天佛掌, 周城脸色一冷, 双手幻动, 无数佛掌化成了残影, 迎向了摘星佛首, 佛龙一击, 逍遥佛掌和幻海摩音。 焊天巨响, 恐怖气浪席卷, 一些靠近的天魔剧都被几人力量震成粉碎。 太化神宗各方高手也都惊然后退, 宝藏大门前, 一时变成了一片空地。 轰然巨响中, 周城被震得连连后退, 而摘星佛, 龙佛,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四人同样被震得后退了数步。 摘星佛四人惊然, 和四人全力一击, 竟然只是逼退了周城, 周城实力, 显然超出四人意料, 这还是周城先前神力消耗的情况。 若非周城先前神力消耗, 只怕四人刚才未必能站上风。 四人心思闪电间再次出手, 这次更不敢大意, 使出浑身解数, 全力出手。 周城在四人联手全力为杀下, 连连后退, 左之右出。 太化佛宗宗主顾元等人被摘星佛, 龙佛, 逍遥佛宗, 幻海佛宗其他高手牵制, 根本无法分身支援周城。 在摘星佛, 龙佛四人为杀下, 周城一时不防, 被摘星佛一掌拍中后背, 斜飞出去, 落地时喷血不止。 那头毛驴不顾一切冲过来时, 也都被逍遥佛宗宗主一掌先飞, 落地时, 已是血肉模糊。 阿毛! 周城悲怒叫道。 摘星佛韩星四人再次出手, 将周城拍飞出去。 韩星四人冷笑, 周城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他看着韩星四人, 告诉你们, 我这次是和陆公子来佛城大陆的。 逍遥佛宗宗主和钱金仪, 陆一平。 周城笑道, 不错, 韩星冷笑, 虚张声势。 既然陆一平是和你一起来的, 那怎么不见陆一平? 你以为随便将陆一平抬出来, 就能吓退我们? 莫说陆一平不在, 就算他真在, 我们也不惧。 韩星首长出现了一个清玉佛印。 清佛印? 有人惊声道, 清佛印是佛城大陆禁古时期 一件威名即胜的佛宝, 是禁古时期一位叫清佛的强者所炼制。 韩星手持清佛印, 佛力贯注, 清佛印瞬间长大, 化成小山大小, 佛光大圣中向周城轰然落下。 就在清佛印要落下时, 突然, 一道血红光芒从天际破空而来。 血红光芒锁过, 清佛印在半空停了下来, 突然裂开, 成了两半跌落地面。 所有人双眼瞪大, 韩星更是一脸难以置信。 众人看去, 只见太化佛宗上空,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 骑牛栏山年轻人和黑袍青年。 血红光芒摸回了黑袍青年手中, 众人才发现是一把血红之人。 陆一平一跨步来到了宝藏大门前, 手指一道绿色光芒缠绕, 然后没入了周城体内。 只见原本重伤的周城绿色光芒涌动, 后背掌印眨眼消散, 生机不断恢复。 没事吧? 陆一平开口道。 周城起来, 摇头笑道, 没事, 不过要不是陆公子赶来, 我这条老命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陆公子, 人的名, 树的影。 听到周城称呼, 摘心佛韩星等人默不大惊。 刚才还说, 即便陆一平在, 也不惧得摘心佛, 也都惊然后退。 陆一平转手过来, 全身剑气, 凝聚无数剑阵, 亿万剑芒破空而起, 只见太化佛宗满天满地的天魔剧都被剑芒射穿。 哪怕是真神镜, 天神镜天魔, 也无法躲开。 原本被天魔遮蔽, 暗无天日的太化佛宗上空, 为之一清, 光明重现。 接着, 陆一平手一挥, 无数阵幅飞出, 化成了一条条飞龙, 飞龙首尾相连,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圈, 然后飞落到了太化佛宗中央的魔窟之上。 顿时, 从魔窟源源不断飞出的天魔, 全部被震落了回去。 后面疯狂涌出来的天魔, 一缠到那巨大龙圈, 巨都全身冒烟, 惊恐惨叫不已。 天龙伏魔大阵, 龙佛见那巨大龙圈, 难掩心中震惊。 天龙伏魔大阵, 乃是上古龙族大阵, 就算上古龙族许多老祖籍人物也不会。 而且, 天龙伏魔大阵, 威力似乎没有如此强, 魔窟之中亿万天魔, 竟然无法撼动这天龙伏魔大阵分后。 所有人, 巨都停了下来。 跟随摘心佛, 龙佛几人前来的高手, 更是退到了摘心佛。 龙佛四人身后, 看着陆一平眼中近视巨异。 不过, 陆一平却没有看摘心佛等人, 而是虚空一射, 只见一个戴着鬼头面具的黑衣人, 从高空跌落了下来。 紫隐大人, 摘心佛, 龙佛,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 看到黑衣人, 巨都吃惊到。 四人正是受黑衣人指引, 前来太化佛宗。 强良看到黑衣人戴着的鬼头面具, 双眼一缩。 这个鬼头面具, 与当年封印他亘古魔性的鬼头面具的神秘高手, 很相似。 黑衣人从地面起来, 他看着陆一平又惊又疑。 你是谁? 一指陆一平真正身份, 杀你的人。 陆一平淡然道。 黑衣人突然笑了起来, 笑声如笑, 杀我。 小家伙, 你实力不错, 但是这天地间, 有些东西, 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 我劝你, 最好别插好太化佛宗的事, 省得招来灭族之祸。 而且, 我便是站在这给你杀, 你能杀得了吗? 说到这, 他身体四周浮现出了一枚符纹。 这枚符纹只有八掌大小, 但是却弥漫着浩瀚之威。 无极顿是符。 强良看着那枚符纹, 眉头一皱。 黑衣人一正, 稷儿笑道, 不错, 无极顿是符。 这枚无极顿是符, 可让我穿梭于诸天, 便是未面之主, 也无法破得开, 这无极顿是符的时空之力。 这时, 陆一平单手一射, 便将黑衣人射拿到面前, 接着, 伸手一握, 将那枚无极顿是符, 生生从对方身上撕扯了下来, 然后放在手掌间, 揉成了一团废纸。 无极顿是符上的符纹, 被揉得不断崩裂开来。 黑衣人看着那张无极顿是符, 变成了一张废纸。 傻了。 龙角金牛笑道, 你这张无极顿是符, 不会是假的吧? 黑衣人张了张口, 假的? 陆一平手指一挑, 将对方鬼头面具挑开, 众人意外, 只见鬼头面具之下, 是一张拥有绝世容颜的脸。 是个女的。 第九十四章, 子极魔族。 先前, 对方用的是男生, 而且改变了体型, 若没揭开面具, 众人还真没想到, 对方会是个女的。 子极魔族。 陆一平双眼一冷, 对方眼角处, 有一条妖异的子纹, 正是上古子极魔族的特征。 上古时期, 魔族之主永夜君王, 出自永夜一族。 永夜一族, 是上古魔族最强一族。 而仅次于永夜一族的, 便是子极魔族。 子极魔族, 子已没想到陆一平竟然认出, 自己是子极魔族, 心中一沉, 冷然道, 你到底是谁? 既然你知道, 我是子极魔族的。 那你应该知道, 子极魔族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管你有多强, 在子极魔族面前, 也不过是一只蝼蚁而已。 陆一平闻言, 甘然一笑, 蝼蚁, 你祖上难道没告诉你, 子太一是怎么死的吗? 子隐一听, 神情大震。 你知道我们子极太祖, 子太一是子极魔族的太祖, 也是当年魔族第二强者。 陆一平没开口, 直接对对方搜魂。 搜魂后, 陆一平脸色冷了下来。 如他所料, 当初就是此女委托天机商会, 拍卖万神之令和乾坤之主传世之欲的。 此女是当年子太一的后辈。 而让陆一平双眼杀意浓烈的事, 子极魔族已经投效了英明族。 子隐被搜魂结束, 意识恢复, 看到陆一平双眼杀意浓烈, 竟然, 刚要开口, 却见陆一平单手虚空一握, 恐怖的空间之力从四面八方轰压来。 接着, 他便彻底没了意识, 只见他轰然爆开, 紫色之雨洒落。 本来, 摘心佛、 龙佛等人是仗着子极魔族, 便是面对陆一平, 心里仍有底气。 现在, 见陆一平连眼睛都不眨, 就将子隐杀了, 不由脸色大变。 但摘心佛等人刚要慌然而逃时, 陆一平弹幕的声音响起, 都杀了。 强梁动了, 化成了一道血色光芒。 惨叫之声此起彼伏, 血柱不断喷尸而起。 待血色光芒停下时, 只见摘心佛、 龙佛、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 还有其带来的数千高手, 聚都躺在了血泊之中。 摘心佛那枚真身舍利, 碎成了无数片散在地面上, 黯然无光。 龙佛千丈佛龙之体, 则被切开, 从头到尾分成了两半。 逍遥佛宗宗主、 幻海佛宗宗主, 人头仍然在地面滚动。 基于太化佛宗佛宝的 其他各宗各国高手, 看到摘心佛、 龙佛等人尸体, 呆了。 摘心佛、 龙佛就这样死了。 陆一平扫尸四周 基于太化佛宗佛宝的 各宗各国高手。 那些基于太化佛宗佛宝的 各宗各国高手, 巨都吓得双腿一软, 匍匐一地。 陆公子, 我们听看人挑唆, 一时犯错, 还请陆公子饶命。 陆公子饶命! 一片求饶之声。 这些各宗各国高手, 其中不乏一宗之主, 异国大帝, 但是现在痛哭流涕。 陆一平冷笑, 饶命? 那太化佛宗那些 死在你们手中的弟子, 谁能饶了他们的命? 你们刚才杀他们的时候, 怎么不饶了他们的命? 说到这, 一抬脚, 向下一踩, 顿时, 山摇地动。 只见恐怖光浪 如同漠视巨浪, 以骇人速度瞬间扩散。 那些宗门, 帝国高手看着淹没过来的光浪, 惊恐万壮, 疯狂而逃, 但是没用, 他们刚起身便被恐怖光浪淹没。 这些宗门, 帝国高手甚至连惨叫之声都没有, 便一一炸开, 血雨纷飞, 恐怖光浪持续, 带将所有出手围杀太化佛宗的宗门, 帝国高手全部被淹没后, 才停了下来。 光浪终于停止, 高空血雨慢慢洒落, 血在地面汇聚成河。 那些支援太化佛宗的高手, 看到这一幕, 也都直然冒含, 肝胆俱惨。 太化佛宗宗主顾元等人, 同样口干舌燥, 这些来自各宗各国的高手, 没有百万, 也有数十万, 数个呼吸之间就这样被轰杀得一干二净。 周成见过天神河一战, 倒还好。 随后, 他让太化佛宗众人清理现场, 然后将陆一平, 强梁, 龙角金牛, 迎请进了太化佛宗大殿。 入夜, 夜色宁静, 太化佛宗空间仍然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不过地面已经被太化佛宗众弟子清理干净, 但许多建筑已经被毁, 没有数十年, 太化佛宗只怕难以恢复之前模样了。 陆一平站在太化佛宗某个院子之中, 手中拿着传世之欲, 浑身散发着寒气。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他弟子乾坤之主是死于紫积魔族之手, 而且应该与英明族有关。 当年, 魔族之主永夜君王死后, 永夜一族逐渐被紫积魔族替代, 紫积魔族成了魔族的霸主。 但是后来, 紫积魔族突然举足消失, 没人知道紫积魔族去了哪里。 这时, 陆一平幸福一阵, 他取出一看, 是天妖族长郝选发来的, 说他已经得知了他足书郝币的消息。 郝币四千多年前离开天妖部落后, 便去了九天。 九天? 陆一平念叨, 次日, 陆公子要进九天? 清晨, 周成得知陆一平要离开, 不由错愕。 本来, 他以为陆一平会在佛城大陆多待一些日子的。 陆一平点头, 天妖族长郝选来消息了, 说他足书郝币当年进了九天。 周成闻言, 说道, 那陆公子到时小心太清剑派, 金光上人和昆蓬神宗。 然后毛头, 我这点实力在佛城大陆还行, 但是进了九天就不够看了, 我就不跟陆公子进九天了, 免得成了累赘。 陆一平恩了一声, 半个小时后, 在周成和太化佛宗众高手齐然恭送之下,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还有强梁破空而去, 眨眼消失在天际。 数天过去, 陆一平一行来到了无尽之海尽头。 无尽之海尽头上空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这里正是九天入口, 九天位于横渊卫面之内, 但是却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陆一平几人直接撕开了空间漩涡, 消失在了无尽之海上空。 空间漩涡之内巨大的撕扯之力传来, 一阵天地旋转, 大约七八分钟, 陆一平眼前一亮, 只觉身体一清来到了一片山脉上空。 这么多年过去, 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 龙脚金牛深吸了一口周围淡淡灵气, 感慨道。 停住了一会, 陆一平几人破空离去, 往附近城池过来。 第九十五章, 九天比神武大陆残酷, 不知楚通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飞行时, 龙脚金牛突然开口道, 九爵武神是陆一平最后一个记名弟子, 而楚通比九爵武神早一点, 在楚通之前, 则是圣魔。 楚通, 来自九天, 是九天楚家弟子, 后来从神圣森林出来, 回到九天后便创立了龟原建宗, 成为了龟原建宗的祖师。 这里是苍神域, 龟原建宗不远。 主人, 要不, 我们去看看。 龙脚金牛又道, 也好, 我们过去看看, 我也想看看, 这小子创立的龟原建宗如何。 陆一平笑道, 强梁沉映道, 大人, 我想过去六母山看看。 陆一平一政, 世尊死在六母山, 我想在六母山给他立个碑石。 强梁声音低沉, 当年, 邪佛佛世尊被六母派, 封魔教, 浮屠门, 昆蓬神宗围杀于六母山, 死在六母山。 陆一平恩了一声, 去吧, 我会在龟原建宗待留一些日子。 好。 强梁道, 到时我再来找大人。 然后恭敬行了一礼, 破空而去。 阳光下, 强梁离去的身影, 却有些消冷。 陆一平看着强梁离去的背影, 有些感慨。 强梁的朋友不多, 佛世尊却已死多年。 待强梁离去后,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 继续往前飞行。 同时, 陆一平将在凤凰神树内修炼的不死金黄黄九放了出来。 这些日子, 黄九一直躲在凤凰神树中修炼, 努力参悟陆一平赐予他的天神法则。 实力和刚离开诸神战场时相比, 已是天地之别。 没多久, 陆一平便看到了一座古城。 进了, 只见这座古城早已荒芜多年, 城墙多处残破, 爬满了杂草。 城内, 到处是残垣断壁。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 黄九进了古城。 龙脚金牛看着下方古城一座座被毁的高大建筑, 说道, 弱肉强食, 哪个世界都如此, 神武大陆如此, 九天亦如此。 从古城建筑可以看出, 这里曾经很烦恼, 但是现在却破败如此。 城中随处可见掌印深坑和剑痕, 可见曾经发生过惊人大战。 九天比神武大陆残酷得多。 黄九摇头道, 然后一连赶伤道, 数万年前凤凰神宗何等凡胜, 但是还不是一样负面。 凤凰神宗当年也是九天的超级势力之一, 强者无数, 但是遭受玄天宗, 太清剑派为杀, 一样负面。 来到古城中央时, 看到下方巨大的广场, 陆一平落身下来。 这是北斗两仪大阵。 龙脚金牛看着广场上的残破符文, 亚然道, 北斗两仪大阵, 上古十大阵法之一。 陆一平摇头, 布阵之人手法不行, 布置的北斗两仪大阵不全, 所以才被人如此轻易破取。 没想到北斗神宫还有后人在。 北斗两仪大阵, 乃是上古时期北斗神宫的阵派神阵。 上古最娇艳的女神洛水, 就是北斗神宫公主的清传弟子。 北斗神宫, 绝对是上古时期的庞然巨物, 哪怕是统领万神的万神之主, 见到北斗神宫公主也得指晚辈之礼。 若论实力, 现在的昆蓬神宗, 远无法与当年的北斗神宫相提并论。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漫步而行, 行走间不时有黑鸭飞起,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此时, 古城之外, 一男一女正慌然往古城飞来。 两人穿着滑跪, 只是衣服上多处已经破开, 显然是被剑滑开的, 已经渗红衣服四周。 最后, 两人逃到了古城之内, 看到身后再无追兵, 这才如释重负。 前面就是九天出路口了。 樊玉兰说道, 黑风宗的人应该是没追来了, 只要我们逃到神武大陆就安全了, 万家应该会庇护我们。 男的突然一张口, 喷出一大口血。 弟弟, 你怎么样? 樊玉兰撬脸一遍, 问道, 然后看其后背, 发现其后背掌印处已经泛黑。 樊圣轻笑, 声音嘶哑, 姐, 我没事, 我还可以走。 樊玉兰摇头, 不行, 你伤太重了, 我们先我们进城找个地方谢谢, 治疗一下你伤势。 樊圣点头, 于是, 两人互相扶持着往城内飞来。 来到古城中央时, 两人突然看到前面角落处一座大殿, 大殿位置隐蔽。 姐, 我们过去那大殿。 樊圣开口道, 樊玉兰迟疑了一下, 点头。 很快, 两人来到大殿门口, 然后推开了大殿大门, 只是, 两人推开大殿大门时, 却见一个阑山年正盘坐在大殿内, 正喝着酒。 阑山年轻人肩膀上, 是一只小小鸟, 旁边则坐着一头牛。 两人不由一正, 君没料到, 这座荒城大殿内竟然有人。 对不起公子, 我们不知道大殿内有人。 樊玉兰一正之后, 开口道, 说完, 便要带着弟弟樊圣离开。 只是, 他刚要带着弟弟樊圣离开时, 突然便见远方天空出现了数道黑点。 看到那数道黑点, 樊玉兰俏脸脸色一变。 他竟然带着弟弟樊圣闪身进入了大殿, 并关上了大殿大门。 不过, 两人刚关上大殿大门, 那数道黑点便破空而至, 落身到了大殿门外。 其中一人将大门一脚踹开, 几人鱼贯而入。 嘿嘿, 樊玉兰, 你还真以为你们能逃到神武大陆? 为首的一个高寿青年冷笑, 实话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能逃到神武大陆, 万家也庇护不了你们。 无畏, 当年要不是我樊家替你们击退陶家, 你们黑风宗早已被灭宗。 当年要不是我们祖父大人给你们黑风宗灵食、 灵药、灵丹, 帮你们黑风宗重建宗门, 你们黑风宗会有今日? 樊玉兰怒视对方。 现在, 你们竟然联手陶家, 围杀我樊家。 你们黑风宗就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樊玉兰说到激动处, 胸口起伏不已, 高寿青年无畏文言也没动目。 哈哈大笑, 你说的没错, 我们黑风宗就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不过, 那又如何? 现在, 整个樊家只剩你们两姐弟了。 然后看了看大殿, 笑道, 你们能死在这大殿倒也不错, 至少不会抛尸荒野。 第九十六章, 是有个熟人, 吴伟师兄, 那这阑山年轻人怎么出脸? 其中一位黑风宗弟子问吴伟, 吴伟看了陆一平一眼, 冷漠道, 既然遇上了, 那就顺便解决了吧。 又道, 小子, 你要怪就怪樊家姐弟, 是他们躲进来, 牵连了你。 然后示意旁边一个黑风宗弟子出手, 旁边一个黑风宗弟子会议, 一跨步猛然一拳便向陆一平轰来。 这黑风宗弟子全身黄气浩瀚, 赫然是一尊古黄镜, 而且已经达到了古黄四重。 这黑风宗弟子全浪滚滚, 寒风阵阵, 整个大殿顿时冷了下来, 宛如下了暴雪一般。 公子, 小心! 樊玉兰竟然开口, 正要出手时却被吴伟拦了下来。 但是, 就在这时, 突然, 一道金色光芒斩出, 只见那黑风宗弟子瞬间便被斩飞, 落地时, 全身冒出金色火焰, 瞬间焚化干净, 连灰烬都没有。 几人一正, 吴伟双眼一缩, 脸色一沉, 凤凰真火。 他双眼扫尸, 最后目光落在了陆一平肩膀上, 那只小小鸟上, 惊疑不定, 神兽凤凰。 樊玉兰还有樊胜两人, 有些不幸, 那只完全看不到任何气势的小小鸟, 会是神兽凤凰。 你是谁? 吴伟脸色阴沉地看着陆一平, 龙角金牛这时站了起来, 嘿嘿一笑, 向吴伟走了过来, 我家主人是上阵九天, 下阵九幽, 威名万界的情仙公子。 一顿, 陆一平, 几人一愣, 情仙公子? 吴伟眉头一皱, 显然没听说过什么情仙公子。 陆一平憨了, 还上阵九天, 下阵九幽, 这头牛是越来越能吹了。 龙角金牛又道, 至于你牛爷爷, 乃是天地唯一一头龙角金牛, 万妖之主, 雷神之祖, 龙族之皇。 陆一平无语, 吴伟看着陆一平, 沉声道, 这是我黑风宗和凡家的事, 还请阁下不要插手。 龙角金牛摇了摇身后那条不长的尾巴, 然后一尾巴抽了过来, 瞬间便将那吴伟抽飞了出去, 砸在大殿大门上, 所有人一正。 龙角金牛向吴伟走了过去, 吴伟嘴角喷血, 又惊又怒地看着龙角金牛。 你? 龙角金牛一脚踩了下去, 将其胸口直接踩扁。 你说不插手, 就不插手, 那牛爷岂不是很没面子? 骨碎的声音响起, 吴伟胸口之骨被完全踩碎, 痛得差点昏死过去。 黑风宗几个弟子竟然一时不敢出手。 几人之中, 吴伟实力最强是大帝一重, 可是连吴伟都被眼前这牛牛尾抽得半死。 在下黑风宗核心弟子, 我师父是黑风宗老祖周海泽。 吴伟喘声, 说道, 龙角金牛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方头上, 只见那吴伟的头直接被踩进大殿地面, 声音搭然而止。 黑风宗老祖周海泽? 不认识。 龙角金牛冷笑。 其他几名黑风宗弟子看着吴伟的尸体呆了呆, 继而一脸惊恐, 便要飞逃。 但是, 几人刚动身, 一道金色光焰斩下。 几人和先前那名黑风宗弟子一样, 被斩飞, 落地时, 被凤凰真火焚烧得一干二净。 樊玉兰, 樊盛良姐弟一时没反省过来。 两人被吴伟己一路追杀, 一路荒逃。 这几天, 日夜担惊受怕, 没想到现在吴伟突然被杀死。 缓了缓, 樊玉兰回过神, 一脸感激, 对陆一平一道。 多谢公子相救之恩, 我和弟弟必一生铭记。 陆一平也没在意, 开口道, 你们要去神武大陆万家? 樊玉兰点头, 我祖父大人和万家万无敌大人乃是好友, 我们樊家被灭, 黑风宗和陶家是大, 这九天是没有我们容身之处了, 所以, 我们才想逃到神武大陆, 寻求万无敌大人庇护。 陆一平点头, 然后取出两枚丹药。 顿时, 丹香弥漫大殿。 樊玉兰两人看着陆一平手中丹药, 吃惊, 这是极品神丹。 陆一平问了一声, 这是极品菩提神丹, 可恢复伤势。 一弹, 落到了两人手中。 樊玉兰吞咽, 说道, 公子, 我们, 收下吧, 我和万无敌相识。 陆一平开口道, 公子认识万无敌大人, 樊玉兰两人意外, 龙角金游笑道, 我家主人和万无敌还挺熟的, 我们刚从神武大陆进来, 两人文言也没在客气, 各自吞服下菩提神丹。 炼化菩提神丹后, 两人伤势很快痊愈, 对陆一平又是一番感谢。 陆公子, 黑风宗是大, 他们见无畏没回去复命, 只怕很快会再派高手过来, 我们还是快离开此地。 樊盛开口道, 黑风宗实力如何? 陆一平问道, 樊玉兰道, 黑风宗天神境高手两尊, 真神境高手有27尊, 是我们苍神域风雷府最大的几个势力之一。 苍神域一共有30多个府, 风雷府是苍神域最北边, 最靠近九天出入口的一个府。 在神武大陆, 一个宗门或家族有真神境高手坐镇, 那么就称得上是一个大陆的超级势力, 但是在九天, 只有卫面之主这样的存在坐镇一派, 才能称得上是超级势力。 像黑风宗这样拥有天神境高手的势力, 在九天只能算是一流势力而已。 两尊天神吗? 陆一平脸色平静。 樊盛点头, 不错, 黑风宗老祖七一凡更是一尊天神初期巅峰, 已经接近天神中期了,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还是快些离开九天, 赶到神武大陆。 陆一平摇头, 你们离开吧, 我还要去归原建宗。 樊玉兰, 樊盛两人一正。 归原建宗? 樊玉兰好奇问道, 公子是要去参加归原建宗的建宗大会吗? 建宗大会? 陆一平意外。 樊玉兰点头, 归原建宗举办建宗大会, 苍神域所有高手都可以参加, 前一百名奖励及其丰厚, 前十名更是有机会被归原建宗老祖说为清传弟子。 归原建宗是苍神域第一宗, 九天的巨无霸之一。 要是能被归原建宗老祖说为清传弟子, 那是何等荣耀? 龙角金牛笑道, 我家主人是去找人的。 找人? 樊玉兰两人错愕, 问道, 公子有熟人在归原建宗? 陆一平问了一声, 是有个熟人? 第九十七章, 一根毛的威力, 不知公子的熟人是谁? 樊玉兰好奇问道, 就在陆一平要开口时, 突然三道惊人气息破空而来, 真神的气息席卷天地, 笼罩了整个古城。 是谁? 杀了我弟子。 紧接着, 一道怒然喝道, 声浪滚滚, 在古城上空久久轰然, 重物砸倒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是古城建筑崩倒的声音, 听到声音, 樊玉兰, 樊圣两姐弟, 漠布脸色大变。 是黑风宗老祖周海泽, 无畏的师父, 他竟然在附近? 这时, 那道声音又怒然喝道, 给我滚出来。 你以为归缩在哪个角落, 我便找不到你, 我现在便将这古城一寸一寸铲平,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接着, 汉天巨响传来, 虽然隔着极远, 但是, 大殿地面也都为之剧烈阵战, 显然, 对方在狂轰。 出去看看, 陆一平起身道, 便要合龙脚金牛, 黄九出去。 樊玉兰却竟然道, 公子别出去, 这周海泽是真神后期巅峰高手。 不过, 他正要拦下陆一平时, 陆一平却已经从大殿走了出去, 也没掩饰气息, 合龙脚金牛来到了大殿外面的广场上。 远处高空的周海泽和黑风中另外两名老祖顿时看了过来。 周海泽看到陆一平双眼一冷, 当即和另外两名老祖破空飞来。 眨眼, 三人便来到了广场上空。 樊玉兰和樊胜良姐弟也出了来, 看到周海泽都是难掩惊义和恨义。 樊家覆灭, 两人父母都是死在这周海泽手中。 周海泽没看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目光落在了陆一平身上。 他双眼阴冷, 是你杀了我弟子。 龙脚金牛确实咧嘴笑道, 你弟子是我杀的, 刚才被我一脚将头踩进了地底。 周海泽一正盯着龙脚金牛满眼杀意, 既然如此, 那你们全部都给我死吧。 说完, 猛然向陆一平, 龙脚金牛欺然派来。 当其向陆一平, 龙脚金牛派来时, 只见虚空中一个巨大的骤印凝聚而成。 骤印黑暗光芒绽放, 如同一枚巨大的黑暗太阳,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邪恶之息在其中孕育。 黑邪咒! 凡胜惊呼! 黑邪咒, 是十万年前一位幽民之欲无上霸主黑邪的绝学。 这黑邪咒, 歹毒无比, 邪恶无比, 中了这黑邪咒, 全身生机被黑暗邪气不断侵蚀, 生不如死。 看着轰然而来的黑邪咒, 陆一平脸色平静, 突然从龙脚金牛身上拔下了一根金色牛毛, 然后一挥而出。 顿时, 金色牛毛金光爆炸, 这些金光化成了无数金色之枪, 漫天的金色之枪将高空淹没。 所过之处, 黑邪咒崩散。 周海泽还有黑风中另外两名老祖看着暴射而来的铺天盖地的金色之枪, 吓了一大跳。 感受到那金色之枪蕴含的恐怖力量, 三人齐然疯狂催动了体内真神之力。 三大真神, 真神之力汇聚滚滚荡荡, 如滔天之河, 齐然轰向了千万金色之枪。 但是没用, 千万金色之枪瞬间便刺透三人汇聚的真神之力, 继而从三人全身移透而过。 周海泽三人将停在高空。 千万金色之枪从三人身体透过之后, 继续轰入了虚空之中,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金色之河, 划破了虚空。 将停在高空的周海泽三人, 突然全身出现了一个个金色枪动, 枪动金色光芒绽放中, 三人全身消散, 化成了一点点金光, 消失在高空。 三人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陆一平将那根金毛插回龙角金牛身上。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说不出话来。 毛, 竟然还可以这样用? 毛, 竟然还有如此大威力? 这是极品神器吗? 极品神器都没用这样的威力吧?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重新回了大殿。 龙角金牛道, 主人, 刚才好痛。 陆一平淡然道, 那下次把两根, 龙角金牛噎住。 待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回醒过来, 回到大殿时, 见陆一平继续喝着小酒。 公子, 你是天神? 樊胜敬畏地看着陆一平, 能一举击杀三大真神, 而且其中一尊真神后期巅峰, 绝对是天神, 甚至可能不是天神初期, 是天神中期。 樊玉兰同样敬畏地看着陆一平, 哪怕他祖父先前, 也只是刚突破天神而已, 绝对没有眼前这阑珊年轻人的实力。 一根毛, 杀死三大真神, 简直超出他想象。 听那樊胜问自己是不是天神, 陆一平笑了笑, 点头, 樊玉兰, 樊胜两姐弟相识, 然后突然向陆一平跪附了下来, 还请公子救我们, 我们姐弟愿做牛做马报答公子。 两人说完, 重然叩头, 陆一平摇头, 我说了, 我要去归原建宗, 我不会陪你们去神武大陆。 樊胜开口道, 我们不敢求公子陪我们去神武大陆, 我们想和公子前往归原建宗。 随你们, 陆一平淡然道, 既然两人要跟着, 他是无所谓。 两人见陆一平答应, 大势欣喜, 寇谢不已。 一夜过去, 陆一平几人离开了古城, 继续启程。 路上, 陆一平几人很少停留, 几日后, 几人便来到了归原建宗所在的清云府。 进入清云府之后, 来自各府各宗各派的弟子便多了起来。 听说这次建宗大会第一名, 奖励几品神器青龙剑。 还有无痕剑决, 无痕剑决可是归原建宗的十大剑决之一。 无痕剑决算什么? 这次建宗大会第一名, 经过某城时, 过往弟子议论道, 樊玉兰, 樊盛两人听这次建宗大会第一名, 竟然有望受楚通大人接见和指点, 也是激动不已。 归原建宗是苍神域第一宗, 而楚通身为归原建宗创派祖师, 在苍神域无数高手心中就是至高无上。 能得到楚通大人接见, 那是何等荣耀? 樊盛感慨道, 樊玉兰笑道, 我们就不用想了, 以我们这点实力, 别说建宗大会第一, 便是连前一千名都挤不进去。 第九十八章, 山死你, 苍神域一共三十四个府, 每一府, 家族, 宗门, 帝国无数, 天才弟子如过江之计, 他们姐弟两人虽然是樊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再封雷府也算是有名气, 但是放在苍神域就算不得什么了。 陆一平听樊盛两姐弟感慨, 问道, 楚通现在是什么境界? 樊玉兰, 樊盛两姐弟遗正? 不清楚, 樊玉兰摇头, 很多年前, 楚通大人就已是卫面之主了, 有人说, 楚通大人现在是卫面之主中期, 也有人说是卫面之主后期, 甚至有人说, 楚通大人已经是卫面之主后期巅峰, 楚通大人曾入虚天神宫得到了无上纪元。 陆一平意外, 虚天神宫? 樊玉兰点头, 是, 听说楚通大人得到了虚天神主之物, 是什么, 就没人知道了。 虚天神主是当年九天的一位传奇人物。 公子, 前面就是新河城了, 再过去就是归原建宗了。 樊玉兰对陆一平道, 陆一平恩了一声, 几人进了新河城, 新河城车马水龙, 很是烦恼, 这里已是归原建宗地狱, 接到四周卖剑的商铺极多。 经过一酒馆时, 陆一平停了下来, 无双酒馆, 无双两字, 龙飞凤舞, 暗含无上天地法则。 龙脚金牛孝道, 无双酒馆, 这名字还挺牛叉。 樊盛孝道, 无双酒馆, 在我们九天名气即盛, 说是第一酒馆也不为过, 是无双酒圣所创, 无双酒馆的酒, 天下闻名。 说到无双酒圣, 他一脸崇拜, 眼中透着狂热, 无双酒圣, 可是我们九天的无上强者, 还有人说, 无双酒圣是圣魔大人的记名弟子呢? 哦, 陆一平意外, 是圣魔的记名弟子。 樊玉兰点头, 是有这些传说, 不过, 也有人说, 圣魔大人并没有收无双酒圣为记名弟子, 只是指点过无双酒圣。 陆一平几人进了无双酒馆, 酒馆很大, 一共两层。 陆一平直接上了二楼, 招来伙计, 陆一平问, 你们这什么酒最好? 伙计笑道, 我们无双酒馆, 最好的酒当然是星雷酒, 不过, 这星雷酒因年份不同, 所以酒味也不同, 那你给我们上午谈最好的星雷酒。 陆一平说道, 龙角金牛黄酒化成了人形, 再加上樊玉兰两姐弟一共是五人。 龙角金牛化形后很高大, 有两米一二, 特别是双腿双手粗得很, 模样倒还算英俊, 只是这头发是金色, 眉毛也是金色。 至于黄酒与龙角金牛相比, 就显得有些鲜弱了, 身高和陆一平相差不多, 一米八, 像个书生。 伙计听陆一平要五坛最好的星雷酒, 迟疑了一下, 公子怕是不值我们星雷酒的价格。 普通的星雷酒, 一坛都要一万块神品零食, 最好的, 要一百万一坛。 五坛, 那就是五百万。 龙角金牛则取出一枚空间戒指, 打开, 只见里面神品零食堆积如山。 伙计吞咽, 恭敬道, 几位大人稍等, 我这边送过来。 对方离开时, 陆一平让其上一桌下酒菜。 很快, 星雷酒和下酒菜送了上来。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看着眼前星雷酒, 都是心情复杂。 两人父亲虽然是樊家家主, 但是, 也仅喝过一次星雷酒, 而且只是普通嘛。 就在这时, 突然, 便见一群人走上了酒馆二楼。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 扫尸二楼寻找座位时, 看到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时, 意外, 继而走了过来。 没想到会在这遇到玉兰妹妹。 年轻人过来后, 抱拳笑道, 玉兰妹妹, 你们也是来参加剑宗大会的。 说完, 也没问陆一平和龙脚金牛, 便坐了下来。 年轻人开口道, 樊家的事, 我也听说了。 我当时, 听了悲痛欲绝, 玉帅家族高手相救, 但是被族中长辈所组, 但是他脸上, 却一点也没悲痛样子。 显然, 言不由衷。 什么悲痛欲绝, 什么长辈所组, 不过是托词。 谁同意, 你坐下来了。 这时, 一道淡然的声音传来。 年轻人一正, 看向陆一平。 樊玉兰倾壳一声, 给年轻人郑重介绍陆一平。 这位是陆一平公子, 我们被黑风宗高手追杀, 是陆一平公子救了我们。 然后对陆一平道, 这位是清云府齐家齐伟公子。 齐家, 乃是清云府大家族, 齐家虽然没有未免之主强者, 但是齐家天神近高手, 有四尊。 若论实力, 齐家比黑风宗, 陶家都要强上不少。 齐伟上下看着陆一平, 笑问, 救了玉兰妹妹。 怎么, 这无双酒馆是陆公子的, 我做小还得经你同意。 其身后齐家重高手, 细血地看着陆一平。 这时, 龙角金牛一把揪住齐伟后脖子, 然后将其拎了起来, 扔到了一边。 小子, 在鸡里巴拉, 牛一一根毛扇死你。 齐伟被龙角金牛扔得滚地, 撞到了石柱上, 一石发猛。 找死。 齐家一众高手反应过来, 诺然, 其中几人冲了上来, 一拳轰向龙角金牛。 就在几人轰来时, 龙角金牛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超级粗大的金毛。 龙角金牛一毛扇了过去。 顿时, 那几名齐家高手如被擎天之柱轰重, 齐然从二楼窗口射了出去, 一时没了综艺。 齐家其他高手, 还有酒馆二楼中高手都是一呆, 连齐家少主齐伟也都一呆。 刚才出手的几位齐家高手, 虽然不是神灵镜, 但是也是接近神灵镜的高手。 龙角金牛的这齐伟, 嘿嘿笑道, 小子, 你也想试试。 吓得齐伟, 还有齐家一众高手, 慌然而逃。 龙角金牛将金毛收回。 樊玉兰和樊胜两姐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黄九羡慕道, 小金大人的金毛实在太厉害了。 龙角金牛笑道, 一般般, 大人的才厉害。 黄九三人差点呛道, 龙角金牛的意思是, 陆一平的毛更厉害。 这时, 远处酒桌有人议论, 听说了吧, 刀神的弟子在六母山被一个黑袍青年给杀了。 第九十九章, 遇见陈玉言。 谁这么大胆, 竟然杀了刀神的弟子。 樊玉兰, 樊胜两姐弟一听, 吃惊道, 这刀神很有名。 黄九问道, 樊玉兰点头, 刀神是太虚玉十大高手, 就算在整个九天名气都很高, 是一尊实力很强的卫冕之主。 这时, 远处酒桌那人又道, 死的是刀神最小的弟子。 什么? 刀神最小的弟子? 刀神最小的弟子, 好像来自阎家吧? 众人翁然。 阎家, 太虚玉第一家族, 此人捅了马蜂窝。 樊胜摇头, 阎家势力错综复杂, 遍布整个太虚玉, 此人杀了阎家的弟子, 怕是逃不出太虚玉了。 不知此人是谁? 远处酒桌有人问道, 不知道, 只知道他使用两把血红之刃。 有人说道, 黑袍青年, 血红双刃, 无疑是强凉了。 这时, 一位旁桌的黄袍年轻人走了过来, 对龙角金牛抱拳道, 这位前辈, 你手中金毛, 不知卖不卖。 龙角金牛狠狠惯了一口, 笑道, 你想买。 年轻人重然点头, 一脸认真的样子。 他看得出, 那根金毛绝非反品。 龙角金牛伸了一根手指头, 一亿。 就在年轻人以为是一亿神品灵食时, 龙角金牛又道, 一亿天品灵食。 一亿天品灵食。 年轻人痴痴道, 神品灵食之上, 唯天品灵食。 天品灵食, 有价无事。 就算是九天向太清建宗, 威元建宗, 阎家这样的超级势力, 只怕都难以拿出一亿天品灵食, 就算能拿得出, 也舍不得花一个亿天品灵食去买一根毛。 前辈说笑吧。 年轻人愣愣道, 龙角金牛笑道, 你觉得我像说笑吗? 年轻人不知说什么, 抱拳离开, 回了座位。 年轻人同桌的一个女的柳眉一簇, 忍不住道, 什么破毛? 竟然卖一亿天品灵食, 就算扔到地面上, 只怕都没人看一眼。 年轻人对女的摇头, 龙角金牛黑黑笑道, 小女娃子, 你懂什么? 本牛爷这毛, 上可杀掌控者, 下可杀幽名之主, 可长可短, 可大可小, 厉害无比。 我是看刚才这位小哥顺眼, 我才一天品灵食, 你以为谁都能买得到这毛? 年轻人抱拳对龙角金牛道, 舍妹不懂事, 前辈见谅。 女的肚嘴, 这时, 却见一位老者从一楼走了上来, 来到年轻人面前, 公声道, 可是遇见陈玉言公子, 周围酒桌众人静了下来, 年轻人点头, 我家楚轩公子听闻陈玉言公子到来, 命在下前来邀请陈玉言公子到楚府逐酒论剑, 老者笑道, 然后递了一张琴帖给年轻人, 雷剑楚轩公子, 顿时, 众人一阵骚动, 年轻人陈玉言接过琴帖, 笑道, 原来是楚轩公子, 既然是楚轩公子相邀, 那我现在便和舍妹过去, 然后结了账, 与女的随老者离开了二楼, 女的离开时, 瞪了龙角惊牛一眼, 樊胜看着年轻人离去背影, 说道, 没想到他就是御剑陈玉言, 樊玉兰对陆一平解释道, 我们苍神玉, 年轻一辈天赋最好的便是陈玉言, 楚轩, 方程, 张飞龙, 景洪五人, 由于他们五人都是用剑, 所以, 合称五剑, 御剑陈玉言, 雷剑楚轩, 血剑方程, 龙剑张飞龙, 邪剑景洪, 五人修炼虽然不足千年, 这次境界, 剧都已经达到了新剑之境, 五剑之首的楚轩公子, 更是达到了时空之剑, 洛一平点头, 脸色如常, 在九天, 年龄不超过千岁, 便为年轻一代, 数百年, 凝聚神格, 成为真神, 算是不错了, 看来, 陈玉言也是来参加剑宗大会的, 樊胜说道, 要是他们几人都参加这剑宗大会, 那前五名, 岂不是都要被他们包了, 那个楚轩, 是楚家的弟子, 黄九问道, 樊育兰说道, 是, 他是楚家现任家主的侄子, 他也是楚通大人那一卖的, 算起来, 楚通大人是他叔祖呢, 一个小时后, 陆一平几人结账离去, 前面不远就是星河了吧, 陆一平开口问道, 樊育兰笑道, 是, 公子想过去看看, 嗯, 反正到这星河城了, 过去看看, 陆一平说道, 星河城有一条河,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都星光点点, 宛如流淌在地面的星河, 星河城由此得名, 这星河充满神奇色彩, 也充满了种种机缘, 与神武大陆的天神河有些相似, 不过, 天神河是每一万年逆流时, 才有机缘, 而星河不同, 没多久, 陆一平几人便来到了星河, 星河位于星河城南边, 陆一平几人远远便看到了一条流淌在地面, 而满是星光的河流, 此时, 乃是白天, 太阳高照, 但是星河周围数百米内, 皆没有阳光, 星河周围而是充满梦幻般的色彩, 星河河岸上站满了各派弟子, 昨天龙剑章飞龙公子也来星河了, 在星河内捞取到了一把绝世好剑, 不会是谣传吧, 星河之物又岂是那么容易捞取到的? 众人议论, 陆一平几人来到了星河岸上, 星河流淌, 星光点点, 河面清澈如星空, 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有的人却能从星河里面捞取出神器, 功法等各种宝贝, 当然, 有人苦守星河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无所获, 当年,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进入九天并没有来过星河, 就在陆一平几人来到星河岸边时, 远处一群人走了过来, 公子, 是齐家齐尾, 樊玉兰看到来人, 开口道, 陆一平看去, 来人正是酒馆时遇到的齐家弟子齐尾, 除了齐尾, 还有齐家一大批高手正浩浩荡荡过来, 龙角金牛健壮却是笑道, 这小子看来是想找回场子, 搬酒兵来了, 很快, 齐家一众高手便来到了陆一平几人面前, 第一百章, 手法有些生疏了, 龙角金牛看着齐尾, 笑道, 小家伙, 刚才在酒馆, 我放你离开, 你竟然还敢带你来找场子, 不过, 你就带这么点人都不够我塞牙缝, 齐尾这次带的人虽然不守, 但是也才一百多人, 齐家众人一听, 默不怒视龙角金牛, 为首的一个青年冷然地看着龙角金牛, 问齐尾, 就是他, 齐尾点头, 是, 就是他, 齐辉大哥, 你要小心, 此人有一根金毛, 威力很强, 只怕是超神器, 极品神器之上, 为超神器, 超神器的威力, 远远超越极品神器, 这时, 樊玉兰对录一平道, 公子, 这齐辉, 是齐家少主, 他是龙剑张飞龙公子的追随者, 龙剑张飞龙乃是五剑之一, 又是苍神域第二大家族张家的少主, 所以有不少追随者, 而这齐辉, 就是张飞龙麾下追随者之一, 齐辉, 虽然实力和威望, 无法与张飞龙五剑相比, 但是, 在青云府, 还是小有名气, 是一尊神灵后期巅峰, 距离真神镜只差一步, 齐辉默然地看着樊玉兰, 说道, 你就是樊家姐弟, 黑风宗已经发布悬赏, 你们美人人头, 只一亿神品零食, 齐辉的声音, 灌注了神力, 传得很远, 星河周围各方弟子都听到了, 什么, 他就是樊家姐弟, 顿时, 许多人看着樊玉兰, 樊胜的眼神炽热起来, 樊家是封为府的几大势力, 樊家被黑风宗和陶家所灭, 已经传开, 在苍神域还是比较轰动的, 听其家少主齐辉说, 黑风宗悬赏一亿神品零食, 娶樊家姐弟人头, 不少人都围了过来, 樊玉兰, 樊胜两人不由怒视其家, 少主齐辉, 这齐辉显然是故意的, 齐辉冷声一笑, 各位, 此女就是樊玉兰, 樊家小姐, 旁边那个是她弟弟樊胜, 黑风宗悬赏一亿神品零食, 要两人人头, 两人身上还有樊家宝藏的钥匙, 其家少主齐辉话一出, 顿时, 那些围过来的各派弟子, 看着樊玉兰两人的眼神更加炽热起来, 你胡说八道, 樊玉兰气怒, 两人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宝藏钥匙, 这齐家少主齐辉故意这样说, 分明是火上浇油, 让周围众派弟子对两人杀意更胜, 齐家少主齐辉说完, 和齐家众人退到了一旁, 冷然地看着陆一平等人, 这些弟子来自苍神域各府各派各宗, 他倒要看看陆一平几人怎么对付, 齐伟对齐辉笑道, 齐辉大哥, 你这糟糕, 只要他们动手, 必然得罪苍神域各大势力, 到时, 整个苍神域都容不下他们, 这样, 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 齐辉笑道, 我们就看好戏吧, 齐伟又道, 现在都在传龙剑张飞龙公子, 在星河得到了一把绝世好剑, 齐辉道, 嗯, 是中古明剑, 九屈神剑, 被剑之后, 飞龙公子进了归原剑宗, 现在正与归原剑宗的孙红元公子, 把九元欢呢, 孙红元是归原剑宗的首席弟子, 齐伟一脸崇拜道, 孙红元公子听说, 已经参悟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天神法则了, 随时能突破天神之境, 孙红元身为归原剑宗的首席弟子, 其威望和实力, 无庸置疑, 虽然因年龄问题不入武剑, 但是更在武剑之上, 这时, 一位老者向陆一平几人走了出来, 他看着陆一平, 龙角金牛和黄九, 在下大日攻天魔手诸镜, 周围众人一听, 剧都一惊, 什么, 他是天魔手诸镜, 一些靠近老者的弟子, 都是往旁边退开, 天魔手诸镜, 在清云府, 可是凶名赫赫, 三位不是凡家的弟子吧, 此事与三位无关, 希望三位不要插手凡家姐弟之事, 天魔手诸镜陌生道, 免得丢了性命, 或牵连家族宗门, 丢了性命, 龙角金牛笑道, 救你, 天魔手诸镜, 顿时脸色一沉, 猛然一掌向龙角金牛胸口拍来, 天魔大手印, 掌力狂笑, 魔气滚滚, 一个如山般的大手印, 轰然而出, 天魔大手印并非大日功绝学, 是这天魔手诸镜在一处绝地所得, 骑成后几乎横扫同境界高手, 见诸镜一出手就是天魔大手印, 众人再次惊然后退, 生怕被天魔大手印力量波及, 远处, 齐辉笑道, 没想到天魔手诸镜竟然也在, 看来还真的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了, 齐尾笑道, 天魔手诸镜是真神初期高手, 而且天魔大手印威力惊人, 就算是真神初期巅峰都无法接得下他的天魔大手印, 天魔大手印携带毁灭之力, 瞬间便轰至龙角金牛面前, 但是, 来到龙角金牛面前, 却突然停了下来, 竟然无法再前进半寸, 齐辉等人一正, 天魔手诸镜也都错愕当场, 这是空间凝固吗? 这时, 龙角金牛手上多了一根超级大的金毛, 这根金毛, 比酒馆的还要粗大, 有大腿粗, 龙角金牛二话不说, 直接一毛扫了过去, 金毛以横扫万钧之势, 瞬间便将天魔大手印扫飞, 然后扫中那天魔手诸镜小妖上, 天魔手诸镜只觉小妖被恐怖巨物撞中, 接着整个人腾云驾雾, 向后倒射, 他看到龙角金牛, 陆一平等人越来越远, 星河越来越远, 最终, 陆一平, 龙角金牛等人不可见, 齐家众人看着被扫飞, 消失在星河城上空的天魔手诸镜, 愣了许久, 周围原本要出手的各方弟子, 脸色大变中, 都是吓得惊恐后退, 陆一平几人周围, 反倒成了一片空地, 一眼望去, 极里不见人影, 龙角金牛向远处的齐家众高手看了过来, 然后挥了挥金毛, 一脸不怀好意, 齐家少主齐挥看着龙角金牛手中挥动的金毛, 都是吓得脸无人色, 这时, 龙角金牛手中金毛横扫而至, 顿时, 齐家一众高手被齐然扫飞, 龙角金牛将金毛收回, 见樊玉兰, 樊盛两人怪异表情, 说道, 很多年没练了, 手法有些生疏了, 当年, 他一扫之下, 因民族大军百万天神弃飞, 第101章, 龟元建宗, 陆一平也没看齐家众人, 目光重新落到了星河之上, 星河河面只有百丈宽, 在地面流淌, 却没有一点声音, 而且, 星河流向河时, 一直是个谜, 陆一平看向了河流尽头, 樊玉兰说道, 有人曾跟着星河而走, 但是走了很多年, 仍然没看到星河尽头, 所以, 有人说, 星河没有源头, 也没有尽头, 陆一平却是一笑, 这世间万物, 都有尽头, 都有起源, 哪怕是我们所处的神界, 同样也有起源, 无数岁月后, 将来有一天, 同样会崩碎, 走到尽头, 凡圣惊讶, 公子是说, 这星河也有尽头, 可是, 星河存在无数岁月, 从来没有人到过星河的尽头, 也没人看到过, 星河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陆一平淡然道, 没人到过, 不代表永远没有, 然后道,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 说完, 一飞而起, 落到了星河河面之上, 陆一平也没随波逐流, 而是沿着星河流向的方向踏波去, 陆一平行走不快, 但是黄九却是紧紧盯着陆一平的每一步, 一顺不顺, 樊玉兰, 樊盛良姐弟却是一脸疑惑, 两人没看出陆一平脚步有何悬傲之处, 龙角金牛开口道, 这星河暗含无上玄机, 由无数从空间凝聚而成, 主人每一步跨出都踩在空间的重合点上, 每一步都是一个空间, 樊玉兰一阵说道, 小金大人是说, 公子现在每一步都在穿过一个一空间, 龙角金牛点头, 不错, 你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已并非主人的真身, 而是主人的空间幻影而已, 不过, 这空间幻影很快就会消失, 龙角金牛划落, 便间陆一平如同泡沫一般, 突然便消失在了星河河面之上, 而从星河消失的陆一平如同一道道幻影, 在重重空间之中不断穿梭, 刚开始, 陆一平一步一个空间, 但是越往后, 陆一平速度越来越快, 一步之间便是数个空间甚至百重空间, 甚至到最后, 陆一平的身影已经完全从空间之中消失, 当然, 不是真正消失, 而是陆一平速度已经快到一个骇人程度, 此时便是超越了未面之主的存在, 也无法看得轻陆一平身影, 如此不知过去了多久, 突然, 眼前重重空间消失, 星河消失, 陆一平身体一空, 来到了一个星空下方, 前方高空是浩瀚无尽的星沉, 而下方则是满是星沙的大地, 陆一平落身下来, 踩在星沙大地上发出孜然声音, 他蹲了下来, 拿起一把, 只见手中星沙, 粒粒光辉, 仿佛世间最漂亮的星沉宝石, 每一粒如米粒, 而且都同样大小, 一些特殊的星沉毁灭之后, 经过星沉之力浸染无数年, 然后逐渐形成星沉沙, 不过,星沉沙一般存在于星空深处, 极难寻得, 这里却一眼望不到边际, 陆一平往前走去, 前方地面上是一池水, 水上空云雾缭绕, 星沉光芒涌动, 陆一平意外混沌之气, 这是星沉混沌水, 混沌之气已是世间难得, 而生出混沌之气的星沉混沌水, 更不用说, 陆一平来到池水边, 捧起一口喝了一口, 嗯,挺甘甜的, 星沉混沌之力在体内全身散开, 有种全身毛孔舒展的感觉, 不过, 与他在神圣森林里面那一池神圣生命之泉相比, 还是差了一点, 他那一池神圣生命之泉, 乃是开天之物, 陆一平将一个玉瓶取了出来, 催动了玉瓶法阵, 将这一池的星沉混沌水, 全部收取进了瓶中, 这星沉混沌水对他作用虽然不大, 但是口渴的时候, 杰克还是不错的, 将星沉混沌水收好, 陆一平又走了一圈, 再无其他之物, 便原路返回, 离开时, 他将这些星沉沙也都移并收走, 此时, 距离陆一平消失已经近两个小时了, 星河城岸边, 樊玉瓶, 樊胜, 黄九几人望眼欲穿, 有不少人遇探星河之秘, 但是许多都迷失在无尽时空之中, 主人不会有事吧? 黄九担心道, 黄九跟随陆一平的时间不长, 对陆一平的境界和实力, 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不由担心, 龙角金牛笑道, 放心吧, 这点星河空间还难不住主人, 在远古之时, 他就已跟随陆一平了, 当年, 他跟随陆一平曾闯过鸿蒙时空, 那才是真正凶险无比, 饶事如此, 两人也从容离开, 就在龙角金牛划落, 便见星河上空光芒涌动, 陆一平走了出来, 龙角金牛迎了上去, 主人, 怎么样? 龙角金牛问道, 陆一平点头, 到了尽头, 不过尽头也没什么好东西, 有一些星辰沙, 星辰沙? 黄九, 樊玉兰, 樊胜三人吃惊, 星辰沙还不是好东西, 要知道一粒星辰沙, 可卖出百万天品零食, 还有一匙星辰混沌水, 陆一平又道, 星辰混沌水, 黄九失声, 樊玉兰, 樊胜两人嘴巴大张, 这还不是好东西, 那什么才是好东西? 曾经, 九天出现过几滴星辰混沌水, 各大超级势力, 为抢夺那几滴星辰混沌水, 厮杀的天崩地裂, 随即, 陆一平几人离开了星辉, 你呢? 有没有捞取到什么动线? 陆一平问龙角金牛, 龙角金牛笑道, 我随便捞了几下, 倒是捞到了几件东西, 不过都是些小玩剑, 听龙角金牛说, 那几件东西只是些小玩剑, 黄九, 樊玉兰, 樊胜三人一时不知说什么了, 龙剑张飞龙捞取到了中古名剑九屈神剑, 已经让人吃惊不已, 而龙角金牛捞取的这几件小玩剑, 都比那九屈神剑好太多了, 不一会, 陆一平几人便出了星河城, 在下午时, 来到了龙原剑宗山脚下, 龙原剑宗身为苍神域第一宗, 势力遍布苍神域三十四府, 但是内门弟子就有数千万之多, 至于外门弟子, 更是数不胜数, 陆一平几人来到龙原剑宗山脚下时, 只见眼前龙原山脉连绵不绝, 宫殿灵次至比, 灵寿遍地, 古松断崖, 瀑布如一条条银河, 眼前之景象端地是恢弘无比。 第102章, 太清剑派来了大人物, 由于剑宗大会, 所以前来的各宗各派弟子络绎不绝, 山脚下巨大的广场, 都堆满了各种豪华马车, 各种坐骑, 公子, 我们也想报名参加一下这剑宗大会。 樊原剑宗说道,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自知剑术一般, 实力普通, 但是还是想报名锻炼一下。 陆一平道, 反正无事, 我和你们过去。 樊原兰欣喜道, 多谢公子。 几人往山峰半山腰报名币点过来。 来到后, 看到那连绵不知多少里的几条报名队伍, 樊原两人呆了呆。 主人, 我认识归原剑宗的几位长老, 要不, 我去找一下, 让他们帮忙报名。 黄九对陆一平道, 之前, 他是九天凤凰神宗的, 凤凰神宗与归原剑宗也算是有点交情, 所以, 他认识归原剑宗几位长老。 嗯, 是我们苍神域今年最大盛事了吧? 苍神域三十四府各大家族弟子, 只怕都报名了。 何止是苍神域, 连其他与许多超级宗门都会派弟子前来观礼呢? 连太清剑派也派了弟子前来观礼。 连太清剑派也有弟子来。 何止太清剑派, 连列阳宗也派了弟子前来观礼。 周围弟子议论, 虽然这次归原剑宗大会规定苍神域的弟子才能参加, 但是, 周围各域不少超级宗门也派了弟子前来观礼。 可见剑宗大会之盛况, 龙角金牛文言, 嘿嘿笑道, 没想到太清剑派也有弟子前来观礼, 就是不知来的是真神还是天神。 樊胜道, 像剑宗大会这样的苍神域盛会, 太清剑派应该会派天神进高手前来。 陆一平脸色如常, 不一会, 离开的黄九带着一位归原剑宗长老回了来。 江峰长老, 这位是我家主人。 回来后, 黄九给对方介绍陆一平, 归原剑宗长老江峰听黄九说眼前阑珊年轻人是其主人, 不由惊讶, 他可是知道黄九是真神进高手。 而且, 本体是神兽不死金黄, 能将其收服, 那么眼前阑珊年轻人是天神。 江峰试探问道,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来自哪域? 陆一平。 陆一平淡然道, 我们刚从横渊卫面进入九天。 横渊卫面? 陆家的。 江峰疑惑, 他与陆一平客套了一句, 然后带着陆一平几人直接往报名大殿过来。 你们祖师不在? 路上, 陆一平问江峰。 江峰错愕, 没料到这个来自横渊卫面的会突然问起他们祖师。 嗯, 祖师受太虚域须弥弥佛宗祖师邀请, 去了太虚域。 江峰说道, 此事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 他也没隐瞒。 哦, 去了太虚域。 陆一平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突然, 一群骚动。 太虚域派高手到了, 人群中不知谁到。 随即看到一大队归原剑宗高手从主峰大殿内飞出, 显然是迎接太虚域派的高手去了。 江峰见状, 也都对陆一平, 黄九竟然抱拳道, 几位, 不好意思, 你们先等一下, 我等会再领几位报名, 我去去就回。 然后破空而起, 与归原剑宗重高手去迎接太虚域派。 龙角金牛见归原剑宗重高手其然出动迎接太虚域派, 道, 看来太虚域派来了大人物, 若非来了大人物, 归原剑宗也不会如此多高手相迎。 应该来了天神高手。 樊胜说道, 剑宗大会虽然盛大, 但是还不足以引起卫面之主这样的存在兴趣。 所以, 太虚域派最多是派天神高手前来。 当然, 即使是天神, 也足以让龙原剑宗隆重迎接了。 就在龙原剑宗重高手前往迎接时, 远处, 一大队太虚域派高手正往这边飞来。 这次太虚域派领队的正是太虚域派老祖吴金国, 一位天神中期高手。 吴金国身后, 是太虚域派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 有四五十人。 横原未面洛家少主洛贞和洛家小姐洛童赫然在其中。 先前洛宁寿宴, 强梁杀了太虚域派老祖灵异。 袁以华, 后洛贞和洛童两人将灵异, 袁以华两人尸体送回了太虚域派。 将灵异, 袁以华两人尸体送回太清剑派后, 两人得着吴金国赏识, 收为了弟子。 所以, 两人跟随吴金国来剑宗大会历练和增长见识。 吴金国对两人道, 明天剑宗大会, 你们要用心观摩苍神域各大宗门弟子的剑法, 特别是苍神域武剑的剑法, 这对你们剑法会大有弊异。 听说武剑之一的雷剑楚宣公子, 还是楚通大人的后辈呢? 洛童开口道, 吴金国点头, 楚宣这后辈剑法的确不错, 是武剑之手, 不过, 若论剑法, 归原剑宗的首席弟子孙宏元, 比他的剑法还要高尚一些, 等会见了孙宏元, 我介绍你们认识, 这几天, 你们可以多向其讨教剑法。 两人恭敬殷士, 太化佛宗一战后, 陆一平便消失了, 不知去了哪里。 洛童突然道, 吴金国冷声道, 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就算我们太清剑派不杀他, 金光上人, 幽冥之狱的无声门也不会放过他。 而且, 他杀了紫禁魔族的人, 紫禁魔族更不会放过他, 他活不了多久。 很快, 归原剑宗老祖秋月 带着归原剑宗首席弟子孙宏元和一众太上长老, 长老已来到了吴金国面前。 金国兄和太清剑派众位前来, 归原剑宗蓬毙升辉。 归原剑宗秋月当先抱拳笑道, 吴金国哈哈一笑, 秋月兄客气, 是我等前来, 讨扰贵宗。 随即, 还有太清剑宗一众高手。 骆彤对孙宏元盈盈一笑道, 早就听闻孙宏元师兄剑法卓绝, 气宇轩昂, 今日一剑, 孙宏元师兄更胜传闻。 孙宏元呵呵一笑, 骆彤师妹夸奖了。 众人客气一番。 然后, 归原剑宗秋冰, 孙宏元等人将吴金国等人, 迎请进归原剑宗。 众人王主电飞来。 第103章, 古琴响动。 骆彤看着下方前来参加剑宗大会的各方弟子, 对孙宏元笑道, 前来参加剑宗大会的弟子这么多。 孙宏元笑道, 这次剑宗大会, 乃是苍神玉今年最大盛世, 前来报名参加的弟子, 已经达到了数亿。 骆彤奉承道, 孙宏元师兄剑法无双, 要是孙宏元师兄参加, 剑宗大会第一肯定是孙宏元师兄的。 孙宏元闻言, 呵呵一笑, 骆彤师妹没有赞了。 其实苍神遇见到天才无数, 剩我的不少。 两人边谈边效忠, 跟随秋月, 吴经国等人进了归原剑宗主峰。 一会后, 长老江峰回了来, 对陆一平, 黄九抱歉道, 不好意思, 几位。 然后道, 走吧, 我们现在过去报名。 然后带着陆一平几人往报名大殿过来。 太清剑派这次来了大人物, 龙角金牛随意问道, 江峰点头, 这次太清剑派是吴经国老祖领队, 还有太清剑派一众太上长老, 长老来了四十多人。 补充道, 这吴经国老祖可是一尊天神中期强者, 实力很强, 他的雷锋剑法已经修炼到了雷锋交融之境, 曾经一招之间灭杀三大天神初期强者。 哦, 没想到太清剑派竟然来了一尊如此强大的人物。 龙角金牛笑道, 江峰恩道, 以吴经国老祖实力便是普通的天神中期高手, 都不是他对手。 几人进入报名大殿, 有江峰带领, 所以,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也无需排队, 直接报了名。 随后, 江峰又给陆一平几人安排居住的地方。 你们祖师何时回来? 陆一平问道, 江峰见陆一平又问他们祖师之事, 心中奇怪, 说道, 这个不清楚, 不过, 建宗大会第一名有望得到祖师的接见和指点, 所以, 建宗大会结束前祖师应该会回来。 龙角金牛看出江峰疑惑, 说道, 这次我们主人过来是要见一见你们祖师。 江峰一正, 笑道, 我们祖师现在一般不见外人, 别说你们便是我们归原建宗宗主大人和众老祖, 想见祖师都难。 所以, 你若想拜见我们祖师, 怕是拜见不到了。 陆一平文言, 淡然一笑, 是吗? 是啊, 别说你们就连楚家现任家主想见一次祖师都难。 江峰点头, 樊玉兰, 樊胜两人先前都不知道陆一平口中的熟人是谁, 现在一听都是吃惊, 难道陆一平的熟人是归原建宗祖师楚通大人? 只是不知陆公子和楚通大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很快, 江峰便给陆一平几人安排了住处, 是一个四合院子, 有六间房。 江峰离开的时候, 黄九给了其一大把神品零食, 江峰客气地推迟了一下, 然后结果, 便笑容离开了, 并说陆一平, 黄九几人这几天有什么需求, 可以找他。 待江峰离开后, 樊玉兰好奇问陆一平, 公子, 难道你要找的熟人就是楚通大人? 嗯? 陆一平点头, 樊玉兰, 樊胜两人吃惊, 也不好问陆一平和楚通的关系, 闲着无事, 出去走走吧。 陆一平坐了一会后, 起身道, 黄九说道, 前面有一个平原集市, 是归原建宗开的, 是青云府最大的交易市场, 大人, 我们过去看看。 也好, 陆一平道, 于是, 几人出了院子, 往黄九口中的平原集市过去, 翻过山不到二十分钟, 几人便看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平原, 而平原之上, 街道纵横, 商铺林立, 望之没有尽头, 这平原集市完全没有城墙, 平原集市之内, 车水马龙, 人如蚂蚁一样密密麻麻, 这便是青阳平原集市, 樊胜金看到, 这么大, 听说苍神与其他商会买不到的宝贝, 在这都能买到, 甚至有人在这青阳平原集市内, 逃到了绝世宝贝, 黄九笑道, 绝世宝贝又岂是那么容易逃到的? 陆一平几人随着人流进了集市, 经过一处店铺时, 陆一平停了下来, 这处店铺很小, 破旧, 店铺牌匾写着两个字, 小店, 不过, 牌匾上落满了灰尘, 小店两字显得有些模糊, 小店, 龙脚金牛看到店名, 错愕道, 不会是当年那家小店吧, 当年, 他和陆一平两人近九天, 也曾在一家叫小店的商铺买过东西, 当年发生了点事, 所以, 他对那家小店的商铺记忆犹深, 陆一平带着几人走了进去, 小店不大, 只有数十平方米, 里面各种东西像杂物一样堆放着, 小店的中央一张老桌, 上面摆放着一张古琴, 古琴琴身似乎被什么焚烧过, 有不少地方已经焦黑, 生意似乎不好, 角落里, 一个身着像老板的老头在那里昏昏欲睡, 老头见陆一平几人进来, 起来招呼陆一平几人, 不知几位想买点什么, 陆一平来到了古琴之前, 开口道, 老板, 你这古琴怎么卖? 老板一愣, 笑道, 公子, 我们这古琴不卖? 公子说了, 若有人能谈得想这古琴, 这古琴便送予他, 老板笑道, 而且, 这店内任何东西可以随意去走, 樊玉兰, 樊胜两人错愕, 连黄九也大是意外, 当真, 只要谈想这古琴就行? 樊胜问道, 一脸越越欲试, 老板笑道, 不错, 樊胜不由上去, 双手放在了古琴之上, 然后要拉开琴弦, 但是黄九, 樊玉兰两人错愕的是, 琴弦竟然纹丝不动, 樊胜古皇之力催动, 双手光芒涌动, 但是, 无论他如何使劲, 始终无法拔动琴弦, 每一根琴弦仿佛有千亿吨重, 樊玉兰好奇之下, 也上去试了, 同样拔不动, 最后, 连黄九也上去试了, 同样拔不动, 陆一平上前, 右掌放上去, 一拔, 顿时, 琴鹰如同天雷一般炸开, 整个青阳平原都为之一阵, 一只巨大的黑龙, 从古琴之内飞出, 集市各方高手看着高空千丈黑龙, 剧都被这汉天龙银吓了一跳, 千丈黑龙, 龙威狂暴, 压得所有人默不一致, 好强的龙威, 这不是普通的黑龙, 黑龙异族的王者, 黑龙王, 只有身具黑龙王的血脉, 才有如此惊人龙威, 平原集市, 众人骚动, 樊玉兰, 樊胜, 黄九三人看着高空黑龙, 也是一代, 老板不敢相信地看着高空黑龙, 吃惊之外, 则是激动异常, 语无伦次, 响了, 竟然谈响了, 终于有人谈响了, 他看着陆一平, 就像是看着一个绝世宝贝一样, 双眼直放光, 陆一平淡然道, 此情为上古名情, 黑龙情, 情内有黑龙王之魂, 要谈响此情, 必须先沟通黑龙王之魂, 老板激动道, 不错, 我主子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 他找了许多龙族高手, 找了许多情圣, 也无法沟通得了其内的黑龙王之魂, 他看着陆一平, 不过, 要谈响此情, 不仅要沟通黑龙王之魂, 还要精通无上情道才行, 因为此情每一根情弦之上, 都可有无上情道, 若无法精通这情弦之内的无上情道, 同样无法拔动这情, 凡胜几人细看, 这才发现, 每一根情弦之内, 皆有符文, 这些符文极其烦傲, 几人看得眼花缭乱, 陆一平开口道, 既然此情一想, 那现在黑龙琴是我的了, 这店内之物, 我可以任意取走, 是吧? 他看向了角落的一把断剑, 这黑龙琴, 对他来说可有可无, 他要是那把断剑, 进店时, 他就已发现那段剑, 老板一咽, 他苦笑道, 这个自然, 我们定下的规矩, 自然不会反悔, 不过, 我们主子有一个条件, 龙角金牛冷笑, 条件? 你之前可没提什么条件? 老板脸一红, 不好意思道, 我先前没想到, 公子真能谈响此情, 所以并没有提及条件, 然后又道, 公子放心, 若到时公子觉得为难, 我们也不勉强公子, 什么条件? 陆一平沉吟道, 老板说道, 这个, 还得等我家主子来了, 我主子才能与公子戏说, 陆一平来到了角落, 将那把沾满了沙尘的断剑拿在手中, 断身纤细, 显然是女人用的剑, 剑身从中间部分断了, 应该是被其他剑斩断的, 龙角金牛看着断剑, 一脸惊疑, 是烟水剑, 他没想到会再次剑到, 但是却断了, 这烟水剑, 你们是在哪得到的? 陆一平问老板, 老板疑惑, 烟水剑, 摇头道, 我们不知这段剑之名, 店内这些东西, 大多都是我们主子家传之物, 哦, 家传之物? 陆一平, 合龙角金牛意外? 是, 老板点头, 或许, 我们主子知道这段剑出处, 你们主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陆一平问道, 老板迟疑了一下, 说道, 我们主子去了太虚域, 又是太虚域, 龙角金牛都农道, 太虚域, 来九天两大域之一, 就在这时, 一位身穿彩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其身后跟随着两位护卫, 年轻人进来后, 扫尸小店环境, 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张黑龙琴上, 他惊疑不已, 随后, 他静止走到了黑龙琴前, 双手抚摸, 感受着情中无上情道, 脸上越是激动, 越是喜然, 樊玉兰, 樊盛, 黄九几人见年轻人进来后, 也没问陆一平和老板, 便抚摸黑龙琴, 一脸激动不已, 不由眉头一皱, 这年轻人, 显然是被刚才秦升和黑龙王之魂引来的, 阁下是老板, 年轻人突然开口问老板, 只是语气, 居高临下, 我是, 老板点头, 他已经猜到年轻人要说什么, 果然, 年轻人说道, 这琴, 怎么卖, 老板摇头, 这琴, 现在, 已是这位公子之物, 年轻人看向陆一平, 用沈氏的眼神, 上下看着陆一平, 说道, 这琴, 现在是你的, 龙角金牛见年轻人审视陆一平, 而且语气居高临下, 不爽道, 小子, 你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脑子有问题, 没听到老板, 刚才说琴现在, 是我主人的, 放肆, 年轻人身后两户位上前, 怒目, 年轻人抬了抬手, 阻止了身后两户位, 他看了看龙角金牛, 然后对陆一平道, 再下琴画宗合议, 年轻人话落, 不管是樊玉兰, 樊胜, 还是老板和黄九, 都是一惊, 琴画宗, 琴画宗, 九天第二大宗, 仅次于昆蓬神宗之下, 琴画宗, 琴画双绝, 不管是琴道, 还是画道, 都是九天最强的宗门, 这年轻人, 竟然出自琴画宗, 年轻人和意见樊玉兰几人反应, 也没意外, 他对陆一平又道, 你这琴, 怎么卖, 陆一平面无表情, 我这琴, 不卖, 而且你买不起, 何一身后一位护卫文言冷笑, 一张被雷火烧焦了的古琴罢了, 还真以为是宝贝, 别说这样一张被雷火烧焦的古琴, 便是十张, 百张, 我们少主也能买得下, 龙角金牛冷笑, 被雷火烧焦, 蠢货我见得多了,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 你, 那护卫脸色一沉, 何一看着陆一平, 说道, 这张古琴, 应该是上古明琴, 落于像你这些不懂琴道之人手里, 那是埋没了此琴, 与其埋没了此琴, 你倒不如将此琴卖我, 此琴在我手里, 定能大战光芒, 重现上古琴威, 何一的话, 让龙角金牛笑喷, 你笑什么, 何一眉头一皱, 这么说, 你琴道无双, 陆一平淡然道, 何一傲然道, 我虽然不敢说我琴道无双, 但是在九天年轻一辈, 琴道能与我比肩者, 没有几人, 第105章, 真正所长是什么, 陆一平见那何一傲色神色, 淡然道, 既然你琴道如此之高, 只要你能拔动此琴, 此琴便是你的, 何一一正, 竟然笑了起来, 此话当真, 当然, 陆一平淡然道, 老板见何一欣喜样子, 开口提醒道, 此琴, 可不是那么容易拔动的, 琴内有黑龙王之魂, 琴弦内有无上琴道, 何一文言, 自信笑道, 我知道, 要拔动此琴, 需沟通黑龙王之魂, 那名护卫笑道, 几年前有一股琴, 琴内同样有魂, 琴弦同样有琴道, 我少主呼吸间便可沟通其魂 和参悟出其中琴道, 此事, 对我少主来说, 轻而易举, 他看向陆一平, 龙角金牛, 我少主琴道已入圣, 你们就等着开眼吧, 老板惊讶, 没想到眼前这何一, 既然已是琴道第九重琴盛之境, 九天年轻一辈, 琴道对达到第九重琴盛之境者, 料料无几, 可是, 这何一,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何一见老板神色, 笑道, 我琴道虽然入圣, 但是鲜少在他人面前展露过, 所以你们不知也正常, 这次我和我师姐路过苍神域, 听说归云建宗建宗大会, 所以顺便过来一看, 说到这, 他将双手放到了黑龙琴之上, 双手光芒涌动, 全身神力波动, 这些神力竟然凝聚成了一个个琴符, 琴符弥漫, 在其身体四周, 凝而不散, 好, 老板建何一以神力引天地之力, 而画琴符不由赞叹, 单是此手, 就足见这何一琴道之精神, 何一双手突然换动起来, 双手手引重重, 千叠手引, 老板双眼一凝, 不管是练丹还是练气, 都有手法, 手法之高深, 关乎到练出来的丹和神气的威力, 而琴和画, 同样有手法, 千叠手引, 就是琴道一个非常高深的手法, 此手法弹奏出来的琴音, 有着独特的音效, 美妙之极, 何一神魂渗入黑龙琴, 勾勇黑龙王之魂, 参悟其中琴道, 重重手引向琴弦弹了下去, 所有人紧紧盯着, 手引重重弹在了琴弦之上, 但是, 并没有预想中的想动九天, 也没有想象中的黑龙龙凝震天, 一点声音都没有, 悄无声息, 真落在地上, 还有点声音, 但是何一这一手弹下去, 就像是弹入了无底深渊, 一点回想都没有, 至于美妙之琴音, 就更没有了, 何一一正, 其身后那两名互为错愕, 何一笑道, 此情不错, 竟然连我的千叠手引都无法弹响, 倒值得我认真对待, 言下之意, 刚才他还没有认真, 说完, 他全身光芒涌动, 双手挥动, 双手挥动间, 一道道情符飞出, 如同莲花状, 莲花手, 黄九吃惊, 莲花手, 是比千叠手引还要高明的弹奏手法, 传说这莲花手, 乃传自佛剑, 樊玉兰, 樊盛两人虽然不经情道, 但是却也听说过, 莲花手乃是传了许多时代的情道, 十大弹奏之法, 在黄九几人吃惊中, 何一双手做了一个捏纸莲花之事, 猛然向黑龙情弹了下去, 同时, 他神魂之力涌动, 全力涌入情内, 与黑龙王之魂勾勇, 当他双手弹下时, 双手更是莲花光芒绽放, 其双手终于弹在黑龙情之上, 刚刚还莲花光芒绽放的双手, 当谈到琴弦上时, 莲花光芒消失, 同样没有想象中的惊雷乍响, 黑龙临天, 仍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黑龙情, 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琴弦稳固如混沌之壁, 黑龙情更是如浩瀚之龙剑, 不动嘶吼, 何一愣住, 怎么会这样, 他刚才明明已经沟通黑龙王之魂, 明明已经参悟了琴弦之情道, 再加上莲花手, 怎么还是没有反应, 不可能, 他一脸不幸, 莲花手再次拨向黑龙情, 黑龙情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脸上再没有先前的轻傲和笑容, 如此数次之后, 他脸上难看得很, 更是疯狂拨动着黑龙情, 神魂之力一疯狂催动, 突然, 黑龙情之内一股力量反阵而出, 正疯狂轰击着黑龙情的何一, 被阵得连连翻滚, 滚到了殿外, 他体内气血一涌, 喉咙一热, 一口血喷了出来, 少主, 那两名护卫一惊, 夺门而出, 手忙脚乱将何一扶起, 何一只觉神魂如同要裂开了一般, 而体内神力更是乱窜不已, 刚才他疯狂催动神魂之力, 和体内神力轰击黑龙情, 现在被黑龙情力量反阵, 神魂已受到了大创, 龙脚精油健壮, 笑道, 你不是说此情要是在你手里, 定能大战光芒, 重现上古情威吗? 还说当今年轻一辈, 情当能与你比肩者, 没有几人, 怎么现在连一张情都拔不动? 何一闻言一口血再喷了出来, 那名护卫怒视着龙脚精油和陆一平, 刚才定是你们在情中动了手脚, 我少主才无法拨动这情, 不然, 以我少主情道, 不可能无法拨动这破情, 肯定是你们, 所以我少主才被情中力量反噬受伤, 陆一平闻言右手放到了黑龙情上, 五指轻轻拨动着, 一道道如天籁之声的情音从情中不断传出, 只见这些情音画成了一个个符文, 在殿内凝而不散, 何一还有那两名护卫呆了, 这时, 黑龙情突然一阵想, 只见那名护卫如受重击, 被震得倒飞出去, 不知飞了多少力, 陆一平淡漠的声音响起, 自己情道不惊, 谈不动此情, 反而怪他人动了手脚, 可笑, 何一脸色一阵青红, 他亮腔地站了起来, 盯着陆一平, 没请叫阁下大名, 是何名何派? 陆一平, 无门无派, 陆一平淡然道, 无门无派, 何一一脸不幸, 不可能, 那老板也是一脸不幸, 如此情道, 是自学的? 怎么可能? 陆一平淡然道, 这情道, 不是我所长, 我闲着无聊时, 偶尔练练罢罢了, 何一和老板一呆, 闲着无聊, 偶尔练练, 就能练出如此情道, 还有, 如此情道, 还并非眼前阑珊年轻人所长, 那他真正所长是什么? 大家看后, 投一下推荐票, 若大家不知何时更新, 可以设置本书的更新提醒案件。 第106章, 我也想见识一下此人, 我情道不惊, 不过, 我师姐也在青云府, 到时, 她自会向阁下请教情道, 何一沉声问道, 你师姐是? 老板不由问道, 徐巧英, 何一说了一个名字, 老板还有樊玉兰, 樊圣都是意外, 神女徐巧英, 在九天, 超级宗门中, 被定为下一任门主或宗主继承人的弟子, 则被称为神子, 若是女的, 则被称为神女, 而神女徐巧英, 则是秦化宗下一任宗主继承人, 徐巧英, 能被定为秦化宗下一任宗主继承人, 其实力无庸置疑, 而秦道, 更是被誉为年轻一辈第一人, 在九天诸多超级势力中, 被定为继承人的神女, 还是有一些的, 而神女徐巧英, 绝对是诸多神女中最耀眼的, 也是名气最大的, 所以, 老板还有樊玉兰, 樊圣才如此吃惊, 黄九离开九天有些年了, 所以, 倒没听说过这神女徐巧英之名, 但是老板, 樊玉兰, 樊圣却是如雷贯耳, 不错, 我师姐正是徐巧英, 我是秦化宗宗主最小的弟子, 徐巧英乃是我大师姐, 何一开口道, 不过, 我早上和我师姐分开了, 我师姐不在青云平原, 等她过来, 她会来请教阁下情道, 说完, 在其护卫相扶下, 离开了小店, 没想到, 她竟然是神女徐巧英的小师弟, 小店的老板看着何一离去身影, 惊叹道, 这神女徐巧英, 情道很高, 黄九好奇问道, 小店老板一脸凝重, 点头, 不错, 乃是九天情道年轻一辈第一人, 传说这神女徐巧英, 天生欲亲情心, 欲亲情心, 黄九吃惊, 这时, 樊玉兰说道, 关于神女徐巧英的传说太多太多, 有的说, 她三岁便可看懂任何情谱, 五岁便已是情道第七重情诗境界, 十一岁已经是情道第八重情宗, 十七岁时已是情道第九重情圣, 十七岁, 情圣, 黄九大振, 小店老板道, 世上无仙, 但是有人说, 神女徐巧英一入情仙之境, 什么, 情仙之境, 黄九震惊, 她看向了陆一平, 陆一平脸色平静, 情仙之境吗, 小店老板点头, 不错, 正是情仙之境, 说到这, 她难以激动, 有人说, 这神女徐巧英有望超越情话宗宗主, 成为九天情道第一人, 既然这徐巧英情道如此之高, 那你们当初, 为何不找这徐巧英拔动着黑龙情, 黄九疑惑问道, 小店老板知恩道, 我竹子和情话宗有点恩怨, 所以, 不便请情话宗的人, 至于什么恩怨, 小店老板没说, 不过看其样子, 应该不只是有点恩怨那么简单, 说到这, 她转手对陆一平道, 公子情道虽高, 但是神女徐巧英若向公子请教, 公子得小心才是, 陆一平恩了一声, 一会后, 陆一平几人离开了小店, 离开时, 陆一平带走了黑龙情和烟水间断剑, 同时, 陆一平让黄九, 樊玉兰, 樊胜看中店那什么东西, 可带走, 樊玉兰, 樊胜各挑走了一套神器, 黄九则挑走了一枚火系神经, 陆一平让小店老板告诉其主子, 若回来, 让其过来找他, 随后, 陆一平和黄九几人继续闲逛起来, 就在陆一平和黄九几人离开小店没多久, 新河城某座豪华府邸内, 楚轩正招待遇见陈玉兰, 不过, 除了陈玉兰之外, 还有一清城清国之美人, 此女正是秦化宗神女徐巧英, 楚轩笑道, 徐神女来得突然, 要是早知神女前来, 我和玉兰定相迎百里, 她虽然是苍神玉年轻一辈武剑之首, 但是若论名气和身份, 远无法与徐巧英相比, 所以, 徐巧英前来, 让她欣喜不已, 徐巧英怨然一笑, 我和我小师弟路过, 听闻归缘建宗举行建宗大会, 所以顺道过来凑凑热闹, 听闻楚轩和陈玉兰公子, 也报名了这次建宗大会, 以两位建道, 定能夺得这次建宗大会第一, 第二, 楚轩, 陈玉兰两人文言, 谦虚了一番, 有一事, 我想麻烦一下楚轩公子, 徐巧英说道, 徐神女但请说, 楚轩赶紧道,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一定办到, 徐巧英笑道, 楚公子客气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得到了一个残缺的阵徒, 我用了各种方法, 也无法将阵徒修复, 我宗中许多阵法高手, 也无法修复, 我知道楚通大人阵法绝世无双, 所以, 我想请楚轩公子帮我引荐一下你祖父, 然后带我去拜见楚通大人, 别人不一定能见得到楚通, 但是楚轩的祖父乃是楚通的兄弟, 若是有他引荐, 还是可以的, 楚轩一愣, 这事, 他迟疑了起来, 若是此事, 楚轩公子为难, 那算了, 徐巧英说道, 楚轩沉应道, 我可以给徐神女引荐一下我祖父, 但是我不敢保证, 我祖父会同意带你去见楚通书祖, 这个自然, 徐巧英笑道, 就在这时, 徐巧英幸福一阵, 取出一看, 不由错愕, 他对楚轩, 沉玉言笑道, 我这次是和我小师弟过来的, 我小师弟情道已入圣, 但是他刚发来幸福, 说他在青阳平原遇到了一位情道高手, 他说此人情道境界, 远胜于他,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之境, 然后, 将何以无法谈动黑龙情, 而陆一平, 却能轻易谈动之事, 说给了出来, 楚轩, 沉玉言两人吃惊, 徐巧英的小师弟情道已入圣, 此人竟然还远胜, 不知此人是谁, 楚轩忍不住问道, 小师弟说他叫陆一平, 徐巧英说道, 楚轩, 沉玉言两人疑惑, 陆一平, 两位也不知, 徐巧英意外, 本来他以为以着陆一平情道, 楚轩, 沉玉言两会之道, 楚轩摇头, 没听说过, 然后问道, 此人还在青阳平原, 徐巧英点头, 然后起身, 说道, 楚通大人之事, 就麻烦楚轩公子了, 我小师弟被那古情力量反正所伤, 我现在得过去看看, 楚轩, 沉玉言两人起身, 那我陪徐神女过去一趟, 楚轩说道, 我也想见识一下此人, 第107章, 将江峰长老叫过来, 反正明天便是剑宗大会, 我也要过去, 那我也陪徐神女一起过去吧, 陈玉言也道, 徐巧英文言, 嫣然一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便过去吧, 不知两位公子, 还需不需要准备些什么, 不需要, 楚轩笑道, 剑宗大会, 一把长剑足矣, 然后挥耍了一下手中长剑, 于是, 楚轩, 陈玉言两人便陪同徐巧英, 出了楚轩府邸, 往龟原剑宗过来, 就在徐巧英, 楚轩, 陈玉言几人往龟原剑宗过来时, 三人前来龟原剑宗的消息, 也都传了开来, 大消息, 秦华宗神女徐巧英和楚轩, 陈玉言两位公子一起前来龟原剑宗, 消息一出, 顿时炸开锅, 前来参加剑宗大会的各方高手, 议论不已, 神女徐巧英, 容貌绝世, 而且在年轻一辈, 情到无双, 是九天年轻一辈, 所有男子心中倾慕对象, 曾经有多少世家少主不惜一万里迢迢前往秦华宗, 欲赌神女徐巧英一面而不得, 而现在, 得知神女徐巧英要来, 将有幸见其芳荣, 重男弟子都是兴奋不已, 我还听说, 神女徐巧英是和他师弟一起来的, 不过, 他师弟与人比亲, 输了, 受了伤, 什么, 还有这是, 此人是谁, 不知此人是谁, 但是神女徐巧英为了晚秦华宗颜面, 肯定会再邀此人比亲, 消息传开, 各方势力更是热闹议论, 而消息, 也传到了归原建宗首席弟子孙宏元, 还有骆童, 骆真耳中, 神女徐巧英竟然要来, 骆真大大吃惊, 他虽然进入九天没有多久, 但是对于神女徐巧英的传闻也都如雷贯耳, 孙宏元听到消息, 也是惊愕, 继而笑道, 若此事是真的, 那我们就有耳福了, 神女徐巧英情道入圣之后, 就没再与他人比亲, 这次我们能听其先取, 何其幸, 怕是已入仙, 一脸羡慕, 此境多少人求而不得, 然后道, 只是不知与他师弟比亲的人是谁, 骆真笑道, 此人应该是不知他师弟身份, 现在怕是要后悔死了吧, 不过他能与徐神女比亲, 是其荣幸, 哪怕是败在徐神女手中, 他也能历史载名了, 这时, 一位归原建宗弟子即然进来, 禀报道, 大师兄, 徐神女还有雷贱公子, 遇见公子已经到了, 孙宏元几人都是意外, 这么快? 孙宏元说道, 徐神女到哪了? 已经到山脚下了, 归原建宗弟子说道, 听说徐神女师弟伤的较重, 他当时听到消息, 便和雷贱公子, 遇见公子从新河城吉然赶过来, 孙宏元起身, 对骆同, 骆真道, 我们出去迎接徐神女, 几人当下便出了大殿, 往山脚过来, 几人刚到, 便见雷贱楚轩, 遇见陈玉言各自骑着坐骑, 一左一右陪在一辆豪华座车旁边, 豪华座车内, 坐着一个古夫圣雪, 美目如一红清水, 气质高贵, 让人自残行贿的绝世美人, 正是秦化宗徐晓英, 而楚轩, 陈玉言, 徐晓英几人车队后面, 则是人山人满, 得知徐晓英前来, 各方弟子蜂拥而来, 亦步亦趋地跟在徐晓英几人车队之后, 骆同, 骆真见到后面那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 吓了一跳, 这时, 两人才真正感受到徐晓英那恐怖的影响力, 孙洪元失凶, 楚轩, 孙玉言两人见孙洪元到来, 不敢拖大, 下了坐寿, 与孙洪元招呼道, 徐晓英也从豪华座车内走了下来, 归原建宗孙洪元见过徐神女, 孙洪元赶紧上前, 当先称呼道, 他虽然是归原建宗首席弟子, 但是与徐晓英这个秦化宗神女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徐晓英笑道, 原来是归原建宗孙洪元公子, 孙洪元公子风采神俊, 徐晓英早有听闻, 今日一见更胜传闻, 孙洪元笑容客气了一番, 这时, 却见几人穿过人群, 走了过来, 来人正是秦化宗何意, 但事件, 何意过来后, 见李道, 小师弟, 你伤势如何? 徐晓英问道, 何意摇头, 我吞付了师父的补添单, 已经好了许多, 孙洪元, 楚轩, 陈玉言等人, 这才知道这身穿彩服, 白嫩嫩的年轻人是徐晓英的小师弟, 随后, 徐晓英给孙洪元, 楚轩, 陈玉言等人介绍何意, 介绍完后, 何意说道, 大师姐, 那人, 我已经打听到了, 他是陪同他人前来报名建宗大会的, 他们现在住在归原建宗安排给宾客的院子里, 他看向孙洪元, 据我查知, 他们的住处是归原建宗江峰长老安排的, 而且还是贵宗江峰长老领他们直接报名的, 孙洪元等人错愕, 却将江峰长老叫过来, 孙洪元脸色一沉, 对旁边一位归原建宗弟子道, 那位弟子功升英氏, 转身离开, 没一会, 便带着长老江峰过来, 江峰一路忐忑, 来到孙洪元面前, 不知孙洪元为何是叫唤自己, 孙洪元虽然是归原建宗首席弟子, 但是地位和权力极高, 堪比许多太上长老, 江峰长老, 你今天带领了他人直接报名? 孙洪元质问道, 江峰一愣, 虽然带他人直接报名, 不合宗门规矩, 但是插对报名, 这只是些许小事, 孙洪元怎么也管这等小事, 孙洪元给江峰介绍徐巧英道, 这位是秦化宗徐巧英神女, 这位是徐神女小师弟, 今天, 你带领报名的人, 伤了徐神女小师弟, 听说, 你还安排了那几人住在宗门的院子里, 江峰双腿一抖, 吓得脸色一变, 摇手道, 误会, 我与他们几人并无交情, 更不知他们几人伤了徐神女小师弟之事, 要是知道, 我绝不敢还安排他们住在宗门院子里, 徐巧英对孙洪元开口道, 孙洪元公子, 此事也不能怪这位长老, 然后对江峰道, 你现在带我们过去, 我想见一见他们, 江峰赶紧应试, 于是, 在江峰带领下, 徐巧英, 孙洪元, 楚轩, 陈玉言, 骆彤, 骆针等人, 浩浩荡荡往陆一平的院子过来, 第108章, 浩强的建议, 此时, 院子内, 黄九正指点樊玉兰, 樊胜两人剑法, 龙角金牛则百无聊赖地, 站在在院子里, 看着樊玉兰两姐弟练剑, 突然, 龙角金牛向凉亭内的陆一平凑了过来, 笑道, 主人, 这大热天的, 怪口渴的, 陆一平看了龙角金牛一眼, 笑骂道, 你这头吃货, 是惦记着那星辰混沌水了吧, 龙角金牛黑黑一笑, 指我者, 莫主人也, 听龙角金牛咬文嚼字, 陆一平笑道, 那行, 你以星辰混沌水为名, 银一首诗, 龙角金牛一听, 顿时苦扁着脸, 这时, 突然, 外面脚步涌动, 正在指点樊玉兰和樊胜练剑法的黄九, 步由停了下来, 看向了院子外, 龙角金牛透过院子石墙, 打了一哈欠, 道, 娘的, 老牛, 江峰进来后, 脸色不好看, 他看向黄九, 眼有怒火, 黄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害死我不成, 黄九眉头一皱, 江峰怒火不平, 说道, 你们今天伤了秦画宗的弟子, 可知他是神女徐晓英的小师弟, 知道又如何, 龙角金牛淡然道, 知道又如何, 江峰气炸了, 他说道, 现在神女徐晓英, 还有我归缘建宗孙红渊师兄都在外面, 你们出去解释清楚, 记住, 等会解释的时候, 千万别说我和你们有任何关系, 然后将先前黄九给他的神品零食, 全部取了出来, 扔回给黄九, 这是你的零食, 黄九脸色一沉, 在下秦画宗徐晓英, 前来拜访公子, 还请公子出来一见, 院外, 秦画宗徐晓英的声音响起, 陆一平起身, 淡然道, 出去看看, 也没理会长老江峰, 和龙角金牛, 黄九, 樊玉兰, 樊胜走出了院子, 走出院子时, 樊玉兰, 樊胜两人见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吓得不轻, 龙角金牛化了人形, 骆童, 骆真两人认不出来, 但是两人见到陆一平, 如被雷击, 脑海轰然, 僵立在那里, 两人双眼满是惊惧, 秦仙公子陆一平, 伤了神女徐晓英小师弟的, 是陆一平, 陆一平来了九天, 孙宏元, 徐晓英, 楚轩等人, 注意力全部在陆一平, 龙角金牛身上, 所以也没人注意到骆童, 这不是他在酒楼遇到的那个手持巨大金毛横扫七家一众弟子的那几位吗? 对方还说那根巨大金毛一亿天品零食, 孙宏元见陆一平几人出来, 扫射了陆一平几人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陆一平身上, 冷声道, 是你伤了秦化宗何一师弟, 何一师弟乃我们归原建宗贵客, 我们归原建宗不欢迎你们, 还请你们搬出我们归原建宗的院子, 另外, 向何一师弟道歉, 龙角金牛文言笑了起来, 说道, 几间破房罢了, 还真以为爷稀罕住你们这破茅房, 然后挖了挖屎, 小子, 你算什么玩意, 还让我们给那小娘们道歉? 所有人意外, 孙宏元脸色顿时一沉, 何一听龙角金牛称呼自己小娘们, 脸色更是难看, 龙角金牛对孙宏元诱导, 这没你的事, 滚一边去, 不然, 别说你是归原建宗什么首席弟子, 便是归原建宗宗主, 老子也一巴掌扇不死你, 扇不死, 一级扇得半死, 跟随孙宏元前来的龙原建宗重高手, 巨兜脸色一沉, 大胆, 竟然敢对我宗主大人一处不敬, 一位龙原建宗弟子怒然而起, 手中长剑向龙角金牛刺来, 这位龙原建宗弟子实力不弱, 是大地镜, 大地镜, 哪怕是在龙原建宗, 也是重点培养的核心弟子了, 这样的弟子, 是有潜力突破神灵镜的, 这位龙原建宗弟子刺来时, 龙角金牛却是看也没看, 说道, 剑来, 只见周围众人配剑竟然不受控制, 全部飞了起来, 化成了剑羽, 全部轰向了那龙原建宗弟子, 那龙原建宗弟子, 被轰得狠狠砸进了人群之中, 落地时, 全身满是千疮百孔的剑孔, 所有人一呆, 这算什么? 孙宏元看着龙角金牛, 脸色一沉, 炎出法随, 当天帝法则仓物达到某境界后, 便可控制天地万物攻击, 这便是炎出法随, 龙角金牛听对方误以为, 自己刚才是炎出法随, 也没多解释, 所有龙原弟子不龙原建阵, 击杀此聊, 一位龙原建宗长老怒视龙角金牛, 对现场众龙原建宗弟子道, 你们不是他对手, 孙宏元开口道, 还是我来吧, 说完, 从坐寿上走了下来, 手中多了一把长剑, 陈玉言见孙宏元要出手, 说道, 宏元大哥已多年没出手, 不知宏元大哥现在剑道达到什么境界了, 楚宣开口道, 宏元大哥的剑道远胜于我, 已经超越了时空之剑, 什么, 超越时空之剑, 孙宇言一阵, 你是说, 宏元大哥现在剑道已入造化, 新剑之上为时空之剑, 而在时空之剑之上则是造化之剑, 所有人一听都是哗然, 造化之剑极难参悟, 便是九天许多老一辈剑道高手, 能悟出造化之剑的也极少, 连许巧英也都赞叹道, 没想到孙宏元公子剑道竟然已入造化, 假以时日, 孙宏元公子威名必能振动九天诸狱, 徐巧英很少开口称赞他人, 但是现在, 却当众直言孙宏元以后威名必能振动九天诸狱, 孙宏元来到龙角金牛基里外战定, 他凝视着龙角金牛, 整个人与天地为一体, 孙宏元明明站在那里, 但是众人有一种错觉, 孙宏元仿佛已经消失了, 似乎化成了天地, 但是孙宏元手中的长剑, 却是绽放出了惊人的光芒, 光芒要是越来越强, 照亮了周围天地, 最后整座山峰都被剑芒拢罩在其中, 其他没来的家族高手, 被这剑芒锁惊, 好强的剑业, 如此剑气, 如此剑芒, 是谁, 难道是龟元剑宗某位老祖出手了, 而龟元剑宗主殿内, 龟元剑宗老祖秋月正与太清剑派的吴金国谈笑风声, 感受到这惊人剑气, 是贵宗的龟元剑气, 太清剑派的吴金国亚然道, 而且已经修炼到了万剑龟元之境, 不知是贵宗哪位高手, 龟元剑宗老祖秋月笑道, 不是别人, 正是孙宏元那小子, 孙宏元, 吴金国错愕, 其而笑道, 恭喜秋月兄, 龟元剑宗出了一个如此剑道天才弟子, 他日, 这孙宏元必能冥想九天, 秋月笑道, 孙宏元天赋的确是不错, 他不仅剑道天赋, 他的阵法天赋也极高, 还被君太祖称赞过, 君太祖, 苍神玉第一阵法师, 也是九天名气最大的几位阵法师之一, 吴金国笑道, 连君太祖都称赞孙宏元阵法天赋, 可见这孙宏元阵法天赋之高, 剑法, 阵法双绝, 这孙宏元他日不可限量啊, 只怕能比肩楚通大人, 秋月笑道, 只是不知谁, 竟然惹得孙宏元这小子, 发怒出手, 对于孙宏元实力, 他还是清楚和自信的,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而院子前, 孙宏元手中常见剑气, 仍然在不断凝聚, 不断绽放, 众人看到, 这些剑气在孙宏元身体四周不断变化, 一会变成了一只只神兽, 一会变成了参天大树, 一会变成了火海, 一会变成了一方兵之世界, 众人看到这神奇一幕, 都是震撼, 果然是造化之剑, 只有造化之剑, 剑气方能造化万物, 变化万物, 可随心所变, 顶着孙宏元周围剑气, 说道, 孙宏元公子突破造化之剑, 应该已经有些日子了, 不然, 剑气变化不可能如此随心所欲, 通畅无阻, 何一道, 造化之剑变化万千, 威力莫测, 这金毛必挡不住孙宏元公子一招, 孙宏元看着龙角金牛, 出剑吧, 他话刚落, 便见龙角金牛突然一伸手, 直接震开了孙宏元周围重重剑气, 然后一把揪住孙宏元, 将其提到了面前, 龙角金牛二话不说, 当即便一巴掌扇在了对方脸上, 啪, 清脆的声音响彻在院子四周, 孙宏元的脸顿时肿高, 比刚才大了三圈, 这一切变化太快, 楚轩, 陈玉言呆了, 孙宏元的造化之剑就这样被破了, 徐晓英, 龟元剑宗, 还有所有在场的高手都呆了, 孙宏元则被龙角金牛一巴掌扇的耳朵发嗡不已, 双眼直冒猩猩, 他又惊又怒地看着龙角金牛, 这时, 龙角金牛又是巴掌扇了过去, 啪, 这次声音向放鞭炮, 孙宏元被扇得脑子温然, 龙角金牛冷然道, 我刚才就说过, 这没你的事, 让你滚一边去, 不然扇不死你, 看来你没将我的话放在心上, 说完, 又一巴掌扇了过去, 让我给那娘们道歉, 归元剑宗的首席弟子, 什么时候成了秦化宗义娘们的奴才, 又是啪, 第一掌是左脸, 龙角金牛一巴掌又一巴掌扇了下去, 怒游未尽, 啪啪声响得不已, 周围众人一脸呆猛, 现场众高手, 没人敢上前阻止, 连归元剑宗现场, 众高手呆然地看着, 被扇成了猪头的孙宏元, 刚才闯进来, 怒斥黄九别害死他的长老江峰, 也都双眼发指, 扇了一会, 火气消了不少, 龙角金牛这才随手一扔, 将孙宏元扔飞, 孙宏元被扔进了远处山峰山壁之上, 将山壁砸穿, 碎石崩飞不已, 龙元剑宗一众高手手忙脚乱, 忙上前将被碎石掩埋的孙宏元挖了出来, 秋月和吴金国两人突然感受到孙宏元造化剑气消失, 正子奇怪, 便见一位龙元剑宗长老慌慌张张跑进来, 秋月老祖, 孙宏元副店主出事了, 那位龙元剑宗长老一进来, 便喘气禀报道, 孙宏元不仅是首席弟子, 孙宏元副店主被人删了, 那龙元剑宗长老紧声道, 被人删了, 秋月和吴金国两人错恶相识, 怎么回事, 说, 秋月起身, 天神强者气息弥漫, 那位长老赶紧将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秋月和吴金国听到一个金毛男子, 竟然直接挣开了孙宏元周身的造化之剑, 狂扇孙宏元时不由惊愕, 两人相识, 巨都吃惊, 直接挣开孙宏元造化之剑, 两人也办得到, 但是两人可是龟元剑宗和太清剑派的老祖, 可都是天神中期高手, 难道此人也是天神中期高手? 你现在带我们过去, 秋月脸色一沉, 开口道, 我倒看看谁敢在我龟元剑宗扇门放肆, 随即, 秋月, 吴金国两人率领两派一众高手从主殿飞出, 网路一屏, 龙角金牛等人所在过来, 而前来参加剑宗大会的各方高手, 也相继得到了消息, 龟元剑宗首席弟子孙宏元被人删了, 而且是狂山, 山的脸都成猪头了, 听说对方是来报名参加剑宗大会的, 消息传出各方高手震动, 现在, 龟元剑宗老祖秋月大人已经率领高手赶过去了, 当即, 无数高手涌向陆一平龙角金牛所在, 院子前徐巧英, 楚轩, 陈玉言等人都是惊然的看着龙角金牛, 龙角金牛没看被扔飞的孙宏元, 转手过来看小何亦, 笑道, 小家伙, 这小妞便是你师姐, 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跟随过来的各方高手, 后面跟随过来的各方高手一时被震慑住, 不由后退了开来, 何以口干舌燥, 往徐巧英身边靠了靠, 大师姐, 徐巧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脸部轻移, 身自阿娜, 他美目看着龙角金牛, 启齿一笑, 阁下好实力, 不过阁下如此实力, 却屈居于无名少年之下, 不觉得屈才吗? 一指陆一平, 龙角金牛听徐巧英说自己给陆一平当手下是屈才, 不由笑了起来, 手中多了一把雪白之情, 他看着陆一平, 公子不会一直躲在后面, 让你手下替你出手吧, 听我小师弟说, 公子情道极高, 徐巧英想领教一下公子的情道, 不知公子可敢。 第110章, 你情道到底是什么境界? 龙角金牛冷笑, 不敢与你比情, 小娘们, 你真以为你情道路线, 就是情道无敌了? 徐巧英一正, 笑道, 巧英不敢说自己情道无敌, 然后看向陆一平, 怎么, 公子不敢吗? 又道, 听我小师弟说, 公子在小殿那里, 得到了一张上古名情, 连我小师弟都无法拨动, 公子却能轻松弹出美妙情侣, 巧英也想见识一下。 龙角金牛正要开口, 陆一平上前, 看了徐巧英手中雪白之情一眼, 道, 雪满乾坤。 徐巧英手中之情, 正是上古名情, 雪满乾坤。 当年, 秦圣公公主之情, 上古时, 秦圣公和北斗神公齐名。 徐巧英文言, 笑道, 没想到公子能认得我手中之情, 不错, 我手中之情, 正是雪满乾坤, 上古秦圣公公主之情。 这雪满乾坤, 是我偶然机缘所得。 一些赶到的老祖籍人物, 听徐巧英手中之情, 乃是上古秦圣公公主之情, 都是骚动。 上古时期, 北斗神公公主, 号称阵法第一, 上古秦圣公公主, 则号称秦道第一。 陆一平淡然道, 这么说, 秦圣公公主留下的秦道, 你也得到了。 徐巧英笑道, 不错, 巧英有幸能喜得秦圣公公主秦道。 现场众人又是一阵骚动, 难怪徐神女秦道入仙, 原来是得到了上古秦圣公公主传承。 我看一徐神女现在秦道, 已经堪比秦圣公公主。 许多人议论道, 龙角金牛文言冷笑, 一个刚入秦仙之境的小娘们, 也妄敢与秦圣公公主相比。 这时, 陆一平面前光芒一闪, 那张黑龙情悬浮在了陆一平面前。 徐巧英看着陆一平面前情深浇黑的黑龙情, 不确定道, 这是黑龙情。 不错, 死情黑龙。 陆一平淡然道, 你想怎么比? 徐巧英奄然一笑, 没想到还真是黑龙情。 他笑道, 很简单, 等会, 公子若能破了我的血满九天, 我便输。 我若输了, 这血满乾坤便是公子的。 公子若输了, 黑龙情归我。 如何? 当然, 公子也可以弹奏一曲, 我来破公子之曲。 徐巧英徐须徐说道, 陆一平淡然道, 我若出手, 琴弦一动, 你便输了, 你出手吧。 周围众人一听, 剧都一脸怒然。 狂妄, 那何以也都怒失陆一平? 我情道的确不如你, 但是你以为你这点情道, 真的很高明。 你的情道, 在我大师姐面前, 就是个笑话。 我师姐已入琴弦之境, 便是不用情, 随意一谈, 也能将你谈得神魂俱散。 徐巧英盯着陆一平, 脸上没了笑容。 既然公子如此自信, 那徐巧英便不藏桌了。 说到这, 他面前又多了一把赤焰之情。 这赤焰之情, 形状与学满乾坤相似, 只是颜色不同, 应该是徐巧英仿学满乾坤, 而用火系神木打造的。 两把琴, 一左一右悬浮在了徐巧英面前。 徐巧英左手放在了赤焰之情上, 而右手则放在了学满乾坤之上。 徐神女这是要双琴弹奏。 双琴双曲。 我从来没听说有人同时双琴双曲弹奏。 徐神女已入琴弦之境, 双琴双曲。 那岂不是等于两位琴弹奏? 现场众人无不震动。 黄九、 樊玉兰、 樊胜三人也是吃惊。 双琴双曲吗? 陆一平脸色如常。 现丑了。 徐巧英开口道, 突然放在双琴上的双手动了。 顿时, 琴满天地。 右手雪满乾坤琴, 声音轻烈, 一道道雪白光芒从其中飞出。 这些雪白光芒漫天而舞, 化成了一朵朵雪花。 是真的雪, 而不是幻境。 而他左手之琴, 声音洪亮, 一道道赤红光芒飞出。 这些赤红光芒则化成了一朵朵火焰之莲。 这些火莲与雪满乾坤的雪花飘满于高空, 焦香灰映, 一百亿火两种光芒, 照应的天空大亮, 天地仿佛进入了水火之世界。 接着, 众人看到四周天地的草、 木, 被这些火莲、 雪花覆盖之后, 不由揉着眼睛。 以阴化物, 天地万物皆为其情音。 这是情仙之境。 一些情道高手激动得难以抑制。 那些火莲、雪花突然如同狂涛巨浪, 向路易平龙角惊牛几人疯狂砸了下来。 看着铺天盖地的火莲、雪花、 樊玉兰, 樊圣两人脸色一变。 刚才那些树草被这些火莲、 雪花覆盖后, 便变成了这些火莲、雪花。 他们若被这些火莲、雪花覆盖, 会不会也被划成这些火莲、雪花。 眼看这些火莲,雪花便要落下。 突然, 路易平面前悬浮的黑龙琴响了。 只一声, 声如炸雷。 动, 天地一顿挫。 恐怖光波如同巨浪席卷。 光波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所过之处, 那些火莲、雪花全部消散。 光波瞬间淹没到了徐巧英面前。 众人错愕。 路易平明明没有弹奏, 只是站在那里, 黑龙琴竟然自行想动。 而且, 这是什么手法?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现场中, 不乏琴道高手, 但是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着淹没而至的光波, 徐巧英俏脸一变, 双手光芒幻动, 双手捏莲花, 化成了一道道残影, 不断拔动着双琴。 莲花手? 有人认出了徐巧英的手法。 徐巧英的莲花手, 显然比何易先前的莲花手要高明出许多。 双手幻动下, 双琴光芒咆哮涌出。 但是没用, 根本无法挡住黑龙之光波。 光波铺天盖地轰在徐巧英身上, 徐巧英只听到了一声炸响, 整个人便被轰得抛飞出去, 而雪满乾坤双琴也都如同残叶一般飘飞出去。 刚刚还天地情音, 突然情音消失, 天地安静了下来。 徐巧英砸落地面后, 许久, 爬了起来, 全身尘土, 他俏脸无法置信。 你那是什么手法? 我已入琴仙之境, 双琴双曲, 堪比两大琴仙, 怎么还会败于你手? 你情道到底是什么境界? 陆一平淡默道, 世人皆知情仙之境, 却不知情仙之境也有实众, 更不知情仙之上, 还有情帝之境, 情祖之境。 第111章, 不要怪我出手镇杀你, 情仙有实众, 情仙之上, 还有情帝, 情祖, 众人错愕, 胡说八道, 那何以怒视陆一平, 这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情帝, 情祖之境, 根本是你在胡产。 这时, 黑龙情又是一声轰然响动, 何以如被雷击, 被炸飞。 陆一平冷声道, 你不知, 不代表不存在, 世间太多未知, 又岂是你一个小小真神能知道的。 单手一射, 将血满乾坤情社拿到面前。 陆一平手一抹血满乾坤, 便将徐晓英在其中的神石烙印完全抹除掉。 徐晓英嘴角再次一穴, 他又惊又怒。 龙角金牛目光突然落到了人群中的骆童, 骆真良姐弟身上。 两人见龙角金牛看过来, 都是满脸惊惧。 小娘们, 我们又见面了。 龙角金牛对骆童笑道, 你是金牛前辈。 骆童惊恐后退。 龙角金牛笑道, 听说你将灵异, 原以划两人尸体, 带回了太清剑派, 还要请太清剑派的高手杀我们。 骆童, 骆真听出了龙角金牛话中杀意, 不由躲入了龟原剑宗仲高手之后。 此时, 孙红元已被龟原剑宗仲弟子从碎石堆中挖出。 骆童惊慌中向孙红元逃去, 孙红元师兄, 救我。 他刚逃到孙红元面前, 龙角金牛一掌拍落, 便见骆童被拍进了地底, 地面一颤。 孙红元还有龟原剑宗仲高手呆了。 骆童, 可是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的清传弟子。 你杀了他。 孙红元双眼喷火地死死盯着龙角金牛。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前辈的清传弟子。 龙角金牛闻言, 虚空一握, 将骆真再次捏爆。 原来他们现在是太清剑派老祖的清传弟子。 你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 龙角金牛看着孙红元, 不过知道了又怎么样? 孙红元脸色难看, 和秋月正赶过来的吴金国远远看到骆童, 骆真两人被杀, 不由勃然大怒, 全身杀气, 手中长剑猛然隔空一剑斩出。 一剑风雷? 只见他一剑斩出, 无穷飓风狂暴席卷, 漫天雷光化成了重重雷海。 飓风, 雷海交融, 遮蔽天日, 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眨眼便轰杀到了陆一平面前。 风雷之中, 透着骇人剑气, 是太清剑派的吴金国老祖。 太清剑派的雷锋剑法, 雷锋交融之境。 雷剑楚轩惊然, 众人漠不慌然后退, 怕受雷锋剑法波及。 陆一平看着轰杀到面前的风雷剑气, 和狂暴的飓风, 雷海, 淡然到, 起源之剑。 顿时, 黑龙琴轰然一响, 天地一晃, 只见千万剑芒从琴中破空而出, 这些剑芒没有造化之力, 但是却超越了造化。 所有人仿佛看到了天地初开的起源之力, 仿佛看到了世间一切力量的初始。 这些起源之剑瞬间便切开了重重飓风, 切开了遮蔽天日的雷海。 天地颤然。 整个归原剑宗天地空间内所有灵兽都匍匐在地, 日月星辰仿佛都停止了旋转。 众人亥然中, 便见千万起源之剑瞬间便从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的身体切割而过。 接着, 吴金国整个人分裂成了无数片, 连神格、 神魂也都全部没有例外。 所有人呆住了, 看着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被分成一片片碎片从高空洒落。 站在吴金国旁边的秋月更是发呆地看着旁边洒落的碎片, 他只觉脸上湿漉漉的, 一摸, 满手都是血, 吴金国的血。 原本听闻孙红元被狂删, 而怒冲冲过来的秋月却发现腿怎么都挪不上前。 跟随在吴金国身后的太清剑派其他太上长老, 长老只觉全身发凉, 徐晓英美目也满是金句, 时空仿佛停滞了下来, 静, 起源之剑, 这世间有起源之剑吗? 许久, 一位剑道高手难难道, 孙红元突破了剑道的造化之剑, 但是造化之剑之上并非起源之剑, 而是法则之剑, 法则之剑之上也不是起源之剑, 众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起源之剑, 不仅这位剑道高手疑惑, 连徐晓英、 楚轩、 陈玉言等人也是金仪, 这时, 一道声音从归原剑宗祖地传出, 阁下拜我归原剑宗弟子守徒, 又在我归原剑宗山门接连杀人, 而且杀的是我归原剑宗贵客, 阁下太没将我归原剑宗放在眼里了吧, 你如此无视我归原剑宗, 难道当真以为楚通祖是不在, 我归原剑宗就没人了? 归原正想不已, 秋月听到这道声音却是惊喜, 跪地而下, 还请李星斌老祖宗给归原剑宗主持公道, 击杀此聊, 听到秋月的话, 现场各方高手莫不吃惊, 许许多多高手也都跪幅而下, 李星斌老祖宗, 楚轩一激动道, 李星斌老祖宗已经多年没有出世, 没想到此事惊动了李星斌老祖宗, 竟然是归原剑宗的李星斌大人, 何以对徐晓英道, 大师姐, 要是李星斌大人出手, 必能震杀此人, 徐晓英点头, 归原剑宗身为九天的巨无霸, 自然不止楚通一位卫面之主, 李星斌是归原剑宗一位强大的老祖, 多年之前便已是卫面之主, 李星斌的声音再次响起, 阁下可有什么话要说, 陆一平淡然道, 别说你归原剑宗祖师不在, 便是你们祖师楚通在, 我陆一平要杀的人照样会杀, 陆一平, 太清剑派众高手闻言, 都是心中大惊, 放肆, 祖地之内, 李星斌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 引有怒意, 只见高空雷鸣闪电, 随着李星斌怒意, 天地变色, 我给你辩解的机会, 你既然不珍惜, 那就不要怪我出手震杀你, 李星斌声音冷冽, 秋月, 孙红元, 何一等人漠不一喜, 随即, 空间震动, 一道道恐怖力量从空间深处不断被抽出, 正是卫面之力, 卫面之力如同狂浪, 凝聚而成那一刻, 空间仿佛未知一尘, 所有人只觉身上压了亿万斤, 哪怕是秋月也都直不起身, 第112章, 不知祖师是否认识此人, 若你能接得下我这手印, 我可以放你离开, 李星斌冷然道, 灭是手印, 震杀, 李星斌冷然的声音响彻高空, 随着李星斌的声音响起, 只见那由卫面之力凝聚而成的遮天手印轰然而下, 当遮天手印落下时, 众人只觉全身仿佛要被压碎压成虚无, 只觉有种末日之感, 手印还没落下, 大地在颤动, 似乎承受不了手印恐怖的力量要塌陷下去, 樊玉兰, 樊胜两人双眼恐惧, 面对这面是大手印, 两人不由绝望, 手印瞬间便来到了陆一平几人头顶上空, 天地暗了下来, 陆一平几人周围似乎陷入了恐怖的黑暗深渊,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面是手印要将陆一平几人轰下地底时, 突然, 伸手接住了那轰然落下的蔑氏手印, 龙角金牛的手在这遮蔽天日的蔑氏手印面前就像是一粒尘埃, 但是, 这一粒尘埃却拖住了遮蔽天日的蔑氏手印, 接着, 那遮蔽天日的蔑氏手印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缩小, 很快, 那遮蔽天日的蔑氏手印便只剩下了半个巴掌大小, 被龙角金牛拖在手掌之上, 众人目瞪口呆, 所有人都梦了, 秋月, 徐巧英, 孙宏元等人都是双眼瞪大, 那蔑氏手印竟然被拖住, 而且还被缩小了, 祖地内, 李新兵也都没了声音, 也不知是不是金饿住了, 那只有半个巴掌大小的蔑氏手印, 在龙角金牛手掌之上光芒涌动, 龙角金牛手一握, 那蔑氏手印如同小气球一样爆破了开来, 溅起了些许火花光芒, 如同爆开的小烟花, 看着龙角金牛将蔑氏手印像捏爆气球一样捏爆, 所有人心脏漠不抽搐, 那有毁天灭地之威的蔑氏手印, 就这样被捏爆, 蔑氏手印, 就这玩意, 也敢称蔑氏手印, 龙角金牛冷笑, 祖地内, 李新兵脸色难看, 这时, 龙角金牛猛然一拳虚空轰出, 全印直接轰开重重虚空, 轰向了龟原建宗祖地, 闭塞照应天地, 当龟原建宗祖地大阵光芒涌动, 全印直接振开了大阵力量, 以指导黄龙之势, 轰向了躲在祖地内的李新兵, 一声轰天巨响, 伴随着力然大叫从祖地内传来, 轰然巨响, 久久回荡, 许久, 才停了下来, 外面, 众人面面相去, 由于众人看不到龟原建宗祖地内情况, 所以不知龟原祖地现在情况, 龙角金牛一拳轰出后, 也没再出手, 理了李拳头上的金毛, 许久, 祖地内, 声音响起, 碧落神拳, 阁下怎么会我们祖师的碧落神拳, 声音不是李新兵的, 但是, 贵妇在地的秋月, 听到这声音, 更是匍匐在地, 不敢抬头, 这是一尊比刚才李新兵还强大的存在, 其他人却是哗然, 碧落神拳, 刚才他施展的, 竟然是碧落神拳, 孙红元等龟原建宗弟子震惊, 碧落神拳, 乃是他们龟原建宗楚通祖师的不传之秘, 龟原建宗, 只有楚通祖师一人会, 这金毛壮汉怎么也会, 他和楚通祖师是什么关系, 碧落神拳是他们祖师传给他的, 龙角金牛咧嘴一笑, 我为什么会你们祖师的碧落神拳, 你们问你们祖师不就知道了, 路易平手指一弹, 一枚玉牌飞入了龟原建宗祖地, 祖地内冯文疑惑中, 接过高空飞来的令牌, 待看清令牌时, 脸色一变, 龟原建宗其他老祖, 还有李新兵看清令牌, 同样惊疑不已, 这枚令牌, 祖师常年佩戴在身, 这蓝山年轻人怎么也有, 一位老祖疑问, 冯文沉吟道, 祖师曾和我说过, 其实他的那枚令牌, 一共有两枚, 一枚在他身上, 但是另外一枚, 在谁身上, 他没说, 现在, 这蓝山年轻人却持有另外一枚, 冯文说道, 他们会避落神拳, 现在又持有祖师的另外一枚令牌, 看来, 他们和祖师关系匪浅, 你们随我一起出去, 问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 当先踏空而出, 其他老祖也跟随而出, 李星斌抹了抹嘴角血迹, 忍着伤势跟在后面, 外面众人忐忑, 突然看到一群身影, 从龟原祖地相继飞出, 秋月看清为首的白发老者时, 赶紧匍匐地面, 激动高呼, 秋月拜见冯文老祖宗和诸位老祖宗, 众人一听, 吓了一跳, 冯文, 龟原建宗第二强者, 仅在楚通大人之下, 所有人都贵父一地, 连秦华宗神女徐巧英也不敢站着, 冯文没有理会众人, 静止从众人上空走过, 来到了陆一平面前, 他静怡不定地看着面前气定神贤的阑珊年轻人, 阁下是谁? 这枚令牌, 你是怎么得到的? 冯文开口问道, 龙角金牛道, 怎么得到的? 这本就是我主人之物, 你觉得这令牌可以在路上捡到? 阁下说话客气点, 一位龟原建宗老祖听龙角金牛语气调侃, 眉头一皱道, 冯文摇了摇手, 示意那位老祖退下, 他将令牌递回给陆一平, 说道, 这枚令牌, 我们祖师也有一枚, 你们是来见我们祖师的, 远处长老江峰只觉双腿有些软, 他是知道陆一平来此要见他们祖师的, 先前他还说他们见不到祖师, 现在这陆一平似乎与他们祖师相识, 陆一平收回令牌, 恩了一声, 不过, 我们祖师不在, 我们祖师去了太虚域, 冯文说道, 我知道, 陆一平说道, 祖师本来等建宗大会结束时才回来, 这样吧, 我现在便禀报祖师, 不过, 祖师会不会提前赶回来, 我就不知道了, 冯文说到这, 他取出幸福, 联系在太虚域的楚通, 此时, 太虚域, 楚通正在须弥佛宗与须弥佛宗祖师谈论着事情, 突然幸福一阵, 发现是宗门冯文发来的, 不由奇怪, 宗门之事, 他很少过问, 一般是由门下诸祖处理, 冯文很少发幸福给他, 心感奇怪中, 他取出幸福一看, 只见幸福内容是, 一样的令牌, 现在在归原建宗, 说是要见你, 不知祖师是否认识此人, 第113章, 无名树块发芽, 楚通看着幸福, 整个人如兽雷击, 呆住了, 陆一平, 持有一模一样的令牌, 师父, 是你老人家吗, 你老人家, 终于走出神圣森林了, 楚通握着幸福, 激动得难以自己, 连对面的须弥佛宗祖师, 患了他几次他都不知觉, 须弥佛宗祖师见楚通握着幸福, 激动得整个人连魂都不在, 不由心感好奇, 这幸福内容, 是什么让楚通这样的一方霸主, 竟然失态成这样, 楚通身为一方霸主, 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 怎么会激动, 失态如此, 待楚通回神过来, 须弥佛宗祖师无舌不由问道, 楚通兄, 你没事吧, 幸福不知是谁发来的, 楚通压下心中激动, 笑道, 没事, 幸福是冯文发来的, 然后起身道, 吴蛇大师, 我有事, 需要回一趟宗门, 就先告辞了, 然后抱拳, 迫不及带出了大殿, 破空离去, 吴蛇见楚通如此迫不及带, 既然离去, 更是疑惑, 他乃楚通好友, 与楚通相识多年, 从来没见楚通如此失态过, 想到这, 他将弟子叫来, 你查一下, 归原建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弟子错愕, 归原建宗举行建宗大会, 除此之外,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 吴蛇摇头, 你再去查一下, 看归原建宗除了建宗大会之外, 还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弟子领命而去, 此时, 归原建宗, 冯文发出信符没有多久, 便收到了楚通的信符回复, 当看到楚通信符回复的内容后, 冯文傻了, 只见信符内容是, 速将对方引请进祖地, 对方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切记, 不管对方提什么要求, 都要遵从, 我现在急速赶回, 看到信符内容, 冯文许久没反应过来, 李星斌和归原建宗其他老祖见冯文反应, 都是心感奇怪, 冯文脸色异样地走上前, 对陆一平道, 我等先前不知公子和祖师关系, 是我等怠慢了, 还请公子勿怪, 现在, 还请公子和几位随我进祖地, 祖师现在已急速赶回, 李星斌和归原建宗诸祖一愣, 所有人目光都落到了陆一平身上, 也好, 陆一平沉吟道, 冯文见陆一平答应, 反倒松了一口气, 于是, 在冯文和归原建宗诸祖引寝下, 陆一平, 龙角金牛, 黄九, 樊玉兰和樊盛几人进了归原建宗祖地, 进归原建宗祖地时, 樊玉兰, 樊盛两人有些手足无措, 樊家虽然先前也是苍神玉丰雷府最大的几个势力之一, 但是, 与归原建宗这种九天巨无霸相比, 连小屋见大屋都算不上, 两人, 还从来没见过归原建宗这样的超级宗门的祖地, 所以, 进入祖地后, 见到祖地内那美轮美奂的景色, 都是如村妇进城, 惊叹不已, 秋月, 徐巧英, 孙洪源等人, 带冯文等人回了祖地, 才敢慢慢起身, 这陆一平, 竟然和楚通大人相识, 而且看样子, 关系不浅, 不知和楚通大人是什么关系, 人群中, 一片庸庸私语, 长老江峰脸色复杂, 孙洪源, 徐巧英, 何一, 太清剑派众高手脸色都不好看, 特别是太清剑派高手脸色更是难看, 一位太清剑派太上长老来到秋月面前, 声音低沉, 愤然, 秋月大人, 那陆一平杀了我太清剑派吴京国老祖, 你们归原建宗不仅不振杀他, 反而将其引寝进了祖地, 你们归原建宗这是什么意思, 秋月嫩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是如此结果, 那陆一平竟然认识他们祖师大人, 希望你们归原建宗给我们太清剑派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然, 你我两派之情, 到此为止, 那位太清剑派太上长老冷声道, 说完, 然后带着骆同, 骆真, 吴京国三人尸体, 和太清剑派其余高手破空离去, 事实上, 吴京国那已算不上尸体, 秋月看着离去的太清剑派中高手, 张了张口, 但最后终没开口, 秦化宗何役则对孙洪元冷笑道, 这便是贵宗的作风, 还真是让人失望, 徐晓英对孙洪元道, 孙洪元公子, 告辞, 然后带着小师弟何役破空离去, 孙洪元看着离去的徐晓英和何役, 在想到被龙角金牛当面轰杀的骆同, 心中不平, 来到秋月面前, 说道, 秋月大人, 我们桂圆建宗, 为了一个陆一平, 得罪太清剑派和秦化宗, 这样做, 得不偿失, 秋月一叹, 这些事, 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陆一平被冯文等人引寝进祖地后, 冯文亲自给陆一平几人安排了住处, 冯文对陆一平说道, 祖师说了, 陆公子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 陆公子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你们帮我找一个人, 陆一平说道, 他过来归原建宗, 一是建楚通, 二是想让归原建宗帮自己打听, 和寻找天妖族好壁下落, 造化玉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任何有关其他造化玉碟下落的线索, 他都不能放过, 听陆一平说要他们帮忙找一个人, 冯文意外, 然后问道, 不知陆公子要找谁, 天妖族好壁, 陆一平说道, 四千多年前, 他进了九天, 我想知道他现在下落, 然后又将自己知道有关好壁的一切, 说给了冯文, 那我现在便命令下去, 动用归原建宗所有力量寻找, 冯文说道, 陆公子放心, 只要这好壁还在九天, 应该就能找到, 归原建宗势力虽然主要在苍神域, 但是其他域也是有势力的, 一会后, 冯文离去, 突然, 乾坤顶内某块九天西壤有生命在涌动, 陆一平错愕将那块九天西壤取了出来, 发现他先前种在上面的那个不知名的树块已经长出了嫩芽, 虽然只是长出一片嫩芽, 但是混沌之气洋溢, 周围点点金光流转, 陆一平和旁边的龙角金牛都是惊讶不已, 这块树块是先前陆一平在幻影妖王洞府得到的, 之前他只能判断出是洪荒之前物种究竟是什么, 无法看得出来, 但是现在, 种植在九天西壤上, 长出嫩芽后, 陆一平想到了遗物, 第114章, 楚通赶回, 龙角金牛看着长出嫩芽的树块, 也都不确定道, 难道是, 贱木? 陆一平缓缓道, 天地初开, 世界生有四大神术, 一为弱木, 二为徐木, 三为扶桑, 四为贱木, 贱木是四大神木之中最神奇的神术, 据记载, 贱木是沟通天地人神各界的桥梁, 洪荒之时, 天地各神便是通过这贱木来往于各界, 但是后来太古之时, 贱木被天地砍断, 各界通道从此断绝, 从此之后, 人界强者要飞升神界, 虚度神界, 并由神界神史接应才行, 而神界之人再无法下到人界, 没想到, 这竟然是贱木碎款, 龙角金牛激动异常, 要是贱木成长, 以后,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自由来往各界? 现在, 各界通道断绝, 要前往各界, 极其艰难, 但是有了这些木, 他们想去妖界就去妖界, 想去佛界就去佛界, 想去仙界就去仙界, 宇宙万界, 他们想去哪界都行, 陆一平摇头一笑, 还不知多少年, 贱木才能成长起来呢? 当年的贱木, 屹立天地之间, 连接人界和神界, 你想象一下多高, 而现在, 才这么一点, 眼前长出一片小嫩牙的贱木, 才巴掌刀, 龙角金牛说道, 不知星辰混沌水, 能不能让这贱木快速成长? 陆一平, 将星辰混沌水取了出来, 滴了一滴下去, 贱木光芒涌动, 周围混沌之气浓郁了一点, 只是,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变化, 陆一平健壮取出了玉瓶, 浇灌了下去, 贱木光芒涌动不已, 大概浇灌了一碗, 终于, 贱木再次长出了一片嫩牙, 娘的, 这玩意这么金贵, 龙角金牛撇着嘴道, 一粒星辰沙就是百万天品零食, 而星辰混沌水, 远比星辰沙更宝贝, 一滴就是天价, 现在浇了一碗, 才长出这么一片嫩牙, 牙都没长出一片, 只是树身长高了一点点而已, 靠, 就算天地重生, 举太古天庭之力, 想要将这贱木重新培养成长起来, 只怕都难, 龙角金牛健壮, 更是嘟浓道, 陆一平不信邪的又浇灌了一碗, 这次, 没长牙, 也没长高, 陆一平闷然, 随后, 陆一平又浇灌了一番, 仍是没有变化, 看来, 现在这贱木一次也只能吸收两碗星辰混沌水了, 浇灌再多也没用, 陆一平说道, 他只能将其收回了乾坤顶内, 决定明天再世, 虽然培养这贱木极难, 但是只要每天持之以恒, 给其浇灌星辰混沌水, 陆一平相信, 这贱木中有一日能再现太古之威, 贱木, 作为世界第一神术, 当然不仅仅是连接天地人神各界那么简单, 贱木的叶, 可不是普通的神叶, 贱木的花, 也不是普通的神花, 贱木的叶, 可炼制各种混沌神丹, 甚至鸿蒙神丹, 贱木的还是贱木的果实, 传说, 贱木的果实有千百种, 有的可预御出各种神族, 有的则长出混沌级别甚至鸿蒙级别的神器, 有的可吞服修炼混沌神体, 若长久吞服修炼, 其神体之强将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秦化宗徐巧英何以离开归原建宗之后, 徐巧英沉生道, 没想到陆一平情道如此之高, 以前是我景底观天罢了, 何以亨生道, 我看是姓陆的故弄玄虚, 秦祖实在可笑, 然后又故意道, 黑龙秦自想, 说不定是黑龙秦秦内的黑龙魂所谈, 根本不是陆一平所谈, 你根本没输给陆一平, 陆一平厚颜无耻, 瞧你的雪满乾坤, 我越想越气愤, 徐巧英沉吟道, 雪满乾坤, 我们自然得要回来, 若是其他秦丢就丢了, 但是雪满乾坤乃是当年秦圣公公主之秦, 意义非凡, 但师姐的意思是, 何以问道, 我等会便将此事禀报师尊, 让师尊请秦神老祖宗出山, 徐巧英说道, 秦神老祖宗前来, 亮楚通也不敢庇护他, 到时, 信路的不敢不将雪满乾坤交出来, 徐巧英想道, 先前被黑龙秦秦英正非, 在众人面前颜面丢尽, 声音有息了, 何以喜然笑道, 秦神老祖宗要是出山, 那就太好了, 到时秦神老祖宗前来, 不仅要让他将雪满乾坤交还回给师姐你, 还要让他给师姐你叩头赔礼, 秦神, 乃是九天最古老的存在, 其辈分比楚通还要高, 与圣魔同一时代的强者, 而其秦道, 在圣魔时代时, 就已是九天第一人, 并被封为秦神, 这么多年过去, 可想其秦道, 徐巧英说完, 取出幸福, 将雪满乾坤之事, 禀报给了其师尊, 及秦化宗宗主承白, 承白迟疑了一下, 然后进了祖地, 最后来到了祖地深处, 秦神隐士的宫殿之前, 承白有事前来叩见秦神老祖宗, 承白跪了下来, 公公静静扣服道, 何事来饶我, 一道沙哑的声音, 自宫殿内响起, 声音虚无缥缈, 透着岁月无尽沧桑, 承白也没有隐瞒, 说道, 若是其他事情, 承白不敢前来惊扰秦神老祖宗, 但是雪满乾坤被他人抢走, 承白不得已, 才前来禀报, 什么? 雪满乾坤被他人抢走了? 声音隐有怒意, 也不见宫殿大门打开, 承白面前出现了一个青发老者, 老者脸色红润, 阴鼻, 双眼冷峻, 老者正是有秦神之称的傅超, 是谁? 傅超脸色冷然, 他叫陆一平, 承白说道, 此人现在在归原建宗祖地, 他是归原建宗祖师楚通相识之人, 傅超冷笑, 一个小小的归原建宗, 狗胆倒是不小, 竟然敢抢夺我秦画宗的雪满乾坤, 说完, 画成一道阴色, 消失在原地, 我现在去一趟归原建宗, 很快回来, 一日过去, 四日, 建宗大会如期举行, 归原建宗山峰, 人潮涌动, 各方强者汇聚, 就在建宗大会要开始时, 一道人影从天际急速破空而来, 很快便来到了归原建宗上空, 归原建宗在场弟子定睛一看, 都是吓了一跳, 赶紧拜扶一地, 来人, 正是从太叙域竟然赶回来的归原祖师楚通, 第115章, 主人在交述, 主席台上, 本来正主持建宗大会的归原建宗老祖秋月, 见识楚通, 也赶紧上前行礼, 拜见祖师, 拜见楚通大人, 许许多多家族家主, 老祖, 弟子, 也都赶紧行礼, 一片又一片声浪, 楚通看着面前众人, 说道, 起来吧, 建宗大会继续举行, 说完, 也没逗留, 破空离去, 往祖地而回, 待楚通身影消失后, 秋月和众人才知起身, 现场众人拥拥私语起来, 楚通大人和那新陆的不知是什么关系, 不会是他在外收的弟子吧, 楚通大人一直没有收清传弟子, 还真说不定, 见楚通归来, 众人不免再次猜测其楚通和陆一平关系, 其实从昨天到现在, 各方一直在猜测楚通和陆一平的关系, 各种猜测都有, 孙宏元起身后, 来到秋月身后, 说道, 秋月大人, 吴清国大人被杀, 我们归原建宗, 反而庇护陆一平, 现在各派各族都在指责我们归原建宗, 我还听说, 太清剑派诸位建主震怒, 连太清剑派的正上清老祖宗也都为此出关了, 我们为了一个陆一平, 这样做, 完全不值得, 秋月看了孙宏元一眼, 昨天, 孙宏元被龙角金牛一阵狂山成了猪头, 经过昨天恢复, 脸上已经不肿了, 不过, 他知道孙宏元是怀恨在心, 他开口道, 我明白你意思, 其实我也觉得, 为了一个陆一平而得罪太清剑派, 秦华宗两派不值得, 但是你我俩人人为言轻, 根本无济于事, 孙宏元沉吟道, 你和孔一凡几位大人相熟, 要不, 你劝说一下孔一凡几位大人, 然后和孔一凡几位大人, 向冯文老祖宗提建议, 要是冯文老祖宗同意, 向祖师明说, 祖师应该能变明孰亲孰众, 秋月沉思, 想了想, 说道, 今晚, 我再和孔一凡几人商议一下, 而此时, 楚通进入了祖地, 闻须而来的冯文和归原建宗众祖, 赶紧出来迎接楚通, 人呢? 楚通问冯文, 声音不可抑制地有些颤抖, 冯文等人见楚通激动如此, 不由错愕, 他现在在神圣殿, 冯文赶紧回答道, 神圣殿是祖地最大最好的宫殿, 楚通让人修建好之后, 冯文等人曾建议起其他名, 但是楚通坚持起名为神圣殿, 听冯文说, 陆一凭在神圣殿, 楚通激动中往神圣殿急速飞来, 冯文和归原建宗诸祖跟在后面, 不一会, 楚通等人便来到了神圣殿, 楚通来到神圣殿前, 深吸了一口大气, 尽力压着心中激动, 然后走了进去, 冯文等人要跟进去时, 楚通将冯文等人拦了下来, 说道, 冯文跟我进去就行了, 你们都在外面候着, 随后, 他带着冯文走了进去, 归原建宗其他老祖, 见楚通一样举动, 不由的面面相去, 进入神圣殿后, 楚通放轻了脚步, 似乎生怕惊扰到里面之人, 跟在楚通后面的冯文健壮, 更是恶然, 神圣殿, 有三重, 穿过前面两重院子后, 来到最后一重时, 只见一个金毛壮汉, 正守在院子大门外, 正是龙角金牛, 楚通见识龙角金牛, 双手抖动, 然后来到龙角金牛面前, 恭身恭敬道, 小子楚通, 激动的楚通, 呆了半场, 小子楚通, 小金大人, 他脑子一时回转不过来, 龙角金牛看着面前恭敬, 激动的楚通, 咧嘴而笑, 楚通小子呀, 有些年没见了, 现在混得不错呀, 楚通文言, 笑了, 冯文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祖师笑容如此开心过, 都是当年小金大人指点有方, 楚通笑道, 龙角金牛拍了拍楚通肩膀, 笑道, 这些年, 肉身练得挺结实, 还可以, 不过, 你这实力, 还是有些弱鸡, 当年, 他拍楚通肩膀, 楚通连一下都受不了, 直接被拍进地底, 在神圣森林时, 楚通可是没少受龙角金牛虐, 不过回想起来, 当年是越捞越爽, 那些日子, 让他怀念, 这些年, 他曾多次想回去, 再给龙角金牛虐一番, 听龙角金牛说, 楚通的实力有些弱鸡, 冯文吞咽了一下, 以他们祖师的实力, 还有些弱鸡, 那他算什么? 弱鸡鸡? 那外面的灵星兵等人, 岂不是弱鸡鸡鸡鸡? 楚通对龙角金牛笑道, 小子楚通这些年, 不曾忘了小金大人教会, 一直苦练肉身, 龙角金牛笑道, 进去吧, 主人在里面浇树, 浇树? 楚通和冯文疑惑, 陆一平的确是在院子内浇树, 他正用星辰混沌水, 浇灌着九天西壤上的世界第一神术剑术, 和昨天一样, 在他浇灌了一碗星辰混沌水之后, 剑术终于再次长出了叶嫩芽, 小小的, 但是极其可人, 加上昨天那片, 一共就是三片小嫩芽了, 剑术周围, 混沌之气更是缭绕, 点点金光点缀, 哪怕是在白天, 也都极其美丽, 楚通和冯文两人走了进来, 正好看到陆一平给剑术浇灌第二碗星辰混沌水, 一滴一滴的星辰混沌水, 从玉坪之内滴落, 在阳光下, 折射着迷人而梦幻一般的星辰光芒, 冯文一进来, 便看到了那梦幻光芒的星辰混沌水, 双眼瞪大, 一脸震撼, 这是星辰混沌水, 是星辰混沌水吗? 他不敢相信, 近来竟然看到了九天各大超级势力, 曾抢得天崩地裂的星辰混沌水, 而且, 那曾被抢得天崩地裂的星辰混沌水, 现在却被陆一平用来浇树, 而且不是一滴一滴的浇, 说, 他目光落在剑术上, 看到剑术周围那缭绕的混沌之气, 看到了剑术周围那点点金光, 这是什么说? 天下竟然有如此神术, 才刚刚长生, 就有如此浓郁的混沌之气, 那可是混沌之气啊, 要是吸一口, 都是受用无穷, 要是此术继续成长下去, 可想混沌之气如何惊人, 到时在此树下吸纳混沌之气修炼, 那他的实力, 岂不是像坐了飞船一样, 嗖嗖地往上飞? 第116章, 别怪我郑上青不讲情面, 楚通同样吃惊, 陆一平用星辰混沌水浇灌剑术, 但是他曾陪伴在陆一平身边有些日子, 所以, 还没有和冯文一样震撼得难以挪步, 楚通很快回醒过来, 他快步上前, 来到陆一平面前, 激动而恭敬地拜扶下来, 口头道, 弟子楚通, 给师尊请安, 说到这, 头抵着大地, 一动不动, 正正经于陆一平, 用星辰混沌水浇灌剑术的冯文呆若目击地看着贵妇在那里, 头抵着大地, 不敢动弹地楚通, 祖师, 你, 他震惊道, 继而看着陆一平, 一脸不可思议, 师尊, 祖师的师尊, 这陆一平, 是祖师的师尊, 楚通的师尊是谁, 一直以来是个谜, 归原建宗无人知道, 九天无人知道, 归原建宗所有人都只知道楚通出自储家, 随即, 他想到了陆一平那枚和楚通随身佩戴在身边一模一样的令牌, 想到了昨天龙角金牛的碧落神拳, 想到了楚通刚才和龙角金牛的话, 原来, 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 祖师的碧落神拳还是刚才那小金大人指点的, 冯文震惊中, 下得赶紧来到楚通身后, 也都贵妇下来, 陆一平看着贵妇在面前的楚通和冯文两人, 停了下来, 对楚通一笑, 都起来吧, 楚通听着陆一平熟悉的声音, 激动的眼眶一红, 又拜了一下, 谢师尊, 待楚通起身后, 冯文也才敢起身, 当年我就对你们说过, 以后在外人面前, 称我大人, 陆一平对楚通道, 楚通低头, 像犯错的孩子, 是, 弟子知道了, 陆一平继续往剑术浇灌了一碗星辰混沌水, 和昨天一样, 这次剑术没长牙, 只是略微长高了一点点, 这玩意, 还真是难培养, 陆一平胆慨道, 四碗星辰混沌水, 才长出两片嫩牙, 冯文双眼瞪直, 浇灌这神术, 用了四碗星辰混沌水, 才两片嫩牙, 四碗星辰混沌水啊, 别说四碗, 便是四滴星辰混沌水, 给他头顶浇灌下去, 他头顶都不至于只长两片嫩牙吧, 他死死看着那巴掌高的剑术, 那眼神, 就像是跟剑术有仇, 但是这时, 他才注意到了, 种植剑术的九天西壤, 看着那金灿灿的九天西壤, 他突然想到了一物, 这是, 九天西壤, 冯文脱口惊声道, 见冯文失态惊呼, 楚通眉头一皱, 又盯了冯文一眼, 冯文吓得低头, 陆一平淡然道, 不错, 这是九天西壤, 也幸亏这九天西壤, 不然这剑术树破, 还养不活, 陆一平取出两个玉桶, 然后倒了两个玉桶的星辰混沌水, 对楚通道, 我这次出来, 也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两桶星辰混沌水, 便当是师尊给你的见面里吧, 冯文看着那两个半人高的玉桶发呆, 楚通一激动拜扶道, 谢师尊, 陆一平让楚通起来, 楚通恭敬地收了星辰混沌水, 陆一平将九天西壤和剑术收了起来, 然后坐在院子凉亭内, 对楚通道, 你这些年修炼, 可遇到问题, 楚通知道陆一平是要指点他, 当即问了这些年修炼上遇到的许多问题, 陆一平也没让冯文离开, 让其在一旁听着, 冯文发现, 当陆一平指点楚通时, 地涌金莲, 天降金花, 看着地面不断涌现的一朵朵金莲, 天空不断降落的一朵朵金花, 冯文梦了, 这些金莲, 金花围绕在陆一平身边, 远远看去, 陆一平就像是不断生出金莲, 金花, 冯文口干舌燥, 这算什么, 陆一平只是开口随意指点他们祖师, 竟然就天降一响, 他看着那不断涌动的金莲, 金花, 有种梦中的感觉, 而神圣殿外, 等候的李星斌和归原建宗其他老祖, 见楚通和冯文两人进去后, 久久没有出来, 不由心感奇怪和疑惑, 祖师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一位老祖疑惑道,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另一位老祖摇头, 祖师让我们在外面等, 没有祖师命令, 我们就不要进去了吧, 李星斌眉头一皱, 可是也不能一直让我们在外面等吧, 这陆一平架子好大, 言语中透着不悦和不满, 昨天他被龙角金牛轰得吐了几口血, 这让他非常非常不爽, 从昨天到现在, 归原建宗其他老祖看着他的眼神都有些异样, 老祖孔一凡突然说道, 昨天吴经国被杀的消息, 已经传回太清剑派, 太清剑派上下震怒, 听说连上清大人都为此出关了, 死了一尊天神中气高手, 哪怕是对于太清剑派这样的超级宗门来说, 都是大事, 关键是, 吴经国还是来参加归原建宗的建宗大会, 被当众杀死的, 这就更不是小事了, 众人一片沉默, 一天后, 就在众人等的不耐烦, 反火时, 众人见楚通和冯文两人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楚通和冯文两人都是一脸激动样子, 两人脸上都挂着红韵, 众人见状, 不由奇怪, 只是, 众人见只有楚通和冯文出来, 却不见陆一凭身影, 都是不约, 这陆一凭什么意思啊, 将他们晾在外面一天, 现在连见都没见他们, 是他们于无物, 不过, 众人虽然满心火气, 但是也不敢在楚通面前表露, 祖师, 众人上前, 功声道, 楚通点头, 对众人道, 大家都回去吧,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 大家不得靠近神圣殿, 说完, 和冯文破空而去, 众人在原地发愣, 祖师的意思是, 这神圣殿反倒成了陆一凭自己一个人的境地, 太清剑派总殿, 太清剑派宗主和一众老祖, 齐居大殿, 大殿压抑, 太清剑派老祖宗郑上青, 脸色阴沉地看着大殿众人, 他声音冷冽, 命令情怀, 现在立即过去归原建宗, 让他质问楚通那后辈, 陆一平杀了我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 归原建宗为何不仅没有秦拿, 反而像贵宾一样将其迎进祖地, 我郑上青给他一天时间, 若将陆一平秦拿上来, 交给我太清剑派, 此事, 我太清剑派便不追究, 一天后, 若楚通还没动手, 那就别怪我郑上青不讲情面, 第117章, 希望你们别让我等太久, 郑上青充满肃杀的声音, 在太清剑派总殿久久回荡, 大殿上太清剑派众祖聚都尽若寒蝉, 上青老祖宗放心, 我现在便给秦淮老祖传令, 太清剑派宗祖功声道, 然后取出信符给老祖秦淮传达郑上青的命令, 太清剑派在九天各域都有分布, 秦淮便是太清剑派镇守苍神域的老祖, 也是一位卫面之主, 虽然和归原建宗老祖李星斌一样是卫面之主初期, 但是实力要比李星斌强大得多, 卫面之主可掌控卫面之力, 但是同样是卫面之主初期, 因掌控的卫面之力数量不同, 战力差别很大, 李星斌掌控的卫面之力只有七万多斗, 而秦淮掌控的卫面之力达到了一百万斗, 是李星斌的十几倍, 七万多斗和八万斗相差不大, 但是七万多斗和十万斗差别就大了, 更别说七万斗和一百万斗之差, 远在苍神域的秦淮, 很快便收到了太清剑派宗主的幸福消息, 秦淮看完幸福信息, 双眼寒芒, 对麾下众强者道, 召集所有真神强者, 随我前往归原建宗, 片刻后, 秦淮麾下七大天神, 近百真神全部汇聚, 众人破空而起, 往归原建宗急速而来, 秦淮也没掩饰身上气息, 卫面之主的强觉气息完全释放开来, 席卷天地, 其所过之处风雷滚滚, 天地漠不变色, 经过各大城池上空时, 城池强者漠不惊恐, 是太清剑派秦淮大人, 看方向, 秦淮大人是要去归原建宗, 吴经国大人被杀, 听说归原建宗庇护凶手, 不仅没有倾拿对方, 反而将对方引寝进阻地, 太清剑派怎么可能推咽下这口气, 我们也过去归原建宗, 看归原建宗怎么交代此事, 一些隐士的强者纷纷被惊动, 太清剑派可是九天真正巨无霸存在, 现在太清剑派震怒, 九天只怕都要颤上三颤, 归原建宗虽然也是九天巨无霸, 位列九天十大势力, 太清剑派排名第四, 归原建宗底蕴与太清剑派这种古老宗门相比, 还是相差太多了, 若此事处理不好, 归原建宗只怕会从十大超级势力中跌落, 此时乃是下午, 归原建宗的建宗大会仍然在如火如荼举行, 秋月端坐在主席台上, 看着台下各大势力弟子鄙视百无聊赖, 突然, 一股浩瀚如海的强绝气息从远方天际滚滚而至, 气息之强让秋月脸色大变, 卫面之主, 而且气息如此之强, 绝对是一尊比先前李星兵老祖宗还强大的卫面之主, 紧接着, 在这卫面之主之后, 还有一百多道强横气息, 七大天神, 敬拜之神, 这样一股力量, 已经堪比九天一些超级势力了, 九天一些超级势力, 也只有一位卫面之主, 几位天神而已, 原本参加建宗大会, 正在鄙视的各大势力弟子, 也都不由惊然看向了天际, 带近了, 众人看清了来人, 是太清剑派, 太清剑派秦淮大人来了, 人群有人高声道, 原本端坐在主席台上, 主持建宗大会的秋月, 吓得从座位上起身, 吴经国被杀, 他猜到太清剑派肯定会派人前来, 但是没想到太清剑派会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 来的是太清剑派的秦淮, 他虽然是天神中期, 但是面对秦淮这样的九天巨头, 心中不由一慌, 眨眼, 秦淮和太清剑派一众高手, 便来到了归原建宗山前, 秦淮凌空而立, 看了一眼下方参加建宗大会的无数弟子, 脸色漠然, 这时, 主持建宗大会的秋月, 硬着头皮, 带领归原建宗在场的太上长老, 来到了秦淮面前, 归原建宗, 不知秦淮大人前来, 有失远迎, 秋月强自镇定, 聂声道, 秦淮开口打断, 冷声一哼, 远迎, 远迎就不必了, 我是来给你们归原建宗, 传达我太清剑派老祖宗郑上清大人之令的, 郑上清大人说了, 给你们祖师一天时间, 若他将那陆一平擎拿下来, 交给我们太清剑派, 无经过老祖之事, 我们便不追究, 如若一天之后, 楚通还没动手, 那就不要怪郑上清大人不讲秦面了, 秋月和在场的归原建宗中高手都是脸色大变, 不讲秦面, 这是极重的警告了, 而且还是郑上清大人亲口发出的警告, 郑上清, 九天的老古董之一, 哪怕是他们归原祖师楚通在郑上清面前, 也是后辈, 从祖地赶出来的李星斌, 孔一凡十几人听到秦淮的话, 同样脸色一变, 面对郑上清这样的九天无上霸主, 没人敢将他的话当玩笑话, 不夸张地说, 郑上清一句话, 一声令下, 足以让一个普通的超级势力一夜之间覆灭, 李星斌来到秦淮面前, 抱拳极其客气道, 秦淮兄, 我们归原建宗并非有意庇护那陆一平, 还请入殿, 你们也听到了, 我来是告诉你们郑上清大人的话的, 一天之内, 你们请拿陆一平交给我们太清剑派, 此事便作罢, 或者, 一天之后, 你们继续庇护陆一平, 选择和我们太清剑派作对, 到了那时, 你们就别怪我们太清剑派不念秦面了, 秦淮说到这, 又道, 你们应该还记得, 当初凤凰神宗是如何覆灭的, 李星斌, 孔一凡, 邱月等人脸色难看, 当年, 凤凰神宗就是被玄天宗, 太清剑派联手灭掉的, 凤凰神宗可不是普通的超级宗门, 而是有着四位未面之主的超级宗门, 所以, 当年凤凰神宗的覆灭, 在九天还是急轰动的, 哪怕已经有数万年之久, 但是凤凰神宗覆灭之事, 现在仍有人不时谈起, 凤凰神宗覆灭, 男弟子被屠杀干净, 而女弟子, 下场大多都很惨, 李星斌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秦淮凶稍等, 我们现在进祖地见冯温大人, 让冯温大人禀报祖师, 秦淮脸色冷漠, 我再次等你们消息, 希望你们别让我等太久, 第118章, 我现在在归原祖地内交述, 听秦淮说别让他等太久, 口气居高临下, 李星斌脸色一沉, 但是最终点头, 然后和孔亦凡十几位老祖, 再次返回了祖地, 秦淮副手而立, 和太清剑派众高手凌空等待起来, 由于秦淮并没有掩饰声音, 所以, 参加剑宗大会的各方弟子都听得一清二楚, 都是哗然, 郑上清大人竟然出关了, 归原剑宗简直作死, 吴金国被杀, 不仅没有擒拿陆一平, 反而引寝进祖地, 也难怪郑上清大人如此怒火, 太清剑派之威, 又岂是归原剑宗能随意挑衅和践踏的, 你们说归原祖师楚通大人会怎么选择? 听说那陆一平和他关系匪浅, 关系匪浅又如何, 他不可能为了一个陆一平, 让归原剑宗陪葬吧, 只要楚通大人还清醒, 肯定会请拿下陆一平交给太清剑派, 不过, 就算他将陆一平请拿下来交给太清剑派, 太清剑派肯定也会忌恨此事, 以后归原剑宗的弟子, 日子怕是没那么舒适了, 人群中议论之声四起, 远处, 孙红元听到人群议论, 脸色阴沉, 恨然道, 都怪那陆一平,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若非他, 我们归原剑宗, 怎么可能和太清剑派交恶, 这个陆一平, 简直该死, 其身边一位归原剑宗弟子道, 孙红元大师兄说的没错, 这个陆一平, 就应该被直接处死, 孙红元冷然道, 他得罪太清剑派不说, 还得罪了秦化宗, 让我们整个归原剑宗因他而受牵连, 我要是楚通大人, 直接一巴掌将他拍死, 等着吧, 等会楚通大人将陆一平扔出祖地, 在各方弟子议论中, 李星斌, 关系不简单, 不知祖师会做出如何选择, 眉头紧皱, 李星斌面无表情道, 他和陆一平关系不简单, 但是, 也不能让我们归原剑宗数千万弟子给陆一平陪葬吧, 又道, 陆一平闯的祸, 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背, 孔一凡叹道, 希望祖师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十几人来到了冯文宫殿, 此时, 宫殿之内, 冯文正激动异常地看着眼前十滴星辰混沌水, 陆一平赐了两桶星辰混沌水给楚通, 而楚通给了他十滴, 有了这十滴星辰混沌水, 他实力必能提升不少, 冯文大人, 我们有事禀报, 宫殿外, 李星斌的声音响起, 进来吧, 冯文赶紧将十滴星辰混沌水收好, 开口道, 李星斌, 孔一凡十几人鱼贯而入, 见李星斌十几人奇然而来, 冯文心感奇怪, 问道, 你们过来试, 李星斌十几人相识, 然后将事情如实禀报给了冯文, 冯文文言一点怪异, 秦怀在外面, 让祖师一天之内, 请拿下陆一平, 李星斌点头, 说道, 是, 我们知道祖师和陆一平关系不简单, 但是还请冯文大人, 劝说祖师大人以大局为重, 不要因为一个陆一平, 而陪葬了整个归缘建宗, 冯文摇头, 此事, 你们不要说了, 祖师呢, 你们也不必劝说了, 祖师不可能对陆一平动手, 这时, 一位老祖突然道, 祖师, 众人竟然看去, 只见不知何时, 楚通已来到后面, 楚通正冷冷地看着李星斌等人, 你们要我请拿下陆一平, 给太清剑派赔罪, 他本来正在炼化星辰混沌水, 现在, 他想杀人, 众人见楚通脸色不对, 一时不敢开口, 缓了一会, 李星斌如声道, 秦怀说了, 郑上清大人大怒, 说一天之内, 若不请拿下陆一平, 交给他太清剑派, 那他便不讲情面, 所以呢, 楚通声音越冷, 李星斌硬着头皮说道, 还请祖师冷静, 不要感情用事, 祖师应该还记得当年凤凰神宗是怎么被灭的, 凤凰神宗被灭之事, 楚通冷然一笑, 你是在提醒我吗? 不敢, 李星斌赶紧道, 楚通扫视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 冷然道, 我若不请拿陆一平, 你们打算怎么做? 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相识, 我们都一直觉得, 祖师应该请拿下陆一平, 然后交给太清剑派, 李星斌深吸了一口气, 缓然道, 眼神坚定, 祖师不应该为了一个陆一平, 得罪太清剑派, 况且, 陆一平还伤了神女徐晓英, 而且夺了血满乾坤, 秦华宗肯定也会前来问罪, 楚通冷然道, 别说得罪太清剑派和秦华宗, 纵然得罪整个九天, 又如何? 众人面面相去, 打开祖地静止, 让太清剑派的人进来, 陆一平的声音突然传来, 是, 楚通一正, 随即攻声道, 然后双手挥动, 祖地光芒涌动, 大阵静止逐一打开, 李星斌, 孔一凡见楚通, 竟然真的听从陆一平的话, 将祖地的大阵静止打开, 而且没有半点迟疑, 都是惊疑, 外面, 太清剑派的秦华等人, 见归原剑宗祖地大阵静止逐一打开, 不由意外, 你们太清剑派, 不是要勤拿我问罪吗? 我现在在归原祖地内交述, 你们可以进来勤拿我, 陆一平淡然的声音响彻天地, 在祖地内交述, 不仅秦怀, 连秋月等人闻言, 也都错愕, 怎么, 不敢进来吗? 就在秦怀迟疑时, 突然, 一股恐怖吸纳之力破空而来, 秦怀和其身后太清剑派众人 全部被吸纳进了归原祖地, 待秦怀等人停下来时, 已经来到了神圣殿前, 秦怀等人看去, 只见神圣殿前, 一位阑山年轻人正拿着一个玉瓶交述, 年轻人身后站立着一个金发壮汉, 秦怀正要开口, 突然看到兰山年轻人手中玉瓶内不断滴落的 那一滴滴折射着星辰光芒的梦幻般的水滴时, 呆了呆, 继而迟迟到星辰混沌水, 太清剑派其他高手不认的星辰混沌水, 一听都是震惊,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不断滴落的水滴, 秦怀大人的意思是, 兰山年轻人正用星辰混沌水来交述, 李新兵, 孔一凡等人见秦怀被吸纳进来, 也都从冯文宫殿赶紧飞了过来, 代理新兵, 孔一凡等人感到, 看到那一滴滴不断浇灌进剑术的星辰混沌水, 也都呆了, 指着陆一平半上说不出话, 冯文过来, 看到这一幕仍旧难掩心中震撼, 虽然他昨天已看过, 但是现在见那一滴滴星辰混沌水正被浇灌, 仍然有种世界太疯狂的感觉, 第119章, 不服气, 这时, 陆一平浇了一碗星辰混沌水, 剑术光芒涌动, 终于再次长出了一片嫩芽, 看着那一片可人的嫩芽长出, 陆一平露出笑容, 一碗星辰混沌, 终于又长出一片嫩芽了, 一碗星辰混沌水, 一片嫩芽, 秦怀和太清剑派中高手, 李新兵, 孔一凡等人心头狂震, 也不知是不是被震住了, 秦怀等人竟然一时不敢动手, 秦怀看着那不要钱似的被浇灌下去的星辰混沌水, 口干舌燥, 当年, 他们太清剑派为了抢夺几滴星辰混沌水, 几乎是举派出洞, 死了多少强者, 郑上清大人当时还和一位老古董打了几天几夜, 打得连腿都软了, 连气都快断了, 就为了抢那几滴星辰混沌水, 而现在, 眼前陆一平却是用一碗来浇灌树, 秦怀简直是有种抓狂的感觉, 紧接着, 他看到陆一平又拿起玉瓶, 继续网术浇灌, 众人一呆, 看着那继续不断滴落的星辰混沌水, 众人心中发颤, 只觉双手抖动, 李星斌一众曾几次想冲上去, 疯狂捶死陆一平, 但是每次想冲上去, 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不敢, 陆一平站在那里, 全身没有一点力量波动, 但是, 他们却不敢上去, 楚通也站在那里, 没有上前, 生怕打扰到了陆一平交术, 他知道, 师父做事是不喜欢被人打断的, 当年圣魔大人就有一次打断了师父, 被师父揍得屁股开了花, 圣魔大人足足几天不敢坐下来, 终于, 陆一平交完第二碗, 剑术再次长高了一点点, 陆一平见一片嫩牙上粘着一滴, 吹了一口气, 那滴星辰混沌水滚了滚, 然后滴落下来, 融入了九天吸壤, 被剑术吸收, 那个, 好像是九天吸壤, 一位太清剑派天神经高手弱落到, 众人这才将注意力从星辰混沌水移开, 目光落到了那块不大不小的土上, 只见那块不大不小的土流光一转,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其中不断涌动, 孕育, 这股力量仿佛来自混沌, 来自天地出世, 还真是九天吸壤, 交完术, 陆一平这才将九天吸壤和剑术, 还有星辰混沌水收了起来, 这几天, 交完水后, 他都会抽时间用自己的大道之力诸入剑术之中, 如此培养下去, 剑术逐渐成长, 将会成为他的本命神器之一, 到时谁也无法再夺走, 见陆一平将九天吸壤, 剑术星辰混沌水收起, 众人这才回醒过来, 刚才一切仿佛做梦一般, 秦淮刚想开口, 这时, 楚通来到陆一平面前, 恭恭敬敬道, 师尊, 秦淮张开的口, 停了下来, 和李星斌等人聚都一脸不可思议, 师尊? 他们看了看陆一平, 又看了看楚通, 冯文也赶紧上前行礼, 陆一平道, 起来吧, 楚通和冯文恭敬起身, 和龙角金牛一起, 一左两右站到了陆一平身后, 你们太清剑派, 命令楚通一天之内, 请拿下我, 交给你们太清剑派, 陆一平默然地看着秦淮, 还有太清剑派众高手, 秦淮和太清剑派一百多名高手, 没人开口,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秦淮心中惊涛骇浪, 这个刚在九天冒出来陆一平, 竟然是楚通的师父, 楚通的师父之前一直没人知道, 陆一平到底是什么来路, 竟然用星辰混沌水来浇水, 而且用九天西攘来种树, 那树他认不出来, 但是也知道, 绝对是比星辰混沌水还宝贝的东西, 不然, 不可能每天用这么多星辰混沌水来浇灌, 你们出手吧, 陆一平淡然道, 你们可以一起出手, 秦淮脸色难看, 他开口道, 阁下, 我们太清剑派并非不讲理之人, 冤家已解不宜结, 阁下若愿与我们太清剑派, 出手吧, 陆一平开口打断, 面无表情, 秦淮一耶, 说道, 阁下, 真打算与我们太清剑派不死不休, 我们太清剑派的底蕴, 不是你能想象的, 龙角金牛调侃笑道, 哦, 你们太清剑派的底蕴不知多厚, 不知是一百尊未免之主, 还是一千尊未免之主, 听龙角金牛调侃, 秦淮脸色一沉, 说道, 你是陆一平的下人吧, 太清剑派乃九天巨无霸, 又岂是你一个下人能调侃的, 他刚要说下去, 突然, 龙角金牛一巴掌扇了过来, 秦淮只觉脑袋一轰, 整个人被砸到了地面, 轰然一响, 李新兵, 孔一凡等人, 其然呆若目击, 秦淮被太清剑派派来苍神域, 镇守苍神域分部, 秦淮实力, 他们都是知道, 是一尊修炼出了一百万斗未免之力的未免之主强者, 竟然, 就这样被直接抽翻在地, 先前, 龙角金牛避落神拳将李新兵轰得吐血, 孔一凡等人也没太放在心上, 毕竟李新兵才修炼出了七万多斗未免之力, 而现在, 看着一百万斗未免之力的秦淮被抽翻, 都是嘴角一抽, 太清剑派众人更是一脸呆滞, 龙角金牛走上前, 一脚踩住秦淮的脸, 一用力将秦淮整个头踩进了地面, 四周地面开始均裂开来, 龙角金牛默然地看着对方, 你废话太多了, 我是主人的下人没错, 但是虐你没问题, 冯文看着被踩进地底的秦淮, 吞咽了一下, 现场, 除了陆一平, 只有楚通一脸如常, 当年在神圣森林, 连圣魔, 齐战天, 时光老人, 乾坤之主, 可都是经常被小金大人虐得不成人样, 何况这秦淮, 秦淮虽然修炼出了一百万斗未免之力, 但是与圣魔, 齐战天, 时光老人, 乾坤之主相比, 差太远了, 秦淮一个未免之主, 更是掌管太清剑派苍神域, 挥下高手如云, 何曾被人如此踩过脸和虐过, 不由又惊又怒, 双眼几乎可以喷得出火来, 他使劲怒视着龙脚金牛, 龙脚金牛见了, 道, 怎么, 看你怒气怨恨的样子, 不服气, 说完, 脚抬起, 猛然一脚踩了下去, 直接将秦淮踩爆, 秦淮神格还有神魂, 也都齐然爆开, 血, 箭的四周地面都是, 第120章, 你们下场会比我惨, 一切变化太快, 太清剑派前来的七位天神, 近百位真神, 全部盯着秦淮的尸体, 一呆, 继而只觉浑身发凉, 他们奉赠上清大人之命而来, 来之前, 路上秦淮大人气息压盖四方, 何等意气风发, 现在, 却被直接踩死, 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 看着秦淮的尸体, 也都久久发呆, 难以反应, 龙脚金牛转手过来, 太清剑派众高手看着龙脚金牛, 巨都惊恐万壮, 路一凡看着秦淮尸体, 也有些无奈, 剑神洛宁背后是英明族, 本来, 他还想留着秦淮的命, 查一下太清剑派是否与英明族有关的, 龙脚金牛却二话不说, 直接才死了, 路一凡将其中一位天神后妻巅峰射拿到面前, 然后搜魂, 秦淮被杀, 他只能查看这天神后妻巅峰记忆了, 这时, 太清剑派其余高手四散飞起, 惊恐而逃, 看着飞散而逃的太清剑派高手, 龙脚金牛冷哼一声, 无形音波扩散, 研磨, 瞬间追赶上所有飞逃的太清剑派高手, 这些太清剑派高手全部被震得扑落下来, 随着这些太清剑派高手被震落, 地面被砸得轰然响动不已, 只一声冷哼, 六位天神, 近百位真神, 全部被震落, 没一人遗落, 李星斌, 孔一凡一众归原剑宗老祖看得心惊, 龙脚金牛脸色冷漠, 上前将这些太清剑派高手一个接着一个踩进弟弟, 轰然暴响不断, 每一个仿佛都踩进了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心灵, 陆一平对那位天神后期巅峰高手搜魂结束, 一手捏爆, 很快, 龙脚金牛将这些太清剑派高手全部踩死, 陆一平目光落在了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身上, 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眼神飘闪, 不敢看陆一平, 各位, 不打算说点什么? 陆一平淡然道, 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 奇然陌生, 缓了一会, 李星斌知无道, 先前, 我们不知大人身份, 所以冒犯大人, 还请大人见谅, 然后又道, 我们劝说祖师擒拿大人, 也是为了整个归原剑宗考虑, 陆一平冷笑, 为了归原剑宗考虑, 你们是为自己立意考虑吧, 郑上清一句命令, 要擒拿我, 你们就吓得屁滚尿流, 逼迫你们祖师动手, 是不是到时挣上清钱来, 让你们擒拿下你们祖师, 你们就擒拿你们祖师, 当才, 你们是不是还想着, 若你们祖师不动手, 就判出归原剑宗, 李星斌, 孔一凡等人脸色难看, 其实, 李星斌刚才还真的有这个念头, 若楚通不动手, 擒拿陆一平, 得罪了太清剑派, 那他只能离开归原剑宗, 我们绝无此想法, 李星斌对楚通道, 还仅祖师明剑, 有没有这个想法, 很快就知道了, 陆一平淡然道, 双眼一道梦幻光芒发出, 李星斌整个人双眼变得呆滞起来, 刚才, 你可是想判出归原剑宗, 陆一平问道, 是, 若楚通继续包庇陆一平, 他一意弧行, 得罪太清剑派, 我没必要陪他一起死, 李星斌开口道, 若有机会, 我会请求加入太清剑派, 孔一凡等人脸色一变, 无疑是李星斌内心真实想法, 陆一平问完这一句后, 也没再控制李星斌心神, 恢复了其神志, 李星斌神志恢复过来, 见孔一凡等人巨都脸色怪异地看着自己, 而楚通, 冯文两人双眼更是冷力, 不由一阵惊慌, 按照宗门叛徒处置吧, 陆一平对楚通道, 然后通道归原剑宗, 是, 师尊, 楚通恭敬应道, 他明白陆一平意思, 处置李星斌, 震涉归原剑宗新生一新弟子, 李星斌文言自知必死, 反而向孔一凡等人疯狂攻击过来, 同时, 对陆一平楚通争名利孝道, 陆一平楚通, 你们别得意, 你们先杀吴金国, 现在又杀秦淮靖百态清剑派高手, 郑上清大人必然不会放过你们, 到时, 你们下场会比我惨, 就在李星斌冲向孔一凡等人时, 一道人影一闪, 挡在了他面前, 正是楚通, 楚通双眼冷然, 身后浮现出一条巨大神龙, 龙银震天, 他双拳猛然轰出, 神龙飞出, 从李星斌身体一穿过, 李星斌僵立在那里, 只见胸口已完全被神龙冻穿, 他精具地看着楚通, 楚通很多年没出手, 现在, 楚通实力远远超乎他想象, 紧接着, 楚通人影闪动, 一抹剑光划破虚空, 李星斌人头滚落, 双眼透着无尽不甘, 孔一凡等人看着人头滚落的李星斌, 震惊处通实力的同时, 也都心情复杂, 随后, 陆一凡也都对孔一凡等其他老祖进行心神控制, 一番检查下来, 孔一凡等人倒还算对龟云建宗中心, 祖地外面, 建宗大会已经暂时停了下来, 秋月, 孙宏远等人惊疑不定地看着祖地方向, 不知祖地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秋月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孙宏远冷笑, 陆一凡必然会被祖师擒拿, 等会秦怀大人会将其押出来, 这时祖地大阵禁止再次打开, 一道身影飞出正式冯文, 秋月等人见识冯文赶紧飞身上前行礼, 冯文扫视众人冷然道, 龟云建宗李新兵叛宗已被祖师斩杀, 建宗大会继续举行, 若龟云建宗还有谁敢生叛宗之心, 斩, 冯文充满肃杀的声音传遍现场和龟云建宗各座山峰, 秋月孙宏远等人一呆, 龟云建宗李新兵老祖被楚通大人斩杀了, 陆一平呢?被秦拿了吗? 太监派建秦怀大人呢? 就在秋月心中惊疑不定时, 冯文冷然道, 秋月? 秋月一听, 心中一颤, 赶紧道, 晚辈在, 建宗大会继续进行, 冯文道, 下次没有什么大事, 不要暂停建宗大会比试, 听到冯文警告, 秋月慌然功声音士, 直到冯文离开, 回了祖地, 秋月才发现背后全是冷汗, 冯文身影消失后, 孙红元聂如道, 太监建派秦怀大人他们呢? 秋月也都一脸枉然。 第121章, 好必下落, 不仅孙红元, 秋月等人疑问, 所有人都疑问秦怀等人现在情况, 过有陆一平呢? 刚才冯文大人没有说怎么处置陆一平, 孙红元又道, 秋月同样想不明白, 刚才, 他还以为冯文出来是宣布以秦拿陆一平, 交由太监建派赔罪之事, 但没想到, 出来却宣布李星斌叛宗, 然后被祖师斩杀, 秋月大人, 你说, 秦怀大人他们会不会已经被祖师给? 孙红元说道, 做了一个斩杀的手势, 秋月脸色变了变, 吞咽道, 应该不会吧, 先前陆一平杀了吴金国, 郑上清大人都如此震怒了, 要是祖师杀了秦怀大人他们, 那还得了, 到时, 郑上清大人岂不是要将九天都掀翻了? 祖师应该不会做出如此冲动之事, 吴金国是天神中期, 被杀, 郑上清都怒然出关了, 要是未免之主秦怀被杀, 秋月无法想象到时会是什么场面, 剑宗大会继续进行, 主席台上身为首席弟子的孙红元陪坐在秋月旁边, 他看着下面鄙视场上,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身影, 双眼冷然,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一路过关斩将, 现在已经进入前一万名, 秋月见孙红元盯着鄙视场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 知道孙红元心中想法, 说道, 现在还不知道祖师怎么对待陆一平, 所以, 你还是先不要动这两人了, 孙红元点头, 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是跟随陆一平一起来的, 本来, 他是打算祖师擒拿了陆一平交给太清剑派的人带走后, 便对樊玉兰, 樊胜良人下手的, 只是没想到刚才冯文出来并没有宣布陆一平的消息, 他看着场地上正在交手的樊玉兰, 樊胜良姐弟, 冷然一笑, 等一旦确定陆一平被擒拿的消息, 他就将两人玩死, 祖地内, 带楚通让孔一凡等人清理了现场后, 陆一平将楚通召来, 说道, 你查一下, 上古之时, 幻影妖王后来下落, 还有, 将有关幻影妖王的资料给我弄来, 但凡有关幻影妖王的书籍都找来给我, 楚通错愕, 不明白陆一平为何突然要找起上古时期幻影妖王来, 是, 师尊放心, 我这边让人查探和搜集有关幻影妖王的资料, 楚通赶紧道, 他虽然心中疑惑, 但是也不敢多问, 另外, 家紧查找天妖族那个好臂的下落, 陆一平说道, 楚通领命而去, 陆一平之所以要寻找幻影妖王, 当然是想从幻影妖王那得知剑术碎片的事情, 上古之前, 为远古, 远古之前则是太古, 更远是洪荒, 在太古之时, 天地斩碎剑术, 若是得知幻影妖王在哪找到的剑术碎片, 或许有望在其附近寻得其他的剑术碎片, 现在, 他这块剑术碎片已活, 若能寻得其他剑术碎片, 便可吞噬, 融合其他剑术碎片, 到时便可快速成长起来, 不然, 到时每天浇灌两碗星辰混沌水, 他上哪找这么多星辰混沌水, 虽然他在星河尽头找到了一池子, 但是也支撑不了多久, 最多能浇灌个一两年就用完了, 带楚通等人离去后, 陆一平进了神圣殿, 盘坐在神圣殿房间内, 然后修炼起了长生诀, 顿时, 神圣殿在其中流转, 光芒涌动不已, 近些日子, 他每天都坚持参悟第二片造化玉碟之中的大道, 陆一平身体四周, 黑暗光芒浮现, 现在是白天, 但是在陆一平周围的黑暗光芒之下, 整个神圣殿逐一变得黑暗下来, 这是完全黑暗, 伸手不见无止, 而且, 在这黑暗之中, 一切神识接近被屏蔽, 阻挡, 这黑暗是天地最初始的黑暗, 在这边界之内, 一切光明完全消失, 远远看去, 整个神圣殿变成了一团恐怖的黑暗深渊, 而神圣殿周围, 阳光温暖如初, 这黑暗, 正是陆一平参悟第二片造化玉碟之中的黑暗大道, 第二片造化玉碟之内有一百大道, 其中有黑暗大道, 光明大道, 星辰大道, 只要能将黑暗大道, 光明大道, 星辰大道完全参悟, 以后, 他一念之间可化成黑暗明王, 一念之间便是光明主宰, 一念之间便是星辰之祖, 就在陆一平参悟第二片造化玉碟时, 秦淮等人进了归原剑宗祖地后一直没有出来, 而且归原剑宗一直没有擒拿陆一平, 引起了各方猜测, 秦淮大人只怕已经被归原祖师杀死, 这不可能吧, 归原祖师会为了陆一平, 杀死秦淮大人和太清剑派七位天神, 近百位真神, 楚通大人怕是疯了吧, 为了一个陆一平而和太清剑派死战, 真不知楚通是怎么想的, 一时间流言四起, 苍神欲震动,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军家, 军家乃是苍神欲第二家族仅在楚家之下, 而军家老祖宗君太祖及苍神欲第一阵法师听到消息, 也都愣了半声, 有些不幸, 不可能, 这应该是谣言, 军家家主君天剑沉吟道,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怕是真的, 秦淮进入归原祖地, 这是许多人都看到的, 但是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来, 灭神图找到了没有? 君太祖突然问道, 军家家主君天剑回答道, 已经有消息了, 在天妖族一个叫好壁的身上, 我们已经查到, 他就躲在我们苍神欲风雷斧, 哦, 君太祖道, 那就封锁风雷斧, 给我将风雷斧先了, 也要将这好壁给我揪出来, 是, 请太祖放心, 我这边安排人手, 正从秦化宗赶来的秦神傅超, 也都听到了有关秦淮被杀的消息, 为了一个陆一平, 杀死秦淮和太清剑派一百多名高手, 傅超冷笑, 还真是愚蠢和找死, 他马不停蹄, 继续往龟原剑宗飞来, 楚通虽然实力不弱, 但是, 以他实力, 他完全能镇压楚通, 亮楚通也不敢不将陆一平和雪满乾坤交出来, 第122章, 不要留活口, 一夜过去, 天色渐明, 陆一平停下了修炼, 将造化玉碟收回体内, 他刚出院子, 便见楚通过来, 楚通行了礼之后, 对陆一平道, 师尊, 天妖族好壁的下落, 已经打听到了, 哦, 他在哪儿? 陆一喜, 陆一喜, 终于是有那好壁消息了, 好壁就在苍神域, 楚通赶紧回答道, 他现在在风围府湖城, 说到这, 停了一下, 不过,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因为身怀灭神宗的灭神徒, 所以, 遭到不少势力追杀和抢夺, 陆一平意外, 灭神宗是中古时期一个极强的势力, 我现在去一趟风围府湖城, 陆一平当即说道, 那我陪师尊过去, 楚通说道, 不用, 你坐镇归原建宗, 我和小金过去就行, 陆一平摇头, 然后叫来龙角金牛, 骑着龙角金牛破空而去, 眨眼便消失在天际, 风雷府, 湖城, 某家杂草丛生的小院落内, 好壁盘坐在其中, 运转功法, 轻悟从其全身慢慢一出, 旁边, 一个青年正紧张地看着他, 青年正是其弟子苏义, 突然, 好壁一张口, 吐出一大口黑血, 师父, 你怎么样? 青年苏义见状, 上前急然道, 好壁抹了抹嘴角血迹, 说道, 不碍事, 然后冷然道, 血魂殿蜂名得那卑鄙小人, 当年若不是我救了他, 他早被魔龙所杀, 现在, 他竟然出卖我, 向他人泄露我行踪, 说到这, 他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指, 对弟子苏义道, 这空间戒指内, 是我这些年所得, 里面还有些积蓄, 还有我先前在灭神宗遗址得到的灭神图, 你带着他离开九天, 到横渊未面躲起来, 青年苏义闻言, 摇头道, 我不走, 好壁看着弟子苏义, 一叹, 一个人死, 总好过我们师徒两人一起死, 你带着灭神图到横渊, 他们应该找不到你, 以后你参悟灭神图中的灭神诀, 和灭神大阵, 修为有成时, 再替师父报仇, 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响起, 紧接着, 高空出现了数道身影, 黑风宗, 看来道人穿着, 好壁脸色一变, 来人, 正是黑风宗老祖七一凡, 天神初期巅峰, 黑风宗一共有两尊天神, 除了七一凡, 黑风宗另外一名天神强者也来了, 突然, 又是数道身影破空而来, 看到来人, 黑风宗老祖七一凡, 眉头一皱, 来人, 赫然是陶家老祖陶海伯和陶家高手, 陶海伯见到七一凡, 也是破意外, 脸笑皮不笑, 原来是七一凡兄, 看来七一凡兄消息灵通, 比我还早来一步, 七一凡黑黑笑道, 彼此彼此, 先前, 两人联手灭掉凡家, 只是暂时联盟而已, 两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交情, 随后, 又是数批人过来, 这数批人, 都是苍神玉各府一流势力, 实力皆不弱于黑风宗和陶家, 有的甚至比黑风宗和陶家, 还要强上不守, 众人到来之后, 将院子围了起来, 不过, 众人都各有顾忌, 所以也没人先动手, 片刻后, 七一凡看着好臂, 冷然道, 将灭神图交出来吧, 好臂看着院子周围三十多人, 脸色阴沉, 三十多人中, 天神强者九尊, 其他的, 不是天神, 也是真神后期, 或真神后期巅峰, 他心中突生绝望, 回想在九天这些年, 不由悲从心生, 将灭神图交出来, 你还能活命, 陶家老祖陶海伯冷漠道, 好臂看着众人, 悲然一笑, 手中多了一张图, 图似乎是某种神兽之皮炼制的, 他看着众人, 这便是灭神图, 说到这, 一抛而起, 灭神图飞向高空, 其一凡, 陶海伯等人一喜, 破空而起, 向灭神图飞去, 见其一凡, 陶海伯等人抢夺灭神图, 好臂拉着弟子, 苏毅往其中一个缺口飞去, 但是, 就在两人刚飞出院子, 突然, 一道惊人见光滑破虚空, 瞬间而至, 好臂脸色大变, 急然后退, 不过还是迟了一步, 见光所过, 好臂闷然一声, 只见左臂被剑光断落, 师父, 苏毅惊然, 这时, 又是数道惨叫, 两人看去, 只见刚刚出手抢夺灭神图的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 也都被另一道剑光所伤, 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 数个身穿白袍的高手出现, 灭神图落在了其中一人手上, 看到出现的白袍高手, 胸口上, 巨多绣着一个君字, 无论是好臂, 还是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 全都脸色惊变, 君家, 来人, 正是君家高手, 为首之人, 正是君家少主君瑞, 其身后, 是六尊君家天神静老祖, 而且巨多是天神后期巅峰, 君家少主君瑞将灭神图取在手中, 翻看了一番, 灭神图正面, 是一个个极其细小的字符, 和一个人形图, 而背面, 则是一个镇图, 繁傲异常, 他将图给身后一位君家高手, 说道, 程叔, 你看看图是不是真的, 君家老祖君心成接过图, 仔细观看起来, 一番仔细观看之后, 君心成点头, 是真的灭神图, 七一凡上前, 抱拳笑道, 阁下可是君家少主, 我等无意与君家争夺灭神图, 这边告辞, 陶海伯等人也都纷纷抱拳, 打算告辞离开, 告辞, 君家少主君瑞闻言, 冷笑, 我说过放你们离开了吗? 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感受到君瑞身上杀意, 漠布脸色一变, 君家打算灭口, 连好臂, 苏义两人也都惊然变色, 君家少主君瑞取出一张金网, 一弹, 金网破空而起, 光芒大涨, 化成了一方金色世界, 融入了四周天地, 将周围接近笼罩下来, 求天神网, 七一凡惊呼, 没错, 求天神网, 君瑞陌生道, 既然认得求天神网, 你们应当知道, 求天神网的厉害, 现在这求天神网已经困困周围空间, 你们不可能逃得了, 众人惧都心中一沉, 求天神网, 乃是君家的一件超品神器, 没想到, 君家竟然连这求天神网都带了来, 看来早就存了夺宝灭口的心思, 全部杀了, 速度解决, 不要留活口, 君瑞冷然道, 其身后君家六祖破空而起, 向七一凡, 好必等人扑杀过来, 第123章, 最好是将灭神图还回给我, 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虽然是天神初期, 中期, 但是也只是凝聚了一两万条天神法则, 如何是君家这六大天神后期巅峰高手对手, 君家六大老祖, 每一尊凝聚的天神法则都达到了九万以上, 每一人都是堪比当初英鬼宗皇祖, 皇权魔宗白无常的存在, 一交手, 七一凡就被君家一位天神后期巅峰一掌拍在胸口, 拍飞出去, 鼓碎的声音爆响, 整个胸口都塌了, 老祖, 黑风宗宗主和黑风宗其他几名高手又惊又怒, 惨叫此起彼伏, 七一凡, 陶海博这些天神竟还好, 其他一些真神, 巨都被一掌轰杀, 真神虽然已经凝聚神格, 但是与凝聚了天神法则的天神强者相比, 差太远了, 更何况是君家六大天神后期巅峰, 那些真神, 在天神后期巅峰面前,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血腥未弥漫, 黑风宗陶家一众高手几乎是一面倾倒, 一位君家老祖向郝碧, 所以两人走来, 突然, 好比身上光芒一涌, 一只巨大的虚影出现在其身上, 惊人妖气席卷, 这只巨大虚影有百丈之高, 形似巨雄, 但是有四只巨手, 哦, 天妖, 君家那位老祖亚然, 不过也没放在心上, 上古时, 天妖族的确是妖族强者, 但是, 自上古之后, 天妖就没落了, 你虽然身具天妖血脉, 但是你的血脉太稀薄, 对付童境界的高手还行, 但是对上我, 一点作用都没用, 感受着巨大虚影传来的镇压之力, 君家老祖脸色淡然, 身形一闪, 便来到了好比面前, 一掌拍出, 掌力狂笑, 剑气吞吐, 正是君家的绝学, 掌中剑, 掌并非普通掌, 而是传自上古的一种掌法, 剑乃是君家十足所创, 君家十足将两种绝学融合在一起, 威力更是大增, 好比见对方掌力拍来, 竟然中将弟子苏义推开, 双掌全力赢了上去, 轰然震响中, 好比手臂骨头裂碎的声音响起, 如断线风筝, 砸进了院子石墙之上, 石墙化成鸡粉, 沙尘飞扬, 君家老祖看着被躺在碎石之中的好比, 陌生道, 天神初期也想挡我掌中剑, 不自量力, 就在这时, 突然, 君家少主君瑞发现, 院子上空多了一个骑着一头金牛的蓝山年轻人, 君家其他六位老祖, 七一凡, 陶海博等人看着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也都错愕, 这四周天地不是已经被求天神网求困了吗? 这年轻人是怎么进来的? 而且根本没有看到求天神网被迫, 君家少主君瑞不由感受了一下求天神网, 发现求天神网仍然完好如初, 阁下是谁? 君瑞精疑, 问道, 陆一平没有理会对方, 扫尸现场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了躺在碎石上满身妖气的好比, 你是天妖族好比, 好比迟疑了一下, 点头道, 我是, 他疑惑地看着眼前这阑珊年轻人, 他貌似不认识对方吧? 看样子, 对方是专程来找他的, 陆一平从龙角金牛上跃了下来, 来到了好比面前, 好比弟子苏毅扶起好比, 警惕地看着陆一平, 陆一平手中多了一棵神树, 神树飞起, 落到了好比头顶, 神树碧率帮忙涌动, 如瀑布一般的生命之气垂落, 涌入了好比体内, 好比吃惊地发现, 他刚刚被轰得完全碎了的手骨, 几乎是呼吸间重新凝聚, 然后长出, 很快完全恢复过来, 而他体内伤势, 随着手臂恢复, 也都完全恢复了过来, 连他先前被血魂电攻击所受的伤, 也完全痊愈了, 他全身气血充盈, 体内神力澎湃, 神格光芒绽放, 生龙火虎,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看到这一幕, 不管是军家众人, 还是七一凡, 陶海博等人都是震撼地, 看着好臂头顶那棵树, 这到底是什么树? 竟然呼吸之间, 能恢复一个受了重伤的天神强者的伤势, 哪怕是一个真神强者受了重伤, 要恢复也不是容易之事, 至少短短数天, 是不可能恢复得了的, 更别说一位天神强者了, 现场所有人默不双眼炽热, 好臂震惊中, 对陆一平抱拳道,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陆一平笨了一声, 将神树收回, 这棵神树并非凤凰神树, 而是生命神树, 他神圣森林之中, 有开天之物生命之泉, 生命神树正是从生命之泉中, 历经无数岁月长出, 这生命神树的生命之泣, 虽然不如生命之泉, 但是, 要治愈一个天神的伤势, 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陆一平对好臂开口道, 我来自恒原, 找你有些事情, 众人听陆一平来自恒原未面, 不由意外, 九天, 神土, 幽明之狱, 虽然也在恒原未面之内, 但是一般人, 都将九天, 神土, 幽明之狱和恒原分开来称呼, 听陆一平来自恒原未面, 本来还猜测陆一平来历的军家少主君瑞不由放心下来, 找我有些事情, 郝碧更是疑惑, 这时, 军家少主君瑞和军家六位老祖走了过来, 郝碧竟然后退,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转手过来, 陆一平看到几人手上灭神图时, 单手一射, 那张灭神图便正开了对方手掌, 然后落到了陆一平手中, 军家欺人反应过来, 巨都勃然大怒, 军瑞怒视着陆一平, 手一伸, 满眼杀意, 敢抢我军家的东西, 你是找死, 我劝你最好是将灭神图还回给我, 你军家的东西, 陆一平脸色淡漠, 这灭神图是你军家的, 军瑞脸色战红, 猛然一拳向陆一平轰杀而来, 当其一拳轰出时, 天神法则缠绕, 全盲大药, 有崩天之势, 这军家少主军瑞, 赫然是一尊天神中妻, 而且已经凝聚了六万道天神法则, 但是他轰到陆一平面前, 却发现权力如入浩瀚深渊, 竟然完全消失, 而他本人在陆一平十米外, 仿佛被粘住了一般, 竟然动弹不了, 众人惊愕, 军家六祖相视, 一脸凝重, 其中一人来到了军瑞身边, 经意中, 手一搭军瑞, 却发现一股恐怖吸纳之力传来, 他同样被粘在了那里, 哪怕他全身神力催动, 九万天神法则全部撑开, 仍旧无法震开。 第124章, 情神到来,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不知是怎么回事, 竟然还可以将人粘在那里, 无法动难, 军家其余五位老祖更是惊疑不已, 阁下是谁, 还请将我们少主放开, 一位军家老祖沉声道, 语气还算客气, 龙角金牛看了被粘住的军家少主两人一眼, 咧嘴笑道, 放开, 几万年后, 他们或许会自动松开, 众人一惊, 几万年后, 军家少主要被粘在这里几万年吗? 还是说, 就这样站在这里, 直接等死, 天神强者寿命也是有限的, 阁下什么意思? 那位军家老祖心中一沉, 惊怒地看着龙角金牛, 什么意思? 意思是, 你们可以滚, 但他不行, 龙角金牛笑道, 五人怒然, 全身天神之力涌动, 正要动手时, 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 阁下插手我们军家之事, 现在又将我孙子定在这里, 未必太不将我军家放在眼里了吧, 众人看去, 只见一个老者和一个中年人正从湖城上空踏空而来, 眨眼便来到了小院之前, 看到老者和中年人, 军家众人漠不惊喜, 我等拜见太祖大人, 家主大人, 军家五位老祖赶紧上前拜见行礼, 好臂, 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听到称呼, 心中漠不一凉, 军太祖, 来人正是军家军太祖, 苍神域第二高手, 仅位于归原祖师楚通大人之下, 另一个正是军家家主军天剑, 军太祖让几人起身, 看了陆一平一眼, 淡然道, 我不放心, 所以和天剑过来看看, 灭神图记载着灭神大阵, 对他来说很重要, 太祖爷爷, 父亲, 你们来得正好, 此人抢了灭神图, 还将我固定在这里, 军家少主军锐惊喜忠, 对军太祖, 军天剑两人道, 还让成叔他们滚, 军太祖打断军锐的话, 开口道, 我知道了, 他看着陆一平面无表情, 阁下的空间重力法则参悟得不错, 太祖想领教阁下几招, 龙角金牛听那军太祖说, 陆一平的空间重力法则参悟得不错, 失声一笑, 不过他也怪不得这军太祖, 毕竟对方境界有限, 眼力有限, 军家家主军天剑冷然地看着龙角金牛, 很好笑吗? 龙角金牛对军太祖道, 和我主人过招就没必要了, 我陪你玩一招, 军太祖错愕, 脸色不是很好看, 玩一招, 对方意思是, 一招便可和他分胜负, 军天剑上前, 冷然地看着龙角金牛, 既然如此, 那我陪你玩一招, 解决你, 我再来解决你主人, 说完, 位面之主气息完全释放开来, 全身剑芒大涨, 在军天剑强决气息之下, 郝碧, 七一凡, 陶海伯等人只觉全身一紧, 四周天地要崩塌一般, 随即, 好必等人看到, 军天剑一身剑芒如海浪一般铺展开来, 不断涌动, 最后, 有百万之多, 这百万剑气, 不断演化, 形成了一方巨大剑阵, 以剑气化成剑阵, 可见这军天剑剑道之高, 军太祖身为苍神域第一阵法师, 这军天剑阵法自是极高, 他将阵法已经融入自己的剑道之中, 剑气不息, 阵法无穷, 只见剑芒涌动中, 仿佛有日月山河在其中沉浮, 日月山河剑阵, 七凡看着军天剑周身剑阵, 惊然道, 军家家主军天剑的日月山河剑阵, 闻名苍神域, 苍神域众人都知道, 传闻此剑阵一经施展, 日月沉沦, 山河破碎, 威力无比, 军天剑双手挥动, 顿时, 日月山河剑阵破空而起, 百万剑气形成剑阵之势, 轰杀向了龙角金牛, 当百万剑气轰杀向龙角金牛时, 只见剑气流动间, 日月在其中沉浮, 一座座山峰崩碎, 一条条大河被斩断, 看着轰杀过来的日月山河剑阵百万剑气, 龙角金牛笑道, 还有点威势, 然后也没动手, 站在那里, 任由那日月山河剑阵百万剑气轰在他身上, 铮铮铮, 当日月山河剑阵百万剑气轰在其身上时, 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声音, 龙角金牛站在那里, 在其身上时, 他不动分毫, 百万剑气轰在其身上, 仿佛如同一阵清风从其身上吹过一样, 不, 甚至连清风都算不上, 因为龙角金牛连一脚都没被吹起一分, 好必呆了, 军家少主君瑞等人呆了, 连正在催动日月山河剑阵的军天剑也都双手一抖,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那里毫发不损的龙角金牛, 君太祖也都满脸不可思议, 最终, 日月山河剑阵剑气消散, 龙角金牛看着军天剑道, 剑阵参悟得不错, 不过可惜, 你力量太弱, 君家诸位老祖脸色复杂, 要知道他们家主乃是他们军家布施天才, 修炼速度极快, 实力比许多老辈强者还高, 乃是一位修炼出了130多万斗未免之力的强者, 力量还太弱, 龙角金牛又道, 你也接老牛一招, 说到这, 全身百万剑气飞出, 然后向军天剑轰了过去, 同样是日月沉沦, 山河破碎, 但是比军天剑的更强, 更快, 日月山河剑阵, 军天剑看着轰来的百万剑气, 震惊, 龙角金牛施展的, 同样是日月山河剑阵, 就在龙角金牛施展日月山河剑阵轰杀, 回给军天剑时, 秦神傅超正急速向归原剑宗飞来, 已经逼近了归原剑宗, 正在归原剑宗附近攻候秦神傅超的徐巧英, 何毅也收到了秦神傅超即将赶到的消息, 秦神老祖宗快到了, 我们快去迎接秦神老祖宗, 徐巧英带着何毅来到了龙原剑宗附近山头, 两人刚到, 便见一道身影破空而来, 眨眼而至, 正是秦神傅超, 拜见秦神老祖宗, 徐巧英两人赶紧上前拜见道, 秦神傅超点头, 让徐巧英两人起来, 带着两人破空而起, 不一会便来到了龙原剑宗上空, 此时, 剑宗大会还没结束, 各方高手仍然在比试, 秦神傅超气息席卷, 各方高手莫不大惊, 龙原祖地内, 冯文、楚通等人也都感受到了秦神傅超强绝气息, 不由惊然, 从祖地飞出。 第125章, 还请前辈赐教, 秦神傅超? 从祖地出来的冯文远远看到徐巧英身边的青发老者时, 不由心中一惊, 孔亦凡诸祖更是脸色大变, 也不怪他们惊然, 实在是秦神傅超威名太大了, 在他们还没有成名时, 秦神傅超名气早已响动九天, 被尊为秦神。 秦神在归影之前, 就已是一尊无敌存在了。 秦神出道, 以秦会战天下, 从没有一败。 关于秦神的传奇事迹, 实在太多太多。 冯文虽然是归原建宗第二强者, 但是在秦神面前, 只能算是后辈的后辈。 远处, 各方高手听到冯文惊然声音, 都是哗然大响。 是秦神傅超老祖宗。 秦神大人, 秦神大人重临世间。 一片又一片的宗门, 家族强者莫不激动, 许许多多的高手激动的贵妇下来。 本来还在比试的许许多多弟子, 也全部停了下来。 各大家势力千千万万的弟子, 长老, 太上长老, 甚至老祖, 家主, 莫不狂热, 崇拜, 高呼。 一时之间, 归原建宗声望如潮, 秦神自演其此彼伏, 仿佛建宗大会变成了秦神大会。 这便是秦神复超的威望。 楚通虽然是归原建宗祖师, 虽然是苍神域第一强者, 但是也没有如此威望。 连归原建宗的弟子, 也都不少脸露激动。 楚通率领着归原建宗冯文诸祖迎出, 看到秦神复超清灵, 心中猛然一沉。 他没想到, 秦神复超归隐多年, 竟然会为了血满乾坤而出世, 并清灵归原建宗。 楚通脸色凝重, 原来是秦神前辈降临。 来到秦神复超之前, 楚通走出一步, 抱拳道, 我等不知秦神前辈前来, 前辈恕罪。 看着不卑不亢的楚通, 傅超面无表情,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相信你也知道我来意。 停顿了一下, 说道, 让陆一平将血满乾坤交出来。 还有, 上古明秦黑龙秦在他手上是吧, 让他一并交出来, 送给我秦华宗弟子徐巧英赔罪。 楚通, 冯文脸色难看, 秦神复超在圣魔时代, 秦明想动九天, 但是也是出了名的户端。 只是, 这户的有些过分了, 不仅想要回血满乾坤, 连陆一平手中的黑龙秦也要。 冯文忍不住说道, 是徐巧英主动要和陆大人比情, 而且比情之前, 是他主动提出, 输了便将血满乾坤给陆大人。 当时所有人都听到, 看到, 既然徐巧英输了, 那血满乾坤自然是陆大人的。 傅超大人现在过来, 不仅要陆大人将血满乾坤还回去, 而且还要陆大人连黑龙秦都要交出来, 还要赔罪, 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冯文的声音响彻归原剑宗上空, 傅超双眼冷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在和你祖师说话, 轮得到你插嘴的份。 说完, 衣袖一挥, 便见无数情音诞生, 光芒大战, 这些情音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向冯文轰来。 速度之快, 连楚通想阻止都来不及。 冯文大惊, 全身未面之力涌动, 手中神剑出现, 挥动万千剑芒, 欲将这些情音挡下来, 但是, 情音瞬间便轰穿了她的重重剑芒。 冯文全身一顿, 被情音轰得连连倒退, 直直退出了数百里才停下来。 冯文喉咙一热, 血喷了出来, 孔亦凡等归原剑宗诸祖, 大惊失色。 冯文虽然是卫面之主初期, 但是比先前太清剑派的情怀要强上许多许多, 情怀卫面之力也才一百万斗而已。 冯文可是一位修炼出了九百万斗卫面之力的卫面之主初期强者, 但是修炼出了九百万斗卫面之力的冯文, 却连对方衣袖一挥都挡不住, 直接被震飞。 楚通也都意外, 一旦突破一千万斗卫面之力, 便是卫面之主中期强者了。 冯文可以说已经处于卫面之主初期的巅峰, 但是, 却被傅超衣袖一挥挥飞飞。 他看着傅超, 开口道, 傅超前辈, 我敬你是前辈, 但是你来我归原建宗, 无理索要学满乾坤, 黑龙琴, 冯文只是说明事实而已, 但你恼羞成怒, 对其出手, 这样做, 有些过分了吧。 傅超文言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大声, 他看着楚通, 你是在质问我。 楚通沉声道, 你这样认为未尝不可。 傅超笑容灿烂, 笑道,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让陆一平将学满乾坤和黑龙琴交出来了? 楚通看着傅超, 双眼坚定, 没错, 如果学满乾坤不会交, 黑龙琴更没道理交, 各方强者已经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紧张地看着高空, 看着傅超和楚通两人。 傅超笑容依旧, 楚通小子, 你为了陆一平得罪太清剑派, 已是傻货行为。 现在, 我只是让陆一平将学满乾坤和黑龙琴交出来, 又不是要陆一平的命, 你可考虑清楚了。 当真不将学满乾坤和黑龙琴交出来, 当真要得罪我和秦华宗。 得罪太清剑派, 或许, 秦华宗, 你归原建宗毕灭, 归原建宗毕灭。 傅超加重了声音, 字字垂机在归原建宗中弟子, 长老, 太上长老, 老祖欣赏。 各方强者感受到傅超身上的寒气, 都是屏住了呼吸。 主持建宗大会的秋月, 更是紧张地, 手心都出汗了。 傅超可不是太清剑派的情怀。 孙红元站在秋月身后, 更是全身绷紧, 小声质问道, 祖师不会真的为了两把情, 而得罪秦神大人吧。 让那陆一平将血满乾坤, 黑龙情交出来不就没事了。 同时, 他对陆一平更是怨恨起来。 若不是那个陆一平, 我们归原建宗最近怎么可能接连生出如此祸事? 那个陆一平, 他就该死。 高空, 楚通看着傅超, 开口道, 我说了, 血满乾坤不交, 黑龙情更不会交。 傅超全身未面之力涌动, 气息席卷, 脸上笑容消失, 双眼逐渐冷了下来。 看来, 你对自己实力还挺自信, 觉得已经可以与我一战了。 楚通凝视着傅超, 双手多了两把长剑, 还请前辈赐教。 第126章, 你的命, 我要了。 傅超看着全身剑气弥漫的楚通, 冷然道, 好, 我多年已没有真正出手, 今天便让情神知道在线时间, 让世人开一开眼。 说到这, 他一袍无风自动, 恐怖的威压铺天盖地, 像一座座巨山一样, 压得空间气流滚荡不已。 徐巧英, 何以早已退到了远处? 孔一凡等归原剑宗诸祖, 也都退到了远处。 各大宗门, 家族弟子, 也全部躲退到了安全之地。 随着傅超全身气势释放开来, 高空风雷乍响不已, 只见雷云密布, 飓风形成, 其身体四周, 温然不已, 一个个情符自动生出。 无情, 但是, 情符自生,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情仙之境。 而楚通周身剑气弥漫, 起初, 这些剑气柔得像风, 像细水, 但是随着剑气不断增多, 这些剑气越来越狂暴, 像滔天巨浪, 像漠视风暴一般。 剑气发出各种细微的声音, 声音暗含天地之道, 如同万寿齐奔, 如同千万雷鼓, 又如同高山之间奔腾的瀑布。 楚通手中一左一右, 一黑一红, 两把长剑也都光芒越加璀璨。 两人对峙高空, 身上团团光芒扩散, 无形气波碰撞在一起, 激起了一声声孜然乍响。 虽然两人还没动手, 但是, 两人身上弥漫的力量, 便已让各方强者心颤, 连冯文, 孔一凡这样的未面之主初期, 也都心惊不已。 傅超的情道, 已经超越了秦仙。 孔一凡聂声道, 冯文摇头, 秦仙之境, 在金谷已是极致, 又岂是那么容易超越的。 说到这, 惊一道, 但是, 傅超的情道, 无疑已经远超许多秦仙。 这时, 突然, 傅超双手食指向前虚空一波, 顿时, 漫天情音如同一条条巨浪一般 像楚通铺天盖地涌去。 这些情音, 有的大如坐, 有的小如细针, 有的化成了上古神兽, 有的则是神刀利刃, 真正的千变万化。 每一种情音, 都是一种力量。 看着巨浪一般, 千变万化的重重情音铺天盖地, 众人漠不震撼。 情神老祖宗之情道, 已经远远超越于我。 徐巧英惊叹道, 脸露崇拜之色。 那兴露地说, 情仙之上, 还有情帝, 情祖。 何一开口道, 情神老祖宗之情道, 怕是已经达到情帝之境, 甚至是情祖之境了吧。 就在众人惊叹中, 楚通手中双剑同时斩出。 当楚通双剑斩出时, 一黑一红两道剑芒, 以无以匹敌之势, 瞬间便将铺天盖地涌来的巨浪秦英离开。 好强的剑气! 楚通大人的剑道, 宗主惊叹道, 造化之剑之上是法则之剑, 法则之上才是万法之境。 万法之境, 便是九天许多老古董也无法参悟得出来。 应该是, 一位苍神域有名的剑道老祖脸色严肃道, 而且不是出入万法之境。 只见楚通剑芒不断离开情因, 而情因不断轰来。 剑芒和情因碰撞的力量不断建设四方。 一道剑气剑道远处山峰上, 山峰顿时被击穿, 山峰山腹一条笔直的隧道出现。 而情因力量渐落, 四周地面被轰得千疮百孔, 一个个巨坑不断出现。 最终, 情因, 剑气消散。 傅超盯着楚通, 淡然道, 万法之剑, 不过可惜, 你还没突破未面之主后期, 所以, 今天, 你必败。 未面之力突破三千万斗, 便是未面之主后期, 但楚通, 是两千九百多万。 傅超说到这, 四千万斗未面之力疯狂涌出, 双手一波, 天地响动, 漫天情因掀起千万重巨浪, 向楚通砸来。 这次, 情浪更强, 四面八方, 而且, 灌注了傅超四千万斗未面之力。 情因, 充斥了天地。 所有人脑海, 只有傅超的情因之声。 楚通整个人剑盲吞吐, 双手长剑斩出, 当其双剑斩出时, 众人有种错觉, 楚通斩出的, 似乎不是剑气。 楚通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天地间, 只剩剑气和情因。 平! 一声声巨响, 随之响起。 这是剑与情毁天灭地的力量碰击的声音。 惊人的光芒, 不断爆开。 许久, 当剑气和情因消散, 只见消失于天地间的楚通, 再次出现在了原处。 楚通站在那里, 突然嘴角血流而出。 原本他屹立于天地间的伟岸身影, 晃动了一下。 冯文, 孔亦凡等人脸色一变。 显然刚才一击, 楚通受了伤, 原本还心怀西异的归原剑宗中弟子星, 之是楚通站在那里, 苦涩一笑, 他虽然参悟出了万法之剑, 但是, 本身境界和傅超这些老古董究竟还是差了一些, 傅超已突破未免后期。 他虽然是未免之主中期巅峰, 但是两人未免之力却相差了整整一千万斗。 傅超冷然地看着楚通, 楚通, 我再问你一句, 血满乾坤交还是不交? 黑龙情交还是不交? 我给你一分钟考虑清楚再回答。 说到这, 扫是冯文, 孔亦凡十几人, 一分钟后不交, 他们都得死。 你是要擒, 还是要保他们的命? 冯文, 孔亦凡等归原建宗老祖, 默不惊怒, 就在楚通要怒然开口时, 突然, 虚空之中传来一道弹幕的声音。 他们的命, 你还要不了。 你的命, 我要了。 所有人一正。 此时, 风雷府胡成院子内, 陆一平突然手掌印入了虚空之中, 虚空破碎, 掌力穿过了重重空间, 轰开了空间重重重阻碍。 继而, 一个遮天蔽玉的大手印出现在了归原宗上空, 接着, 大手印如佛祖之手, 佛光大圣猛然镇压下来。 佛祖之怒? 声音响彻天地, 秦神傅超惊恐中想飞逃, 但是他发现, 在这掌力笼罩之下, 他竟然无法动弹, 连动弹都动不了。 当佛祖之掌还没落下, 恐怖的力量便让他全身衣袍爆裂, 连他身上超品神器级别的神楷也都全部被爆开, 超品神楷似乎就是纸。 哄, 傅超被一拍压下, 直直压入了一座山峰之上, 山峰爆散, 掌力继续压下, 山峰瞬间粉碎, 周围数千里方圆, 一切接近化为积粉, 成为了一片平地, 而平地中央是一个不知道多深的大手印深坑。 第127章 秦神 死! 徐晓英捂着樱桃小嘴, 美目震撼地看着被轰入地底深坑中的秦神傅超, 那何意则是全身僵直, 一动不动, 也不知是吓呆了还是吓傻了。 参加剑宗大会的各方强者, 默不双眼满是亥然。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留给众人的, 除了亥然, 只有震撼, 满心震撼。 在圣魔时代, 就已经冥想九天的秦神傅超, 被这突然出现的遮天佛掌, 一掌印入大地。 没有一点悬念, 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而且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伟案力量, 能一掌将秦道以封神的这样一尊九天老古董, 镇压道报。 封闻, 红一凡等人震撼中, 脑海却回想着刚才那道声音, 他们的命, 你还要不了, 你的命, 我要了。 那道声音, 很熟悉。 他们这几天, 与这道声音的主人朝夕相处, 可是, 这道声音的主人早上, 不是已经离开归原建宗了吗? 难道在附近? 并没有远离。 站在秋月身边的孙红元, 同样浑身发凉。 这道声音, 好像他也挺熟悉的。 归原建宗众人隔着重重空间, 看不到是陆一平出手, 但是胡承院子之内, 军家军太祖和军家重高手还有好臂, 七一凡, 陶海博却看得清楚, 看到了陆一平一掌震碎空间, 掌力穿过重重空间, 然后直接将秦神复超镇压入地。 龙角金牛施展日月山河剑阵将军天剑轰飞, 军太祖正要出手, 突然看到陆一平隔着重重空间, 将秦神复超掌轰入地, 双眼满是惊骇。 这里虽然是苍神域, 但是归原建宗是在苍神域青云府, 而胡承这里可是在风雷府, 两地相隔了多少万里, 一个人的力量能强横到这种地步。 卫面之主虽然掌控卫面之力, 但是力量也有限, 轰出万里, 力便洁净了。 可是陆一平掌力穿过重重空间, 不知多少万里, 力不仅没有洁净, 而且直接将一尊九天老古董镇压入地。 这时陆一平虚空一射, 归原建宗上空, 巨大手印再次出现, 就在众人以为巨大手印要继续狂轰秦神复钞时, 突然, 手印将复钞从地底深坑射拿而出, 然后震碎高空, 踢着复钞顿入了空间深处, 瞬间便消失在众人面前。 看着闭合的破碎高空, 众人呆了半晌。 归原建宗上空, 仍然太阳高照, 一切, 风和日丽。 刚才一切, 似乎是梦, 但是地面, 还映着巨大佛掌。 佛光, 仍然从深坑之中流溢而出。 四周被佛掌抹平的山峰, 仍然有沙尘在吹动。 楚通倒是脸色如常, 他吞服下一枚疗伤丹药, 然后对众人朗声道, 诸位, 没事了, 今天之事, 还请大家别乱传。 不过他也知道, 只怕用不了多久, 此事将震动九天。 就在楚通要转身进入归原祖地时, 陆一平的声音传来, 徐巧英两人, 杀了。 楚通一正, 转手看向了远处的徐巧英, 何一两人, 手中黑红长剑出现。 徐巧英, 何一两人感受到楚通杀意, 脸色一变, 正要逃, 但是两人刚转身, 便被漫天剑气淹没。 一会后, 两人随着剑气完全消散。 楚通收剑, 转身进了归原剑宗祖地。 孔一凡等人喉咙如动, 看着楚通身影, 心情复杂。 先前他们竟然还妄想劝说他们, 祖师秦拿陆一平交给太清剑宗赔罪。 现在想想, 他们满心羞愧的同时, 只觉后背全是冷汗。 孔一凡等人跟随在楚通身后进了祖地。 众人看着被楚通灭杀的徐巧英, 何英两人又是惊呆许久。 待楚通等人进入祖地后, 秋月、 孙洪源等人方时起身。 秋月大人, 你说刚才那道声音会不会就是? 孙洪源开口, 声音经不住颤抖。 秋月却是看着那地面佛长, 久久不语。 湖城小院子内, 傅超被陆一平扔到了地面。 陆一平留了力, 所以傅超并没有死。 见傅超像死狗一样被扔到地面, 奄奄一息的样子, 君太祖等人心中之情难以言恕。 傅超全身身体军裂, 血痕密布。 他看着陆一平心中惊恐万壮。 你是谁? 你来之前没问那徐巧英, 我长什么样? 陆一平陌生道, 你是陆一平? 傅超青色长发在抖动, 上面沙尘抖落了少许。 他与圣魔同时代, 归隐之前, 被封为情神, 历经大战小战无数, 什么风望没见过。 但是现在面对陆一平, 只有深深恐惧。 因为陆一平展露的实力, 实在太害人所闻,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听傅超说, 眼前阑珊年轻人就是陆一平, 君太祖, 君天剑等人惊惧中, 不由意外, 楚通庇护陆一平与太清剑派干上, 这是最近传的苍神玉沸沸扬扬, 此人竟然就是陆一平。 此时, 陆一平面前出现了一张雪白之情, 正是雪满乾坤。 陆一平看了傅超一眼, 陌声道, 请在这, 你过来拿。 傅超竟然咬手, 还请大人念我无知, 饶我一命, 我下次绝不敢再冒犯归原剑宗和大人。 陆一平冷声道, 你觉得还有下次? 若不是我及时出手, 归原剑宗现在已血流成河。 在傅超惊恐中, 陆一平手一拨, 雪满乾坤轰然一响, 便见无数情音飞出, 齐然轰入傅超体内。 随即, 傅超炸开, 血雾飞扬。 情神傅超? 死! 看着在圣魔时代便已冥想九天的情神傅超, 就这样死在自己等人面前。 君太祖, 君天剑等人只觉手脚冰凉。 陆一平转手过来, 目光落在君太祖身上, 开口道, 我给你两条路选择, 一是君家与归原剑宗结盟, 以后, 你以归原剑宗马首是瞻。 二是, 和傅超一样。 死! 君太祖脸色殷勤变幻。 缓了一会, 他深吸了一口气, 对陆一平躬身抱拳, 君家愿与归原剑宗结盟。 请大人放心, 以后我必以归原剑宗马首是瞻。 七一凡也赶紧上前道, 黑风宗愿与归原剑宗结盟, 以后, 以归原剑宗马首是瞻。 陶海伯也道, 陶家愿与归原剑宗结盟, 以归原剑宗马首是瞻。 其他几位老祖也纷纷开口。 哦, 你是黑风宗老祖和陶家老祖。 陆一平看着七一凡, 陶海伯两人意外。 七一凡, 陶海伯两人见陆一平脸色不对, 心中一灯。 凡家, 你们还记得吧? 陆一平说道, 本来, 凡家的事他不想管, 但是现在既然碰上了, 那便顺便解决了。 第128章, 被神秘高手镇压。 听陆一平提到凡家之事, 七一凡, 陶海伯和黑风宗, 陶家另外两名老祖心中惊慌。 大人, 凡家老祖背信弃义。 七一凡辩解道, 龙角金牛开口打断道, 据我们所知, 凡家老祖先前救你们黑风宗, 你们却反过来联合陶家灭了凡家, 是你们背信弃义吧。 七一凡, 陶海伯两人之恩。 陆一平双手一弹, 便将七一凡, 陶海伯几人神格, 神脉震碎了, 不过也没杀几人, 而是留着几人的命。 随后,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带着好碧师徒离开了院子, 往龟原剑宗返回。 当然, 君太祖, 君天剑等人跟随在后, 就在陆一平返回龟原剑宗时, 秦神出世, 前来龟原剑宗, 却反被镇压之事, 很快便传了开来。 九天震动, 秦玉, 秦化宗宗主化如生在大殿内, 不敢相信地看着向他禀报的太上长老。 说什么? 秦神老祖宗他被一只遮天佛手, 当场镇压。 是的宗主大人, 那位秦化宗太上长老贵服在地面, 带着哭腔, 说道, 据在场的一位宗主说, 原本秦神老祖宗已擒破了楚通的万法之箭, 楚通本来输了, 但是突然, 一只遮天佛手出现, 一掌将秦神老祖宗压入地底。 秦神老祖宗根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那遮天佛手实在太强了。 秦化宗宗主化如生本来站着, 文言跌走到了宝座上, 连魏面之主后妻之境的秦神老祖宗都被一掌镇压入地。 化如生呆滞, 自语, 后来呢? 突然, 他问道, 双眼生出希望的问那太上长老, 那太上长老不敢有瞒, 回答道, 后来, 秦神老祖宗被对方射拿走, 消失了, 不过消失的时候, 有人说, 秦神老祖宗神格, 神脉已碎, 已经是个冰死之人, 本来新生希望的话如生张口, 呆坐在那里。 那位太上长老又知恩道, 还有, 在秦神老祖宗被秦拿走之后, 楚通当场出见, 杀了徐巧英神女和何一大人, 原本大受打击, 惊呆的话如生不由怒然而起, 楚通, 你敢杀我弟子, 可是楚通不仅敢了, 而且是连杀两人, 归原建宗, 我秦化宗与你不死不休, 话如生怒吼, 那位太上长老看着一向儒雅的话, 如生一脸猙獰, 壮死疯狂, 不由莫言, 不过秦神被镇压, 两位弟子又被杀, 认谁是秦化宗宗主, 只怕都会发狂, 一会后, 戴话如生情绪稳定了, 那位太上长老说道, 宗主, 归原建宗有如此高手, 我看, 我们秦化宗还得从长计议, 这时, 一道声音从秦化宗祖地内飘出, 暂时不要动归原建宗了, 声音没有一丝感情, 而且让人听之, 有种毛孔悚然的感觉, 这种感觉, 就像是被恐怖魔物盯上一般, 听到这道声音, 话如生赶紧对着祖地跪幅, 拜道, 话如生谨遵魔爵老祖宗神旨, 魔爵老祖宗? 那位太上长老听到话如生称呼, 突然想起一人时, 只觉浑身冰冷, 匍匐地面, 一动也不敢动, 秦魔爵和秦神复超一样, 都是秦化宗同一个时代的强者, 而且, 两人是师兄弟, 都是从天仓上人, 只不过秦魔爵形势低调, 极少出手, 名气不如秦神复超, 但是秦化宗的高手都知道, 秦魔爵的实力, 还在秦神复超之上, 当年, 秦魔爵突然失踪, 秦化宗对外宣布, 秦魔爵已经陨落, 现在, 竟然还活着? 难道秦魔爵是, 一直躲在祖地内, 潜修秘法? 调查清楚, 施展佛长的人是谁, 和归原剑宗是什么关系? 化魔爵的声音传来, 调查清楚了, 立即消我禀报。 是, 请魔爵老祖宗放心, 化如生恭敬道, 声音消失, 而此时, 太清剑派总殿, 郑尚卿看着太清剑派宗主者云, 冷然道, 你可调查清楚了, 楚通当真杀了秦淮和当时的七位天神, 近百位真神。 太清剑派宗主者云恭敬回答道, 回禀上清老祖宗已经调查清楚了, 秦淮等人的确已死在归原剑宗祖地。 郑尚卿突然仰天怒笑, 声音透着浓烈的杀意。 好个归原剑宗, 先是杀我太清剑派老祖吴金国, 我派人过去质问, 现在连我派去之人也全部杀了。 楚通, 我若不灭你归原剑宗, 不杀那陆一平, 太清剑派宗主道, 我现在去一趟归原剑宗。 就在郑尚卿要离开时, 却见一位太清剑派太上长老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对郑尚卿和哲云禀报道, 启禀上清老祖宗和宗主大人, 刚刚归原剑宗那边传来消息, 秦神傅超大人降临归原剑宗, 但是, 却被一神秘人施展无上佛掌, 镇压弟弟。 郑尚卿, 楚云两人一呆。 你说什么? 秦神大人出事了? 哲云不敢相信, 还被归原剑宗神秘高手镇压。 是, 那位太上长老赶紧将得到的消息, 如是说了一遍。 待郑尚卿, 楚云两人听到秦神傅超击败楚通, 却突然被遮天佛掌一招轰入地底时, 两人满是震惊。 镇压和一招镇压, 这可是两码事。 还有人说, 这神秘高手就是陆一平。 那位太上长老又道, 什么? 陆一平? 郑尚卿, 楚云两人一抖。 郑尚卿更是口水一吞咽, 喉咙干痒得厉害。 确定吗? 楚云开口, 只觉心揪得厉害。 还没确定, 有人说, 那神秘高手的声音像是陆一平的, 但是没人见识陆一平出手。 那位太上长老说道, 不过也有人说, 并非陆一平, 陆一平早早便离开归原剑宗出去了。 动用所有力量查一下, 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查, 查陆一平当时到底是不是并不在归原剑宗。 郑尚卿脸色凝重道, 那位太上长老领命而去。 看着那位离去的太上长老, 郑尚卿脸色变幻, 刚才他还说, 要去一趟归原剑宗, 灭掉归原剑宗和陆一平, 现在呢? 他实力是强, 但是与秦神复超不分上下而已。 第129章, 天碑。 太清剑派宗主楚云描了郑尚卿一眼。 刚才郑尚卿还信誓旦旦, 说不灭了归原剑宗, 不杀了陆一平, 便不叫郑尚卿。 郑尚卿感受到太清剑派宗主楚云, 异样眼神, 脸有邪辣。 在众人纷纷震惊于秦神复超之事时, 魔神玉昆蓬神宗祖地内, 昆蓬神宗宗主费界, 正向昆蓬神宗老祖宗雷宇, 禀报着秦神复超之事。 哦, 一掌镇压复超? 雷宇闻言, 惊讶。 是, 现在都传, 是那陆一平出的手, 不过还没确定。 费界恭敬道, 我还查到, 这陆一平在横渊卫面时, 杀了疆域。 雷宇点头, 然后道, 若真是那陆一平出的手, 看来他实力不弱。 不过, 他也没放在心上。 对他来说, 能镇压复超, 也只是不弱而已。 天悲快出事了吧。 雷宇突然道, 费界一正, 随即恭敬道, 嗯, 已经快要出事了。 雷宇说道, 这次天悲出事, 我参悟天悲无上大法, 必能突破。 他身上一股笔情神复超的强横气息, 弥漫昆蓬神宗祖地。 陆一平和龙角金牛, 回到了归原建宗。 先前, 孔一凡等人面对陆一平时, 尚能面不改色, 现在再次面对陆一平时, 唯唯诺诺, 远远经过神圣殿时, 甚至是平住呼吸, 小心翼翼, 生怕踩中了天雷一般。 带冯文等人, 得知君太祖和其他几个宗门老祖过来, 是与归原建宗结盟时, 自然是欣喜。 陆一平没有理会结盟之事, 将废掉的七一凡, 陶海伯扔给了凡家姐弟, 带着好碧进入神圣殿, 将那片造化玉碟取了出来。 好碧看到此玉, 意外, 说道, 大人手中之玉, 是我留在天妖祖祖祠那块玉。 不错, 陆一平问道, 我想知道, 这块玉, 你是在哪得到的? 好碧这才明白, 陆一平找自己合适。 这块玉, 难道还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好碧回想了一下, 说道, 此玉是我当年在太虚玉玄古城买到的。 买的? 陆一平大事意外。 本来, 他猜测这造化玉碟是好碧在哪个险地或宝地机缘下找到的。 是。 好碧点头,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但我还记得, 当年我是在玄古城一家老铺买的, 那家老铺老板说, 此玉是他们家家传之物, 所以价格有点高, 我当时还是真神后期巅峰, 花了一神品零食买的。 好碧四海为家, 走南闯北, 一神积蓄不多, 一亿神品零食对于一个没什么家底的真神来说, 的确不便宜。 好碧说道, 当时, 我觉得此玉不凡, 才花大价钱买下此玉。 我买了此玉之后, 便回了天妖族, 但是一直研究不出此玉秘密, 只知道此玉可静心轻神, 可退邪魅鬼物。 我突破天神后, 此玉对我作用不大, 我便留在了天妖族祖词。 陆一平文言, 手一弹, 一块巨大的天品原石飞了出来。 天品原石? 好碧震惊, 天品零食在九天有价无市, 比神品零食高许多倍。 至于还没切割的天品原石, 就更不用说了, 这块天品原石可切割一千万块。 陆一平说道, 还把请你到时带我去玄补城那家老铺。 好碧一听, 有些惶恐, 赶紧摇手道, 大人, 你先前救我, 这天品原石我不能收, 大人要什么时候过去, 我随时都可以带大人去找那家老铺。 他哪敢收取陆一平的钱? 你收下吧。 陆一平说道, 这是令马事。 好碧文言, 迟疑了一下, 将那块天品原石收了起来。 好碧多谢大人。 然后道, 其实小人有一事, 想反请大人。 陆一平道, 你说, 我弟子苏毅, 这孩子不管是天赋还是本性都不错, 他这些年跟着我东跑西跑, 浪迹天涯, 吃了不少苦, 所以, 我想让他留在归原建宗, 恳请大人能收留他。 好碧恳求道, 原来是这样。 陆一平笑道, 看你严肃样子, 行,等会我和楚通说一声就行。 到时, 他留在归原建宗, 让冯文有时间指点一下他。 好碧一听, 喜然拜谢陆一平。 陆一平让对方起来, 然后叫来楚通, 和他说了好碧弟子苏毅的事情, 并让其安排好碧的住处。 我过两天, 要去一趟太虚域。 待楚通安排了好碧之事后, 陆一平对楚通道, 这两天, 我给你加强一下归原建宗的祖地大镇。 归原祖地的归原建镇虽然不弱, 但是对付未免之主后期高手, 就有些勉强了。 师尊要去太虚域? 楚通大事意外, 师尊, 你才刚来几天, 多待一些日子吧。 陆一平摇头, 我有些事, 要去一趟太虚域巡古城。 我这次过来, 顺道来看看你。 然后道, 那个无双九楼的无双九圣, 是圣魔的寄明弟子。 楚通一正, 点头道, 顾无双的确是圣魔师兄的寄明弟子, 不过外人不知我和师尊你的关系, 所以顾无双不知道我和圣魔师兄的关系。 顾无双正是无双九圣的本名。 然后道, 顾无双此人生意头脑很好, 无双酒馆经营的不错, 已是九天第一酒馆, 借助酒馆财力, 他麾下势力很强, 至少不弱于太清剑派, 玄天宗。 不过, 顾无双现在很少管理酒馆之势了, 他的一些后辈和玄天宗, 太清剑派走得很近, 而且他的一些后辈有些狂妄。 至于如何狂妄, 楚通没说, 显然顾无双的后辈给他印象不好。 随后, 陆一平又问到了太清剑派, 玄天宗、秦化宗、 昆蓬神宗的一些事情。 楚通都将知道的详细禀报给了陆一平, 师尊此去太虚欲, 要小心, 太虚欲一向很乱。 楚通说道, 听说最近更乱, 有人杀了刀神的弟子, 刀神和阎家一直在搜索凶手。 不过, 他也知道, 以陆一平实力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接下来的两天, 陆一平晚上参悟造化玉碟, 白天抽时间, 直点楚通修炼和加固了一下归原祖地的建政。 当然, 不忘了每天浇灌剑术。 第三天, 在楚通、 苏毅等人恭送下, 陆一平和龙脚金牛, 黄九还有好碧离开了归原建宗。 第130章, 降临太虚欲。 不过, 前往太虚欲之前, 陆一平去了一趟青阳平原集市的小店。 小店老板和先前一样, 正在角落昏昏欲睡。 但是见到陆一平到来, 吓了一跳, 赶紧起身相迎。 最近陆一平的事, 传得苍神欲沸沸扬扬, 他也早听说了。 小店老板得知陆一平要去太虚欲, 不由意外。 你家主子现在在哪? 陆一平问道。 小店老板赶紧道, 陆公子拔动黑龙琴之事, 我早早禀报给我主子, 只是我主子在太虚欲有点事, 所以一时无法赶回。 哦, 那你主子现在在太虚欲什么地方? 陆一平问道。 小店老板说了一个地方, 陆一平记了下来, 前往太虚欲。 小店老板恭送陆一平, 看着陆一平几人在西洋下远去的身影, 难难道, 太虚欲天碑将出世, 他们是为了天碑前去太虚欲。 天碑之前, 怕又是尸骨堆积如山。 天碑, 相传乃是太古时期, 天庭主宰天地所留。 九天, 一共有二十九个欲。 太虚欲和魔神欲, 是九天最大的两欲。 除了魔神欲, 属太虚欲最大了。 不过, 太虚欲虽然大, 但是各方势力汇聚于此欲, 所以, 太虚欲很乱。 九天十大超级势力中, 排名第三的玄天宗总部就在太虚欲。 除了玄天宗, 排名第五的阎族, 第七的天兽门, 第八的须弥佛宗的总部都在太虚欲。 陆一平出了苍神欲后, 马不停蹄, 横穿术欲之后, 终于来到了太虚欲。 就在陆一平赶往玄谷城时, 关于天碑出世的消息也都传了开来, 陆一平几人沿途, 听到议论最多的便是天碑出世的消息。 这次天碑出世, 像我们这些小宗门最多也只能远远观看, 到时怕是连毛都没看到一个, 别说天碑上的天字了。 每次天碑出世, 主碑和主碑周围的其他酒碑必是昆蓬神宗的。 其他天碑, 被玄天宗、 阎族、 天寿门、 须弥佛宗所分, 我们连汤都没得喝。 经过一座古城时, 不少宗门弟子谈论。 秦神傅超一世威名, 没想到晚年不保。 可不是, 连那神秘高手一掌都接不下。 现在秦神傅超和秦华宗都成了笑话。 除了天碑出世, 被谈得最多的就是秦神傅超被神秘高手佛长镇压之事。 秦神傅超被神秘人请走之后, 已消失多日, 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秦华宗不可能咽得下这口气吧? 听说傅超的师兄, 秦末爵当年其实并没有死, 已经出世了。 何止没死? 秦末爵当年其实是参悟出了天碑的无上秘法, 一直躲在秦华宗祖地最深处苦修, 近日已经修炼有成。 这次出世, 不仅是为了傅超之事, 还为了这次天碑出世。 听到议论, 黄九和郝碧都是哑然。 秦末爵竟然没死? 黄九说道, 此人虽然名气不比秦神傅超, 但是实力绝对比傅超恐怖。 对于秦末爵之事, 陆一平也没放心上。 天碑出世是什么时候? 陆一平突然问道, 他们去玄谷城之后, 还有时间赶过去天碑镇。 天碑乃天地所留, 一共一百块天碑。 有的天碑除了记载无上功法, 还有当年太古秘文以及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 陆一平想过去看看。 当年, 剑术就是天地斩断的, 或许可以从这些天碑中看到有关剑术的记载。 若是能知道当年剑术生长之地, 说不定还能找到剑术被斩断的主根。 入夜, 经过一片荒山时, 陆一平几人在一山脚下停了下来, 篝火烤肉喝酒。 陆一平将书籍取了出来, 翻看了起来。 这本书是他在秦神复超身上空间神器内得到的, 颇有意思, 记载着远古一些各族之士和一些远古功法。 只是这些功法都只是只言片语, 不全, 所以参悟极难。 上古之前, 是远古、 太古、 洪荒、 开天。 太古、 洪荒时期之物, 现今已经棘手,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哪怕是超品神器, 也要被岁月腐蚀, 坏掉, 重新化成各种金铁矿砂。 不过, 上古、 远古之物, 现今偶尔还能看到一些。 这本书, 就是远古之物, 也不知是用什么材料铸造的, 虽然历经远古、 上古、 中古、 近古, 但是一点都没有腐烂和缺失。 这几天, 他一直在翻看此书, 推断此书, 应该是远古时期, 灵侯一族所留。 远古时期, 灵侯一族极其强大, 其中, 灵鸣侍侯、 赤鲎马猴、 通碧猿猴和六尔弥猴为灵猴一族的四大灵猴, 通变化, 之前后, 必生死。 就在陆依平翻看着本源古之书时, 好碧则是小心翼翼地喝着陆依平给他的万事酒。 这万事酒, 他虽然不知是用什么药材酿制的, 但是以他见识, 当然知道乃是宝贝的不得了, 就像当初的般若神盖周成, 舍不得喝。 龙角金牛见好碧小心翼翼, 浅尝极止的样子, 笑道, 这万事酒, 主人还多着呢? 你这么喝没意思。 好碧不好意思笑笑, 他小心地问龙角金牛, 小金大人, 这万事酒可是有冰燕果。 当初药王殿的和哨喝出了冰燕果, 他同样也喝了出来。 龙角金牛笑道, 是有冰燕果, 不过冰燕果是所有材料中最普通的, 主人前些日子还添加了星辰混沌水在里面。 星辰混沌水? 好碧手一抖, 手中酒坛差点掉了。 龙角金牛笑道, 星辰混沌水而已, 这万事酒材料中有比星辰混沌水更珍惜的。 好碧惊待, 你别听小金在那瞎说。 陆一平随口笑道, 就在陆一平几人闲聊时, 远处来了几人, 为首的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 看到年轻人, 陆一平意外, 对方正是他先前在参加天机商会拍卖会时遇到的那个天龙神国的年轻人。 当时, 对方和他竞拍万神之令, 还施展天龙之剑攻击他, 被他镇伤。 天龙神国敖臂带着手下从远处飞来, 看到火光, 定情一看, 待发现是陆一平时, 吓了一跳。 上次在北斗帝都天机商会拍卖会上, 他对陆一平的印象可谓极深。